不过我爹偷偷去洗脚 可刚进门就碰到了来上班的老妈 还好我爹反正快 转身拉着我就从八楼跳了下去 好消息是救护车来得很快 坏消息是我俩达得更快 不过这些都不重要 重要的是等再次睁开眼 我们爷俩竟然穿越到了古代 起初凭借现代人的智慧和知识 我爹很快就当上了一个村落的村腿 但我俩并不满足了 既然当村长那就要当最大 因为地球村也是村嘛 然而当我们准备好一切 刚想大喊一声王侯将相命有种故事 天上竟掉下来一个重伤垂死的白衣男子 问他来历 他说自己是什么青云宗的真传弟子 为了报答我牛村众人的救命之恩 他打算在离开前 从村子里挑选一些有天赋的年轻人 带回宗门里休闲 我爹知道后当即开始犯愁 因为既然有休闲者 那么我们在凡间闹得再大也没用 人家完全可以请休闲者轻易斩手 所以我们爷俩当即决定转行去休闲 但是合计下来 我这么聪明资质肯定没问题 但我爹却年过半年 早已过了休闲的年纪 原本他打算让我安心去休闲 他想办法多挣钱给我搞资源 但我秉承着有脚一起洗 有先一起休的原则没有答应 爸 他只是休闲者 不是成仙了 休闲者也是人 是人就会死 要是咱们不能一起去奈宗门 那他身上肯定有修炼之法 到时我们把他 我爹笑了 笑得很开心 然后从兜里掏出三百根迷魂箱 一日清晨 村中所有孩童经过测试 没有一个合格 直到我将手放在测灵石上 才有了动静 五颜六色的十分好看 但清云宗弟子尤光明 却表示这只是砸灵根 不合格 我爹文言一脸阴沉地看向我 眼神之中的意思很明显 要不要弄他 我微微摇头 示意父亲稍安勿躁 仙长 不知能否给我父亲测上一测 看看他有没有灵根 尤光明愣了愣 笑道 村长年纪不小了 就算有灵根也不可能 踏上修行之路的 不过尔等对我有救命之恩 只是测一测灵根的话 倒也不算什么 我爹文言也不客气 直接伸出手搭在测灵石上 然而令人意想不到的事 发生了随着天空一声巨响 测灵石瞬间爆发出 九彩光芒冲天而起 紧接着天空之中 挣腾起一大片紫色雾气 其中无数祥瑞虚影浮现 一片鲜月陡然响彻 整个卧牛村 游光明整个人都呆住了 嘴巴张得老大 九转天仙灵根 这不是传说中的东西吗 此时我爹早已收回了手 见所有人都呆在原地 他也不出声 走到我身旁轻声说道 川儿 我这是有资质 我眼中早已充满了狂喜 刚准备回应父亲的问题 我爹的声音再次传入耳中 我刚刚测灵根时 脑子里突然出现了一个声音 说自己是什么什么系统 我听后直接没忍住 爆发出了一阵猖狂的大笑 一把抱住我爹 恨不得当场亲上一口 哈哈哈哈 我就知道穿越者哪能没有金手指 至于我自己为什么没有 笑死 你懂不懂啊 我爹有大地之姿 过了许久 刘光明才率先反应过来 直接一个剑步出现在我们爷俩身边 再也没有了那副出城的仙人姿态 他激动的一把拉起我爹的双手 陈村长 不 陈兄 请务必和我一起回青云宗 九转天仙灵根了 传说中这种灵根出现 只要不夭折就必定能够飞升成仙 我爹有些诧异 自己的资质有这腰牛皮 竟然能让一位修仙者都这么势态 接着我爹不着痕迹地抽回双手 跟你回去也不是不行 但我有个要求 陈兄你说 什么要求都行 刘光明心一横 今天就豁出去了 就算对方让自己赔睡 那也咬咬牙答应 跟你去修仙可以 但要带上我儿子一起 刘光明愣住 这算是什么要求 这种是对他真传弟子的身份而已 只是一句话就能解决 可不知为何 他的心里竟然莫名有些空虚与失落 怎么 刘仙长实在为难的话就算了吧 一旁的老爹见刘光明愣在当场 还以为这种要求太过分了 就在他在心里计划怎么弄尤光明的时候 就听见对方尴尬地笑了两声 哈哈 那什么 此事简单 我答应了 尤光明抬手抹了一把不存在的虚寒 还好他心里的想法没有暴露出来 要不人家还以为他是个变态 怪尴尬的 见尤光明同意带上自己 我也就放下心来 向他表示感谢后 我便转身去收拾行李 见我的身影消失在视野之中后 尤光明缓缓叹了一口气 一脸郑重地看着我爹 陈兄 你须得做好心理准备 先路漫漫岁月悠长 可以说陈兄你是注定摘的那长生道果 可令狼的天资实在是 还是要早做准备斩断红尘 我爹听完尤光明的话语 只是面无表情的点了点 没有回答却在心里想到 马德 骂谁儿子垃圾呢 老子就算拿资源堆 也要把儿子堆成神仙 至于资源从哪来 曾经白手起家成为一地首富的 他心里有数 数日之后 我们父子二人乘坐 灵州降落在青云宗山门外 刚踏出灵州就被这 宏伟大起的山门震撼 一眼望去只见 仙门之内雾气蒙蒙 其中不少仙鹤飞舞走了 咱们先去见宗主 我已经用传音符提前告诉他 说把尤光明领着 我俩静止前往宗主大殿 我们也俩并肩走在尤光明身后 看着这青云宗内部的景色 时不时互相讨论几句 其实这几月在灵州上 我们父子俩也讨论过许多 还顺带研究了一下 那所谓的系统 也不知道为什么 两人一说到这个话题 就仿佛有一种神秘的力量 充斥在脑海之中 使得脑子如同雾气朦胧一般 我爹也是着想 把系统给的奖励转送给我 可惜也失败了 不过我却并不担心自己的前途 这修仙界之中 肯定会有许多天才地宝 可以用来提升资质 我爹有大地之资 我还操那个心干啥 上辈子我就是顶级富二代 这辈子指定也得望复成年 这时 尤光明忽然停在一处 金碧辉煌的大殿起 没等开口 其中一个沉稳浑厚的声音传出 小游啊 进来吧 给我看看你说的惊喜是什么 得到了宗主的手肯 尤光明领着我俩 就直接走进了宗主大殿 刚一进去就看到 大殿正中的高台之上 坐着一个有些微胖中年男人 他的皮肤略黑 身高也不算太高 在我看来 神似前世的某个知名的 小黑胖子相声艺术家 小游啊 你说的惊喜在哪呢 看着我一样的目光 宗主陈生眉头微皱 略有不满地看了尤光明意义 尤光明没有开口解释 只是不紧不慢地掏出了侧灵石 陈兄 请 我爹也不客气 直接把手放到侧灵石上 一片异象之后 整个宗主大殿陷入了一片寂静 在看到我爹的九转天仙灵根后 宗主陈生一声卧槽响彻整个青云踪 紧接着他就一个瞬意抱住了我爹 眼神之中充满了奇怪的韵味 这位兄台如何称呼 陈建国 陈生点了点头 虽然这名字有些奇怪 不过这都不重要 谁叫人家是天仙众 此时他早已顾不得自己的宗主身子 满脸崇拜地看着我爹 陈兄 我也姓陈 是你失散多年一父一母的亲兄弟 择日不如撞日 今天我们就结拜如何 说爸也不等我爹表态就硬拉着要去祖师逃 那个 宗主大人 我忍不住出声打断 马德 我可不想莫名其妙多个干爹出来 陈生听见动静 先是看了看不远处的我 然后又看向游光明 小游啊 一个杂铃根的废物你带过来干嘛 就这样的资质也配进我们青云宗的山门 游光明憋着笑意撇了一眼脸色逐渐阴沉的老爹 你当着人家的面骂他儿子废物 真是有种 不过看到陈生脸色越来越难看 他还是急忙介绍起来 这位杂铃根的少年 是陈建国的儿子 亲生的 陈生听后当即面色一变 小心翼翼地看向老爹 多尴尬呀 哈哈 那什么 我开玩笑的陈兄 接着他一路小跑到我面前 满脸堆笑 亲切又慈祥地打量着我 好 无愧是陈兄的孩子 当真是英俊潇洒玉树临风 一看就是端端正正的先人之才吗 我被宗主大人的脸皮给震惊到 肃然起敬 急忙摆手表示理解 陈生悄悄瞄了一眼老爹 看对方依然沉着脸 心知事情不好办了 他恨不得给自己两个大 这嘴是真贱啊 当面骂了人家儿子 看来不出一波血 这事指定是过不去 他咬了咬牙 掏出一堆大小不一的浴室 忍着心痛走到我面前 好孩子 刚刚是书不对 这些零食送给你作为赔礼 你别往心里去 我看了看 粗略估计这些零食大约有两百块 但我并没有接管 只是面无表情地盯着宗主大人 见我不为所动 陈生又瞥了眼 依旧沉着脸的老爹 下一秒他手中又忽然出现一个储物袋 小川啊 这是储物袋 里面有一千块零食和一些丹药 可以帮助你修行 随后又掏出一把湛蓝的长剑 此剑名为寒蝉 乃是上品法宝 叔叔给你赔个不是 我扯了扯嘴角 上品法宝啊 这玩意确实好 不错不错 想到这我顿时换上一副笑脸 诶 陈叔 使不得使不得 虽然嘴上说着不要 但我的手却很诚实 赶紧把储物袋和寒蝉都接了过来 这时 大殿外忽然传来一阵动静 一群满头白发的老人冲了过来 进门就吼到天仙种子在哪 刘光明率先赢了上去 弟子刘光明 见过太上长老及诸位长老 我听在耳中也明白了这些人的身份 原来是青云宗的长老团 在确认了我爹的身份后 一群长老立刻冲上前 将他围住开始嘘寒问问 只有太上长老没有前往 反而是走到了我的身前 脸上除了慈祥就是慈祥 一群年轻人就是沉不住气 你们讨好天仙苗子有啥用 没看见人家儿子在这儿吗 只要对人家孩子好 人家看在眼里自然就懂了 小川呀 我是咱们青云宗的太上长老 那没眼力见的小黑胖子是我的孩子 刚刚他说错话了 奶奶替他给你道歉了 他修为通天 别人不清楚宗主大殿内发生了什么 但他的神识早已将之前发生的事看在眼里 见过太上长老 恕我双手不变 不能行礼 我紧了紧怀中的储物袋和上品法宝 身子微微前倾算是行了一礼 无妨 从今以后你在这青云宗见到谁都不用行礼 太上长老笑着说 接着他目光又看向我的怀中 故意问道 小川为何不将这零件收入储物袋中 弟子资质愚钝 还没有步入仙路 太上长老闻言这才装作恍然大悟 随后沉思片刻不知从哪摸出一颗丹药 这丹药只是一出血 我就发现了不凡之处 其上竟有麒麟虚影浮现 这是灵血洗灵丹 可以提升资质 哪怕是毫无灵根的凡人吃了也能够获得上品灵根 我惊了 这种能够让人脱胎换骨的逆天丹药 这么简单就得到了 不过我还是拒绝到 太上长老 这太贵重了 我不能收 小川呀 这不是生存了吗 我儿与你父亲结为兄弟 你不就是我的孙儿了 长者赐不可辞 你就安心收下 我只觉得嘴角有些抽搐 这些修仙的脸皮怎么一个比一个厚呢 不过有好处不拿那是傻子 那就谢谢奶奶了 我直接接过丹药当时就吃了下去 在丹药落入腹中的叉呢 我顿时感觉浑身燥热 全身肌肤变得通红 周身浮现出无数的麒麟虚影 也不知过了多久 我的意识逐渐轻敏 站起身来才发现 所有人都一脸关切地看着自己 太上长老张春兰率先上前 拉住我的手笑道 吃了这枚宝丹 川儿的资质当鼠上场 修为也应当提升不舍 然而随着灵气叹入我体内 他当场愣住了 怎么会这样 一旁的老爹健壮忍不住问道 太上长老 我儿子怎么样 张春兰老脸一红 有些甘大的小声说道 炼气一层 砸灵根 不应该呀 灵血洗灵丹的功效 他是知道的 就算是凡人吃下去 也能当场获得上品灵根 修为更是会达到炼气后期 可为何我吃下去之后 灵根却没有丝毫变化 依然是砸灵根 看着众人满脸的困惑不解 我笑着安慰道 没关系的 多谢奶奶赐药 我心里大致有数了 吃了这没丹药 其中功效我自然清楚 至于为什么只有这点作用 唯一的解释就是 我的灵根并不简单 虽然是砸灵根 但万一是砸了许多呢 说不定天地万物 全部都砸到里面去了呢 想到这 我情不自禁地高兴起来 不过是修为进展慢一点罢 那又怎样呢 我爹有大地之姿 我还能缺了灵丹妙药 然而毫不知情的张春兰 看在眼里 只觉得我真是个好孩子 顿时心中略有愧疚 手中又出现一张 金玉软甲递给了我 穿二 这乃是中品灵宝玉竹金凤甲 水火不清寒暑不必 更是能够自动聚集灵气 穿上瓷甲金单漆之下 几乎不能对你造成伤害 我眼角一跳 忍不住扎实了 这太上长老到底是什么修为啊 出手这么大方 真是绝了 还没开始啃爹 反而先啃上老太太 不过该收还是要收的 自己灵根特殊修行缓慢 有了这个软甲 自己的生命也能多几分保障 我脸上爆发出明媚的笑容 结果软甲套在身上 高兴地喊了一声 谢谢奶奶 见我收下 张春兰也放心了 接着他又命人 给我父子二人安排府邸 可却被我一正言辞地拒绝 奶奶您听我说 我收下这些宝物 已经是深受大恩 而且咱们青云棕门归森业 我们出来乍到 切不可因为我们坏的规矩 依我看 还是让我从杂役弟子开始吧 我满脸严肃 仿佛自己来到仙门 就是为了当个杂役一般 开玩笑呢 给我安排个府邸 我还怎么装逼 不知道主角都是 从杂役弟子做起的吗 张春兰看在眼里 只觉得有些无语 你小子啥好处都拿完了 又是上品法宝 又是中品领宝 现在你特喵跟我说 你要当杂役 谁家杂役有你这条件了 他原本还想再劝劝 可在我的一再坚持下放弃了 不过他也不傻 总不能真让我 跟普通杂役弟子一样干活去 那就依你吧 说完他朝着尤光明使了个眼色 尤光明当即了然 在与诸位长老和宗主告别后 他就要领着我离去 然而就在这时 我爹的声音从身后响起 等等 我也去 尤光明回头看去 原来是陈建国 他没有回应 而是看向太上长老和宗主 剑伯兄 你可别再说 你要当杂役弟子了 宗主大人 一脸诚恳地拉着陈建国 就算按照门规 你的资质 也不会当杂役的 啊 陈建国转头盯着宗主 一脸惊讶 我没说 我要当杂役啊 我只是去看看 你们杂役区的生活条件 总不能让川儿在那吃苦吧 他妻子早早就去世了 父子俩相依为命 在陈川年纪还小的时候 为了打拼事业 不得不把陈川寄宿在亲戚家里 打心底里 他就觉得自己 对陈川有亏欠 以至于后来事业有成之后 从不限制陈川 要什么就给什么 对于陈建国来说 陈川还是他对于王妻思念的寄托 现在父子俩一起穿越到了这个世界 自己依然有条件 当然要在满足孩子一切要求的前提下 给予最好的 就跟以前儿子初次离家上大学一样 他也要跟着去看看 学校的条件怎么样 呃 那好吧 陈生答应道 同时疯狂给尤光明识眼色 尤光明立马露出一个包在我身上的表情 建国兄 回来之后 记得来找我了 咱们还要结拜呢 陈生胖乎乎的手 拉住陈建国 满脸不舍 呃 陈建国看了儿子一眼 发现他没有暗示拒绝 也就答应下来 那就确之不公了 一行四人 又走出了宗主大殿 不同的是 陈川身上大大小小的包袱不见了 腰上多了一个小袋子 此时此刻 他的心情无限美好 没想到穿越之后 靠着父亲 还能过得这么爽 不得不感叹一句 不论在哪里 望复成龙永远都是最好的选择 尤建长 我们能有这等先缘 还是多亏了你 于兄在这里跟你道一声谢 陈建国与尤光明并肩走着 由衷地感谢道 哎 真是折煞我了 你与宗主一劫进来 按辈分来说 我应当叫你师叔 陈建国一愣 也没拒绝 毕竟不是小孩子了 辈分这种事情 还是不能乱来 接着 又听见尤光明说 陈师叔叫我小游就好 日后还要师叔多加关照 这话发自肺腑 陈建国的前途不可限量 自己提前与他打好关系 总是没错的 况且 此次将他们父子二人引入宗门 这份功劳足以让自己在门内地位提升许多 还能获得不少奖励 陈建国点了点头 并不拒绝 再次表达感谢 多谢 日后全子还要劳烦你多加照顾了 那是自然 今后陈川的事 就是我的事 有什么需求 只管来找我就是 尤光明拍着胸脯满口答应 心中只觉得前途光明 他并不怕麻烦 只怕这父子二人今后不麻烦自己 毕竟 关系就是这么拉近的 不是吗 你帮我 我帮你 这样才能长长久久 两人一边聊着 一边走着 忽然 陈建国眼前一亮 指着前方一片田地询问道 小游 这里是 尤光明也将目光看过去 笑着解释 这里是咱们青云宗的林田 重折许多林药 随后又指着林田里的女弟子说道 赵管林药 需要极为小心 所以都是女性杂役弟子 陈建国眼前一亮 这些都是杂役弟子 尤光明点头秤是 那不如这样 将川安排到这里 与女弟子们一起 如何 尤光明刚想说不合规矩 不能将男弟子安放在女弟子区域 忽然反应过来 还要什么规矩 如今宗门内 恐怕宗主说了都不算 陈建国的规矩才是规矩 也好 见两人这么简单 就决定了自己的归宿 陈川当场就不乐意了 目光扫向林田之中 拒绝的话刚要说出口 硬是给他收了回来 那大腿 那身段 那车灯 还有那精致的脸庞 你们清云宗收女弟子 都是看脸的 忍住吐槽的心情 陈川露出一个义不容辞的表情 游师兄你放心 把这些仙子交给我就好 哈哈 放心放心 尤光明也懒得吐槽 你现在是咱们宗门的太子 你想干嘛就干嘛 接着随便叫过来一个 分管杂役的外门弟子 一通吩咐之后 领着陈川离去 王二狗看在眼里 口水都要流了出来 他一脸殷切地望着尤光明 游师兄 我也在这里嘛 尤光明嘴角一抽 再次叫来一个外门弟子 这是新来的杂役 带他去吧 也别安排太脏太累的活 二狗 明明是一起来的 为什么 尤光明也懒得搭理 被带走的二狗 转头看向陈建国 只见他一脸满意的笑容 陈师叔这么高兴 当然了 川在这等宝地 只待日后 我老陈家也当子孙满堂 哈哈 尤光明 陈建国笑着拍了拍他的肩膀 小游啊 你没有孩子 你不懂 等你到了我 这个年纪你就知道了 陈师叔 我已五十有六了 陈建国嘴角抽搐 目光凝重地 看着尤光明 你特么看着跟我儿子差不多大 哪里像五十六的人了 反正你到了我 这个年纪你就知道了 陈川跟着分管杂役的外门弟子 朱三良 一边走一边聊着 了解到了更多青云宗的事情 不过大多数都是外门 和杂役弟子们的一些八卦 至于更深处的密闻 那就不是一个小小的外门弟子 能够知道的了 不多时 这位外门弟子就停下了脚步 陈川定睛一看 正前面一座端端正正的独门小院 这里就是你之后的居所了 整个杂役区可就这么独一份 换作旁人是万不可能让他住在这里的 也就是陈师弟你了 稍后我会让人把一些生活所需送来 朱三良指着面前的院子 对陈川解释道 我带你进去看看 多谢朱师兄 陈川点了点头 跟在朱三良的身后进了院门 刚一进去 眼前的景象豁然开朗 独门独院也就算了 里面甚至还专门种了一些林花林草 其中的房屋更是像一栋小别墅一样 让陈川越看越喜欢 毕竟自己来当杂役的目的之一 就是为了装逼 有了这么个独院 岂不是锦上添花 多谢朱师兄 不过我住这里是不是不太好 陈川微微蹙着眉 假装有些不好意思地说道 这都是应该的 之前尤师兄已经吩咐过了 那就恭敬不如从命了 陈川拱了拱手 从储物袋中摸出三块零石 有劳朱师兄了 这是我的一点心意 请一定要收下 朱三良一看这架势 吓了一跳 此前尤师兄只是跟他说了 这位少年的身份不一般 可没告诉他出手这么阔绰呀 这三块零石 顶得上他一个月的修炼资源了 这人到底是什么来头 真传弟子尤光明 亲自陪宋布说 还万般嘱咐他 要好好关照这个少年 任何要求都要满足 一边想着 朱三良眉开眼笑地接过零石 直接揣进了怀里 对眼前的这位少年 更加奉承起来 唉 真是折杀老朱我了 咱们走吧 带你去那些杂役面前露个面 也让他们认识认识 朱三良满脸堆笑 不过在说到杂役的时候 脸上还是闪过一丝 不易察觉的傲气 陈川看在眼里 没有说破 只是在心中暗倒 这仙门之内的等级 还挺森严 果然 只要有人的地方 就有江湖 很快 两人就来到了一处林田 一眼望去 许多女弟子 都在细心培育着田里的灵药 来来来 都过来 给你们介绍一下 这位是陈川师兄 他的身份可不一般 今后跟着你们一起生活 朱三良站在杂役弟子前方 以致气势 拉着身旁的陈川 就给女弟子们介绍起来 说完 又略带讨好的 对着陈川小声解释道 陈师弟 这就是一些场面话 放心 你在杂役区 不用做任何杂物 下方的女弟子们 一听见朱三良这话 就跟炸开了锅一样 啊 怎么会有男弟子来我们这里 是不是搞错了 门规可是明令禁止 不允许男弟子 来我们女弟子这边干活的 更别说还要生活在一起了 嘘 没听见朱师兄说吗 这位陈师兄身份不一般呢 七 身份再高 还能高到天上去 之前 有个外门长老的后辈 刚入门做杂役的时候 想来这边 后面听说 连累的那位长老都吃了挂了 你们还别说 这位小陈师兄 长得还挺帅的 陈川如今也有了一些修为在身上 自然也能听轻女弟子们的悄悄话 不过他倒是没有什么感觉 毕竟这只是一些杂役弟子 在他们眼里 外门长老已经是能够接触到的人里面身份地位最高的了 那些内门长老或是宗主的后辈 又怎么可能来杂役弟子这边 不过话又说回来 清云宗挑选女弟子到底是不是看脸的 这些杂役弟子一个个身段面貌都这么好了 不会是宗主有什么奇怪的癖好吧 不敢想不敢想 安静 陈川师弟的身份不是你们可以想象的 朱三良有些不满 生怕这些女弟子得罪了陈川 说着抬手指了指天上 接着又上前 找到一个看起来是领头的女弟子 巧声吩咐了许多 说完又带着这名女弟子来到陈川面前 陈师弟 她叫冬雪 平日里都是她在负责这些弟子们 我已经跟她吩咐过了 让她之后听你的安排 只要不影响正常的工作就行 陈川看着眼前的女性杂役 挑了挑眉头 一身素白长裙 将她整个人显得十分清冷 看上去完全不像是一个杂役 更像是王公贵族家的大小间 陈师弟 我带她去给你布置居所 顺便吩咐一些细节之处 你看你就在这里还是 朱三良看向陈川 拱了拱手问道 陈川回了一礼 有劳朱师兄了 我就在这儿吧 跟大家熟悉熟悉 也好 那我们就先行到辞了 目送朱三良 带着冬雪离开之后 陈川刚转过身来 就发现自己 已经被女弟子们团团包围了 或许是出于好奇 弟子们都围着陈川 唧唧喳喳喳地询问 感受着少女们的热情 陈川心情大好 陈师兄 朱师兄让我们听你的 还说你身份不一般 有多不一般呀 难道比外门长老还要厉害吗 陈川哈哈大笑 领着众人来到一处填坎 直接坐下 也不嫌脏 我说我爹是先帝 你们信吗 哇 先帝 陈师兄 先帝是什么 比长老还要厉害吗 真笨 凡俗的人们有皇帝 先人的皇帝 当然就是先帝了 女弟子们 把坐在填坎上的陈川围在中间 听见这个解释 顿时眼中冒出闪光 先人的皇帝 就是先帝 这也太厉害了吧 他们几乎都是从凡俗挑选上来的 有参加每年一次的生仙大会 进入宗门的 也有通过某些机缘进入宗门的 在进入修仙界之前 他们都是凡人百姓 说别的不知道 但是对皇帝 那可是一清二楚 皇帝对于百姓 可谓是生杀与夺 更是身份最高的人 陈川师兄的父亲是先帝 那岂不是说 他是先太子 一群少女得到了这一结论 更是觉得陈川厉害 不过也有人心中疑惑 但不敢表现出来 毕竟之前朱师兄明确说了 陈川身份很高 而且能够无视门归 与他们女弟子待在一起 怎么也比那外门长老厉害多了 也有人忍不住的 吹牛 你爹要是先帝 你还会来这里做杂业 果然长得帅的男人 就会骗人 吹牛 你爹要是先帝 你还会来这里做杂业 果然长得帅的男人 就会骗人 之前还不是 有个男弟子跑过来 不到两天就被赶走了 听说他的长辈 还为此 遭到宗门处罚了呢 此话一出 一众仙子都目不转睛地盯着陈川 希望他能解释一下 陈川笑了笑 看向说话的 那名女弟子顿时眼前一亮 与之前那名叫冬雪的女弟子一样 一身雪白的长裙 不过外面套了个鲜红的小马褂 就连长相也与冬雪有几分相似 不过要更加灵动可爱一些 没有那么清冷 可爱好啊 冷冰冰的 怎么能给生活增添乐趣 就是要这种青春可爱的 才讨人喜欢 陈川坐在田坎上没有起身 也不说话 只是笑着 看向那名少女 那名女弟子 明显有些不适应 笑脸上飞快地染上一抹桃红 更添几分艳丽 你 你看什么 我跟你讲哦 你现在离去还来得紧 不然到时候 会被赶出宗门的 就连你的长辈 也会被处罚的 陈川被这女孩给逗乐了 还我被赶出宗门呢 信不信我提一个走字 宗主那伙人 都得哭爹喊娘的 不过陈川没有将这话说出来 而是笑着问他 你叫什么名字 东梅 怎么了 哦 你跟冬雪 难道是姐妹 陈川顿时来了兴致 这什么神仙组合 出入宗门 就能遇到仙子姐妹花 还是不同风格的 一旁有人出声道 他们不光是姐妹哦 还是双胞胎呢 刷 陈川猛地站起身来看着东梅 还是双胞胎 嗨嗨 陈川清了清嗓子 收住了一些激动 在外面 还是得注意一点风度的 你想干嘛 东梅被陈川吓了一跳 往后退了两步 还以为陈川要做什么不好的事情 跟你说了 我爹是先帝 你还不信 这样吧 我们打个读怎么样 陈川看着东梅是越看越喜欢 正好自己身边还缺个侍女呢 这不得给他拿下 谁家二代随身不带个侍女的 咱爹可是有大帝之资 出门在外 不能丢了爹的面子 至于杂役弟子的身份 在陈川看来 完全不在乎 杂役弟子 不过是零根差了点 但是只要资源足够的话 修行速度并不会慢多少 资源从哪里来 陈川心里 大概有了一点想法 现代人的思维 哪怕是穿越了 想赚钱还是很容易的 打赌 赌什么 东梅的小脸上浮现出一丝疑惑 打赌这种事情 以前还从没经历过 如果三天后 我没有被赶走 你就做我一个月的侍女 替我洗衣做饭打扫卫生 怎么样 陈川笑容玩味地说道 侍女 不行不行 怎么可以做你的侍女呢 东梅一听见陈川这话 连忙摆动着双手拒绝 他和姐姐在凡俗的时候 就是大户人家的小姐 花费了很大的代价 才进入青云宗 成为杂役弟子 从来都没有伺候过别人 都是别的下人和侍女伺候他 让他做侍女 不是越会越差了吗 陈川没有急着开口 他知道 这种时候 围观群众 肯定会起哄的 果然马上就有人大话道 东梅 你别怕 说不定他马上就被赶出去了呢 就是就是 东梅咱们跟他赌了 陈川师兄 你还没说 你用什么作为赌注呢 陈川微微一笑 手中微光一闪 尚品法宝 零件寒蝉出现在手中 这是一柄尚品法宝 我用这个作为赌注 如何 哇 尚品法宝 法宝比法器厉害很多吗 当然了 我听人说 就连诸师兄那样的外门弟子 都没有法宝呢 那岂不是说 东梅拿到这柄零件之后 可以在外门横着走了 那可不 女弟子们看着陈川手里的寒蝉 当场兴奋地讨论起来 哎呀 你们真笨 他说是尚品法宝 就是尚品法宝了 我们又没有见过 东梅听着这些姐妹们 把自己嫁了起来 着急的小脸通红 也是哦 陈川师兄 要不换一个吧 我们都没有见过尚品法宝 你可不能骗我们 嗯 确实有点道理 陈川沉思片刻 一挥手 寒蝉就消失在手中 换上了两块零食 想了想又觉得不够 又拿出十颗聚器丹 这些够了吗 这个我认识 这是零食 一位女弟子 一位女弟子 看见陈川手中的零食 惊呼道 用得着你说吗 我们还能不认识零食 零食可是外门师兄们 才能领取的修行资源 看来陈川师兄 真的有点地位 你们瞧 还有聚气单 咱们一个月 才能领三颗呢 陈川师兄 居然有这么多 难道陈川师兄 不用修炼吗 仙子们的话 传入耳中 陈川愣了愣 这些杂役弟子 平日里的修行资源 这么少吗 连零食都用不上 还有这个聚气单 看来 自己还是太高估 杂役弟子的地位了 亦或者是青云宗太穷了 这东眉看的眼睛都直了 杂役弟子 一个月就能领三颗聚气单 完全不够修炼用的 一直听说 外门弟子们 可以领取零食用来修炼 他们却从来没有尝试过 要是能拿到这零食的话 自己一定能够 突破炼器一层的吧 再给姐姐分一块零食 到时候就能和姐姐一起进入外门了 东眉快答应吧 那可是零食 陈川师兄 我能不能跟你打赌呀 陈川笑着摇了摇头 东眉纠结了半天 仿佛在心中做了老大的决定 我跟你赌了 听见东眉答应了 陈川心情大好 随手一挥 数十块零食出现在怀中 一一送给在场的女弟子们 每人两块 今年我心情好 大家都有份 陈川的举动 把一众仙子给惊呆了 陈川师兄 这是做什么 真的送给我们吗 我们也能用临时修炼吗 陈川哈哈一笑 那还有假 大家安心收下 人人有份 哇 陈川师兄 真的好大方 看来陈川师兄 真的很有低位哦 咱们三十多个姐妹 每人都有两块呢 陈川师兄太好了 我爱你 一众仙子 当即高兴地贴近陈川 就差把他举起来了 只有东眉脸色难看 只觉得自己被耍了 你 你明明有这么多灵石 还要跟我打赌 东眉委屈地说着 眼眶通红 简直就要哭了出来 陈川好不容易才挣脱了仙子们的怀抱 少女的体香与温润 简直让人陶醉 早知道修仙这么爽早来了 还惦记什么造反啊 真是的 心情大好之下 决定再给大家发点福利 宗主给的储物代理 好像是有一瓶 里面全是聚气单来着 陈川一招手 碰 一个巨大的坛子出现在地上 陈川看着这个坛子 只想吐槽 宗主大人 你是不是有毛病 你管这泡菜坛子叫平啊 不过现在 也不是吐槽的时候 陈川乐呵呵地打开坛子 里面堆满的 全是聚气单 来来来 每个人都有 一人时刻 这时 一个清冷的声音从后面传来 你们在这围着干嘛呢 陈川转身看去 原来是冬雪回来了 女弟子们手里拿着零食和聚气单 都显得有些手足无措 仿佛很害怕冬雪的样子 看来冬雪在这里很有威严啊 就是不知道 她妹妹怎么傻乎乎的 陈川心里想到 看着冬雪冰冷绝美的面容 陈川笑着解释道 是冬雪啊 别怪罪他们 是我今天心情好 给大家发一点修炼资源 哦对 你也有份 说着 陈川又拿出三颗零食和一些聚气单 递到冬雪面前 抱歉 乌公不受路 冬雪皱了皱眉 没有接过零食和聚气单 陈川也不抢求 反正只要我在这儿 总有让你收下的时候 更何况 刚刚才和你妹妹打了个赌呢 想着 陈川回头看了一眼 发现那些女弟子 都把零食拿在手上 收也不是 还也不是 她只好笑着看向冬雪 你不要就算了 总不能不让别人收吧 冬雪没有说话 只是点了点头 之前跟朱三两去整理毒院的时候 一路上 朱三两跟他千叮宁万嘱咐 说 陈川的身份 不是他们可以想象的 就连真传弟子 尤光明师兄 陪在他身边 都显得有些奉承 尤光明是何许人也 那可是青云宗六位 真传弟子之一 是宗门真正的核心人物 地位不知道 比那些外门弟子和长老 高出多少 冬雪听在心里 也明白了陈川的身份 对于他们杂役弟子来说 就跟百姓与太子的区别差不多了 看到冬雪点头默认了 仙子们都欢呼雀跃起来 要不是冬雪师姐还在 他们都恨不得冲上去 给陈川亲上几口 只有冬眉兴致缺缺 眼眶红红的 整个人站在那儿有些失落 又有些委屈 让人看在眼里 都觉得心疼 平日里挺活泼可爱的小姑娘 现在却成了这个样子 她一脸委屈地跑向冬雪 静止扑到姐姐怀里 将脑袋埋在对方胸口 一边颤抖 还一边有些啜泣声传出来 陈川看着冬雪那饮满的车灯 一晃一晃地 嘴角一抽 只怕冬眉这小丫头 不是去找姐姐哭诉的吧 看来冬眉这丫头 和自己还是同道中人 咋 更喜欢了 冬雪一脸无奈地把冬眉推开 说说吧 怎么回事 虽然这丫头占她的便宜 不是一天两天了 但她刚过来的时候 可是看得清清楚楚的 自己的妹妹受了委屈 总要问得明白 姐姐 我和她打了个赌 冬眉说着 目光撇向陈川 晶莹的鼻头一耸一耸地 极为可爱 嗯 说清楚 冬雪感到有些疑惑 妹妹和陈川 能有什么好赌的 还是我来说吧 陈川接过话头 将自己和冬眉的赌约 复述了一遍 谢谢陈师兄 我知道了 冬雪冷着脸 看向自己的妹妹 哎 真不知道说你什么才好 她叹了一口气 陈川的身份不一般 她是知道的 别说三天了 就算三年 陈川也不可能被赶走的 虽然很不想让妹妹 去做这人的侍女 但既然赌约已经成立 自己总不能不认 否则传出去 名声不好听是小 他们姐妹 还能否待在仙门之内 还是两说 想到这 冬雪拍了拍妹妹的脑袋 有些无奈地说道 既然如此 那也别等三天了 便从今天开始吧 接着又看向陈川 小妹生性顽皮 还望陈师兄多多包容 姐姐 我才不想给人做什么侍女 东梅听见姐姐这么轻易就答应了 当即叫了起来 神情之中满是气愤 梅儿 愿赌服输 冬雪冷冷地看了她一眼 顿时让想赖账的东梅淹了下来 我 我知道了 姐姐 你别生气 说着 好似任命一般 走到陈川身后 低垂着脑袋 见此情形 陈川笑了笑 也不再多说这个话题 之后有的是时间 现在急什么 各位姐妹都分到了零食 想必 现在应该是没有心思劳作了吧 依我看 要不给姐妹们放假一天 让大家都回去好好休息 如何 陈川看似用商量的语气 对冬雪说着 实际上是想要试探一下 自己在这里 说话管不管用 到时候 自己还要进行一些改革 要是冬雪 这个领头羊不听话 那就不好了 也好 冬雪点头同意 哇 谢谢陈川师兄 谢谢冬雪师姐 陈川师兄 真是太好了 师兄你有道理吗 你看我行吗 呸 陈川师兄 怎么可能看得上你 我还差不多 一众少女拿到了零食 又听见还能放假一天 简直开心得要死 陈川也被这欢乐的气氛感染 笑着说道 叫什么师兄 生分了不是 来 叫川哥 以后姐妹们每个月 都能在我这领到零食 场中忽然安静了一瞬 下一刻爆发出更大的欢呼 哇 谢谢川哥 呜 川哥 我要跟你生猴子 哈哈 生猴子就不必了 陈川乐乐 这些小姑娘 确实挺有意思 那就这样 大家都回去修炼吧 咱们明天再见 说完 又看向东梅 走吧 咱们也回去了 东梅一愣 看向姐姐 冬雪也是微微一正 有些欲言又止 最终还是没有说话 陈川看在眼里 笑了笑没有多说 领着东梅 朝着自己的独院走去 很快 两人就回到了独院 进入客厅 刚一坐下 陈川就面带微笑地 看着东梅 我这院子怎么样 东梅站在陈川身前 轻咬着嘴唇 不想理会陈川 这院子当然好了 他们杂役弟子 只有一个小小的茅草屋可以住 这院子虽然比不上 他在繁琐的府邸 但比起他的茅草屋 可以说是天差地别了 看东梅不说话 陈川也不抢求 只是笑着说道 去 烧壶茶 东梅还是站在原地不为所动 陈川挑了挑眉 别忘了你的身份 你现在是我的侍女 你也看出来了 我身份不一般 你就不怕 我把你们姐妹 逐出青云踪 别 我 我去就是了 听见陈川这话 东梅顿时有些慌了 连忙转身去烧水泡茶 自己被逐出了 倒是无所谓 可连累了姐姐 怎么能行呢 姐姐平生最大的心愿 就是修行成仙了 过了一会儿 东梅恭敬地给陈川沏好了茶 端到他面前 陈师兄 我泡好了 陈川眉头轻挑 乐呵呵地说道 叫什么陈师兄 你是我的侍女 叫公子 我 东梅死死咬着嘴唇 眼眶又呼地变红 自己什么时候受过这种委屈 但一想到姐姐 她还是低下头来 声若闻音地叫了一声 公子 哎 哈哈 陈川心情大好 总算是迈出了第一步 他轻轻一挥手 桌上凭空出现 整整二十块零食 作为我的侍女 乃能没有修为在身 让别人瞧见了 还以为我是个穷逼 拿着 别让人小瞧了咱们 东梅直勾勾地看着桌上出现的零食 不自觉地吞了口唾沫 难以置信地说道 这些都是给我的 陈川微微汗手 这只是最基本的 拿着 你想怎么处置都行 我从不亏待自己人 见东梅把零食抱在怀里 一副没见过世面的样子 目光还时不时看向门外 陈川哪能不知道 这小丫头的心思 无非是想给自己姐姐冬雪送去 她轻声笑了笑 去吧 晚上回来就行 哦对了 晚上来我房间一趟 见陈川真的把零食给了自己 东梅跟变脸似的 露出一个笑脸 也不觉得委屈了 抱着零食就往外跑去 听见陈川最后一句话 还觉得有些羞涩 我知道了 谢谢公子 一日 太阳已经高悬在天空正中的时候 陈川才顶着两个黑眼圈 慢悠悠地从床上爬起来 昨晚可真够折腾的 也不知道那丫头发了什么神经 陈川一边穿着衣服 一边喃喃自语道 略微回忆了一下昨夜发生的事情 就让她的嘴角不自觉地抽搐 昨天带着东梅回到这独院之后 自己给了她一些零食 让她拿着修炼 这才忽然想起来 自己还没有修炼的功法 看那丫头急着给姐姐送零食去 也就先让她去了 反正也不差这一时半会儿的 谁能想到 东梅这丫头一回来 竟然直接冲到她房间里 就要脱衣服 给陈川吓了一跳 明明白天的时候 看她还跟看仇人似的 谁能想到晚上回来 就非要以身相许了 还说他们那儿的婢女 都是要给公子暖床陪睡的 陈川哪里经历过这种事情 何况她可是正人君子 怎么可能刚认识一天 就让人上床 她是那么随便的人吗 陈川只好拦住东梅 只怕慢上那么几分 这丫头就要把自己脱干净了 跟她解释清楚 自己只是想问问 她修行的功法是什么 东梅这才作罢信心离去 询问之后得知 他们杂役弟子修行的 都是最基础的 清云炼气诀 这门功法没有属性之分 任何灵根拿到都可以修行 算是比较中正平和的一种 在拿到功法之后 陈川就尝试着用这门功法修行 自己虽然是杂灵根 但有那么多灵石 想着怎么也能让修为有点进步吧 没想到 自己运行这清云炼气诀的时候 竟然完全不能从天地之间 吸那半点灵气入体 这让陈川很是纳闷 就算自己是资质最差的杂灵根 也不至于不能修炼吧 应该多少都能吸收一点灵气才对 见这门功法对自己没有作用 又时刻惦记着修炼的陈川 只好拿出那些丹药 猛磕了一晚上 直到天蒙蒙亮的时候 才沉沉睡去 不过磕了一晚上的丹药 也是有效果的 至少他能够明显感觉到 自己的修为有了一些长进 距离炼气二层只差一线了 知呀 陈川推开门 缓缓躲步来到了大厅 一眼就看见了 身穿红色小马褂 扎着两个丸子头的东梅 正站在桌前一动不动 你在那儿干啥呢 东梅听见声音 转过头来 与陈川的目光对上 可爱的小脸上露出一丝娇羞 昨天从姐姐那儿得知了 陈川身份神秘 地位奇高 正好陈川让他晚上去房间里 还想着为了姐姐的前途 咬咬牙从了陈川 没想当到了个乌龙 公子 呃 我刚做了午饭 你要不要尝尝 哟 你还会做饭呢 陈川忽然有了些兴趣 走上前去 东梅看着一副大小姐的样子 应该是食指不沾羊春水 没想到还真会做饭照顾人 下一刻 陈川如临大敌 浑身寒毛倒树 吓得他往后一跳 指着桌上一个瓷盘中 那团绿油油 带着黑色块状物体的东西惊呼道 东梅 这什么玩意 我带你不薄 没必要害我心灵吧 呃 公子 东梅尴尬地挠了脑脑袋 有些不好意思地说道 这是我做的土豆烧肉 要不你尝尝 听见东梅的解释 陈川面色凝重地点了点头 随后猛地转身朝大门外走去 尝尝 我尝个鬼 谁家烧土豆能烧成绿色的 东梅看陈川直接跑了 连忙追了上去 公子 等等我 做婢女的 就是要好好跟着公子 肯定不是因为她也不敢吃 不到一会儿 陈川的身影出现在灵田当中 空气中充满了灵药的芬芳 田园里阴阴艳艳的身影 各自忙碌着 将陈川的疲惫一扫而空 姐妹们 下午好啊 陈川大喊一声 一众女弟子听见声音 纷纷抬头看见了陈川 随后一拥而上将她围住 川哥下午好呀 川哥今天也来找我们玩吗 怎么可能 川哥肯定要忙着修炼啊 秀着少女们的体香 感受着身体上传来的温热 陈川笑着摆了摆手 示意大家安静一点不要哄闹 正好闲来无事 看看大家平日里都在做些什么 今天有什么趋势吗 陈川笑着问道 自己的发财大忌 想要施展开 与这些杂役弟子们 是分不开的 自己过来与他们交流 增进感情的同时 还能问问宗门妹的事情 毕竟女生比较爱八卦 这一点 无论在哪个世界 都是通用的 趋势 没有爱 不过无趣的事倒是有 之前那个男的 今早又来骚扰东学姐了 还问东梅去哪了 嘿嘿 不过我们都没有告诉他 陈川顺着说话的这名女弟子 手指的方向看去 点了点头 那边是男性杂役弟子的区域 这么说 是有不开眼的家伙 把主意打到我的人身上了 陈川摸了摸下巴 心里想到 他奶奶的 小碧 你可别被我逮住了 不然没你好果之事 还有吗 陈川再次问道 这种事情不过是小事 既不能影响他的地位 又不能影响他的计划 嗯 那位女弟子 陈思片刻 呼得一拍手 还有 今天一大早就听见 到处有人在说 说什么 有个人刚进入宗门 一夜之间 就炼金化气 进入了炼气一层 大家都在说 那个人是天纵之姿 还说咱们宗门 从来都没有出过这种天才呢 闻言 陈川一愣 该不会是老爹吧 接着 那名女弟子满眼崇拜 脸上出现一抹红霞 还听说那个人 仪表堂堂气宇不凡 长得特别帅 一听这话 陈川打消了自己的想法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怎么可能是老陈 老陈跟仪表堂堂 气宇不凡 有什么关系吗 不过不是老陈的话 会是谁呢 陈川陷入了沉思 这个突然出现的刁毛 算是打乱了他的一部分计划 毕竟凭空多出这么一个天才 宗门内的资源和权力倾斜 多少都会有一些影响 他奶奶的 老子修炼都感受不到灵气 还要嗑药才行 这突然出现的傻臂 竟然能够一夜之间 从凡人踏入炼气 不行 明天得找人好好问一下 陈川想到 这时东梅才姗姗来迟 一眼就看到了陈川 还有将他包围起来的姐妹们 只见东梅一脸不满地嘟囔道 明明是我先来的 让一让 让一让 东梅一脸的愤愤不平 好不容易才推开人群 挤到了陈川身旁 公子 你跑那么快干嘛 陈川看着出现在身前的少女 见他气喘吁吁的 面色微微泛红 额上有着一些虚汗 不由得想到一些奇怪的事情 不过现在 也不是调笑对方的时候 周围这么多人呢 总不能让大家 以为自己是个变态吧 好了 不跟你闹了 我还有正事呢 陈川拍了拍东梅的脑袋 见东梅没有反抗 反而很是受用的样子 一众女弟子不免发出交呼 同时也开玩笑般说道 川哥 这才过去一夜 你就让东梅归心了 哇 昨晚发生了什么 东梅你老实交代 陈川看着这些少女们 调笑打闹在一起 也不解释 反而是东梅急了 满脸羞红 支支吾吾地解释 昨晚并没有发生什么 总不能跟姐妹们说 自己想要以身相许 结果被陈川拒绝了吧 一想到这里 东梅只觉得更加羞愤了 恨不得把头埋到地里 恰好 这时东雪不知道从哪回来了 见一众女弟子都围着陈川 也不干活 难免皱了皱眉头 出声道 你们事情都做完了吗 东雪师姐 仙子们心里对东雪 还是有敬畏之心的 见东雪冷着脸 也不敢再围着陈川笑闹 纷纷与陈川告别 转身去做自己的事 陈川自然也看见了东雪 笑着汗手 算是打了招呼 so 东梅这丫头 看见姐姐来了 也不管自家公子 在身边 一溜烟地就冲了过去 直接把头埋到姐姐的胸口 陈川看着这一幕 嘴角直抽 满眼都是羡慕 要不说 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呢 东梅这丫头 真的好懂 妈的 我也好想埋 不过这话陈川可不敢说出来 见东雪把妹妹推开之后 才走上前去问道 我把东梅带走 没有影响你们的工作吧 东雪无奈地看了一眼自己的妹妹 见她背过身去 好像没听见一样 摇了摇头 声音清冷道 无妨 只是一片灵田而已 本就不算繁重 她算是认了 昨天妹妹 从陈川师兄那儿回来之后 竟然带来了二十克零食 起初她还以为 东梅是偷了陈川的东西 刚要生气教训妹妹 不能做这种偷盗之事 就听见东梅说是 陈川给她的 还让她自行安排 这让东雪 将原本想问的话 都给憋回去了 跟着陈川师兄 不用干多少活 还能拿到零食 怎么想都比在零田里来得好 之后 东梅还非要 将零食分给她一半 原本她是不想要的 但东梅一副 委屈到了极点的样子 她也就只好收下 用零食修行了一夜 果然效率 要比聚齐丹高尚不少 如今 距离进入练气一层 真正踏上先路 只有一步之遥 也让她的心情 变好了许多 念及此处 东雪难得地 给了陈川一个好脸色 陈师兄今天过来 是有什么事吗 陈川摇了摇头 倒也没什么大事 就是想问问 这零田里种植的零药 是零药本身的缘故 还是因为这里的泥土 有特殊之处 这个问题关系到 陈川的发财大计 必须得找个人 好好问问 想来想去还是觉得 问负责这片 零田的冬雪比较好 冬雪点了点头 略微思索了一番 组织了一下措辞 才缓缓开口 零田与零药 当时相辅相成 除了零药本身的缘故之外 这里的泥土 似乎也有些许灵气 平日里 零田也会长出一些杂草 与繁俗的野草不同 零田里的杂草破土之后 也会沾染一些灵气在身上 听到冬雪这么说 陈川点了点头 也算是放心下来 毕竟自己后面 想要把一些东西 种在这零田里 要是种出来 还跟普通作物一样 就不好了 随后 陈川又和冬雪 聊了一些有的没的 冬梅躲在一旁 竖起耳朵偷听 见天色见晚 陈川问了一下 在哪里可以买到吃食之后 便与冬雪告别 转身离去 冬梅看见陈川走了 也不管有没有叫自己 急忙追了上去 冬雪站在原地 看着这一幕 悠悠地叹了一口气 这才过了一天 这丫头 怎么就留不住了呢 与此同时 清云宗 后山 一座府邸处立在此处 从外观看来 比之宗主的府邸 也是不遑多让 陈建国坐在椅子上 打了一个喷嚏 坐在一旁的宗主 沉生健壮 急忙担忧地问道 建国兄可是身体不适 陈建国 可是他们清云宗的宝贝啊 尽管知道 他有着九转天 仙灵根这等资质 却没想到 他的天赋 竟然如此逆天 短短一夜之间 就从一个 从未修炼过的凡人 进入炼气期 这种天赋 放到整个修仙界 都是闻所未闻 极为震撼的 沉生知道后 惊得何不拢嘴 下巴都 差点给惊掉下来 这不宜有时间 他就跑来 陈建国的府邸 探望探望 只要把建国兄给讨好了 日后岂不是能带着 整个清云宗 举日飞升 陈建国揉了揉鼻子 抬起一只手摆了摆 示意自己没事 心里却暗道 哪个小瘪独子 偷摸骂老子呢 这时 尤光明手里 提着两个 石盒走了进来 别问为什么 不放在厨物袋里 多不尊重 咱们清云宗的仙苗啊 你把饭菜 从厨物袋里掏出来 人家能愿意吃吗 陈建国刚站起身来 想要迎上去 就看见尤光明 鼻青脸肿的 满头是包 脸上青一块紫一块 两个眼眶乌黑 他惊讶道 小游这是怎么了 多好一帅小伙 怎么就被打成这副模样了 尤光明刚想开口 就看见一旁的宗主 恶狠狠地瞪了他一眼 吓得他把嘴里的话 憋了回去 陈生笑着 接过尤光明手里的石盒 放在桌上 又便出两坛零酒 招呼着陈建国坐下 酒过三旬 陈生见陈建国心情不错 便出声问道 建国兄 如今你也踏入仙路 还有没有什么需要的东西 我让人送来 陈建国摇了摇头 又点了点头 我倒是没有啥需求 说着叹了口气 只怕我儿陈川 在那杂役弟子区 吃不饱穿不暖 宗主你也知道 川儿他只是杂铃根 要是没有足够的资源 恐怕难以修行 这番话听得陈生满头黑线 要资源就直说不行吗 非得整这些弯弯绕绕的 给人听过去 还以为咱们青云宗有多穷呢 陈生从怀中摸出一个储物袋 这里还有一些零食与零丹 我这就让小油送去陈川那里 说着 就要递给站在一旁的油光明 陈建国给拦了下来 接过储物袋 放进自己怀里 开口道 那就多谢宗主好意 正好我也打算去看看川 就让我顺路带过就好了 陈生顿时了然 起身与陈建国告别离去 陈建国也跟着走出了府邸 从储物袋中 拿出宗主给的灵州 向着外门飞去 不到一会儿 陈建国就来到了外门 一眼就看见了朱三两 询问到陈川所在之后 就走了过去 陈川前脚刚进院门 就看见自己的父亲 后脚跟着进来了 爸 你咋来了 陈建国却没有搭理儿子 而是看向陈川身后的东眉 眼含笑意 不错不错 这才一天 就找到对象带回家了 这女娃子挺乖的 不错 陈川一头黑线 拉着陈建国 就往自己房间走去 你想啥呢 你儿子是那么随便的人 拉着陈建国回到房间之后 陈川解释了半天东眉的身份 还说自己有一个发财大忌 需要这么做 陈建国听得频频点头 不过那细血的眼神 却暴露了他根本不相信儿子的鬼话 陈川是什么德性 他这个当爹的 还能不知道 穿越之前 陈川就不爱干正事 特别是在他发财之后 更是整天吃喝玩乐 但转念一想 陈川好像 确实没带过女孩子回家来着 平日里也没见到儿子 去那种不正规的地方 不过这都无所谓 在当爹的看来 儿子多找点对象才好 能给老陈家开枝散叶 就算是穿越过来了也一样 他这个当爹的牛逼就行了 儿子 只需要负责躺赢 顺便多给他造几个 孙子就行 爸 你来找我有啥事 陈川看着父亲满脸不相信的神色 撇了撇嘴角 没事 就是来看看你的生活条件 看看你住的习惯不 爸 咱们才一天没见呢 陈川有些无语 对了吧 你那儿有修行功法不 我之前试着用基础功法修行 结果半点灵气都吸收不了 陈建国摇了摇头道 没有 他们给我的功法我拿到就丢了 那个东西给我的功法 明显要好不少 这功法我不能转送给你 你知道的 明天我让小游将功法给你送来 陈川点了点头 没有纠结这个问题 他知道 系统奖励给父亲的东西 并不能转送给任何人 甚至系统两个字说出口 就会被屏蔽 随后他又忽然想起 白天姐妹们说的 那个一晚上突破练气气的雕毛 正好老陈从宗门里过来 应该听过这个人 也免得自己明天还要找人去问 爸 听说宗门里出了一个雕毛 短短一夜之间 就练精化气 从凡人突破到了练气气 你知道这个傻逼是谁不 要是对你的地位有危险 咱们就想办法弄他 陈川自顾自地说着 没有发现自己老爸的脸色越来越黑 见老爸不说话 陈川心头一跳 不会那个人 真能威胁到老爸的地位吧 他急忙问道 爸 你咋不说话呢 快说说那个傻逼是谁 咱们想办法弄了他 陈建国此时的脸色 已经变得像锅底一样漆黑 只见他面色阴沉 眼露凶光 一字一句道 我就是那个傻逼 下一刻 房间内爆发出惊天动地的惨叫 啊 爸你轻点 不是 我真不知道是你啊 爸 我知道错了 啊 哎 别打脸啊 你给我脸打坏了 我还怎么见人 怎么给你找着媳妇啊 隔壁房间内 东梅躲在被窝里 瑟瑟发抖 不敢动 完全不敢动 不过 公子他们父子俩 感情真好呀 第二天 陈川一大早就呲牙咧嘴地 从床上跳了起来 顾不得身上传来的疼痛 急忙跑到同镜前 老灯还真舍得下手啊 也不怕给儿子英俊的脸庞打坏了 不过没人能影响老陈的地位 就好 自己担心了半天 都准备偷偷把那个雕毛做掉了 毕竟大家都知道 在古董行业里 孤品才是最珍贵的 现在知道 老陈就是那个一夜突破的人 陈川也就放心下来 转过头来 陈川看见 桌上放着一个储物袋 应该是老爸留下来的 昨晚倒是没有注意 陈川拿起储物袋 将里面的东西 尽数取出来一看 两千块零食 还有两缸子聚气单 或许是宗主看见 老爸一夜突破的天赋之后 难得大方了一回 将这些东西收了起来 摸了摸下巴 顿时疼得直抽抽 陈川再次感叹 老陈打儿子 真舍得下手 一边想着 一边推开门走了出去 来到大厅 看见东梅坐在椅子上发呆 陈川出声打断了他的思绪 喂 你愣着干啥呢 还不去买点吃的回来 东梅听见动静 抬头一看 公子脑袋上的包比 馒头还大 一个眼眶给揍得乌黑发亮 脸上红彤彤的 肿得老高 顿时愣在当场 眼神里充满了惊讶 随后捂着嘴 扑斥一声笑出声来 哈哈 公子 哈哈 你怎么变成这样了 陈川满头黑线 他奶奶的 真是没脸见人了 笑什么笑 陈川怒道 随后又一脸郁闷的 掏出一堆零食 丢给东梅 拿着 赶紧消失 晚上再回来 东梅接过零食 粗略一看 约莫有二三十块 当即没开眼笑 抱着零食 就要往外跑去 等等 陈川出声叫住了他 东梅抱着零食站在原地 一脸疑惑地 看向自家公子 陈川拿出多余的 那个储物袋丢给他 这是储物袋 用体内的灵力操控 拿着 别整天抱着零食 跑来跑去的 你也不怕被人给抢走了 东梅接过储物袋 用体内仅有一丝的零力操纵 一眨眼 怀里的零食消失不见 出现在储物袋中 东梅更加高兴了 甜甜地叫了一声 谢谢公子 说完蹦蹦跳跳地出门找姐姐去了 刚一打开院门 就看见一个同样鼻青脸肿的人 站在门口举着手 打算敲门的样子 东梅一看这情形 又是扑斥一声笑了出来 也顾不得尤光明面色不善 静止朝着林田跑去 今天又有乐子跟姐妹们聊了 尤光明一脸无奈地走进院门 刚一进去 就看见同样头角真容 满脸无奈的陈川 两人对视一眼 一切静在不言中 一个是天仙种子的儿子 一个是青云宗六大真传弟子之一 在宗门内 谁敢对他们下狠手 把他们 做成这副模样 懂得都懂 陈川装作没看见尤光明的伤势 率先开口道 尤师兄可是给我送功法 没错 尤光明点点头 五个玉剑出现在手中 借着灵力 送到陈川手里 川哥你看一看 玉剑里都有功法介绍 你随便挑选一个 陈川看都不看 直接将五枚玉剑收了起来 小孩子才做选择 大人当然是全都要 再次看了一眼 尤光明两个乌黑的眼眶 陈川撇着嘴角 不让自己笑出来 我这里也没什么吃的 就不留你吃饭了 尤师兄慢走 尤光明嘴角抽搐 行吧 你是太子 你想把功法全留下也行 他又好似想到什么 提醒道 这五门功法 对应了五行 你是杂铃根 应该都能修行 不过你切记 修行一门功法即可 莫要同时间修 会导致功法冲突 陈川微微汗手 多谢尤师兄 我知道了 见陈川满不在乎的模样 尤光明也懒得在说什么 转身离去 修吧 就算出了问题 着急的也是宗主长老他们 何况兼修功法而已 顶多就是功法冲突 导致散功 不算什么大事 目送尤光明离开之后 陈川关上了院门 回到自己房间内 五眉玉剪出现在手中 则 先修行哪个好呢 陈川将五眉玉剪 放在木桌之上 目光注视着这五眉玉剪 心中隐约有一种奇特的感觉 自己此前修行 中正平和的 清云炼气诀 无法吸纳天地间的灵气 似乎并不是功法的原因 问题可能救出在 自己的灵根之上 他始终认为自己 不可能是砸灵根那么简单 之前在太上长老那里 得到了灵血洗灵丹这种圣诞 听太上长老说 哪怕是完全没有灵根的凡人 吃下此丹之后 都能获得尚品灵根 并且还能够极大的提升修为 这种神丹的珍贵 自然不必多说 一开始还在想 要去哪里找提升资质的真奇 可没想到 真正得到这等神物之后 砸灵根依旧是砸灵根 修为也仅仅 只突破到了炼气一层 或许是这没丹药的全部效力 都被用来冲破 禁锢自己的某种仗壁了 总而言之 自己的灵根绝不简单 想到这里 陈川暗纳住心中无边的思绪 随意拿起一枚预检 将体内的一缕灵气探入其中 只是一瞬便得知了 预检中记录的信息 赤炎焚真落 五行之火属功法 身怀火灵根之人可以修行 修此功法 可从无尽灵气之中 吸纳火属性灵气 使自身 修为之中 充满爆裂赤炎灵力 与人对敌之时 举手投足之间 尽是烈焰 凶猛无比 火属性嘛 陈川认真地接受着 这枚预检之中蕴含的信息 以及功法运转方式 无意识地难难道 他并不知道 这赤炎焚真落的等级 不过 既然是尤光明这位 真传弟子送来的 想必也是清云宗 最顶级的功法之一了 片刻之后 陈川记下了 预检之中包含的所有信息 盘膝坐在床上 抱援手衣 开始修行 哼 仅仅一瞬之间 陈川就感应到了 这功法的霸道之处 按理来说 带有属性的灵气 在整片天地之中也是少数 可陈川在运转功法之时 分明可以感受到 无数的火属性灵气 被疯狂吸纳进体内 仿佛一颗颗赤色的火星 进入体内 运转无数个周天之后 被禁数融合在丹田处 随着火星一点点增加 一团渺小而又炽热的赤色火苗 出现于丹田之中 忽然 这团赤色火苗好似被什么东西吸引 竟从丹田缓缓上升 直至位于胸口处 轰然炸开 碰 陈川仿佛听见了火苗炸开的声音 紧接着是遍布全身的燥热 恍惚之间 他的意识中一个 无形无色的神秘物体出现 瞬间便吸收了所有的赤热 这无形无色的物体 也瞬间有了颜色 一抹赤红出现在其上 盘旋不停 又归于平静 陈川从修炼状态中醒来 双眼猛然睁开 其双眸之中 有一朵赤色火苗 一闪而逝 练其二层了 他感应着自身的修为 发出一声感叹 再试试 陈川再次运行功法 进入修炼状态 过了一会儿 他再次睁开双眼 眼中充满的迷茫与困惑 只见他皱着眉头 轻声低语 怎么会这样 在提升了一次修为之后 他发现自己再次运转着 赤烟焚真露的时候 竟然不能感应到火属性灵气了 并且 如同之前修炼 青云炼气诀 一样 就连最基础的天地灵气 都无法吸纳 陈川坐在床上 皱着眉头陷入了沉思 可以确定的是 自己的灵根很不一般 并非是不能吸收灵气 在得到这一颗赤色火苗之后 陈川有了一丝明雾 自己的灵根 应当是缺少了最基础的某种东西 这才导致自己 不能吸纳灵气修炼 这一颗火星 似乎也不是功法等级的缘故 而是自身灵根所需要 天地灵气之间所蕴含的火元素 只能让自己突破到炼气二层 还想让修为有所进步的话 应该需要更高级的火元素 或者是别的属性的元素 念及此处 陈川将目光投向桌上的 另外四枚玉碱 简单招了招手 以灵力将一枚玉碱引入手中 再次把灵力投入玉碱当中 又是一串信息浮现于脑海 碧海银掏金 片刻之后 玉碱碎脸 陈川沉音片刻 依然决定修炼这个功法 之前游光明说 这些功法不可兼修 会导致冲突 可他却有一种感应 自己修行这些不同属性的功法 并不会导致功法冲突 反而会让自己获得好处 说干就干 陈川再次合眼 全身心投入了修炼之中 碧海银掏金 这一次 他仿佛置身于汪洋大海 却并非是大海中的一叶偏舟 反而他意识所到之处 风平浪静 不知道过了多久 一颗水珠出现于丹田 又缓缓上升 直至炸 那神秘的物体再次出现 其上一抹碧蓝蕴染 陈川睁开双眼 眸中一丝蔚蓝闪过 下一刻 他只感觉头痛欲裂 眼前一黑 晕倒过去 公子 公子你怎么了 公子你醒醒啊 公子 陈川缓缓睁开双眼 只感觉有人在拼命摇晃自己 用力甩了甩胀痛的脑袋 偏头看去 好了好了 不要摇了 我还没死呢 别被你给摇死了 哦 东眉撅着嘴唇 一脸的委屈 我还不是担心你吗 我昏迷多久了 陈川缓了缓 感觉自己清醒了 便坐起身来 看向窗外 自己修行 碧海银涛金时 还是白天 现在外面依然亮堂 你都昏迷三天了 人家本来以为 你再修炼没有打扰你 谁知道你过了三天 都不出门 我就赶紧跑进来看看 谁知道你怎么就晕过去了 吓死我了 你要是还不行的话 我都打算去找人来救你了 听着东眉的声音 陈川只感觉心头一暖 没想到这小丫头 对自己还挺上心 谢谢你了 见陈川没事 东眉也放心下来 长舒一口气 我可不是关心你 你要是死了 谁给我零食啊 哈哈 陈川无奈地笑着摇了摇头 人不大 嘴还挺硬 随手摸出一堆零食丢给东眉 说道 放心吧 谁死了 我都不会死 别忘了 我可是先帝之子 我只是修炼过度了 东眉接过零食 顿时喜笑颜开 去吧 我还要修炼呢 这次我注意一点 哦 别到时候 又要我来救你 说完 东眉将零食放入厨物袋中 蹦蹦跳跳地出了房门 临走还不忘补上一句 吹牛 那天那个大叔 哪里像先帝了 陈川沈然一笑 摇了摇头 随后细心感应自身 练气三层了呀 他的嘴角勾出一个弧度 还挺快的 就是不知道 五本功法全部修炼之后 会到什么境界 陈川将目光看向目桌 剩下三枚玉剪 端端正正摆在桌面上 纹丝未动 这丫头 还挺称职 没给她的东西 竟是碰都不碰 陈川想着 不自觉地露出微笑 一抬手 一枚玉剪便飞入手中 轻目长生功 其性温和无比 与其余功法不同 修行此功法 虽与人对敌威势稍弱 但优势在于 可极大延长寿命 并且修行此功法之后 使用自身灵力 可以帮助灵药成长 极大提升药力 读完预检之中的信息之后 陈川并没有急于修行 而是梳理了一遍 之前修行的经历 应该不是功法冲突 导致自己陷入昏迷 而是自己的精神力不足 接连修行两门功法 引出那神秘物体 将自己的精神力消耗殆尽了 这才使得自己陷入昏睡之中 毕竟自己修为的提升 是实打实的 而且一开始修行 赤岩焚针录 之后 自身并没有感到半分不适 如果自己一门功法 一门功法慢慢修行的话 估计就不会有什么问题了 既然是这样的话 那就慢慢来吧 反正自己有的是时间 并不急于一时 想着 陈川缓缓闭上双眼 功法运转 再次睁开眼时 某种闪过一抹清脆 呼 陈川吐出一口浊气 随后感应自己的修为 练气三层巅峰 他皱了皱眉 怎么没突破到练气四层呢 陈鹰片刻后 想通了其中关键 陈川笑着摇头 每一层修为所需要的能量 本就不同 自己还是太贪心了 不过 倘若极其五行之后 或许会有意外之喜 想到这 陈川不觉间心情大好 起身活动了一下筋骨 今天不打算再修炼新的功法了 还是要劳逸结合 先让精神恢复恢复再说 况且 这几天都没怎么吃东西 老吃那具契丹 也不顶事 一开始吃具契丹 还能稍微提升提升修为 吃多了之后 可能是身体有了耐药性 再吃具契丹 已经完全没有任何用处了 除了饱腹 这玩意并不好吃 跟前世的六位帝皇玩一样 活动完事之后 陈川只感觉浑身轻松 推开门走了出去 来到大厅里 却并没有看见东眉的身影 可能是找他姐姐去了 正好 自己今天也没什么事做 去灵田那边看看也好 不多时 陈川便来到了灵田 一眼望去 清脆 仙山 少女 薄纱 与明媚的阳光一起 让人不自觉就心情舒畅 当然 最关键的 还是那一摸摸雪白 姐妹们 好久不见啊 少女们纷纷抬头 看见陈川的身影之后 皆是欢呼雀跃 他们平日里极少接触男性 除了那个分管他们的外门弟子 朱三良之外 就只有陈川 可朱三良那满脸横肉的模样 又哪里比得上 如翩翩公子一般的陈川 少女们欢呼着跑到陈川身边 如同春天的小鸟叽叽喳喳 又好似清脆的风铃营绕耳边 陈川哥哥好久不见川哥这段时日 在忙什么呢 好久不来 找姐妹们玩 大家都甚是想念呢 是啊是啊 川哥你也不多来看看我们 一边听着少女们悦耳的声音 一边感受着鼻腔之中 一阵一阵少女独有的体香 陈川只觉得人生值得 之前两年在卧牛村 虽然有吃有喝 条件并不算艰苦 可哪里有这般美妙的场景 哈哈 前些天一直在忙着修炼呢 今天闲来无事 正巧来看看姐妹们 陈川大笑道 说着 又跟变戏法似的 拿出许多零食送给少女们 每一位都分到了三块之多 这些零食就当作我给姐妹们赔罪了 大家可要原谅我 这些日子没来 陈川笑着说道 谢谢陈川哥哥 就知道陈川哥哥最好了 听着少女们清脆悦耳的声音 陈川又搬出一个大坛子 里面装满的全是聚气单 大家别客气 将这些聚气单分了吧 哇 川哥好大方 我 又是想给川哥生猴子的一天 呸 也不丑丑你自己啥呀 要不川哥还是看看我吧 哈哈 少女们皆是围着陈川打闹着 让他的心情也如同今天的天气一样晴朗 他扫视了一圈 并没有发现那个身影 便出声问道 大家知道东梅去哪了吗 东梅啊 他一大早就蹦蹦跳跳地找他姐姐去了 也不知道什么是这么高兴 川哥 我去把他叫来 陈川点点头 有劳了 东梅竟然去了他姐姐那儿 想必是在女弟子们的住宿区内 自己一个男人过去的话 终归是不太好的 倒不是 怕有人说自己的闲话 只是少女们的清白 要重要许多 至于东梅 她都是自己的侍女了 那就是自己的人 清不清白的 反正又不会嫁出去 等了不到一会儿 东梅和他姐姐东雪的身影出现在眼前 陈川和东雪对视一眼 点点头算是打了个招呼 随后把目光放在东梅身上 立马就知道了东梅这么高兴的原因 陈川惊讶到 你啥时候突破练器一层了 嘿嘿 从你房间出去之后 修炼了一会儿就突破了 剑公子 你还在修炼 就没有进来打扰你 东梅嘿嘿一笑 有些骄傲的挺了挺胸脯 仿佛再说 快夸我快夸我 陈川有些嫌弃的瞥了一眼 走 飞机场 还双胞胎呢 咋跟你姐姐不一样呢 周围的少女们一听这话 全都跑过去 把东梅围起来 好你个东梅 背着我们偷偷突破了 你还进川哥的房间了 快跟我们讲讲 发生了什么 哎呀 你们不要乱说 东梅拍开姐妹们白嫩的小手 脸上的笑容明媚 露出两颗虎牙 十分可爱 陈川也难得的夸奖了一句 确实不错 有了零食之后几天就突破了 怎么样 是去外门做个外门弟子 还是继续跟着我 东梅毫不犹豫到 当然是跟着公子了 虽然去了外门 就不是杂役了 但是谁知道 外门弟子 能有多少修炼资源 跟着公子 虽然身份上还是杂役弟子 但公子出手太大方了 动不动就丢过来几十块零食 不但自己修炼绰绰有余 还能分润给姐姐不少 好 陈川笑了笑 光芒一闪 寒蝉出现在手中 走到东梅身前 将寒蝉递给他 正好你也突破了 这柄寒蝉就送给你吧 这可是上品法宝 东梅接过寒蝉 面色一喜 谢谢公子 这时 东雪看见这一幕 簇着眉道 陈师兄 这太贵重了 我们不能要 门儿 快还给陈师兄 陈川看了一眼东雪 又看着东梅撅起嘴的样子 摆了摆手 无妨 毕竟是我的侍女 谢谢公子 东梅欢呼着 把寒蝉收进储物袋中 也不站在姐姐身边了 静止跑到陈川身后 乖乖站好 陈川抬头看了一眼 太阳高高挂在天空正中 转头看向一众少女 想必姐妹们还没吃饭吧 正好我今日有空 请大家好好吃一顿 哇 谢谢川哥 川哥真好 冬雪张了张嘴 刚要说话 就被东梅拉上 一群青春靓丽的少女 跟着陈川 朝着外门方向走去 众人走了没一会儿 就看见了朱三两的身影 此时还没有到下班的时间 朱三两自然是百无聊赖的 在杂役弟子区出口晃悠 见陈川领着一大群女弟子过来 朱三两还以为有什么要紧事 连忙小跑着迎了上去 陈师弟 你这是 朱三两看了一眼 陈川身后的一众少女 是这样的 今天我修行有所突破 心情尚好 于是便想要请大家吃一顿饭 朱师兄 你看给大家放假 半天如何 陈川回头扫了一眼姐妹们 又看向朱三两 询问道 这 让大家休息半日 倒是好说 只是 朱三两支支吾吾的 面露难色 陈川走上前去 摸出四块零食 偷偷放到朱三两手中 拍了拍她的肩膀 有劳朱师兄了 麻烦带我们去膳食丝 这 陈师弟 并非恕我不愿啊 实在是 实在是从未有过杂役弟子 去外门吃饭的心里 朱三两红着脸 表情极为纠结 无妨 只管带我们前往即可 陈川摆了摆手说道 唉 好吧 朱三两一咬牙 答应了下来 将零食揣入怀中 接着又附在陈川耳边 小声说道 只怕那些外门弟子 会歧视杂役们 当然 师兄我不是说你 陈川挥了挥手 示意朱三两前面带路 还歧视杂役弟子 咋不上天呢 我寻思 我爹有大帝之姿 我也没歧视你们啊 众人 跟在朱三两身后 朝着膳食丝走去 一路上 有许多外门弟子 带着奇怪的目光看过来 也有和朱三两关系好的弟子 想要上前询问 毕竟 这还是他头一次 带着这么多杂役进入外门 不过这些人刚打算上前 就被朱三两用眼神止住了 兄弟能帮你们的 就这么多了 我身后这位大爷 要做的事 谁也拦不住呀 朱三两面色凝重 仿佛进行着一个 极为重要的任务 不多时 众人就来到了扇石斯门前 抬头望去 一座稍显雄伟的大殿 出现在眼前 门上牌匾上 有着银沟铁画的三个字 扇石斯 哇 这就是外门弟子们 吃饭的地方吗 好气派啊 咱们杂役区 都没有这样的大殿 里面的食物 应该很好吃吧 废话 肯定比咱们杂役弟子的食物好呀 公子 咱们真的可以在这里吃饭吗 听着少女们的惊呼声 陈川微微汗手 朱三两苦笑一声 抬脚往里走去 刚到门口 就被一名外门弟子拦了下来 朱师爹 你带着这些杂役 是来做什么 朱三两偷偷瞥了一眼 身后的陈川 挪了挪嘴 对着身前的外门弟子小声说道 王师兄 后面这位大友来头 惹不得 王师兄皱着眉头 看向朱三两身后的众人 目光在陈川身上停留片刻 吃笑一声 大友来头 不也是杂役吗 朱三两心头一震 再次回头看了一眼陈川 生怕他听着这句话 见陈川没有反应 又回过头来 对着王师兄说道 王师兄 行个方便 不行 王师兄摇摇头 若是杂役弟子 都能与我等一同救食 那我等外门弟子 与杂役合一 两人的声音 引来许多外门弟子 驻足为官 就连膳食私理工作的弟子 也都走了出来 看了一眼朱三两身后的众人 皆是皱起眉头 朱三两 你带着这么多杂役 来要做什么 还请诸位师兄行个方便 只是带大家来简单吃一餐 朱三两面露苦涩 叹了一口气 后面那位大爷又惹不起 面前这些师兄弟 又不理解自己的难处 他匆匆上前 摸出自己的零食 递给对方 周师兄 行个方便 后面那位少年 前些日子 乃是由师兄亲自领来的 周三顾没有接过朱三两手中的零食 反而将目光看向陈川 吃笑一声 救他 由师兄带他去你那儿做的杂役 我呸 臭杂役 也配合我等一同救食 听见周三顾这话 朱三两下的心头狂跳 他来到陈川身边 讨好般说道 陈师弟 陈师弟 你别往心里去 东美也从陈川身后走上前来 公子 要不算了吧 咱们杂役弟子身份低微 身后的少女们也纷纷劝道 是啊 川哥要不算了吧 咱们回去也是一样的 陈川摇摇头 看向周三顾 懒得跟对方多说 摸出一枚玉符 将自身灵力打入其中 只见玉符之中 迸发出一道七彩霞光 直冲云霄 周三顾见状 嘲讽道 装模作样 我倒要看看 你个臭杂役 能弄出什么花样 陈川看都懒得看他一眼 双手负于身后 静静等待 不过几分钟 一袭白衣 踩着灵箭 从天空骤然降落 正是尤光明 陈师爹 找我何事 此时尤光明脸上 亲子尽消 只是站在那里 就飘然若鲜 不愧是真传弟子 周围看戏的外门弟子 看见尤光明 皆是脸色巨变 是不是尤师兄吗 他可是真传弟子 来咱们外门做什么 不会真是那小子 叫来的吧 你是不是傻 人家刚打出一枚玉符 不消片刻尤师兄就来了 不是他找来的 还能是谁 他究竟是什么身份 竟然如此轻易 就将真传弟子招来了 周三顾看见尤光明 急忙上前行礼 弟子周三顾参见尤师兄 尤光明却是看都不看他一眼 只是将目光 看向陈川和他身后的少女们 哦 是这样的 本来我今天心情挺好 想着带姐妹们来吃一顿饭 不知为何 这位周师兄百般阻挠 还辱骂我等是那什么 臭杂役 陈川面无表情地说道 东梅也在一旁帮腔 就是就是 那个人骂我们就算了 我们本来就是杂役弟子 可是他骂公子就是他的不对了 哦对了 还有那边那个姓王的 王师兄站在一旁静若寒蝉 听见东梅点自己的名 吓得他脸色发白 东雪上前一步 拉着自己的妹妹 示意他少说一点 这些外门弟子 和这个看起来地位很高的师兄 他们之间的事情 可不是杂役弟子能够掺和的 东梅却不管不顾 正开姐姐的手 跑到游光明身前 游师兄 你说我说的有没有道理 他们骂公子 可不能轻饶了他们 反倒是朱三两师兄 带我们来这里 可得好好谢谢他 游光明看了一眼东梅 认出了 他是陈川院子里的侍女 想来 应该是陈川的亲近之人 随后将目光看向陈川 见他面无表情 眼神之中却蕴含着阴冷 点了点头 开口 朱三两 哎 游师兄您说 朱三两 屁颠屁颠地 跑到游光明跟前 拱着腰 一脸谄媚 他听见游光明师兄点 自己的名字 却并不担心 之前陈川师弟身旁的 那位女弟子 可是替他美言了几句 如今叫自己的名字 怎么看 也不像是会惩罚自己 更像是要给自己一些奖赏 自己去领个牌子 从今天开始 你是外门执事 谢谢游师兄 朱三两狂喜 外门执事的身份 可比普通的外门弟子高多了 不说每月修行资源的多少 看着只是提了一下职务 但是之前 他只能管杂一弟子 成了外门执事之后 对外门弟子 都有一定的管辖权 如今 他才算是真正混进了宗门的中层 这一切都要感谢那位陈师弟 尽管两人才认识没几天 就带给他如此巨大的惊喜 接着他又小跑到陈川身前 谢谢陈师弟 谢谢陈师弟 见陈川对自己点了点头 朱三两只感觉整个人都被幸福 给充满了 他不知道陈川师弟 究竟是何等身份 只知道 这次是真抱上大腿了 朱三两暗自在心里做了决定 自己去更换了外门执事的身份牌之后 也要继续留在杂一区 只有多跟陈川师弟接触 才能有更多的机会啊 一旁周三顾 早已面无血色 没想到那个杂一弟子 竟然真的认识游光明师兄 无力地动了动嘴唇 想要辩驳 却怎么都说不出口 游光明可是真传弟子 其身份地位 仅在宗主长老之下 想要决定他们的前途命运 只是一句话的事 随着游光明这位真传弟子 提拔了朱三两之后 他心中最后一点希望 也被磨灭了 无论再怎么不相信 可这就是事实 那个看着像是个杂役的男弟子 真的认识游光明师兄 不 甚至他的身份 更加神秘恐怖 别看游光明 现在这副高傲的样子 周三顾看见 游光明刚来的时候 看向那位杂役的眼神之中 分明有一丝讨好 他到底是什么人 王芳 游光明再次开口 王芳吓得两腿一软 哭丧着脸 哀求似的望向陈川 这位师弟 我并没有骂你啊 您大人有大量 饶我一命吧 说着 两腿一软 跪倒在地上 他现在是真的慌了 打死他也不可能想到 朱三两带来的一群杂役里面 会有这样一个人 那可是整个青云宗仅有的六位真传弟子之一的游光明啊 身份地位如此之高的真传弟子 居然这么轻易的 就被那位看上去像杂役的弟子给叫来了 他到底是什么人啊 王芳此时只想狂抽自己几个嘴巴子 他恨不得自己今天没有来过这里 如果这次能没事的话 他一定要申请外派 去宗门外面的产业待着 再也不敢留在宗门里面了 谁他妈知道还有哪个神仙喜欢装杂役啊 游光明带着询问的目光 看向陈川 见陈川微微汗手 他也就明亮 罚奉半年 王芳听见这话 好似如蒙大赦 死里逃生一般 拼命磕头 多谢游师兄 多谢陈师弟 多谢他心中的一块巨石 终于落地 还好 还好只是罚奉半年 虽然没了半年的修炼资源 但总比被废调修为逐出宗门后 这时 所有人的目光都看向周三顾 围观的外门弟子 巧声讨论起来 周师兄不会死在这里吧 嗯 应该不会吧 毕竟当众处死同门 多少也有点难看 也不一定 游师兄可是出了名的不近人情 慎言 不想活了 被有师兄听见了 看你如何收场 看着这一幕的女弟子们 也焦头接耳 悄悄说道 那位就是真传师兄吗 川哥说自己是先帝之子 难道是真的 你知道先帝是什么等级吗 依我看 川哥说不定是宗主的私生子 这句话 好似让少女们发现了盲点 你别说 还真有可能 确实 否则怎么解释 川哥一个法诀打出 不到一刻钟 真传师兄就来了 东梅将这些话听到耳中 强忍着笑意 跑到姐妹们身边 哎呀 你们别瞎猜了 公子的父亲 不是宗主 哦 东梅你怎么知道 难道你们已经见过家长了 快跟我们讲讲 川哥的父亲是什么样的 真的是先帝吗 东梅满脸羞红 哼了一声 瞎说什么呢 不理你们了 此时的冬雪 表情平静地看着陈川 可那美眸之中 却充满了震撼 之前朱三两师兄 只是说 陈川师兄 认识真传弟子 他还以为 陈川仅仅只是认识真传师兄 认为陈川不过是 真传师兄的亲戚 或是朋友 可眼前的这一幕 完全打破了他的认知 要知道 在这之前 他见过的地位最高的人 也仅仅只是一个外门直视 还是在每月领取资源的时候 才能见到 如今真传弟子 尽在眼前 还对陈川师兄 言听计从 任何决定 都要询问陈川师兄的意思 这完全超出了他的想象 陈川师兄 到底是什么身份 他和妹妹 只是一介杂役 在修仙界毫无根底 哪怕在凡俗颇有家资 但这些在修仙者眼里 又算得了什么呢 陈川师兄 有这等神秘可怕的身份 妹妹跟着他是好事 还是坏事 他也想不明白了 此时的尤光明 内心也很纠结 在他看来 周三顾当众辱骂了陈川 可以说是把陈川得罪狠了 现在轮到他来宣判 周三顾的下场 又哪是那么简单是事情 若是重了 影响自身在宗门内的风平不说 还会使得弟子们 对宗门产生疏远之心 若是轻了 又怕让陈川对清云宗 离心离德 此事当真是难办 陈川的身份太特殊了 或许他本身并不怎么样 但是他的父亲 是全天下独一无二的天仙种子 要是饿了陈川 恐怕也就得罪了陈建国 要知道 陈建国对他这唯一的儿子 可是无比的看重 仿佛世间就没有 比他儿子还要重要的事情 得罪了他们 表面上或许不会怎么样 但一定会让陈建国 对清云宗的好感荡然无存 日后飞升之时 恐怕也不会顾及清云宗了 游光明在心中暗暗叹了一口气 事情再难办 终究还是要有一个结果的 周三顾 他声音低沉 弟子在周三顾强忍着心中的恐惧 抬起头来看向陈川 眼神之中满是愤恨 自己只不过是骂了你两句而已 你竟然就要叫来游师兄 如果自己此次能侥幸不死 定要寻得机会 报仇血恨 看见周三顾的眼神 游光明心知无论如何 此子留不得了 说什么 也不可能留下这么一个 威胁到陈川安全的人 他嘴唇清气 就要宣布周三顾的结局 却被一个声音打断了 等等 等等 陈川淡淡开口 他当然看出了游光明的难处 自己并非那种不通事事的人 他对上周三顾的目光 轻笑一声 我这个臭杂衣弄出的花样 你可还满意 周三顾没有说话 依旧恨恨地盯着陈川 你还以为我在装不作样吗 你不过是仗着游师兄在此 若是你我单独对上 定教你好看 周三顾眼神怨恨 咬牙切齿道 哦 是吗 陈川露出一个惊讶的表情 你可敢与我单独较量一番 如果眼神能够杀人 那么周三顾的眼神早已将陈川抽筋扒皮 川哥 别听他的鬼话 对 凭什么跟他单挑 明明是他先骂人 川哥 咱们不跟他打 少女们见周三顾想要和陈川单挑 纷纷开口劝阻 在他们看来 周三顾要比陈川年长许多 如果陈川师兄答应了和他单挑 那才是中了他的诡计 外围看戏的外门弟子们 则是一副期待的表情 平日里 大家只顾着修炼 赚取资源 哪里会有这等好戏可以见到 你们说 那位少年会接受和周师兄单挑吗 一旁的弟子摇了摇头 应该不会 那位师弟极为年少 且看着面生 应该是刚入宗门不久 就算是入了先路 恐怕也不会有太高的修为 周师兄可是咱们外门的天才 听说前些日子 就已经突破到了练棋六层 只待这一届 外门大笔 就可以进入内门了 那位少年若是知道轻重 便不会答应 与周师兄一对一单挑 附近的同门师兄弟 听到这话 纷纷点头 的确如此 陈川看着周三顾那充满恨意的表情 挑了挑眉 你想与我单挑 怎么 你怕了不成 陈川摇摇头 周三顾心中一喜 仿佛看到了生的希望 我有一个要求 说 一战过后 无论胜负 此事作罢 周三顾的眼睛逐渐明亮起来 只要对方接受单挑就好 他自知修为比对面这小子要高不少 自己是绝无可能输的 不过 有着真传弟子 游师兄在一旁 他也不可能当场将对方斩杀 只要自己能够活下来 让对方不再追究此事 只要能活下来 自己总能找到机会报仇 这小子害得自己颜面尽失 一旦让自己找到机会 定要让他求生不得 求死不能 呵呵 陈川呵呵一笑 再次问道 倘若失手将对方击杀 又当如何 听见这话 周三顾一愣 随即内心狂喜 好小子 自己将话头送到我手里 有对方这话 岂不是说自己哪怕 将对方当场击杀也可以 不 周三顾看了一眼旁边的游光明 如果将对方当场击杀 恐怕自己也难逃一死 但倘若一个不小心 将对方打成重伤呢 他按捺住心中的激动 让自己的表情 看上去十分正常 无论胜负 无论生死 都不得追究对方的责任 如何 陈川笑着点点头 可以 川哥 川哥三思啊 要不算了吧川哥 少女们听见陈川 接下对方的约战 急忙开口 他们都不认为 陈川能够打得过对方 就连游光明也皱着眉头 陈生道 陈师弟 不可 东雪站在后面 美眸之中有担忧 又隐约有一些期待 他也不知道 陈川能否胜过对方 可看陈川那自信的模样 就算败了 也总归不至于太难看 他并不担心陈川的生死 有真传师兄在一旁看着 怎么可能会让陈川师兄 被对方击杀 东梅则是笑盈盈地 站在姐姐身旁 一副看戏的模样 别人不知道公子的实力 他可是知道一些的 公子在修炼的时候 房间内传出的气息 是那样的厚重优越 像是一望无际的大海一样 有时又有些汹涌 像是暴风雨来临前的海平面 如同陈海狂涛一般 陈川看了一眼油光明 不置可否 只是开口道 有劳大家让一让 免得误伤 带大家都让出一片空点 周三顾简直要惊喜地叫出声来 在他看来 对面这小子真是个傻逼 竟然真同意跟他单挑 眼看必死的局面 就这样被他给盘活了 他默念了几遍心惊 让自己的表情趋于平静 生怕让别人看出来 油光明还想再劝 还未开口又被陈川的眼神给阻止 东梅拉着姐姐跑到后面 姐姐 你看着吧 我跟你讲 公子他真的很厉害的 还没等到姐姐开口回答 就听见陈川的声音从前方传来 门儿 剑来 啊 哦 东梅一愣 随即反应过来 公子是要用那把上品法宝寒蝉 他连忙从储物袋中拿出长剑 公子 陈川看也不看 随手一招 寒蝉飞速掠入手中 他手里握着寒蝉的剑柄 勾起嘴角看向周三顾 周师兄 再问一遍 无论生死 周三顾看见陈川拿出一把灵剑 只觉得有些想笑 实力修为的差距 可不是一把灵剑可以弥补的 何况 他也有法器 红光一闪 一把鬼头大刀 出现在周三顾手中 刀身之上布满了明文 散发出一阵阵热气 拿起大刀 周三顾看向陈川 满是自信 这把猎羊大刀 可是上品法器 花费了他不少的代价才得到 那小子手里的长剑看上去一道明文也没有 毫无特殊之处 想来也不会比自己的猎羊大刀品级更高 他自信地望着陈川 开口道 莫要说我以大欺小 先让师弟三招 如你所愿 陈川汗手 也不和对方客气 提起手中长剑 灵气运转 体内隐隐发出一阵阵海浪的声音 寒蝉直指周三顾 隔空轻轻斩下 安静的场中 忽然惊起一声凄厉的缠鸣 无形的剑气 直冲周三顾胸腹 周三顾注视着陈川 见他一剑斩来 自视修为高深 并且说好让对方三招 并没有躲开 只是抬起猎羊大刀 置于胸前 下一刻 他的眼中有迷茫 也有疑惑不解 无数的想法从心中掠过 直到眼神渐渐变得暗淡无光 一剑斩出 陈川看也不看 将寒蝉丢给东梅 转身向人群外面走去 东梅接过长剑 喜滋滋地放入橱物袋中 拉着姐姐跟上陈川的脚步 后面观战的少女们 皆是不明所以 这就结束了 那人还没反应呢 咦 那人怎么一动不动的 没等到答案 只得跟着陈川向外走去 游光明看了一眼周三顾 又看向陈川的背影 眼中满是惊骇 惊得既是陈川 竟然能够一剑斩杀周三顾 更是短短几天不见 陈川的修为 居然已经到了练气三层巅峰 此前他并未细看 没有发现陈川的修为 直到陈川出手 他才看出陈川的根底 谁能告诉我 这是什么情况 这他妈是杂铃根 这种修行速度 是杂铃根 容不得他细想 连忙抬腿朝着陈川追去 此时 他的心中只有一个想法 可能我们都忽略了陈川 天仙种子的儿子 又怎么可能是 那么简单的杂铃根 外围观战的外门弟子 互相对视一眼 周师兄咋不动呢 一众外门弟子 站在原地等了半天 也没见到周三顾 有半点动静 只好围上去查看 一位弟子探出手 拍了拍周三顾的肩头 周师兄 见周三顾还是没有反应 他把手伸到周三顾面前 当场惊呼道 周师兄死了 此话一出 全场轰然 什么 周师兄死了 怎么可能 周师兄可是炼气六层 怎么可能被那位师弟 一箭斩杀 那个师弟 到底是什么来头 又是何等修为 众人面面相去 完全不敢相信 周三顾这么轻易就死了 周三顾可是外门出名的天才啊 还有人不信 将手搭在周三顾的脉搏处 最终迷茫地 看向四周的师兄弟们 喃喃道 周师兄真的死了 王芳刚刚才站起来不久 此时又感觉到两腿发软 差点又跪了下去 脸上全是劫后余生的庆幸 妈的 谁懂啊 一开始还以为那师弟是个普通的杂役 没想到 人家轻而易举地 就叫来了真传弟子游师兄 把游师兄叫来也就算了 你一见就把周三顾师兄秒杀是什么情况 王芳只觉得自己脆弱的内心经不起这般波折 太恐怖了 你他妈有这种实力 你还叫人干嘛啊 哦不 你还是叫人吧 王芳抬起袖子 将自己满头大汗擦拭干净 他奶奶的 还好那个姓陈的师弟不是个不讲理的 否则自己的下场 估计跟周三顾一模一样了 周三两站在外面 瞅了瞅周三顾 又看向离去的众人 连忙追了上去 还留在这干嘛呢 自己当真是小瞧了陈师弟了 没想到陈师弟身份神秘也就算了 自身的实力也如此之高 他仔细回忆了一下自己遇到陈川之后的种种经过 暗自庆幸 还好还好 自己对待陈川始终得体 不过陈川师弟如此厉害 身份又高到 可以让尤师兄这样的真传弟子言听计从 为何对自己那么有礼貌 又为何跟那些杂役弟子们待在一起 搞不懂 实在是搞不懂 这时 一道声音从人群之外传来 你们围在善师司门口 如此哄骂 成何体统 众人回头看去 原来是一位外门长老 落过此处的时候 发现这里围着一群弟子 好奇之下 就想着过来看看怎么回事 外门长老走进人群之中 看见了举着大刀 一动不动的周三顾 嗯 这不是周三顾吗 你咋了 咋不动呢 说着 这位外门长老就伸出手 冲着周三顾轻轻一推 只见周三顾静直直躺倒在地上 猎羊大刀也从正中断成两劫 只剩下刀柄 被周三顾牢牢抓在手里 外门长老 他这是咋了 我可没动手啊 谁能告诉我 他怎么死了 身旁的一位外门弟子 把他拉到一旁 附在他的耳边 跟他说了事情的来龙去脉 什么 竟然有人胆敢当众杀人 这恶徒何在 老夫立马去把他捉回来 那位外门弟子一阵无语 长老 忘了告诉你 刚刚尤师兄也在呢 尤光明 尤师兄 外门长老一听 当场神色严肃 直勾勾地盯着 这位外门弟子 今天我没来过 随后静止转身离去 越走越快 直到跑起来 扯犊子呢 当着尤光明的面 把人杀了还没事 这种神仙 自己可惹不起 还是赶紧离开 案发现场比较好 免得沾上一身骚 川哥川哥 为什么咱们 就这么走了啊 对啊 为什么啊 咱们还不知道 你们之间谁赢了呢 那还用说 肯定是川哥赢了啊 少女们围着陈川 一边走着一边叽叽喳喳地问道 陈川笑而不语 一副高深莫测的样子 完全没有开口解释的意思 深谙装逼知道的人都能明白 每到这个时候 就需要由别人讲出结果 才能装出一个完美的逼 东雪也是好奇地 看着陈川 眼神中带着浓浓的不解 他还未突破到炼气一层 并不知道这一战的结局如何 只是看见陈川向对方斩了一剑 接着又听到一声缠鸣 然后陈川师兄转身就走了 他好奇得紧 但又不好意思 直接开口问 东梅虽然也没看出来 这一剑的威力 但是他十分相信自家公子 既然转身走了 说明公子肯定赢了 就在众人的好奇心爆棚的时候 尤光明开口了 周三顾心脉禁断 已经死了 陈川努力不让自己笑出来 看起来云淡风轻的模样 心里早已乐开了花 不愧是最佳助攻手 尤光明 你低路走宽了呀 听到这个答案 一众少女们都惊得合不拢嘴 死了 怎么就死了呢 川哥只是隔空斩了一剑呀 是啊 都没有见到 那个周三顾身上有什么伤口 川哥当着那么多人的面杀了人 不会有事吧 尤光明笑着摇了摇头 的确是死了 陈师弟那一剑暗藏玄机 威力极大 不但将周三顾的兵器给一剑斩破 更是刺入其体内 搅碎了他的心脉 少女们听得云里雾里 只觉得陈川十分厉害 哇 川哥这么厉害啊 那当然了 川哥肯定厉害啊 川哥好帅 一剑猪笛 我要给你生猴子 陈川嘴角一抽 站定 抬手往下压了压 生猴子就不必了 说完又看向尤光明 尤师兄 此番本想带姐妹们吃饭的 没曾想出了这么个事 外门那里死了人 挺晦气的 你看 尤光明哪能不懂陈川的意思 略微思索片刻 原本想带陈川和这些女弟子去内门的 但转念一想 陈川既然表现出了这等潜力 那么宗门还是得有所表示才行 不如直接带到宗主那里去 既能卖陈川一个好 还能让宗主看看陈川如今的修为 想到这 尤光明不自觉地露出一个笑容 他很是期待 宗主看见陈川修为之后会是什么反应 只见他抬手一招 一艘巨大的灵舟出现在前方的空地上 随后伸出手掌 请 哇 这就是灵舟吗 这么大 值不少灵石吧 游师兄真厉害啊 不愧是真传师兄呢 少女们满眼惊喜 纷纷上前围着灵舟感叹 陈川惊讶地看了一眼灵舟 又看向尤光明 啥时候换的 呵呵 宗主赏的 陈川嘴角一撇 直接走了进去 好小子 当着我的面装逼是吧 东梅紧紧跟在陈川身后 拉着自己的姐姐 也走进了灵舟 作为公子的侍女 理所应当 等少女们都进去之后 朱三两也想往里走 游光明惊讶地瞧了他一眼 你也去 呃 朱三两尴尬地挠了挠头 善笑两声退了回来 我就不去了 再去往宗主大殿的途中 陈川悠哉悠哉地 躺在东梅的大腿上 一边享受着装完逼之后的余韵 一边回忆自己 那一剑斩出石的动作 有没有哪里做得不够完美 仔细回想了一番 陈川露出了一个满意的微笑 这个闭装得着实不错 可以凭得上百大装毕临场面 旁边的冬雪 看见陈川躺在自己妹妹身上 白眼都要翻到天上去了 过了一会儿 他忽得想起什么事的 陈师兄 你将那个顾师兄当众斩杀 真的不要紧吗 陈川稍微动了动身子 让自己躺得更加舒适 缓缓开口 当然 他自己说的生死无论 不是吗 可是 冬雪还想说些什么 被前方的游光明打断 嗨 别担心他了 别说他们定下了生死无论的规矩 就算没有这回事 他把人杀了 也不会有什么后果的 说着 游光明扎了扎嘴 或许他把我杀了也没事 陈川听到这话 一脸无语地侧过身子 懒得搭理游光明 东梅贴心地包开一枚灵果 送到陈川嘴里 好奇地问道 公子 这是你第一次杀人吗 陈川轻轻地嗡了一声 嗯 算是吧 啊 那你怎么看上去一点事都没有 公子 你不会紧张吗 随着东梅问出 这句话来 冬雪和一众女弟子们 都好奇地看了过来 虽然休闲一事 难免与人争斗 但大家终究还是没有杀过人的 自然也就比较好奇 杀人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呢 陈川撇了撇嘴 不想回答 谁料游光明在一旁接过话茬 他还能紧张 你们知道 他上山修行之前 在做什么吗 少女们的好奇心 全都被调动起来了 一脸殷切地问道 游师兄 川哥修仙之前是做什么的 快说快说 游师兄别卖关子了 公子上山之前 应该是大家族的少爷吧 游光明摇着头 哈哈大笑道 没有 他上山修行之前 只是一个普通的农夫而已 也不对 应该说是村长家的儿子 啊 怎么可能 东梅惊呼一声 我与姐姐在凡俗之时 也算得上是高门大户 世家公子也见过不少 可从未见过 气质比得上公子的 游光明文言 只是轻笑一声 他的确是农人 既然是农人的话 做起杀人这种事情 不是更应该紧张吗 又怎么会如此 得心应手 东雪猝着眉 满脸不解地问道 这就不得不提到 陈川师弟 在凡俗之中干的事情了 游光明和长轻笑 可是农夫 除了种田物农 还能做什么呢 一位少女好奇问道 在上山之前 她的家庭 也只是一般的富农 陈师弟可不是一般人 在凡俗之时 表面上看着是 带领全村人务农 背地里却计划着造反呢 此话一出 惊得一众少女们 都是合不拢嘴 造 造反 东梅一脸惊讶地 看着躺在自己大腿上的公子 过了好一会儿才问道 公子 你那是真打算造反啊 陈川点了点头 嗯 随后一脸古怪地 看向游光明 他怎么会知道 我打算造反的 难道是老陈告诉他的 接着 游光明又到 方才我说他 把我杀了也没事 可不是说说而已 我第一次遇到他的时候 他是真打算把我弄死的 这下少女们全都被震惊到 说不出话来了 还是东梅反应了过来 可是公子那时候 不是凡人吗 游师兄你可是仙人 游光明无奈地笑了笑 你们以为过去多久了 那还是数天之前的事呢 那会儿 我下山斩杀妖兽 重伤之后 恰好落在他们村子里 那时候就听见 陈川他们父子俩 计划怎么弄死我了 不过他们 毕竟对我有救命之恩 话还没说完 游光明就说不下去了 因为 陈川正坐起身子 直勾勾地盯着他 你咋知道的 游光明呵呵一笑 再怎么说 我也是修行之人 这下轮到陈川无语了 只见他善笑着 挠了挠后脑勺 你不会记仇吧 多尴尬呀 这跟当着人家的面 大声密谋 有啥区别吗 还好游光明这吊毛 是个光明正大的 换个人来的话 他们卧牛村众人的坟头草 都老高了 这有什么好记仇的 你们对我有救命之恩 没有你们的话 或许我早就死了呢 游光明摇了摇头 轻声道 陈川站了起来 冲着游光明拱手行礼 由师兄大气 无妨 见游光明不计较这事 陈川也没有说太多 只是在心中暗自做了决定 今后还是少坑游光明 虽然人家嘴上说着不在意 可谁知道 心里是怎么想的 自己想要弄死对方 这是被人家知道了 怎么说都挺尴尬的 同时 陈川也在心中提了个醒 当初不清楚修仙者的手段 还以为父子俩关起门来密谋就没事 谁能想到 修仙者还真能听见 看来 日后要做什么计划的时候 得更小心一点 两人的这番对话 拧得少女们一阵发笑 没想到平日里和蔼可亲的陈川师兄 还有这样不为人知的一面 也难怪 他斩杀那个周三顾的时候 完全没有一点反应 人家陈川师兄上山之前 就打算造反 甚至还计划以凡人之身 弄死仙人 如今成了修行之人 杀人对他来说 可不是一如反掌吗 这时 冬雪发现了盲点 猛地看向游光明 游师兄 你说数天之前 陈川师兄还是凡人 这番话也点醒了其余的少女们 齐齐看向陈川 满脸都是惊讶 川哥几天前还是凡人 可是 可是他刚才明明斩杀了那位周师兄 周师兄既然是外门弟子 秀为应当不低吧 游光明点头乘势 数日之前 陈川的确是凡人 周三顾的话 应该是炼气六层了 游光明这话 彻底把少女们给惊呆了 怎么会有人刚刚修行几天 就能斩杀练气六层呢 有人结结巴巴地问道 那川哥的资质 应该很好吧 游光明摇头 这也是 令我感到惊奇地方 陈川他只是最差的杂灵根 瞬间 整个灵州内 陷入了死一般的寂静 冬雪满脸惊骇地看着陈川 嘴唇张了张 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要知道 尽管他们这些人 只是清云宗最底层的杂异弟子 可他们之中 天赋最差的 也是下品双灵根 大多数都是下品单灵根 杂灵根是什么 只有五行俱全 才能被称作杂灵根 按照修仙界的常识来说 杂灵根几乎就不可能踏上仙徒 更不要说 只是修行了短短几天时间 就能斩杀练气六层的修士 可是 现实的例子就在眼前 由不得他们不相信 只有东梅伸出手 捏了捏陈川的脸 公子 你不会是什么仙人转世吧 陈川拍掉东梅白嫩的小手 反手捏在他那细腻的脸上 恰好 此时灵州缓缓落在了地面上 见东梅还想说些什么 陈川摆了摆手 有什么事回去再说 现在 跟我去宰大户了 说完静止走出了舱门 熟悉的宗主大殿 出现在眼前 少女们也一个接一个地走了出来 在见到宗主大殿之后 都是瞪大了双眼 这就是宗主大人所在的地方吗 这么宏伟的大殿 真的可以建造出来吗 一旁的姐妹 嫌弃地瞅了对方一眼 仙人和凡人能一样吗 对凡人来说 不可能做到的事情 对修为高深的仙人而言 就是轻轻松松 听着少女们的讨论 陈川笑了笑 好了 我带你们进去看看 这 川哥 我们真的可以进去吗 陈川点了点头 为什么不行 可是 我们只是杂役弟子 都没一脸的期待 期待之中 又有些拘谨和害怕 游光明站在一旁 也是轻笑一声道 等我通报一声就是 还通报个屁 陈川气了一声 他和我爹拜把子了 我去找他 还要通报 今天我能来这儿 是给他面子 懂不 游光明眼观 鼻鼻关心 不敢接话 陈川可以这么说 他可不行 要不又得挨顿毒打 多丢人啊 一旁的少女们 听见陈川这话 全都一脸崇拜 地望着陈川 川哥的父亲和宗主大人 原来是把兄弟吗 川哥真厉害 太有面子了 川哥 我要给你生猴子 陈川感到有些头疼 捏了捏没心 这人怎么老想 给我生猴子呢 他对着那位说 要给他生猴子的少女 招了招手 你过来 等到姑娘走到跟前 问道 你叫什么 川哥 我叫秋月 秋月大大方方地说道 你为啥老想给我生猴子 嘿嘿 因为喜欢川哥 陈川 说得很好 下次不许再说了 东梅站在一旁 看向秋月的眼中 充满了敌意 这人想跟我抢公子 陈川并不知道 少女们的心思 也懒得管太多 看了一眼宗主大殿 抬腿朝里走去 走了 跟上 一进宗主大殿 就看见宗主大人 撅着屁股 不知道在干啥 陈川一脸无语地叫了一声 宗主你搁着撅着屁股 干啥呢 能不能注意一点影响 陈生被突如其来的声音 吓了一跳 急忙直起身子 倾壳两声 随后 随后略显尴尴尬地看向陈川 是小川啊 马上他就看见了陈川身后的那一群杂役弟子 和闭着眼睛的油光明 只觉得更尴尬了 小川 你带着这些杂役弟子 来找我是有什么事吗 宗主你还没说 你撅着屁股干嘛呢 呃 陈生绷着宗主的架子 走到陈川面前 为了掩饰尴尬 拍了拍陈川的肩膀 说道 哈哈 小川别纠结这些问题 不错嘛 才几天不见 已经炼气三层了 看样子 距离突破到炼气四层 也只差一线了 说着说着 他就说不下去了 所有人都看见了 宗主大人的表情十分精彩 只见他满脸呆滞 嘴里喃喃道 炼气三层 马上突破 不是 这才几天啊 你就炼气三层了 让他震惊的 当然不是炼气三层巅峰 毕竟以他的修为 别说炼气三层了 就是炼气三十层 他都能瞬间捏死 他的震惊全都来源于 陈川只是砸灵根啊 前几天出剑的时候 还是凡人 现在就炼气三层巅峰了 你咋那么牛逼呢 你那个天仙之子的老爹 现在也才炼气二层啊 见宗主大人 整个人都惊得呆住了 陈川伸出手 在他眼前晃晃 醒醒 别跟没见过世面似的 哦 你先说找我啥事 陈生也反应了过来 现在当着这么多人的面 总不好寻根问底 今天闲来无事 打算请我的姐妹们 吃一餐饭的 但遇到了一点事 搞得挺晦气 这不就来找你蹭饭了 陈川没有将杀人 这事讲出来 倒不是因为怕受到责罚 只是这种小事 没必要专门挑出来说 况且 谁家吃饭的时候 聊自己杀人的事啊 又不是土匪 陈生一听 看了一眼陈川身后的 杂役弟子们 就想拒绝 谁家拿宗主大殿当饭店啊 还带杂役弟子 来宗主大殿吃饭 咋不直接在这开席呢 不过转念一想 陈川的父亲陈建国 乃是九转天仙灵根就算了 他自己本身 也展现出了 这么逆天的潜力 算了 人 为了日后的鸡犬升天 没有什么忍不了的 不就是吃席吗 陈生看向 闭着双眼的尤光明 你特娘给老子 把眼睛睁开 尤光明 瞬间把眼睛睁得老大 去办吧 弄最好的 陈生咬咬牙 对着尤光明吩咐道 陈川能把这些杂役弟子 带到他面前来 说明这些杂役弟子在陈川心里还是有些分量的 既然如此 那不如卖他个好 不就是吃席吗 要吃就吃最好的 是 尤光明点头之后 转身出了大殿 东梅看着宗主大人这副舔狗样子 小声对着身旁的姐妹说道 宗主大人怎么也听公子的话 这话下的东穴脸色一变 急忙拉住妹妹的手 让他不要再说了 人家陈川师兄 可以跟宗主说些玩笑话 可咱们是什么身份啊 只是最底层的杂役而已 你也不怕宗主大人 把你给记上了 以陈生的修为 当然听到了东梅的话 他将目光 看向那位口不择言的小姑娘 见宗主看向自己 东梅还是有些心虚 直接躲到了自家公子身后 陈川笑了笑 护着身后的东梅 给你介绍一下 这是我的持剑侍女 名叫东梅 把寒脸拿出来 东梅阴言照做 将寒脸从储物袋之中拿出来 握在手中 陈生见状了然 原来是小川的持剑侍女 那倒也没必要计较 不过 他干嘛把剑拿在手里 片刻之后 他就懂了 自己之前将这把上品法宝 给陈川的时候 并没有剑翘 这是在问自己要剑翘呢 陈生呵呵一笑 一个剑翘出现在手中 以灵力送到东梅手中 拿着吧 这剑翘也是个法宝 东梅接过剑翘 将寒蟬收入翘中 甜甜地叫了一声 谢谢宗主 这时 出去没一会儿的油光明回来了 抬手一招 几套桌椅就出现在大殿之中 陈生点了点头 暗中给几位长老 和太上长老传音 让他们赶紧过来 随后 让少女们自行坐下 自己领着陈川和油光明 挑了一张桌子坐下 小川啊 跟我讲讲你的修为是怎么回事 小川啊 跟我讲讲你的修为是怎么回事 陈生拉着陈川坐到自己身旁 一脸好奇地问道 一杂铃根的天资 几天之内 从炼器一层 修炼到炼器三层巅峰 这种是简直闻所未闻 如果要让他评价的话 他只能说一句 恐怖如斯 陈川瞥了他一眼 笑眯眯地附在他耳边 小生说道 伯父啊 知道太多 可不是什么好事 陈生被这话 给整妈了 什么意思 你在这吃我的 用我的 助我的 还不让我问问了 虽然是自己心甘情愿的 过了一会儿 数十位仆丛师的人 搬着菜肴 从大殿外走了进来 将手上的菜肴 各自放在桌上之后 一声不吭地默默离去 陈川看了一眼 面前的这些菜品 又看向宗主 陈生笑着解释道 这些可都是最为上等的 灵兽和灵菜烹饪的 就连我想吃也是 有点舍不得呢 旁边的游光明 听见这话 又闭上了双眼 宗主大人 你说这话 是真不脸红啊你 你特么不是 天天吃这玩意吗 陈生一看 满头黑线 一巴掌抽在 游光明后脑勺上 你特么还想不想混了 陈川站起身来 看向其余几张桌子 见上面的菜肴 和自己这里的一样 满意地点了点头 多余的话就不说了 开饭 少女们面面相去 都没有动筷子 吃吧 直到宗主陈生发话了 才拘谨地吃了起来 这边 陈川三人一边吃着 一边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 忽然 大殿外一群人 疯了一样冲了进来 又是那群长老们 跟第一次见面的时候一样 陈川见状 再次站起身来 笑道 来了呀 吃了没 来对付一口 别嫌弃 也没啥好菜 一旁的陈生 嘴角直抽 你小子 这宗主大殿 怎么搞得跟你家一样呢 长老们完全没有吃饭的意思 冲到陈川身边 将他团团围住 上下起手 练气三层 真是练气三层啊 不不不 是练气三层巅峰 陈川没好气地 拍掉这群老灯的手 看向太上长老张春兰 奶奶 管管他们 大惊小怪的 张春兰招呼着长老们入座 然后好奇地看着陈川 小川啊 跟奶奶讲讲怎么回事 你怎么忽然 就练气三层了 陈川摇摇头 保密 张春兰 算了 保密就保密吧 自己总不能对这小子用墙吧 不过这小子到底是怎么做到的 难道他不是杂铃根 想着 张春兰将一缕神石 探向陈川 这下他更加困惑了 明明就是杂铃根啊 怎么会这样呢 张春兰百思不得其解 最终只得放弃 只要这小子和他父亲 在咱们宗门就行 至于他们身上的秘密 要说不好奇 那是假的 可若是出手将二人拿下的话 肯定将父子二人得罪死了 还不一定能得到他们身上的秘密 不如好好将两人养着 让他们对青云宗产生归属感 等的就是一个一人得到鸡犬升天 念及此处 张春兰和蔼地笑道 小川啊 最近修行有没有什么难处 难处 陈川一愣 陈鹰片刻 轻渴两声 道 嗨嗨 那个啥 奶奶啊 不瞒您说 最近这个修炼啊 耗费太多资源 手头紧啊 张春兰当即拍板 给 直接从自己的储物袋中 拿出五千块零食 送给陈川 这操作给一旁的陈生看傻了 你他妈只是练气漆啊 一开始给了你一千块零食 后面又给了两千 现在你说 你手头紧 你小子拿零食当饭吃啊 嗨嗨 那个啥 我这在杂役区待着对吧 时常会想念奶奶你啊 可惜孙儿秀为低微 距离这后山又太远 张春兰大手一挥 不就是灵州吗 给 说着 他直接拿出自己的灵州 给了陈川 陈川收到之后 将意识探入储物袋中一看 我滴个龟龟 比游光明那艘灵州 大上几圈 这玩意放钱是 怎么也是顶级豪车了吧 陈川简直要开心死了 要不还是说当二代爽呢 要啥给啥 不过他脸上还是一副愁眉苦脸的样子 看得张春兰一阵纠结 小心翼翼地问道 小川你可是还有什么忧虑 陈川一顿哀声叹气 就是不说话 给一众老头老太太急坏了 小川啊 你想要什么你就说 只要我们这些老头子老太太有的 你尽管贴 陈川瞅了瞅一众长老 又瞥了一眼宗主 见他脸色难看得要死 又是一顿哀声叹气 张春兰当场对着陈生怒目而逝 你小子能不能好好的 不行就滚 宗主大人立马换上一副笑脸 小川 你放心大胆地说 张春兰满脸慈祥和蔼 看陈川比看自己亲孙子还要亲 那什么来着 我在杂役区可是吃不好 穿不暖 张春兰 不是 当时不是你自己要去杂役区的吗 现在跟我讲这些 不过 他还是满脸慈祥的开口 那要不给你在后山安排一座府邸 陈川摇了摇头 张春兰思索片刻 看向那群杂役弟子 忽然懂了 只见他大手一挥 冲着一位长老道 去 马上得女杂役弟子那边建一座善堂 那长老当即领命 匆匆掠出了大殿 然后又看向自己的儿子陈生 目光严厉 陈生心都在滴血 但还是不敢违抗母命 只好从自己的储物袋中 拿出一件长袍 送给陈川 这长袍通体雪白 其上衣领和袖口处 隐约有一些金色名文 拿着吧 上品法宝 说完满脸忧怨地看着陈川 陈川接过法袍 套在身上 整个人的气质瞬间变了许多 简直就是一个翩翩公子 看得一众少女心花怒放 嗨嗨 东梅 过来 不远处的东梅一脸猛逼 不知道这种时候 公子教自己做什么 但还是站起身来走到陈川身后 奶奶啊 这位是我的持剑侍女 名叫东梅 陈川一边说着一边叹气 可惜 他资质欠佳 修为更是低微 对了 你是什么林顿来着 陈川目光看向紧张得满脸通红的东梅 我是中品水灵跟东梅结结巴巴地说着 陈川一脸惊讶地望着他 你中品 灵跟你当杂役干嘛 我是为了跟姐姐一起 陈川当即了然 看向张春兰 张春兰点了点头 陈川的持剑侍女 中品林根 炼气一层的修为 确实不像话 东梅对吧 那我就叫你门了 说着 对东梅招了招手 门 来 听见太上长老的招呼 东梅明显有些局促 没有第一时间去往太上长老身旁 而是看向陈川 想要征求自家公子的同意 他平日里 虽然显得不太聪明的样子 但并不是真的纯本 太上长老 就算要给自己好处 那也是 看在公子的面子上 而不是自己 有什么特别之处 这种主次关系 还是要分清的 去吧 奶奶说什么你就做 不必试试询问我 陈川微微汗手 拍了拍东梅那血白细嫩的小手 张春兰将这一切都看在眼里 却并没有任何不满 先不说陈川和他父亲的重要性 或者是陈川与他的关系如何 单说十军之路 中军之势这一点 东梅做的也没什么问题 在成为陈川的侍女之前 东梅的身份 还只是青云宗的杂役弟子 那么 听从他这位太上长老的命令 是应该的 但现在 东梅已经是陈川的人了 陈川持见侍女的身份 已经凌驾于青云宗杂役弟子之上 见东梅并没有因为自己是太上长老 就失了礼数 而是先问过陈川的意见 张春兰满意地点了点头 对东梅 也露出了一抹和蔼的笑容 太上长老 东梅来到张春兰身前 恭恭敬敬地叫了一声 也不敢再有什么多余的动作 之前从公子他们的对话中 已经知道了 眼前的这位老太太 才是青云宗身份地位最高的人 同时也是青云宗宗主的母亲 好孩子 张春兰拉起东梅的手 轻声笑道 随后 将灵力探入东梅体内 仔细探查了一番 的确是中平水灵根 来 你运行功法试试 东梅因言照做 运行起基础功法 青云练气诀 直到一个周天之后 张春兰才唤醒了他 资质不算很差 嗯 不过这功法 确实是差了些 张春兰说完 思索了一会儿 摸出一枚丹药 递给东梅 又看向陈川 这枚丹药比不得之前 你吃的那颗灵血洗灵丹 但也可以略微增强一些资质 至于具体多少 那就要看梅儿自身了 陈川也不纠结 还能得到一枚增强资质的丹药 给东梅 本就是意外之喜 就算不说他也知道 这种丹药 定然珍贵无比 天赋这种东西 哪怕增加一点点 都属于是逆天之举了 非顶级天才地宝不能做到 他拱了拱手 对着张春兰说道 那我就替东梅谢谢奶奶了 说完 对着东梅使了一个眼神 东梅当即明了 接过丹药 之后道了一声谢 就在这里服用吧 是 东梅看着这枚通体蔚蓝的灵丹 心中有一些激动 可以增强资质啊 这种东西 他此前根本没有听过 更不要说有所觊觎 还是看在公子的面子上 自己才能得到 这一份逆天机缘 与陈川出见之时 自己还有些讨厌这个人 被对方欺骗成为 对方的侍女之后 还有一些委屈 一想到这些 东梅的白皙的脸庞 不自觉就微微发烫 愣着干嘛呢 还不赶紧吃了 难道等我喂你吃啊 陈川见东梅拿着丹药发呆 出声叫醒了他 哦 东梅反应过来 连忙把灵丹送进口中 席地而坐 下一刻 磅礴的药力 瞬间冲刷着他的身体 就连一旁看着的 女弟子们都能感受到 此时的宗主大殿之内的灵气 比之前浓厚了不知道多少 有人实在按捺不住 对着身边的姐妹小声说道 东梅真是好福气啊 居然能够得到 太上长老次要 是啊 真是让人好生羡慕 这可都是 看在川哥的面子上哦 更想给他生猴子了呢 东雪安静地坐在椅子上 眼神一会儿 在自己妹妹身上 一会儿又落到陈川身上 不知道在想些什么 陈川的目光 始终停留在东梅身上 从东梅吃下那颗丹药开始 他就明显感觉到 东梅体内的水属性 灵力多出了不少 或许用水元素更加准确 此时的东梅只感觉自己 置身在一片汪洋大海之中 这片大海时而平静 时而汹涌 并且能够察觉到 一股神秘的力量 正在使得自己的身体发生变化 忽然 这片大海 仿佛疯了一样咆哮起来 置身其中的东梅 如同无根的落叶 随时都要被这片大海给吞没 这没丹药的药力还是太猛烈了 不是他这个修为应该服用的 张春兰看着面前盘膝而坐的少女 叹息一声 此时 东梅整个身子都被一片蔚蓝色的光蕴所笼罩 从表情上看 就跟窒息一样痛苦 一旁的冬雪 看见妹妹这个样子 顿时焦急起来 也顾不得身份 静止跑到陈川身边 陈师兄 请舅舅们 说完又看向太上长老 满脸哀求 张春兰点点头 就打算出手抹去东梅体内的药力 虽然会浪费不少药力 资质也不会有太多提升 但起码 没有性命之忧 正当他抬起手来 按在东梅头顶上的时候 陈川的声音传来 奶奶 等等 张春兰疑惑地看向陈川 不明白他叫住自己是什么意思 让我来试试 陈川看了一眼冬雪 嘴角勾起一个弧度 我的人 我就不就用得着你说吗 你 这可不是二戏 张春兰更加困惑了 陈川如今只是练弃三层的修为 他能有什么办法 不过 东梅是他的人 到底要怎么做他说了算 冬雪也是十分焦急 看向陈川的眼神之中 充满了哀求 陈师兄 陈川笑着摇摇头 放心 我挺喜欢东梅的 说着 抬起手来 隔空一直点向东梅 只见一粒如同萤火般渺小的碧蓝 从陈川指尖浮现 随后又缓缓飘向东梅的眉心 直至完全没入 短短几个呼吸之间 萦绕笼罩着东梅的蔚蓝色 瞬间收敛 尽数融入东梅体内 他的脸色也渐渐变得平静 在东梅的意识之中 自己明明随时都会被大海吞没 可随着一粒蓝色的微光 进入自己的石海当中 这片大海立马变得风平浪静 甚至连一丝波纹都不再有 整个宗主大殿鸦雀无声 落真可闻 少女们看着东梅 眼中充满了担忧 而宗主和长老们则是满脸惊骇地 望着那个坐在原地神情自若的少年 张春梅内心之中的震撼 达到了巅峰 无以复加 他的儿子和那些长老们 或许只是看出了一丝丝端倪 并不十分了解 那一粒蔚蓝到底是什么 他却是十分清楚 那个东西 涉及到整个世界最本源的规则 也是最顶级的大能 都梦寐以求的能力 只见张春兰满脸惊讶 眼神呆滞地看着陈川 嘴里无声地喃喃自语道 法则之力过了许久 东梅悠悠地行转过来 见全场一片寂静 还以为自己出了什么问题 连忙站起来 对着自己研究了半天 确认自己没有缺胳膊少腿 才放心下来 他先是恭恭敬敬地 对太上长老行了一礼 谢谢太上长老慈丹 说完又看向陈川 谢谢公子 最后才拉着身旁姐姐的手 示意自己没事 让姐姐放心 张春兰眉眼之中满是慈祥 摇了摇头说道 不必谢我 倒是更应该感谢小川 见东梅不解 他也没有解释 虽然他也不知道 陈川的法则之力 是哪里来的 但这一切都不重要了 他也不打算把这件事给挑明 毕竟人都有秘密 何况陈川 紧紧练气气的修为 却拥有了法则之力 这件事太过害人听闻 为了避免有人将此事传出去 稍后他还要对在场的所有人 下一个禁止 此时在张春兰的眼里 陈川的重要性 已经高到无以复加 他的父亲陈建国 有着顶级天仙灵根 是注定的仙人种子 但就算是仙人种子 也不可能再练七七 就掌控天地间最根本的规则 实在是太恐怖了 听见太上长老的话 东梅还以为是让自己感谢公子 为自己求要 便走到陈川跟前 就要跪下行大礼 陈川连忙拦住了他 呵呵一笑 都是自己人 别来这套 说完 忽然发现 自己现在居然看不清 东梅的修为了 他眉头一挑 问道 你现在是什么修为 该不会比我还要高了吧 东梅一愣 一张小脸乎得泛红 不是因为自身修为 而是陈川说 他们是自己人 公子是这样想的吗 东梅心里想到 接着又开口 公子 我现在已经是炼七六层了 陈川一惊 这要有这么猛 一颗下去 硬是让炼七一层的人 突破到炼七六层 他点了点头 看向张春兰 还请奶奶为他测一下灵根 说完 示意东梅去太上长老那边 张春兰点头应允 拉起东梅的小手细细探查 过了一会儿才笑着点头 不错 已经是上品灵根了 嘴上说着 心里却是暗自惊叹 陈川的规则之力 当真恐怖 换作他出手的话 也只能打断东梅体内的那股药力 虽然也能够保证 他不会出现意外 但却不可能将一整颗丹药的能量 完美吸收 不 甚至还有有过之 仅凭那一颗丹药 绝无可能让东梅的灵根进击的同时 还整整突破五层修为 想到这里 张春兰的眼中再次掠过一丝惊骇 陈川这孩子身上的秘密太多了 比他的父亲陈建国 都有过之而无不及 看来自己确实是得好好计划 一番才行 张春兰的一句上品灵根说出后 东梅高兴地差点跳起来 谢谢太上长老 说完 又再次跑到陈川身边 竟要当场抱着陈川亲上一口 还是陈川躲了半天 一脸无奈地把东梅推开 东雪站在一旁 显得有些手足无措 看向妹妹的眼神之中 充满了复杂 有高兴 有羡慕 还有一些落寞 她只是下品灵根 甚至还不如妹妹吃丹药之前的资质 如今 妹妹已然获得了上品灵根 修为也来到了练气六层 她甚至还没有突破到练气一层 从今往后 姐妹两人的差距 只会越来越大 难道要将过往的一切 交给妹妹背负吗 东雪想不明白 如果自己也成为陈川师兄的人 是否也能获得这样的机缘呢 一边想着 就听见太上长老再次开口 梅儿 功法我就不给你了 小川那里有 他手里的 碧海银韬金 已经是咱们青云宗水系功法里 最顶级的存在了 东梅点点头 再次对太上长老道谢 陈川也笑着乘势 虽然狱简已经没了 但完整的功法 已经记下来了 回去之后 交给东梅就好 也幸好自己修行了 碧海银韬金 对水元素 有了一些掌控之力 这才能够将东梅体内的 那股庞大的 水属性灵力给压制住 否则的话 东梅恐怕是会浪费掉 这次的机缘了 待一切结束 陈川站起身来 多谢各位 长老关心 没什么事的话 我就带大家先行告退 张春兰招了招手 把陈川换到自己身边 交给他一枚玉符 这是我的传音符 你且收好 还有 之前的那种手段 日后不要再用 除非到了生死关头 或是无人能够 将消息传出去 陈川心头一领 点头表示自己知道了 看来这玩意 比自己想象的还要厉害 以至于让太上长老 都专门提醒自己 至于最后那句话 陈川当然能够理解 一旦在外面用了这手段 不是你死 就是我亡 见陈川明白了自己的意思 张春兰让陈川扶着自己站起来 一股巨大的威压笼罩住整座宗主大殿 张春兰双手轻动 一道道法绝打出 在场的所有人都被他吓了一道道禁止 没有人能对陈川生起不好的心思 也没有人能将今天发生的一切告诉外人 奶奶 这是 陈川看得有些不明 所以 毕竟他才刚刚进入修仙界 不懂太上长老 这是在做什么 张春兰摆了摆手 解释道 一些静止 有备无话而已 陈川点点头 看向众人 见没人有不满的意思 也就不再过多纠结 这时 陈川呼得想起老陈 自己来后山了 长老们都来了 老爸还能不知道 为啥没看见人呢 奶奶 我爹他去哪了 一旁的宗主陈生接过话头 建国兄刚步入修行一道 为了尽快提升修为 就决定闭关了 原本打算过段时间 让小游通知你的 陈川点点头 表示自己知道了 老爸想闭关修行 就让他好好修行吧 也不知道 有系统在身的老爸 修行速度会有多快 对了 这块令牌你拿着 陈生摸出一块令牌 丢给陈川 陈川接过一看 一面刻着青云二字 一面刻着真传二字 将你的灵力打入其中 就会与你绑定 这是咱们宗门的身份令牌 有它的存在 你行事也会方便许多 陈川试着 将灵力输入令牌 果然 令牌上升起一个虚影 正是自己的模样 那就谢过伯父了 陈川将令牌 收进厨袋内 报全道谢 行了 没啥事你就走吧 陈生满脸的不耐烦 每次看见陈川这小子 都得出血 让本就不富裕的小金库 更加雪上加霜 现在他看陈川 就跟讨债的一样烦 以后还要躲这点才行 不过这小子叫的这声伯父 还怪好听呢 走出宗主大殿时 天色已晚 明月如同一个完美无缺的玉盘一样 挂在天上 无数的星星点缀在天空之中 十分美丽 真美啊 陈川收回目光 感慨了一句 这样的景色 已经看了两年多了 可始终看不明 他还记得在穿越之前 他小时候 夜晚的景色 也像这样美丽 只是长大之后 星星都不见了 一边感慨着 陈川竟然有一些想家了 那个世界 或许没有如今的修仙界精彩 但终究是自己的家 来到这个世界之后 无论过得怎么样 总还是有一些不习惯的 不过既来之则安之 饭要一口一口吃 路要一步一步走 既然已经开始修仙了 那就好好修行 去摘得那长生道果 去做那傲然于世的先帝 或许走到最后 还能回到最初的家乡 也说不一定了 陈川相信 老爸一定也是这样想的 只是他平日里不说出来而已 当初在卧牛村的时候 经常见到老爸 望着天空独自发呆 应该也是想家了吧 有机会的话 一定要回到那颗蓝色的星球看一看 无论取得了多大的成就 上天给了他们这样一个机会 让他们父子二人 接触到了修行 那就一定要抓住这个机会 无论用什么办法 都要走到最后 回到家乡 树高千丈 落叶归根 这样想着 陈川的眼中露出一抹坚定 公子 在想什么呢 东梅见陈川站在原地发呆 忍不住出声问道 陈川摇了摇头 淡淡地开口 想家了 梅儿 你会想家吗 东梅正了正 缓缓说道 自从爹娘去世之后 就没有家了 说完又摇摇头 不对 不是这样的 爹娘去世之后 和姐姐在一起 就是家 现在跟了公子 当然有公子在的地方 就是家咯 陈川笑着揉了揉 东梅的脑袋 还不错 天色不早了 走 咱们回家 从灵州之中走出来后 陈川告别了一众女弟子 带着东梅 就要返回自己的院子 站在院子门口 陈川的眼中满是震撼 这他妈还是我那个小院子 只见原来的小院 现在变得跟古代剧中的王府一样 富丽堂皇不说 还极为庞大 最让陈川感到震惊的 并不是这个府邸有多大 而是 短短一个下午的时间 我那院子就变成这副模样了 你们修仙的能不能别这么离谱啊 原本还想在你们修仙界搞搞房地产 整点公寓别墅啥的赚钱 现在你给我来这一手 一天之内整了一座王府出来 你还让我怎么炒房 陈川在心里吐槽了一万遍 默默地取消修仙界房地产计划 不过这并没有让他气馁 不就是炒不了房地产了吗 身为一个现代人 指定得给你们这些修仙界的土鳖 来点科技震撼 比如前世大名鼎鼎的匠乡科技 穿越来的前两年 父子俩赚了不少钱的同时 也发现 这个世界并没有蒸馏技术 现在到了修仙界 在宗主那蹭了一顿饭之后 依然没有觉得 那些零酒有多好喝 还是得让咱们的国之重器 酱香科技 来震撼你们这群土鳖的味觉 在心里做了一份完整的计划 陈川满意地点了点头 反正这一大片灵田 重啥不是重 不都是为了资源吗 到时候 给灵田里再重点 能让人精神亢奋的玩意 那东西甚至比酱香还赚钱呢 简直和印钞机一样 他就不幸一套一套下去 不能拿下修仙界 实在不行 还有别的计划呢 比如什么失足仙子在就业 搞点修仙界互联网 连传音符都有了 那种能够显示画面的阵法 肯定也有 话说川越过来这么久了 都没有去过勾兰见识见识 修仙界应该也有这种地方吧 或许还有何欢宗什么的 陈川再次做了一个计划 啥时候出去看看 身为证人君子的他 一定要好好批判一下 这种不良风气 一边想着 一边拉着东梅走进房间 关上了房门 公子 东梅满脸通红 羞得讲不出话来 公子终于决定 要收下自己了吗 自己等会是预句还饮好呢 还是 嗯 陈川拉过一张椅子坐下 转头看见东梅红着脸 就差脑袋上冒热气了 你脸红的啥 东梅一听 还以为陈川等得着急了 心里一横 咬咬牙就开始脱自己的衣服 卧槽 东梅你要干嘛 陈川被这一幕给惊呆了 急忙拦住东梅 这丫头 怎么又开始脱衣服了 自己也没要她事情吧 啊 东梅愣住了 我就想趁着晚上 没事干把功法交给你 你脱衣服干嘛 东梅一张小脸 变得更红了 就连雪白的肌肤 也隐隐发热 我 嘴里嘟囔了半天 也没说出话来 只好赶紧把衣服穿好 陈川看在眼里 只觉得有些无语 自己都没急 不知道这丫头急什么呢 等东梅将衣服整理好之后 陈川也不管她现在在想什么 拉着她仔细讲了一遍 碧海银桃精的修炼方法和要领 学会了没 东梅摇头 陈川有些头疼地揉了揉眉心 又讲了一遍 直到夜深人静 东梅才表示自己学会了 呼 陈川呼出一口浊气 实在懒得吐槽了 也没想到 东梅这丫头这么笨 来来回回讲了十几遍 才学会碧海银桃精的修炼方法 自己当时怎么一拿到就会了 或许是预检里的信息 直接投射到脑海中的原因 这时 陈川发现东梅满脸纠结 犹犹豫豫的 一副想开口又不敢说的样子 伸手拍了拍东梅的脑袋 有什么事就说 哦 东梅纠结了半天 最终还是开口道 公子 我发现一件事 自从我吃下那枚丹药之后 姐姐就闷闷不乐的样子 我能不能跟你请几天假啊 我想去找我姐姐聊一聊 听到这话 陈川哑然失笑 他当然也发现了 东雪那副失落的模样 不过毕竟是人家自己的事 他也不好主动过问 东雪真有什么想法的话 就应该主动来找他 总不能让我主动去找你吧 陈川笑着摇摇头 倒也没那么赶着当舔狗的 就这点是你 直接说不就好了 以前我也没管过呀 陈川宠溺地揉了揉东梅的脑袋 东梅当即没开眼笑 公子最好了 说完就打算离开 等等 陈川拦住了他 丢给他一个储物袋 一些零食 拿着 正好我打算闭关修炼一段日子 没什么要紧的事 不用来找我 你自己安排就行 东梅接过储物袋一看 里面至少有上千块零食 顿时待住了 公子 你不怕我跑来啊 陈川笑了笑 你会跑吗 不会 我又不傻 东梅用力摇着小脑袋 行了 去吧 目送着东梅离开之后 陈川拿出了剩下的两枚玉剑 最后两个功法 就是不知道 能让我突破到什么修为呢 一连好几天陈川 都没有出门 一直在房间内 修行剩下的功法 以及研究自己体内的神秘物体 对于那玩意 陈川也有了一点思路 大概是和自己的灵根有点关系 每当自己吸收掌控了一种五行之力的时候 那神秘物体上 都会多出一种相对应的色彩 值得一提的是 在陈川将五种功法 都修行了一遍之后 体内的那些五行之力 竟然交融了 在集齐五行之前 那些元素能量 并不能一同使用出来 而是单独的 五行集齐之后 这些能量融合在一起 仿佛形成了一种循环 能够一起用出 如臂之时 而陈川的修为 也来到了炼器六层 只是不知道为何 他依旧不能够运行某种功法 来吸纳灵器修炼 他也曾尝试几种功法同时运行 不过以失败告终了 别说五种功法同时运行了 就连两种都不行 好像这些功法唯一的作用 就是让他吸收掌控这些元素之力 并且 陈川有一种预感 通过功法吸纳的这些元素之力 似乎等级特别低的样子 日后有机会的话 得去找一找 有没有别的蕴含五行本源的东西 最好是高级一点 大概能让自己对于五行的掌控力 更上一层楼 将一切都弄完之后 陈川走出了房间 简单看了一下 发现东梅并没有在家里 想来应该还在他姐姐东玄那里 正好 修行了好几天 陈川也想放松一下 便决定去灵田看一看 走出府邸 陈川伸了个懒腰 只感觉无比惬意 这种无忧无虑的生活 好像还挺不错的 要是能一直这样 也挺好 不过这也就是想想罢了 现在他的修为低微 还不能通过修炼突破 恐怕以后想要增加修为 只能去寻找那些 和五行元素一样的本源之力才行 也不知道 老爸现在是什么修为了 他有系统这玩意在身上 估计修为不会比自己低吧 一边想着 陈川来到了灵田外 刚到这里 就看见少女们都聚在一起 不知道在说些什么 陈川凑过去一看 发现许多女弟子 都突破到了炼气一层 他们讨论的话题 似乎也与修为有关 不错嘛 这么多姐妹都突破了 你们在这聊什么呢 陈川的声音 让少女们发现了他 都跑来将他围着 只有少数几名女弟子 站在原地 满脸的歉意 川哥下午好 川哥 你看我们都炼气一层了 厉害吧 公子 陈师兄 东雪也难得的主动 跟他打了声招呼 陈川看向他 只见他眼中 依然充满了纠结 点了点头算是回应 却并没有主动过问的意思 有什么事 应该自己说出来 再次看向 远处没有过来的几名少女 陈川挑了挑眉 他们这是怎么了 你们把他们给孤立了 听见陈川这话 站到他身旁的东眉 一脸的不愤 公子 我们哪里孤立他们了 是他们自己 突破了炼气一层之后 打算去外门报到了 姐妹们都在劝呢 做外门弟子 哪里好了 其余的少女们 也纷纷附和道 是啊是啊 留在这里 还能跟川哥待在一起 如今 大家也不缺资源了 听说外门弟子 每月也才两三块零食呢 就是 外门弟子 好像还必须做什么任务呢 我们跟朱师兄打听的 那些没有门路的外门弟子 干得活可累了 还有许多危险 不像咱们 虽然是杂役弟子 但是只需要打理这片灵田 照管好这些灵药就行了 川哥你说对不对 外门弟子有什么好的 听着少女们 你一言我一语的 陈川也大概明白了这件事 不过就是不想做杂役了 想要去外门报到 成为外门弟子 陈川抬腿 走到那几位少女身前 声音温和地问道 你们想好了吗 真打算去外门了 一位少女抬起头来 紧咬着嘴唇 不敢指示陈川的目光 川哥 我们 抱歉 陈川挥了挥手 轻笑一声 有什么可道歉的 无非是人格有志罢了 我也能理解你们的想法 想去就去吧 此话一出 几位女弟子 全都抬起头来看向陈川 眼中满是不可思议 川哥 你不怪我们吗 陈川摇摇头 我也没有权利干涉你们的选择呀 况且我说了 我理解你们 她是真的能理解 眼前的这几位姐妹的想法很简单 就是不想做杂役弟子了 尽管去了外门之后 会很累 资源也很少 甚至可能还有危险 他们也想当外门弟子 因为在他们看来 杂役弟子的身份 始终是最低的 就像前世的某些地方 那里的人们对于编制 有一种莫名的渴望 也不管有了编制之后的收入 比之前是高还是低 工作内容是更加繁重 还是更加轻松 总之就是要考进去 仿佛有了编制就高人一等 没有编制就会被瞧不起 每个人的观念都不尽相同罢了 在前世那种现代化的世界 有这种想法的人都不少 更别说现在这个世界的思想 要落后许多了 就像是凡俗界 几乎都有剑籍这种东西存在 在他们眼里 哪怕是现在到了修仙界 杂役弟子依旧是最下等的剑籍 如今有了摆脱杂役弟子 摆脱剑籍的机会 当然要选择去外门 去拿那个所谓的高人一等的身份了 陈川看着几位少女 摆了摆手 每个人都有选择自己命运的权利 以后不要后悔就好 去吧 好聚好散 说完也不再看他们 转身离去 留下一群女弟子在那里道别 走到远处 从储物带中拿出一把椅子坐下 享受着午后的阳光 东梅跟了上来 蹲在陈川跟前 问道 公子 你说外门弟子的身份就那么好吗 陈川笑了笑 没有回答 而是反问道 你觉得杂役弟子是身份低贱的吗 或者说 当时我要你做我的婢女 你觉得婢女的身份低贱吗 东梅文言一愣 想了好一会儿才开口回答 应该是的吧 至少在公子你来之前 我也是这样想的 当然现在不会了 只觉得那外门弟子的身份 也没什么好的 陈川笑着摇摇头 把东梅从地上拉起来 因为你切实地得到了好处 并且知道 跟着我以后会有更多的好处 他们不知道 看不清未来 所以才会选择更加稳妥的一条路 这也是我所说的 人各有志 同样的 每个人都要为自己的选择负责 在椅子上坐着坐着 陈川缓缓合上了双眼 享受着明媚的阳光 温柔的清风 还有一旁撑散的少女 也不知道小气了多久 陈川被一阵哄闹给吵醒了 偏头看去 竟然是一大群男弟子路过这里 朝着外门方向走去 东梅 他们这是去做什么 东梅看了一眼 回答道 今天是杂役弟子们 领取资源的时候呢 他们是去外门那边领资源去了 嗨嗨 陈川猛地从椅子上跳起来 目光灼灼地看向那边 领取资源 走走走 咱们也去领一点 东梅脸色一僵 美眸之中满是不解 公子 杂役弟子 每月只能领取三颗聚气丹 咱们有必要去领那东西吗 听到东梅这话 陈川敲了敲他的脑袋 正色道 你懂什么 不当家不知柴米怪 咱们去领了 是不是就多了三颗聚气丹 骑自行车去酒吧 该省省该花花 东梅一脸茫然地点点头 公子 自行车是什么呀 酒吧又是什么啊 陈川拉着东梅 就往外门走 一边走一边说 以后你就知道了 两人走了没一会儿 就看见了进入外门的地方 排着几条长队 这么多人啊 我寻思 杂役区女弟子 只有那么几十个 男弟子应该也差不多 没想到竟然多了好几位 陈川望着几条长龙 惊讶地说道 错了 女弟子不止这点 是咱们这一片临天 只有这些姐妹 还有别的地方呢 男弟子也不止这些 还有不少呢 东梅晃着脑袋 贴心地解释道 青云宗的杂役弟子 具体有多少他不知道 不过至少也有上千人 否则那么多杂活 怎么可能干得完 陈川点点头 若有所思 自己倒是忘了 青云宗毕竟有这么大呢 上千的杂役弟子 看起来多 但分到每一块区域下来 就很少了 接着 看向那几条长龙 皱起眉头 这要是排队的话 不得排到晚上去了 陈川捏了捏东梅的脸蛋 吩咐道 你在这里等我一会儿 我去领聚气单 好 东梅羞红着脸 低着脑袋阴声道 只见陈川快步走了过去 也不排队 直接就走到了队伍的前面 麻烦给我两人份的聚气单 陈川看向给杂役弟子们 分发资源的外门弟子 笑着说道 丝毫没有因为插队 感到不好意思 喂 你什么意思 排队懂不懂 后面异常串的杂役弟子 眼看着陈川直接插队 全都一脸不爽 那外门弟子本想拒绝 然后把这个插队的杂役赶回去 在看清陈川的样貌时 却感觉十分的熟悉 小子 赶紧滚回去排队 别怪我没提醒你 杂役弟子们还在叫嚷着 这时 这位外门弟子 忽然想起来了 眼前这人是个锤子的杂役啊 这他妈不是前几天 杀死周师兄的那个人吗 不对 他好像确实是杂役 只见这外门弟子一脸讨好 在聚气单里 胡乱抓了一大堆 这个 师兄 请收好 陈川接过聚气单 有些惊讶 你认识我 给我这么多干嘛 不是说了两人份吗 之前 之前在善事司那 有幸见过师兄一面 行吧 那我走了 陈川见这个弟子 脸色都有一些不正常了 说话也结结巴巴的 心里知道是怎么回事 无非是当时在善事司那 一见杀了周三顾 给他们留下了一点小小的印象 不过 我有这么可怕吗 陈川瞅了那外门弟子一眼 见对方吓得声声往后退了一步 也就懒得再逗他了 随意招呼了一声就转身离开 只留下那个外门弟子 长舒一口气 师兄 那人什么来头啊 他不也是杂役吗 你可是外门师兄 你怕他做什么 你懂个屁 外门弟子 横了说话的杂役一眼 心到 还好那位大爷今天心情好 要不你们这群脑瘫 今天全得死在这儿 这可是误会陈川了 陈川又不是什么杀人狂魔 对这事又不上瘾 怎么可能别人随便说两句他就要杀人 当初杀周三顾 也是因为看见了周三顾眼中的杀意 深知斩草不除跟春风吹诱声的陈川 只好将对方当场斩杀 不然谁知道 第二天这个掉毛 会不会获得什么拟天奇遇 当然 为了保持逼哥他出见之后 没有上去验尸 相信尤光明会处理好的 回到东梅身旁 陈川拿出那一堆聚气丹 炫耀式的拿到东梅面前 怎么样 这么多聚气丹够吃很久了吧 东梅满脸无语地盯着自家公子 这些聚气丹咱们吃了又没什么用 加起来还没两块零食之前呢 不过嘴上还是附和道 是啊是啊 够吃很久了呢 陈川嘴角一抽 将聚气丹收起来 他忽然发现 东梅说的还挺有道理的 自己吃这玩意屁用没有 别说聚气丹了 就是拿着零食也不能修炼 靠 还不如睡一觉呢 不过反正都领了 回去之后分给姐妹们吧 陈川仰天长叹 忽然 余光看见一个十分眼熟的身影 那人一身泥灰 衣服也破了好几处 身上和脸上满是伤痕和淤青 仔细一看 那不是王二狗吗 当初跟着他们一起来的青云踪 后面安排到了杂役区之后 就再也没见过了 看二狗这满身伤痕的模样 在杂役区混得应该不咋形 二狗 陈川冲着王二狗大声喊道 二狗 这里 王二狗刚领完聚气单 听见有人在叫自己 茫然地环顾四周 看了半天 才从声音来源处 看见了陈川的身影 他瞳孔猛的一缩 只觉得自己现在太过狼狈不堪 不想让陈川看见他 这副模样 于是他呼得 把头埋低 背过身子 就要匆匆离去 陈川见二狗 明明看见了自己 却不愿意跟自己相认 心中有了一个大概 想必是二狗有了什么难处 两人怎么说 也是一个村子出来的 能帮一把 还是得帮一把 想到这 陈川带着东眉飞身 上前挡住王二狗 二狗 你还想装着不认识我 王二狗微微抬头 抿着嘴唇 满是瘀青的脸上 充满了复杂 眼神当中 也尽是落寞与敬畏 他的嘴唇张了张 话却堵在喉头 终于 他眼瞼低垂 苦笑一声 整个人都像是失去了精神一样 小声叫了一句 见过陈师兄 王二狗的这一声 师兄 听得陈川眉头紧锁 他伸出手拉住王二狗 二狗 你以前可不是这么叫我的 王二狗顿了顿 眼中明显有些纠结 但还是小声道 陈师兄 说完 轻轻挣开陈川的手 就要从一旁离开 陈川轻叹了一口气 看着王二狗那落寞的背影 再次上前拦住了他 四目相对 二狗 你以前叫我什么 川哥 那不就对了吗 陈川拍了拍王二狗的肩 你还知道叫我一声川哥 有什么事不能告诉我的 王二狗顿了顿 摇摇头道 川哥 如今你我身份悬殊 我只是一介杂役 啪 陈川一巴掌 拍在了二狗的后脑勺上 身份悬殊 咱们一起从沃牛村出来的 怎么就悬殊了 以前你叫我一声川哥 难道以后就不打算认我了 王二狗愣在当场 没有在一脑袋上传来的疼痛 只是呆呆地看着陈川 在陈川父子二人来到沃牛村之前 村民们的日子都过得苦哈哈的 他们父子二人来了之后 大家的生活肉眼可见得好了起来 就算当时国家会暗 时局动荡 对他们沃牛村村民的影响也不大 反而大家的日子越过越好 这一切都是因为川哥 他一直认为川哥这样的人 到哪都能成为人上人 果然 就算遇到了仙人 进入了仙门 川哥也混得风生水起 虽然这其中有一些村长的原因 川哥如今混得这么好 他自己却只是一个最底层的杂役 甚至还被他人欺凌 两人的身份地位差距太大了 原以为川哥不会在意自己 没想到 陈川见王二狗愣着 不知道在想什么 又是一巴掌拍了上去 有什么事跟川哥说 王二狗还是不太想麻烦陈川 知道川哥 还记着自己就够了 没事的 川哥 陈川当即一脸的恨铁不成钢 悲愤道 川哥跟你心连心 你跟川哥玩脑筋 赶紧的 以前在村子里 不也是老子 给你做主的 王二狗缓了缓 这才说出口 那天我们分别之后 我就被安排到了一处杂役去 刚到的时候 我还想着和大家打好关系 于是就拿出了 从家里带来的一些东西 分给大家 说到这 王二狗顿了顿 眼中明显有些卑异 没想到 他们就此认为我好欺负 每天都让我干着最脏最累的活 甚至还要替他们做很多杂事 但凡有一点不顺意 对我便是又打又骂 陈川打断了王二狗的话 阻止他继续说下去 心里也明白了这一切 这倒是他太天真了 起初见到女弟子那边一片祥和 还以为男弟子那边也是一样的 没曾想 二狗在那边过得 竟是这种日子 他也没有问二狗为什么不告状 在那些外门弟子眼里 杂役又能算什么东西呢 告状出了话来更狠的毒打 什么用也没有 陈川叹了一口气 跟我走吧 别回去了 王二狗眼中露出一丝明亮 川哥 跟你走的话 陈川刚想跟我二狗说 让他别担心 一个不合时宜的声音 从一旁响起 哟 这不是二狗吗 王二狗听见这声音 浑身一颤 显然是害怕极了 已经成了下意识的反应 虎 虎哥 陈川偏头看去 一个稍显魁梧的少年 领着一大群杂役弟子 朝着这边走来 他一把将王二狗拉到身旁 双眼微虚 眼神冰冷地看向那所谓的虎哥 王虎领着一大帮小弟走到镜前 瞥了一眼 陈川和王二狗 二狗 你领的聚气单呢 借我实实 以后还你 一边说着 忽然他眼前一亮 看清了陈川身后那少女的模样 这不是东梅妹妹吗 嘿嘿 这么有缘啊 这么久没见 你姐姐咋样了 陈川目光中带着询问 看向东梅 公子 这人喜欢我姐姐 以往这个时候 免不了被他骚扰一番 陈川点点头 没有当场发作 替二狗报仇 而是带着身旁二人转身就走 之前他看二狗的反应 发现二狗对他们这伙人 趴到了骨子里 这玩意 还是得让二狗 亲自解决掉这个心结才行 不然 日后再遇到同样的事 或者在修行的时候 这都会化作心魔 这个心结不去掉 会影响他一辈子 王虎身后的一个小弟 见陈川 竟然直接走了 当时就要冲上去拦住他们 诶 没看见东梅妹妹在吗 要有风度一点 别这么暴躁 懂不 王虎出声叫住了小弟 说完还择了一声 就是不知道那小子是谁 东梅妹妹 怎么跟他搅合到一块的 走 咱们也跟上去瞧瞧 陈川带着东梅和二狗 回到了林田外面 对着王二狗说道 到时候 我让人给你换个地方 或者你就在这边干活 川哥 还是算了吧 这边都是女弟子 王二狗听着陈川的话 有些慌乱 这里都是女弟子 要是他留在这里被发现了 一定会被逐出宗门的 况且 他也不想留在这里 我还是换个区域吧 让我跟这些女弟子待在一起 总归是不好的 呵呵 行吧 陈川笑着 拍了拍王二狗的肩头 随后目光看向来时的方向 王虎一行人 出现在视线当中 好啊 你小子竟然敢擅自进入女弟子的林田区 王虎冷笑道 在他看来 陈川应该和自己一样 无非是仗着在外面有点关系 再加上有点小帅 就跑到女弟子这边 想要勾搭女弟子 陈川都懒得搭理他 转身就要走 一道清冷的声音 却传入耳中 王虎 你爱做什么 滚出去 定睛一看 原来是冬雪 他是这边的负责人 发现了这边的异常就过来了 冬雪走到陈川身边 一脸厌恶地盯着王虎 王虎见他心爱的女人 竟然站到了那小子旁边 当场火冒三丈 要知道 冬雪对他们这些男弟子 向来都是一副 生人物尽的姿态 他举起手指向陈川 好啊 好的很 没想到你们姐妹二人 竟然都跟他有一腿 见冬雪看向自己的眼神更加冰冷 王虎只觉得自己猜对了 你们果然有问题 兄弟们 给我揍那小子 王虎招呼一声 一众杂役 立马朝着陈川包围过去 陈川站在原地 双手负于身后 冷冷地看着包围上来的杂役们 赠 东梅上前一步 韩蝉已然出鞘半寸 只要公子一声令下 他便要将王虎等人当场割杀 身为陈川的侍女 他早已经有了替陈川杀人的觉悟 这时 一众少女们也姗姗来迟 站在陈川身后 对王虎等人怒目而视 公子 要不要杀了他们 公子 要不要杀了他们 东梅一张俏脸上 此时已经布满了韩意 手中的韩蝉已然尽数出鞘 在他看来 这些人敢对陈川露出敌意 那么就有了取死之道 正好 他和姐姐自打上山修行以来 王虎这群人 就一直对他们骚扰个不停 要不是自身没有修为 估计早就出手教训他们了 陈川没有说话 而是偏头瞅了一眼王二狗 见王二狗低垂着脑袋 一副畏畏缩缩的模样 更是气不打一出来 以前在卧牛村的时候 王二狗可不是现在这样 受了欺负 只会忍气吞声 二狗 你就不想报复回去 想想王叔 想想卧牛村的乡亲们 你好不容易走出了村子 好不容易才有了 寻仙问道的机会 难道就是为了出来 受人欺辱的 陈川的话语 如同一根钢针一样 直插王二狗的内心 是啊 哪个少年不曾做过 一个寻仙问道的梦 哪个少年不梦想 逍遥天地间 好不容易才有了 这样的机会 难道自己进入宗门 有了修行的机会 就是为了受人欺凌吗 不 王二狗猛地抬起头来 两眼通红 眼中布满了血丝 川哥 我不想这样 我也想逍遥自在 想要受人尊重 说着 他刚凝聚起来的 气势呼的一现 可是我 陈川拍了拍 王二狗的肩头 放心 对面的王虎一行人 刚准备将陈川围起来 好好教训一顿 没想到东雪姐妹 站在那小子身边就算了 就连别的女弟子 也跑过来 和他站在一起 这种落差感 王虎极度地 恨不能把对面那小子 生吞活泼 他攥紧拳头 恶狠狠地注视着陈川 忽然 王虎的余光 看见了站在陈川前面的东梅 他的气势逐渐拔高 分明不是凡人 而是有了修为在身 东梅妹妹 王虎定住脚步 招手拦住自己的一众小弟们 目光不停地在东梅和陈川身上 来回徘徊 那小子到底是什么人 明明是个杂役 却能让女弟子们都袒护他 就连有了修为在身的东梅妹妹 也是如此 王虎思索片刻 还是决定 好汉不吃眼前亏 他们这伙人 全都是没有进入练气期的凡人之身 真要打起来 东梅一个人 就能把他们全部拿捏了 等回去之后 好好打听一下 看看那小子是什么身份 不过他一个杂役 还能有多高的身份地位 只见王虎眼露凶光 对着陈川冷笑一声 小子 总有落单的时候吧 咱们走着瞧 说完 带着兄弟们转身就走 你找死 东梅娇喝一声 手中长剑直指王虎 却被陈川拦了下来 公子 他竟然敢威胁你 他不懂陈川为什么拦住他 不让他杀了王虎那伙人 在他看来 公子并不是优柔寡断 或是怕惹事的人 毕竟之前那个周三顾 只是出言不逊 辱骂了他们 就被公子当初斩杀 现在这个王虎 都当面威胁放狠话了 为什么不直接杀了他们呢 陈川笑着揉了揉东梅的脑袋 让他把寒蝉收起来 放心 我又不是圣母 得罪了方丈还想跑 说着 又看了一眼王二狗 二狗 你想亲手报仇吗 想 我想 川哥 你说 我要怎么做 王二狗死死咬着牙关 眼中充满了愤然 只恨自己没有实力 要不然 哪能被人欺辱至此 如今川哥说给自己机会报仇 自己一定要抓住这次机会 不能再懦弱下去了 哈哈 好 陈川大笑一声 满意地看向王二狗 不愧是咱们卧牛村出来的 开什么玩笑 当初整个卧牛村 都打算跟着自己父子俩造反了 二狗又怎么可能 真是那种受人欺辱之后 不敢报复回去的人 多谢各位姐妹 大家先回去吧 陈川看向匆忙跑来维护自己的少女们 温和地笑道 说完 便带着东梅和二狗 朝着自己的府邸走去 一路上 东梅叽叽喳喳问个不停 公子 咱们什么时候去弄死他们 王二狗也带着疑惑的目光 看向陈川 不是说好了 要让他报仇吗 只听啪的一声 陈川又是一巴掌 抽在二狗脑袋上 满脸嫌弃 恨铁不成刚道 二狗啊 忘了川哥以前怎么跟你们说的 呃 王二狗挠了挠后脑勺 忽然想起川哥曾经的教会 实力比对方强就当场弄死对方 实力差不多 就等到夜深人静 实力比对方若就暂时隐忍 等有机会了再弄死对方 可是川哥 你的实力不是比王虎强吗 话音刚落 二狗脑袋上又挨了一巴掌 你他妈的 你懂个锤子 你报仇 还是我报仇 陈川满脸无语 心道 二狗这小子 真是被人揍傻了 老子要不是想着给你这小子 解开心结 去除心魔 老子早就把那什么 王虎八虎的 给当场弄死了 妈的 也就是看你二狗子 跟咱一起出来的 都是卧牛村的老乡 换别人鬼 才会替你着想 当初他们父子二人 穿越过来的时候 身无分文 还奇装一幅语言不通 去了很多地方 都被人赶走了 多亏了卧牛村的村民 收留了他们 要不他们父子俩 早不知道死哪去了 哦 王二狗点点头 似懂非懂 虽然不太懂川哥 打算怎么做 但能让自己亲手报仇 当然是更好的 东梅见陈川 没有被影响心情 也放心下来 对了公子 你刚刚说的那句话 是什么意思 嗯 方丈我知道是老和尚 圣母又是什么 陈川 你的注意力 为什么要放在 这么奇怪的地方 以后你就知道了 东梅啊 记住了 乱世先杀圣母 东梅茫然地点点头 虽然不知道圣母是谁 不过公子说了 先杀圣母 看来以后遇到圣母了 就先弄死再说 入夜 陈川的府邸内 灯火通明 川哥 咱们今晚就动手吗 王二狗坐在椅子上 十分拒紧 他还是头一次 见到这么大的宅院 生怕自己给这府邸弄脏了 是啊公子 都好晚了 咱们什么时候 行动啊 东梅拉着陈川的手摇晃着 一副跃跃欲试的样子 极为兴奋 呵呵 急什么 陈川呵呵一笑 从储物袋中 掏出一个包袱 丢在桌上 东梅一看 极为好奇 抢着上前打开包裹 只见包裹内装满了数百根香 还有许多包药粉 接着 陈川又摸出一个包裹 打开一看 里面全是各种各样的小巧兵器 看着和刑具一样 公子 这些是啥 哦 以前打算造反时准备的一些小玩意 还有好多东西没有带来呢 陈川站起身来 拍了拍手 二狗 记住了 报仇能不隔夜 就不隔夜 走 川哥 你打算怎么做 王虎的声音 在这夜色中响起 三人此时正站在一片木屋之外 不过这木屋 比女弟子那边的木屋 又大出了不手 听王虎解释 男性杂役弟子这边 都是许多人睡在一起 类似于大通铺 东梅也一脸 兴奋地望着陈川 这还是修为提升过后 头一次与人争斗 虽然不知道 等会有没有出手的机会 但至少有一点参与感 陈川无语地看了一眼王二狗 指了指他怀里的包裹 东西都在你那里 你问我 怎么 你不想亲手报仇 难道要让我来 闻言 王二狗重重地点了点头 目光看向自己怀里的包裹 里面有几百根迷魂箱 还有那些药粉 川哥说 那是软金反 不知道对仙人有没有用 但是用来对付王虎这种凡人之身 却是绰绰有余了 看着二狗眼里夹杂着浓浓恨意 与狠利的眼神 陈川嘴角直抽 内心之中忍不住感叹 那个叫王虎的小臂 落到二狗手里 不得遭老罪了 川哥 我去了 二狗声音低沉 隐隐之中 还带着一丝亢奋 去吧 陈川挥了挥手 掏出一张椅子坐了下来 公子 咱们就在这等着吗 东梅撅着嘴 站在陈川跟前 嗯 那个叫王虎的之前 一直骚扰我和姐姐 我早就想揍她了 二狗这下过去 还不得把他们全杀了 我都没有机会揍她了 东梅说着 还用力挥舞着拳头 呵呵 急什么 放心吧 二狗不会直接杀了他们的 陈川轻声笑道 他心里清楚 二狗这种老实人 被逼急了之后 一旦有机会报仇 就不会让对方 那么轻易就死了 前世的例子太多了 无论是新闻 还是电影里面 当老实人被彻底逼到绝路的时候 干出来的事 总会超出所有人的想象 他们不会让仇人死得那么轻巧 而是会让仇人 陷入深深的后悔与绝望 时间一分一秒过去 等了许久 一个身影在黑夜之中出现 正是王二狗 陈川看向他 发现他的身上并没有血腥味 衣服上也没有血迹 便有些奇怪 虽说能够想到 你不会直接杀人 但是也不至于啥也没干嘛 川哥 我回来了 王虎轻声道 看见陈川略带疑惑的目光 当即就明白了陈川的意思 解释道 川哥 我把他们全部给迷晕了 但是 我不想就这样杀了王虎 这样太便宜他了 我还给他们都为了软金伞 想等他们清醒的时候再动手 陈川满脸无语 抬头看了一眼 那迷魂箱 至少能让人昏睡几个时辰 你不会想让我们 等到天亮吧 嗯啊 听到陈川的话语 王二狗愣在当场 这倒是他的失误了 川哥 我这就回去杀了他们 王二狗一把摸出匕首 就要转身回去 等等 陈川叫住了他 你就这样杀了他们 能念头通达吗 本来就是为了让二狗 去除心魔的 总不能半途而废吧 你自己想办法 把他们弄醒 我知道了 谢谢川哥 王二狗收起匕首 诚恳低调了一声 谢 他就算再笨 也该看出来了 川哥所做的一切都是 为了他好 这也让他饱受欺辱的内心 再次感受到了一丝温暖 在这偌大的修仙界 真正会在意他 为他着想的人 也就只有川哥了吧 王二狗用力甩了甩脑袋 现在不是想这些的时候 想要报答川哥 也是以后的事情 现在要做的 是好好回报王虎 劳烦川哥再等一下 嗯 实在懒得甘等的陈川 好奇王二狗 到底会怎么做 于是带着东梅 一同跟上二狗打算看看 没想到 陈川皱着眉头 平住呼吸 只想揍二狗一顿 他还以为 二狗会给这些人泼水什么的 将它们弄醒 没想到 二狗更离谱 直接把这些欺负过他的杂役弟子 一个一个扛到一处粪坑 全给丢了进去 妈的 你小子是真不嫌臭啊 也不知道 这青云宗 怎么会有这么大一个粪坑 二狗 你跟哥说说 这么大这么臭的粪坑 是人能拉出来的 王二狗脸上浮现出一丝尴尬 他原本想着自己 把这些人弄过来的 没想到 川哥也跟着过来了 不是的川哥 我们饲养了许多灵兽 这些都是灵兽的 陈川不耐烦地挥了挥手 看向地上 趴着陷入昏迷之中的王虎 赶紧的 谁他妈在乎这是谁拉的 东梅也捂着鼻子躲在一旁 看向王二狗的眼神 充满了嫌弃 知道了 川哥 王二狗说着 一把将王虎提了起来 走到粪坑前面 直接二狗直接把王虎的脑袋 送进粪坑当中 再次提上来时 王虎满头都是黄绿色的会晤 往复几次 王虎终于行转过来 他满脸惊恐 想要挣脱 却发现浑身上下都没有力气 是你们 你们 你们想干嘛 二狗你想干嘛 你活腻了 你给老子等着 老子不弄死 你就不信王 陈川只是看了他一眼 恶心地差点吐出来 连忙拉着东梅后退几步 给二狗使了个眼神 让他自己看着办 二狗这小子 怎么玩得这么脏 真正意义上的 又臭又脏 东梅也是猝着眉头背过身去 不想再看一眼 原本还想着 等会狠狠揍王虎一顿 或者直接杀了他 现在二狗子搞成这副模样 让他出手 他都嫌脏 实在是太恶心了 这二狗看着挺老实的 没想到是这种人 王二狗略带歉意地看了一眼 陈川和东梅 再次看向地上的王虎的时候 眼中又恢复了森浪 他也不嫌脏 直接上手抓着王虎的腿 把他拖到一旁 这算什么脏呢 比起王虎对他的欺辱 这根本不算什么 他当初想着讨好他们 却没想到 换来的是更加过分的欺凌 就连现在的这个粪坑 他当初也被逼着进去过 王二狗再次掏出匕首 看向王虎 王虎拼了命地想要躲开 却根本无济于事 完全动弹不得 只能恶狠狠地盯着王二狗 期望吓住对方 王二狗 你他妈想造反是吧 你给老子等着 老子一定要弄死你 你 你别过来 看王二狗满脸的恨意 根本不被他的话给吓到 王虎也渐渐害怕起来 二狗 你别过来 我求你了 二狗 狗哥 求求你饶了我 王二狗根本不为所动 听着王虎的求饶 竟是笑了出来 求我 我当初求你们放过我的时候 你有听吗 我当时被你们欺辱的时候 你有想过饶了我吗 哈哈 王二狗死死地攥着手中的匕首 轻声说着 说到最后 甚至怒吼起来 他看着王虎的那张脸 恨不得把他给杀一万遍 但 仅仅只是杀了他的话 也太便宜他了 王二狗蹲下身子 一刀 一刀 先是将王虎的手睛脚睛 全部割断 啊 二狗 狗哥 我错了 求求你 饶了我 王虎整张脸都变得十分扭曲 眼中充满了恐惧 王二狗仿佛没听见这一声声的哀嚎一样 只是一刀接一刀 鲜血渐渐将一整片地面都给染红 臭味混杂着鲜血的腥臭 一同传入鼻中 东眉耸了耸鼻头 眉头紧锁 此时他已经完全没有了教训王虎的想法 公子 这得多大仇啊 他完全不敢想象 二狗以前经历了什么 才能导致他对王虎有这么深的恨意 公子 要不给他个痛快吧 陈川轻轻摇头 让二狗看着办吧 毕竟是二狗自己的事情 不让他把心底的恨意和委屈 彻底释放出来的话 只会害了他 至于此时 还在哀嚎求饶的王虎 与我何干 陈川只知道 二狗是自己人 都是卧牛村走出来的自己人 而卧牛村的村民 对他和父亲陈建国有着救命之恩 何况 是王虎有错在先 他不欺辱二狗的话 乃能有今天 于情于理 陈川都只会站在二狗这边 两久 哀嚎惨叫声越来越小 直到消失 陈川回过身来 静静地看向王二狗 只见二狗满身血迹 呆愣地站在原地 低垂着脑袋 浑身都在轻微地颤抖 两行泪水 划过暗红的血迹 落在地上 又过了许久 王二狗逐渐平息下来 他抬起头看向陈川 神情满是轻松 声音沙哑 川哥 陈川微微汗手 目光看向粪坑之中 那些被王虎的哀嚎声 惊醒满脸惊恐的杂役 那些人呢 王二狗摇摇头 挤出一个难看的笑容 算了 他们也都是被迫的 他们也都被王虎欺凌过 痛快了吗 陈川看向地面上奄奄一息 昏厥过去的王虎 冲着王二狗问道 嗯 王虎点点头 呼得想到什么 川哥 此事一定会惹得宗门调查 他只知道 川哥和村长在宗门内 有些地位 可他这次 毕竟是杀了人 想来就算是以川哥的地位 也难免会受到惩罚 于是便想独自将事情扛下来 谢谢你 川哥 这件事 我一人做事一人当 如果能有幸活下来的话 再报答川哥的恩情 陈川摆了摆手 轻笑一声 这算什么 放心好了 别忘了 你叫我什么 一声川哥 一声川哥 王二狗呆住了 一声川哥 一声川哥 陈川也不管二狗在想什么 而是看向冰死的王虎 体内灵力运转 一道青绿色灵力驱止弹出 进入王虎体内 只见王虎身上的伤口 竟开始缓慢愈合 微弱的呼吸 也变得平稳下来 是 青木长生弓的治愈能力 随后 又是一道赤色灵气 打入王虎体内 王虎的脸色 逐渐变得红润 就连因为湿血 渐渐流失的体温 也逐渐升高 看着这一幕 陈川十分满意地点头 他怎么可能让王虎 这么轻易地就死了 更不可能让王虎活下去 最后 打出的那道赤色灵力 让王虎体温升高的 正是赤岩焚真怒的功效 墓长火势 这两道灵力下去 王虎表面上看着没事 实际上 只有最后三天可活 而且他的体温会越来越高 直到带着无尽的悔意 被烈焰焚身 走了 陈川带着东眉 转身离去 王二狗也反应过来 不在管地上的王虎 和粪坑里的那些杂役 朝着陈川二人的背影 追了上去 他此时念头通达 再也没有了心结 是川哥给了他心声 只要这番能在宗门的调查下活下来 以后为了川哥赴汤蹈火 也在所不辞 粪坑里的杂役弟子们 见陈川三人终于走了 惊慌的内心终于放了下来 都在暗自庆幸自己大难不死 二狗他 真的太可怕了 是啊 没看出来他 居然还有这样的一面 他们的心中 全都充满后怕 之前的那一幕 在脑海中挥散不去 王二狗就跟疯了一样 差点就要 把王虎给凌迟了 又过了一会儿 他们感觉自身有了力气 急忙从粪坑中爬了出来 也顾不得自己身上的会晤 跑到王虎身旁 想要看看 王虎还活着没 虎哥 虎哥 见王虎还有呼吸 一个杂役弟子 将他扶了起来 嗨嗨 王虎悠悠地行转过来 先是有些惊慌 随后渐渐平静下来 眼中满是阴冷 好 好的很 王二狗 老子不弄死你 还有那个小子 嗨嗨 老子不弄死你们 就不姓王 还有东梅那个贱人 老子要让你生不如死 说完 让小弟将自己扶起来 回到屋内 王虎翻出几块零食 递给一位小弟 这些零食 都是他压榨别的杂役的资源换来的 但此时也不是心疼零食的时候 他恨声道 等天亮 去把我表哥找来 老子这次 一定要弄死他们 他有一位远房表哥 是青云宗的外门弟子 两人的关系 说不上有多近 王虎平日里 也不过是狐假虎威 仗着别人都知道 他有一个外门弟子的表哥 在杂役弟子里 横行霸道 真想让别人帮忙出手 不拿一些好处出来 是不可能的 虎哥 那小弟畏畏缩缩的 没有结果零食 虎哥 要不算了吧 我看二狗跟着的那个小子 也不是一般人 说不定也认得外门的师兄 甚至 在他看来 陈川可以自由出入林田区 显然不是认识外门弟子 就能做到的 起码也得有外门直视的关系才行 王虎猛的一巴掌抽在小弟脸上 看着半边脸肿的老高的小弟 乐狠狠道 你他妈是不是想死 老子让你去你就去 无论如何 老子都要弄死他们 天边刚蒙蒙亮 王虎纠结迫不及待地 让自己的小弟 去外门找自己的表哥 那小弟出去之后 直到中午才回来 王虎见他一个人回来了 上去就是一脚踹在小弟身上 你他妈 怎么一个人就回来了 我不是叫你 去找我表哥了吗 他人呢 那小弟满脸委屈 面对王虎的霸凌 敢怒不敢言 怯懦地解释道 虎哥 我去了之后 发现刘师兄没在 打听了好久 还是一位好心的师兄 告诉我 刘师兄出去了 还要两天才能回来呢 他妈的 王虎冲上去又是一脚 踢得那位小弟 蜷缩在地上 让你半点事 都办不明白 没等到人你回来干嘛 你不会在那再等两天 滚 下次老子打不死你 小弟强忍着疼痛 晃晃悠悠地 从地上爬了起来 微微懦懦地 急忙拱起身子道歉 对不起 虎哥 对不起 我马上就去 说完 便连滚带爬地跑了出去 王虎剑小弟这副模样 很是受用 再次回到床上躺下 他身为这里的恶霸 并不需要每日参加劳作 只需要指挥 别的杂役干活就行 甚至这屋内的 一整个大通铺 他都不允许 别的杂役睡上去 但凡有人敢忤逆他 都会被他揍个半死 在这里的每一个杂役弟子 都苦不堪言 也不是没有愣头青 受到欺凌之后 跑去找管理这片的外门师兄告状 可那外门师兄 根本就不管 只是一个普通不过的杂役弟子而已 那王虎的表哥 可是外门里有名的天才刘猛 甚至还有一个外门长老的师父 负责管理这片的外门弟子 除了懒得管这些琐碎之事以为 更大的原因 还是卖刘猛师兄一个面子 避免搞得太难看 其余的杂役弟子 见到王虎这样 全都低着头 不敢再看一眼 匆匆忙忙地出了房门 他们来到自己干活的地方 一边干活 一边巧声讨论着 你们有没有发现 虎哥的脾气更加暴躁了 旁边的一位杂役弟子摇摇头 虎哥不是一直这样吗 另一位杂役接过话头 虎哥的脾气 确实大了一点 不过这也正常 任谁遭了这种事 都会生气的 他又打不过那三个人 不就只能把脾气 撒在我们身上了 也是 虎哥那一身 伤看着就吓人 就是不知道为啥 虎哥的伤 好像愈合得很快 你傻呀 没看见二狗新任的那个大哥 给虎哥体内 打尽了两道灵器 替他治愈伤是吗 肯定是害怕虎哥死了 把事情闹大了 毕竟虎哥的表哥刘猛师兄 还是很有身份的 他可是外门长老的弟子呢 一众杂役弟子纷纷点头 觉得他说的很有道理 在宗门内 欺负人殴打别人 都不算什么事 但是一旦闹出人命 就难以善了 会惹得外门执事 或者长老 亲自下来调查 范氏的弟子 亲则废调修为 清除记忆 逐出宗门 众则当场就会被格杀 一连过了两天 直到下午的时候 那位被派出去 找王虎表哥的杂役弟子 才灰头土脸地回来了 一进房门 他就一脸谄媚地 对着王虎说道 虎哥 我回来了 他这一路上 总算是知道了 王虎到底为什么这么嚣张了 王虎的表哥 也就是刘猛师兄 不管走到哪 都有外门的师兄 主动上来打招呼 看那模样 和自己在虎哥面前 也没什么区别 王虎看见他 又是一个人进来了 站起身来 就要踹他一脚 砰 那位小弟 音声倒飞出去 被踹出了木屋 你又自己回来了 很好 等死吧你 说着 王虎就向屋外走去 打算教训教训 这个不知好歹的小弟 刚一出门 一个声音出现 虎子 你这脾气 怎么还是这么暴躁 都跟你说过多少回了 这样不好 王虎闻声看去 顿时眼前一亮 连忙冲到来人身前 猛哥 你总算是回来了 走走走 咱们进屋说 说着 就要拉着刘猛 朝木屋内走去 一进入屋内 就冲着一众杂役弟子怒吓 滚出去 小弟们也不敢出了 王虎的眉头 急忙跑出了屋外 见小弟们都出去了 王虎看向自己的表哥 当即就要声泪俱下 猛哥 你不知道你弟弟 我被歹人害得有多惨 刘猛立马打断了他 有事说事 别来这套 王虎为人怎么样 他能不知道吗 这个表弟打着他的名号 在这里作威作福 他多少也是 有点耳闻的 只是懒得管罢了 王虎见状语气一顿 也不敢在表哥面前卖惨 天犹加促地说了 事情的来龙去脉 听完事情的经过之后 刘猛点了点头 若有所思 片刻之后 说道 虎子 按你说的 那人身上 是有修为在身 还有那个女的 也有修为在身 说明他们二人 并非是杂役啊 这可就不好办了 说完 笑盈盈地看着王虎 王虎当即明了 连忙从床底下 把自己的家当 全部拿了出来 送给表哥 哎 邦你也不是不行 刘猛接过这些资源 脸上笑意更盛 不过还是 略带纠结地说道 毕竟你是我弟弟 他们如此折辱你 便是损了我的面子 不过 你想要杀了他们的话 恐怕是不行 杀害同门的罪名 就算是我师父 也很难保下我 见王虎表情难看 刘猛笑着拍了拍 他的肩头 这样吧 我可以替你 给他们一个教训 并且让他们 在众人面前 给你道歉 替你找回这个场子 你看如何 王虎沉思了半天 也觉得 没有更好的办法了 那两个人 有了修为 肯定是外门弟子了 要刘猛杀了他们 是不可能的 能够在小弟面前 把面子找回来 已经是很不错了 等自己 也突破到了练气期 进入了外门 到时候再找机会 弄死那两人 至于那王二狗 等他落单的 到时候一定弄死他 他就不信了 王二狗去不了外门 又不能去别的地方 到时候总要回来 想到这 王虎重重地点了点头 那就麻烦猛哥了 呵呵 谁让你是我表弟呢 走吧 带上 你那些狗腿子 咱们找过去看看 陈川带着两人回去之后 便让王二狗赶紧去洗了洗 随后又让二狗 找了一个房间先住下 没想到 二狗当天就生了一场大病 兴许是新病解开了 人一放松 就容易生病 陈川给他吃了一些丹药 又使着轻木灵器 治疗二狗的伤势 直到两天后 二狗才好起来 能下床了 谢谢你 川哥 王二狗感动得无以复加 这两天 虽然他病倒 在床一时模糊 但也能感受到 陈川对自己的照顾 这算什么 当年我和我爹不 也是这样被你们照顾的 陈川呵呵一笑 摆了摆手 满不在乎地说道 说完又递给二狗一枚丹药 让他吃下 见二狗 脸色变得红润起来 陈川也放心下来 走吧 去给你找个活 这两天他想了一下 让二狗待在林田区 也不太方便 让二狗回男性杂役那边 就更不妥当了 思来想去 还是决定给二狗 找一个清闲 又静的活 比如朱三两那样 负责管理林田区 这活力的进步说 主要是够清闲 能空出很多时间来修炼 而且还是自己人 正好前段时间 朱三两升到外门直视了 负责总管杂役弟子 之前那个岗位就空出来了 让二狗去那待着 再合适不过 川哥 我能干什么活啊 要不我还是回那边吧 王二狗犹豫了半天 十分诚恳地说道 川哥 已经替他做了很多事了 他不想再麻烦川哥了 呵呵 那边你还回得去 放心吧 这活轻松得很 说完陈川便领着二狗出去了 至于东梅那小丫头 那天晚上被二狗恶心地够呛 表示自己要去姐姐那儿 住上几天再回来 对此 陈川表示十分理解和认可 毕竟换了哪个女生过来 看见二狗在那儿 把人弄进粪坑 再捞出来动手的 都会受不了 就连陈川都被整无语了 要不是 看在二狗是同村 还对他们父子 有救命之恩的分上 他早就 把二狗给赶出去了 两人走了没到一会儿 就在外门找到了朱三良 见朱三良懒散地 躺在一把堂椅上 旁边还有一个小木桌 上面放着一壶酒 和一些小菜 陈川忍不住打句道 哟 朱师兄这么悠闲 朱三良本来闭着眼睛 一边享受着午后阳光 一边享受韭菜 好不惬意 听见有人叫自己 声音还无比亲切 直接一个鲤鱼打挺 跳了起来 看向来人 果然是他最最敬爱的 陈川师弟 他屁颠屁颠地 跑到陈川跟前 笑得两只眼睛 都眯了起来 是陈师弟啊 找老朱 我是有什么事吗 说着 他一拍脑门 哎哟 你瞅瞅 这倒是我做得不对了 来来来 咱们先回我那 我准备一点韭菜 咱们边吃边说 陈川本来想拒绝 直接把事情办了的 但丑了一眼王二狗 见他不自觉地吞了一口唾沫 也就答应下来 他倒是忘了 二狗子还是一介凡人之身呢 这几天都没怎么吃过东西 现在应该是饿坏了 两人跟着朱三两 回到他的院子里 朱三两忙前忙后 弄上了满满一桌韭菜 招呼着两人边吃边说 见陈川没什么急事 这才安心地对着举杯碰了一下 都是脱尘师弟的福 我成了外门直士之后 宗门给分了这么个院子 说完 又看向陈川身旁的王二狗 小心问道 陈师弟 这位有些眼熟 敢问世 陈川干了一杯酒 放下酒杯之后扎沫了几下 这位与我是同乡 名叫王二狗 对我和我父亲 算得上是有救命之恩 之前你们见过一面 说着 看向二狗一脸歉意 又对着朱三两 解释了一番王二狗的经历 此时是我疏忽了 这不 现在来找你 也不是什么大事 就是看看 能不能给二狗安排一个位置 就负责看管我们这片灵田 朱三两一听 这王二狗 竟然对陈川 有着救命之恩 当场便拍着凶仆表示 这是简单 包在我身上 在陈川的事意下 王二狗也举起酒杯 站了起来 向着朱三两 恭恭敬敬地敬酒 道 多谢朱师兄 实在是麻烦你了 朱三两哈哈一笑 这算什么事 二狗兄弟放心 陈师弟的事 就是我的事 陈师弟的恩人 就是我的恩人 说着 便招呼王二狗坐下 来来来 咱们先吃饱喝足再说 酒过三巡 朱三两和二狗 都有些微醺 气氛十分轻快 陈川拿起酒坛 看了又看 只觉得 这酒实在是没味 比起前世的白酒 显得太过于清淡了 和饮料没啥区别 朱三两看见陈川 在那研究酒坛 还以为陈川 是喝惯了零酒 觉得这酒不好 连连抱歉 陈师弟 实在是抱歉了 老朱我实属囊中羞涩 这些酒都是在山下方式购买的 都是繁俗之物 陈川白白手 无妨 又摸出几块零食 递给朱三两 有劳朱师兄了 替我办事 总不能让你破费 朱三两受宠若惊 接过零食 将胸脯拍得生生作响 放心 陈师弟 明日只管让二狗兄弟 来找我便是 我去将他的身份牌 和住所安排妥当 呵呵 行 有劳了 说完 便带着王二狗 告辞了朱三两 回去的路上 陈川寻思了一下 倒是没有想到 青云宗山下 还有一座方式 有机会 自己得去看看怎么个事 毕竟在前世的了解之中 方式这种东西 一般都会出现一些 不显眼的宝物 兴许还有某些不正规的 需要正义批判的场所 也说不一定 则则则 刘猛跟着王虎 带上身后的一众杂役弟子 朝着林田区这边走来 一路上 王虎还十分委屈地 给刘猛诉苦 听得刘猛一阵烦闷 两人 虽说有点沾亲带故 可这关系却并不尽 要不是王虎拿出了一些零食 他才懒得管这档子时 这些零食都能抵得上他 出去执行一个宗门任务了 不过既然收了钱 就要给人把事情办好 这样才有信誉有口碑 生意才能长久 忽然 王虎指着前方 猛哥 就是他们两个 刘猛抬头望去 果然看见了两个人 正向着女杂役弟子驱走去 他点了点头 走 既然遇到了 也免得我找了 看见陈川二人 刘猛也放心下来 这两人面生 那个小子想来 应该是在他离去的这几天 才从杂役晋升到外门弟子的 以他的身份和修为 面对刚突破练气器的外门弟子 自然是高高在上的 正当他打算快步上前拦下二人时 王虎却拦住了他 猛哥 暂且等一下 那小子害我在大家面前丢了面子 想要把这面子找回来 自然是得在大家面前才行 你看 刘猛闻言微微汗手 收钱的时候说好了 替这个表弟找回面子 这点小事自无不可 见刘猛同意 王虎连忙叫来一个小弟 去 把那些女的都给我找来 今天老子就要 当着他们的面 把那小子狠狠踩在脚下 小弟领命 朝着灵田跑去 这会儿并没到休息的时候 杂役弟子都在干活 他们是有刘猛这位外门师兄 打招呼 才能跟着过来 猛哥 看那方向不在灵田那边 咱们跟上去看看 这小子到底想去了 陈川带着王二狗往回走着 脚步越来越慢 时不时的还用余光瞥向后面 仿佛在等待着什么 王二狗发现了这一点 疑惑地问道 川哥 你这是在等谁吗 陈川摇摇头 笑着说道 等会你就知道了 他自然是发现了 王虎一行人的跟踪 或许用跟随更加恰当 毕竟没人跟踪 是带着一大群人的 不过他却不在乎这些 哪怕王虎身旁那人 明显穿着外门弟子的服饰 而他没有回头 反而越来越慢的原因 只有一个 那就是等人 装逼的时候 没有观众怎么行 要是在没有观众的情况下装逼 哪怕再好 也不能称作是一个完美的装逼 他们这一大群人 跟着进入这灵田区 冲着自己的府邸过来 相信肯定有女弟子看见了 并且还会去找人过来看戏 果然 就在陈川二人 缓步走到府邸前方的时候 一众少女们 已经赶来了 川哥 下午好呀 川哥又变帅了呢 女弟子们 纷纷和陈川打起招呼 看都不看王虎那一行人 陈川也是笑着点了点头 算作回应 然后看向王虎他们 哟 这不是咱们虎哥吗 怎么 心里过意不去 专门带着大家 跑来跟二狗道歉来了 王虎一听 灯石火冒三丈 气得恨不得能自己上去 打死陈川 他转头看向身旁的刘猛 咬牙切齿道 猛哥 快出手拿下他们 刘猛听见王虎的声音 却根本不为所动 他的神色越来越凝重 紧紧皱着眉头 一言不发 猛哥 还在等什么 动手啊 闭嘴 刘猛低喝一声 他此时已经全然失去了 替王虎找回场子的心思 满心只想着 怎么脱身 他骂的 王虎这个傻臂 找人麻烦之前 居然完全不调查清楚 那府邸跟他妈王虎一样 住这府邸的人是 老子能招惹得起的 先别管这座府邸 为什么再杂役区 单说这么宏伟豪华的府邸 他在整个外门 都没有见过一个 这人到底是什么身份 刘猛满心苦涩 现在只想打死王虎 这个小鼻崽子 在跟着那两个人 走过来的时候 他就发现不对劲了 那小子看上去 根本不带怕的 直到看见那座府邸的时候 他本想直接开溜的 却被凭空出现的一道灵气 给震了一下 心里更加没底了 这种手段 他当然也能做到 可这说明了什么 那小子的实力 也不比他低 一个身份地位神秘 实力还不俗的生人 这已经不是他能解决的了 哪怕是搬出 他那外门长老的师父 恐怕也无济于事 看来 今天得付出一些代价了 这时 一旁的少女们 居然拿出了瓜子 分发给各位姐妹们 宛若就要看 一出好戏一般 公子 陈川看着 走到自己身前的东梅 摸了摸他的脑袋 不用你出手 啊 那好吧 东梅显得有些失落 还想在姐妹们面前 表现一下呢 陈川将目光 再次看向刘猛 这位师兄 不会是来替王虎报仇的吧 刘猛精神一紧 刚要说话 就听见王虎叫嚣道 小子 你等死吧你 你知道我表哥 是什么修为吗 你知道 砰 话音未落 王虎猛地被刘猛踹倒在地 这位师弟 明大人不计小人过 王虎从地上爬了起来 满脸愤慨地 看向自己的表哥 还想说话 又挨了重重的一巴掌 闭嘴 你懂什么 陈川看着这一幕 只觉得有些好笑 他嘴角勾起一个弧度 笑眯眯地看向王虎 故作惊讶道 啊 这么说 你不是来道歉的了 王虎气急 原本想找回面子 没想到 又在众人面前 丢了这么大一个人 当即怒吼道 小子 你他妈给老子等着 老子一定要杀你 你 呃 王虎叫嚷着 忽然发现 自己叫不出声 只感觉浑身燥热无比 仿佛置身 世间最炎热的火炉之中 他的皮肤越来越红 浑身发烫 冒出一阵阵热气 陈川的声音再度传来 哎 原本还能多活一些时间的 怎么不惜命呢 随着陈川一个响指 轰的一声 王虎整个人 由内而外地燃烧起来 瞬间变成了一个 巨大的火球 一众杂役弟子 吓得连连后退 满脸惊恐 甚至都忘了惊叫 不多时 熊熊烈焰消散 地上只剩下了一堆焦炭 刘猛瞳孔骤然紧缩 心中充满了惊骇 这等手段 哪怕是他都做不到 不 甚至完全没有看出来 是怎么做到的 他急忙稳住心神 看向陈川 诚恳地行了一礼 这位师弟 王虎已经死了 不如就此作罢 呵呵 陈川微微摇头 你来替他找场子 想必是收了好处吧 储物袋留下 刘猛脸色一变 没想到 陈川竟然狮子大开口 这储物袋里 可是他全部身家 这位师弟 我可以给你道歉 但也不要太过分 得饶人处且饶人 我并不拒你 刘猛强装镇定 手中一把长剑出现 整个人的气势开始拔高 二狗见状 担心陈川不敌对方 劝道 川哥 要不算了吧 王虎已经死了 东梅已经回到了姐妹们身边 拿出一些零食分给大家 姐妹们 要不要打个赌 就赌谁能赢 东梅你真是 谁不知道 川哥厉害啊 不赌不赌 东梅见大家都不和自己打赌 撇了撇小嘴 多闹道 真没意思 随后又看向自家公子 只见陈川摇摇头 你是想和我动手 我 刘猛话还没说完 嗖 嗖 嗖 无数道夹杂着极致烈焰的剑气 凭空出现 瞬间射向刘猛 他连忙运起灵力 想要抵挡 可只是一瞬 灵力护盾就被斩破 剑气斜着烈焰 直接穿过他的四肢 接着 一股磅礴厚重的灵力 猛然压来 刘猛只感觉 仿佛被一座大山压在身上 轰然倒地 口吐鲜血 哇 川哥又变强了 是啊是啊 这次都没有用那把剑了 川哥真的好帅 好想给他生猴子 月儿你够了 少女们的声音传来 可刘猛此时 却并不觉得刺耳 他满心都是慌恐 他竟然全无招架之力 这是从未有过的生死危机 还打吗 随着那少年的声音再度响起 刘猛感觉身上一轻 他急忙从地上爬了起来 弯下身子行了一个大礼 抱歉 是我不对 声音当中 竟是颤抖不安 说完 颤颤巍巍的解下储物袋 放在地上 不敢抬头 陈川满意地点了点头 走吧 刘猛如释重负 再也顾不得外门师兄的颜面 转身就走 那群杂役弟子 见刘猛这副惨状 也是低着头瑟瑟发抖 直到陈川让他们离开 才慌乱地向外跑去 二狗 那储物袋给你了 陈川拍了拍二狗的肩膀 笑着说道 他并不想杀了刘猛 毕竟又不是什么大反派 总不能别人找上门来 就要杀人 何况刘猛还道歉了 至于那些杂役弟子 就更没必要了 一群少女们件事情结束了 全都蹦蹦跳跳地 跑到陈川身边 川哥 你怎么变得这么厉害了 川哥 你是不是已经住击了 就连王二狗 也没有急着上去 捡起刘猛留下的那枚储物袋 而是一脸呆滞地望向陈川 川哥 你什么时候这么厉害了 在他看来 他和川哥父子二人 一同进入青云宗的 如果说 村长能在短短不到一个月内 达到这种修为 他多少还能理解一点 毕竟 村长是传说中的顶级灵根 可川哥明明是比他还差的杂灵根啊 就算有着宗主和太上长老 给予的那些资源 或是丹药 也不至于这么短时间内 就能压得外门弟子毫无还手之力吧 这到底是怎么做到的 陈川瞥了他一眼 笑了一声 怎么 你川哥不应该这么厉害吗 不是不是 川哥 我能不能也像你这么厉害 王二狗拼命摆动着双手 眼中流露出渴望力量的光芒 他这是第一次见到仙人斗法的场景 川哥根本动都没动 就把那个外门师兄给碾压当场 给他的内心震撼得无以复加 嗯 也不是没有机会 陈川想了想 说道 抬手一招 远处的那枚储物袋 就落入手中 再交到王二狗手上 前提是你得努力修行 随后 看向围在四周的少女们 轻声笑道 好了 时间不早了 大家也回去吧 等大家离去之后 陈川发现 东梅身旁还站着一位少女 定睛一看 原来是他的姐姐冬雪 他没有说话 只是静静地看着她 心里大概清楚 对方想要说些什么 冬雪站在原地 抿着嘴唇 陷入了思考 陈川师兄刚才展露的这一首 让他的内心充满了复杂 初见时 陈川师兄还只是一个凡人 现在他 已经能够在不用法宝的前提下 如此轻松地 便镇压一位外门师兄了 说明他的修为实力 已经超出了对方不少 他的妹妹东梅 获得了上品零根不说 就连修为现在也是练弃六层了 在遇到陈川师兄之前 这是完全不敢想象的事情 尽管妹妹当初的资质 要比他好上一些 可如今的差距 让他实在是心生苦楚 他经常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想到 要不就此放弃 将家族血仇 交付给妹妹承担 亦或者 当初成为陈川师兄侍女的是他 又该如何 他的心中有无限思绪 直到今天 见到了陈川师兄 轻松镇压那个外门师兄 他终于在心里做了决定 只见冬雪款款上前 眉目坚定盯着陈川的双眼 陈川师兄 我也想跟随你 陈川没有回答 而是面含微笑 静静地盯着他 一旁的王二狗 被这场景吓了一跳 目光在冬雪和川哥身上徘徊不停 川哥的人格魅力这么强吗 这等角色都要倒贴 川哥居然还没有立马答应 再看见冬雪的第一眼 他就知道了 这个女弟子和川哥的侍女东梅 肯定是姐妹 两人长得实在是太像了 这时 东梅也小跑到陈川身边 拉着他的胳膊不停摇晃 公子 你就答应吧 这几天 他和姐姐待在一起 自然是察觉到了姐姐的忧愁 心中大概也清楚 姐姐的那股落差感 他们姐妹二人的感情很好 所以 他不想看着姐姐每日都忧心忡忡的样子 更不想与姐姐分别 毕竟他的灵根已经成了上品 并且跟随着公子 日后的成就不可限量 而他的姐姐东梅 到如今依然是下品灵根 甚至还未突破到炼气一层 种种因素夹杂在一起 让东梅也有了一些忧虑 东雪站在原地 低着头一动不动 仿佛在等待命运的宣判一样 不知道过了多久 陈川的声音传来 你想好了 东雪目光坚定 嗯 陈川轻和一声 拍了拍身旁东梅的白嫩小手 再次开口 那你能给我带来什么 或者说 你的价值是什么 东雪愣住了 一时间不知道该如何回答 他只是心中不甘 想着成为陈川师兄的侍女 就能获得实力 却没有想过自身的价值 自己既没有实力修为 又没有极强的天资 要说唯一能拿得出手的 可能只有 这一副上好的皮囊 东雪心中宛如天人交战 原本就白皙的脸庞 显得更加没了血色 晚风徐徐 一片宁静 王二狗猛然惊觉 气氛不对 很是奇怪 接下来发生的事 不是他应该知道的 他默默后退两步 那什么 我还有点事 啊对 我先去弄些韭菜回来 说完 朝着善堂的方向跑去 之前川哥跟他说了 林田那边有一个善堂 需要的时候 直接去报川哥的名字就行 东梅也是一脸古怪的 看着公子和姐姐 虽然他对于那时是满怀期待的 巴不得公子早点收了自己 但公子却表现的 没有这种想法 现在姐姐愣在原地有什么想法 他大约也是明白一点 可是这种事 真的没有问题吗 姐妹俩一起 真的很怪啊 我冬雪抬起头来 咬紧牙关 终于下了决心 交给陈川师兄的话 行了 陈川抬手打断了冬雪后面的话 他有些头疼地揉了揉眉心 完全搞不明白这丫头怎么想的 这俩姐妹怎么动不动就想到玩意 我是那种人吗 这样吧 陈川顿了顿 缓缓开口 过几天 我打算在林田进行一些改革 需要有人帮我打理 你能干吗 冬雪微微一愣 玄机满脸羞红 还以为陈川师兄是想要那种 没想到竟然是这么简单的事 只是管理林田嘛 他原本的工作就是这个 冬雪抿着嘴唇点了点头 行了 别在外面站着了 先回去吧 说完 陈川转身朝着釜底走去 好耶 可以跟姐姐天天待在一起了 冬眉欢呼雀跃 静止冲向姐姐 一头扎进姐姐的怀里 满脸享受 随后抬头看着姐姐通红的脸颊 嘿嘿笑道 姐姐 都跟你说了 公子不是那种人 你还不信呢 冬雪悠悠地叹了一口气 略显无奈地推开妹妹 心情复杂 嘻嘻 咱们也回去吧 东眉拉着姐姐向着釜底走去 满脸都是高兴 刘猛 拖着受伤的身体 一蹶一拐地 向着自己的住处走去 一路上许多外门弟子看见他 都没敢上前打招呼 而是带着金仪和同伴巧声讨论 刘猛师兄 怎么变成这样了 上午他回来的时候 还好好的 在宗门内 谁敢对他出手 刘猛全然无视了这些外门弟子 他心中充满了悔意 早知道对方是这样的 还管个锤子王虎的死活 这下好了 丢了面子不说 就连储物袋也丢了 可以说是陪了夫人又折兵 这时 一个高大的身影拦住了他 声音带着惊讶 小猛 你怎么变成这副模样了 刘猛抬头看去 一个中年模样的男人 挡在他身前 赫然是他的师父赵文华 师父 赵文华紧皱眉头 目光死死地盯着自己的爱徒 上午两人一同回到宗门时 刘猛还好好的 怎么分别没一会儿 徒弟就变成这副模样了 四肢被冻穿 伤口处还明显有着烫伤 就连他的气息也十分不稳 显然是受了严重的内伤 宗门内 谁能将刘猛伤成这样 要知道 内门弟子平日里几乎不会出来 而外门弟子同样也没有机会去到内门之中 只有成为了内门弟子之后才能前往 在这外门当中 小辈们能胜过刘猛的寥寥无几 顶多只是略胜半分 那些外门长老也都知道 刘猛是他赵文华的弟子 真要有什么矛盾 也会先来找他说明 一边想着 一边跟着弟子刘猛 回到了屋内 拿出一颗疗伤丹药 为他吃下 见弟子气息平稳了许多 伤势也开始恢复 赵文华点点头 说说吧 怎么回事 谁把你伤成这副模样的 刘猛苦笑一声 摇了摇头 师父 算了吧 是我记不如人 自找的 他并不想将师父赵文华牵扯进来 倒不是担心 师父打不过那小子 师父毕竟也是注击器的高手了 那小子顶多是练气器 针对上了翻手之间 即可镇压 但那小子身份太神秘了 看不出半点根底 师父知道过后 肯定会上门探究 要是惊扰到了那小子身后之人 会发生什么 就不一定了 刘猛不想将师父牵扯进去 但赵文华并不这样想 弟子遭此毒手 他总要知道 是谁干的 快说 话说一半 赵文华猛然发现 爱图的储物袋 居然丢了 你这储物袋 爱 储物袋当作赔偿给了对方 文言 赵文华勃然大怒 猛地一拍桌子 欺人太甚 要知道 储物袋内 可是装着每个修士 所有的家当 一般同门争斗就算不敌 顶多只是给出些许赔偿 哪有将人全部家当一起拿走的 这和要了对方的命 有何区别 说 到底是谁如此过分 赵文华怒不可遏 刘猛嘴角抽搐 还是摇摇头 师父 此事是我理亏 胡闹 就算如此 也没有这等做法 赵文华不依不饶 摆出一副 必须要讨个说法的架势 刘猛本不想将此事说出 跟师父斡旋了半天 实在拗不过 只好河盘拖出 杂役区 府邸 赵文华撵着胡须 若有所思 此前他和弟子外出执行任务 倒是没有听说 宗门内出了这好人物 不过 既然能有府邸 想来也是有些身份的 总要讲些道理 不至于是非不分 我去看看 师父 弟子真的没事 本就是弟子不对 他能饶弟子一命 已经很不错了 刘猛有些焦急 赵文华笑着摆了摆手 认真分析了一番 认为自己想得很有道理 于是安慰道 放心 为师只是去找对方和谈 自当注意分寸 不会有事 说吧 便起身出门 不一会儿 就来到了临天区 略微探寻一番 就找到了刘猛所说的那个灯火通明的府邸 这一眼 就让他倒吸一口凉气 这等规模 整个外门恐怕也仅此一处 眼前的这座府邸 这等规模 他也只是在内门长老那里 才见过一次 能住在这里的 难道是内门长老 那等身份的人 不对 虽然这座府邸 很是宏伟庞大 但是坐落在杂役区 想来 身份应该是次于内门长老的 究竟是何等人 还要前去询问一番 此番前去 自己的态度 可得放好一些 毕竟对方从身份上 已经不弱于自己了 赵文华在心中私存几番 定下了此次的基调 就要抬腿向着府邸而去 忽然 耳边一道疾风转来 他猛然扭头 大喝一声 谁 还没等看清来人 赵文华眼前一黑 晕厥过去 一个沉稳男子的声音 出现在这片夜空之下 他奶奶的 鬼鬼祟祟的 肯定没安什么好心 看老子不揍思念 过了一会儿 似乎是打累了 这人长舒一口气 看向地上的赵文华 惊一道 咦 这牌子 是外门长老 罪过罪过 还寻思啥呢 莫名其妙揍人一顿 要是被人发现了 多尴尬 陈府大厅内 陈川和姐妹两人 聊着今后的规划 这时 王二狗也打包好了 韭菜回来了 将韭菜摆放好 众人刚打算吃饭 外面又进来一人 陈川听见动静 转头看去 当即站了起来 眉开眼笑 爸 你咋来了 陈建国哈哈一笑 这不刚闭关结束 来看看你怎么样 说着 又看向儿子身旁 哟 二狗也在啊 村长 王二狗 看见是陈建国 叫了一声 哎 还是这声村长 听着得见 拿着 陈建国从怀里 摸出几颗丹药 丢给王二狗 二狗也不推辞 接过之后 喜出望外 村长给的东西 指定是极好的 东梅自然也认出了来人 是公子的父亲 连忙拉着姐姐 小声介绍了一下 姐妹俩一起 恭恭敬敬地叫道 伯父好 这位是我的姐姐 名叫东雪 陈建国这才发现 东梅这丫头 她是见过的 身旁那位看上去 应该是她的姐妹 当即眼前一亮 高兴的眼角 都挤出了几道皱纹 点点头 不错不错 穿这么快 就给老子找了两个媳妇了 有我当年的风范 说完又掏出几颗丹药 送给满脸修红的姐妹两人 陈川看在眼里 只觉得无语 干得漂亮 这下老爸不担心你了 陈建国心情大好 走上前用力拍着 儿子的肩膀 肩头上传来的力道 就连陈川如今的修为 都感到有些吃不消 他拉着父亲入座 带东梅给大家 斟酒之后 痛敏一杯 这才疑惑地问道 爸 你现在是什么修为了 我呀 还没助击呢 练气九层巅峰吧 此言一出 满堂皆经 卧槽 老爸你练气九层 还是巅峰 陈川惊得一下站了起来 本来还以为自己修行速度 已经够快了 不到一个月就练气六层 没想到老陈更牛逼 陈建国慢悠悠地喝了一杯 这酒味道挺好 就是不太够近 不如前世的台子 怎么 你都练气六层了 你爹不能练气九层 算了算了 陈川无奈地坐下 自己这么惊讶做什么 老爸有顶级灵根 还有系统 有着修行速度 倒也说得过去 更何况 老爸牛逼了 不就等于自己牛逼了 酒过三巡 王二狗拾去地告退 他只是一个外人 待在这里不合适 这点自知之明 还是有的 聊了一些有的没的 陈建国再次打量起 东梅和东雪 眼中充满了 老父亲的慈祥 这姐妹 两人喝了些酒 脸上都红扑扑的 更显角色 姐妹两人 见陈川的父亲 看着自己 都安安分分地坐着 不敢有多余的动作 只见陈建国呼的眉头紧皱 一脸不悦地看向东雪 东雪 还以为自己哪里失态 连忙就要站起来道歉 却没想到 陈建国一巴掌 抽在了陈川师兄后脑勺上 你小子怎么搞的 我大儿媳妇 怎么还是下品林根 怎么还没有修为 这怎么能行 能生得出大胖小子吗 陈川刚要解释 又挨了一巴掌 委屈地闭上嘴 陈建国揍完儿子 看向东雪的时候 再次换上了和蔼的表情 他是知道 陈川给东梅求了一枚 提升资质的丹药的 这次过来 也带了一些礼物 打算送给东梅 只是没想到 东梅还有一个姐姐 还被川一气给收了 这下好了 只准备了一份礼物 怎么拿得出手 只能拿儿子出气了 不过东雪的资质 确实差了点 而且 他的林根有些特殊 后面再想办法 弄一个提升资质的 天才地宝 送给他吧 免得到时候生出算来了 他和儿子都长生了 孙子的妈却早早走了 对孩子影响多大 至于他儿子陈川 他早就不担心了 虽然陈川看上去是杂林根 但根本不是那回事 系统早就告诉他了 儿子的林根 比他还要特殊 只是需要一些逆天一宝 用来慢慢提升才行 爸 真不是你想的那样 你儿子啥样你还不清楚 陈川瞥了一眼 满脸羞红的姐妹两人 耿着脖子解释道 鬼知道 老爸怎么老惦记这马子是 都修上仙了 都要长生了 还惦记这抱孙子 这合理吗 见老爸又把手举了起来 陈川往后一缩 什么人啊 这是 揍儿子就算了 还当着人家的面揍 多丢人啊 行了行了 你说是啥就是啥 爸 你今晚要不就住这儿 陈建国正有此意 点点头 很快 父子二人回了房间 陈川在地上打了个地铺 享受着这一刻 父子俩倒是有些日子 没有这样住在一起了 爸 你是不是要出去 陈川轻声问道 这里说的出去 自然不是出房间 而是要离开宗门 他从父亲来的时候就发现了 以前每次父亲要出远门的时候 就是那副样子 嗯 是不是他的安排 这里说的他 自然是系统 是啊 让我去办点事 呵呵 不过你放心 很安全 黑暗里 陈建国躺在床上 呵呵笑道 嗯 陈川倒是不担心 系统自然是不会害宿主的 完成他布置的任务 还会获得丰厚的奖励 对了 前些日子 我偶然间得到了一个功法 功法比较特殊 不过 你应该是能修炼的 明天再给你 睡了 陈建国说完翻了个身 不再说话 好 陈川轻轻应了一声 没有说谢谢这种客套话 父子之间 没必要整这些虚的 天底下只有父母才是最亲近的 没有任何利益关系 有什么好东西 父亲第一时间 总会想到自己的儿子 不过话说回来 老陈才是 这个世界的命运之子吧 有顶级灵根和系统部说 运气还好到逆天 他这大半个月 不是在宗门里闭关吗 怎么闭着闭着 还能捡到功法 他奶奶的 我没事就在宗门里到处晃悠 怎么捡不到呢 就这样感慨着 陈川缓缓进入了梦乡 第二天一大早 陈川醒来 发现老爸已经离开了 环顾四周 在桌子上发现了一本 有些老旧的古籍 旁边放着一个小瓷瓶 古籍看上去十分古朴 仿佛经历了悠久的岁月 陈川心头一暖 走过去 拿起古籍 只见封面上写着功法的名字 九霄玉雷真经 稍微翻动一看 便从中知晓了修炼方法 陈川的目光 看向桌上那个瓷瓶 从中倒出一枚丹药 丹药上隐约散发出阵阵雷鸣 一丝丝雷光浮现其中 根据古籍当中记载 修行九霄玉雷真经时 若搭配上这枚十方神雷丹 便可事半功倍 只见他拿着神雷丹 毫不犹豫便吞了下去 旋即席地而坐 准备开始修炼 九霄玉雷真经 他相信 无论如何父亲都不会害自己 赵文华悠悠醒来 只感觉浑身剧痛 像是被人打了八百拳一样 就连脑门上 也是一阵疼痛 他连忙从地上爬起来 想了半天 昨晚好像是被人给偷袭了 宗能内 居然有这等歹人 不过还好 他的储物袋没有丢 赵文华检查了一番 还是决定 先去前面那府邸里 把徒弟的储物袋要回来之后 再向宗门上报歹人的消息 这时 他看见从那府邸里 走出一个中年男子 想来 应该是那小子的长辈 能和其长辈对话 自然是更好了 也免得说他以大欺小 想到这 赵文华毫不犹豫 便赢了上去 道友请留步 陈建国看见赵文华一愣 还在想怎么应对 就见赵文华拦在身前 道友 那座府邸里的年轻人 可是你的晚辈 嗯 算是吧 这位道友有何贵干 陈建国面色古怪 看着赵文华 不知道他要干嘛 自己动手的时候 应该没被他看见吧 赵文华听见对方承认了 不自觉面色一喜 就要将事情的来龙去脉 娓娓道来 心想 看对方这模样 应当是极为谦和的 如此便能好好讲道理 把徒儿的储物袋拿回来 他一边说着 陈建国频频点头 似是赞同他的说法 赵文华喜不自禁 拱了拱手 道友 如此是否可以将爱徒的储物袋归还 呵呵 这是自然 陈建国乐呵呵地满口答应 赵文华终于舒了一口气 胆叹一声 还是好人多啊 道友 咱们走吧 先将我徒儿的储物袋拿回来 说完就要朝着府邸走去 忽然 身后风声响起 碰 赵文华两眼一黑 再次陷入了昏迷 他奶奶的 还想打我儿子注意呢 看你这老小子 就是没挨过社会的毒打 拳拳道肉的声音 好一会儿才停下 陈建国看着肿得跟猪头一样的赵文华 满意地拍了拍手 目光看向对方的储物袋 犹豫了一下 还是算了 做人刘一线 日后好相见 再说了 老拿人家储物带干嘛呢 搞得咱老陈家像土匪一样 做完一切 陈建国想了一下 决定把这老小子丢远一点 免得老惦记着穿 片刻之后 青云宗外门广场上 一群弟子围在一起 这个猪头是谁啊 你小子瞎说什么呢 这不是赵文华长老吗 时间一分一秒流逝 直到太阳高悬于天空正中央 赵文华才悠悠行转过来 这一次他昏迷的时间 虽然没有上一次久 但身上传来的疼痛感 却格外的痛 仿佛全身都被人给揍伞架了一样 就连他想要睁开眼睛时 都发现 眼睛只能打开一条虚线 我 赵文华躺在地上 运转功法 灵力游走于身体各处 过了好一会儿 才好受一些 他慢慢扶着地面坐起身来 环顾四周 发现自己正身处外门广场之中 旁边嬉戏拉拉地围着一圈弟子 一位外门弟子 见赵文华醒了 看上去没有性命之忧 大着胆子走上前去 想要将这位外门长老扶起来 赵长老 你这是 赵文华在旁人的搀扶下站起来 用力甩了甩脑袋 让自己昏昏沉沉的意识 变得清醒一些 多谢 我没事了 他道了一声谢 一瘸一拐地 朝着徒弟刘猛的住处走去 一路上遇见一些 同为外门长老的同僚 见到他之后 也是眼神复杂地看着他 最后叹一口气 摇摇头就走了 很快 赵文华就回到了刘猛的住处 一推开门进去 躺在床上的刘猛 就发现了自己的师父 此时 竟然如此凄惨 他连忙翻身下床 将师父扶到床上坐着 满脸担心地问道 师父 你这是怎么了 难道是那小子干的 刘猛说着 眼神之中充满了难以置信 那小子虽然厉害 可顶多也是练乞乞的修为 他的师父赵文华 可是真真正正地铸鸡漆修饰 怎么可能被那小子 给打成这副模样 闻言 赵文华轻轻摇了摇头 神色复杂 都怪他错信了歹人 初见那中年男人 看他儒雅随和 一副民事里的模样 还以为他是个好人 没想到 没想到 果然 不是一家人 不进一家门 那个中年男人 和伤他弟子的那小子 完全就是一丘之和 赵文华越想越气 满脸悲愤 欺人太甚 欺人太甚 他用力拍着桌子 我要去找宗主 宗门内竟有如此歹毒之人 说着 赵文华就要起身 刘猛健壮 急忙上前搀扶 一脸担忧 师父 你的伤势 要不养好 伤了再去吧 赵文华见徒弟如此关心 也是心中意暖 但还是推开刘猛 咬牙切齿道 不 我要把这一切 给宗主看看 实在太过分了 宗主大殿内 陈生看着一瘸一拐走进来的 这位外门长老 眼皮一跳 有一种不好的预感 赵长老 你这是怎么弄的 赵文华差点当场老泪纵横 宗主 你要为我做主啊 他将整件事情的来龙去脉 完完整整地说了一遍 原以为宗主会大发雷霆 下令延半 却没想到 宗主的表情 却是越来越古怪 竟然没有一丝生气的样子 就连宗主看向他的眼神之中 都充满了同情 宗主 请宗主严惩歹人 嗨嗨 陈生倾咳两声 略微安抚了一下赵文华 见他冷静下来这才开口 你说 你的弟子刘猛 是主动找上门去法被人叫训吗 这不是就由自取吗 赵文华点点头 是 此事 我们师徒二人认了 可 可那个伤我的歹人 完全是毫无道理 陈生感觉有些头疼 你可看清了那人的样貌 赵文华重重地点头 一脸诚恳地看着宗主 将陈建国的样貌描述了一番 心道宗主问那人样貌 定是要为我出头 严惩那歹人 却没想到 宗主竟然长叹一气 看向他的目光中 竟然充满了同情 陈生上前拍了拍赵文华的肩头 小赵啊 你收拾收拾 离开宗门吧 赵文华一愣 还以为自己听差了 再次确认道 宗主 你说什么 你收拾收拾离开吧 陈生说着也感觉有些于心不忍 或者你们师徒二人 去给那少年道个歉吧 凭什么 赵文华满脸悲愤 明明他被人给揍了 却要他们离开宗门 这合理吗 就算是他徒弟先招惹对方的 可至少他是无辜的 陈生再次拍了拍对方的肩头 思索了一下 还是决定给他一个说法 他掐了一个法诀 一道灵光打入赵文华的眉心 后面他要说的事情太过逆天了 为了安全起见还是给对方下一道静止比较好 宗主 你这是 给你下了一道静止 防止你将听到的东西说出去 赵文华心中好奇 到底是什么事能让宗主如此慎重 下一刻 他就听到了宗主缓缓开口 打伤你弟子的那个少年就不说了 赵文华点点头 那少年的事他算是认了 毕竟他也不占领 宗主的声音再次响起 打伤你的那个中年男子 是那少年的父亲 赵文华眉头紧皱 这件事他多少也能猜到 可这重要吗 当然 重要的不是这个 而是 他从上山开始修行 到现在不足一个月 修为已经到达了练气九层 巅峰 赵文华听见这话 只感觉头晕目眩 两腿一软竟是站都站不稳了 当着宗主的面 一屁股坐在了地上 这 这 他眼神呆滞 满脸的难以置信 这怎么可能 怎么会有人修行 不到一个月就能从凡人之身到 练气九层巅峰 距离筑击 只有一步之遥 不 不 若是对方想要筑击 恐怕早就筑击了 留在练气期的原因只有一个 那就是 为了之后的那个秘境里的东西 赵文华苦笑一声 他终于明白了 那个少年 为什么会有那样的腹底 也明白了 那些同僚 看自己那复杂的眼神 他全都想明白了 宗主 我六岁便上山了 青云宗与我就像家乡一样 我还能留下吗 赵文华念诺地说着 他知道 宗主为何要让他下山 是怕他心有怨气 害了那少年 可他又岂是那种 不顾大局之人 他自小就上山修行 一辈子都在青云宗 这里就是他的家 如今 宗门出了这样一个仙苗 能够带领宗门走向巅峰 他又如何有怨气 或许在得知真相 之前有一点 但现在已经全然没了怨气 别说只是揍他了 就是要了他的性命 他也心甘情愿 唉 陈生叹了一口气 拿出一些零食和丹药 送给赵文华 你先回去养伤吧 逝去是留你自行决定 赵文华站了起来 结果之后 重重点头 宗主已经给了他台阶 他当然不能不懂事 多谢宗主 我心里有数 臣府内 一袭白衣的少年 端坐在地上 周身一道道电光闪烁 过了许久 直到夜色慢慢降临 天边只余下一抹雨堵白 轰隆 陈川的双眼慢慢睁开 眸中 闪过两道青紫色雷电 呼 他呼出一口浊气 缓缓起身 炼气七层了 挺好 活动了一下 有些僵硬的身子 陈川啪的一声 打了一个响指 一道闪电雾的出现 又瞬间消失 他的脸上露出一个笑容 果然不出所料 这 九霄玉雷真经 同样不能直接 用来修炼 但 搭配着那枚丹药修行之后 直接让他获得了 雷电掌控的能力 并且 这雷电属性 比起之前的五行 还要更胜一筹 这可是雷霆啊 哪个少年不曾幻想 自己化身雷霆之主 掌控雷电 这他妈的 实在是太酷了 哈哈 陈川大笑着走出房门 来到大厅之中 没有见到二狗和冬雪 只有东梅 正在擦拭着桌子 见陈川出现 东梅丢下抹布 迎了上去 我闭关多久了 整整三天呢 公子 要不是能感应到你的气息 还以为你又修炼晕过去了 陈川哈哈一笑 拍了拍东梅的脑袋 走 给你见识见识 说着 就拉上东梅向外走去 这雷电之力具体威力 如何还没试验过呢 总要试试 要不心里痒痒的 两人来到府外 东梅满脸期待地 看着自家公子 每次陈川修炼之后 修为都会提升一大截 气息也会深邃许多 这次是陈川闭关修炼最久的一次 他也想看看 公子如今的实力如何了 只见陈川站定 面向前方的空地 抬手一指 一指粗的紫色神雷 凭空出现 轰在地面上 轰 阎晨四起 片刻之后 放眼看去 原本平整的地面 竟然出现一个大坑 坑中一片焦黑 隐约之间 还能感应到狂暴的雷霆之力 陈川覆手而立 面含笑意 他奶奶的 只用了三成力 就这么猛 不对 不能这样算 要知道 他调动元素之力 可是没有半点灵力损耗的 也就是说 比这威力 还要强大数倍的雷霆 他可以无限制使用 只要这方天地间 还有雷元素 陈川越想越兴奋 这不比老老实实修炼爽多了 这灵根到底是什么玩意 居然这么夸张 他能感受到 这只是最基础的元素之力 日后要是用各种一宝提升 那还得了 岂不是挥手之间 全是九霄神雷 别人度个雷劫 就要死要活 我心念一动 就是真正的雷霆万剧 想到此处 陈川再也绷不住高手风范 不由自主地笑出声 东梅整个人都完全呆住了 那道紫色雷电他 看得清清楚楚 那一瞬间 他分明感受到了生死危机 以他的修为 恐怕连这一道紫色闪电都接不住 而公子 东梅正正地看向陈川 他是如此的轻松血液 仿佛没有一丝消耗 公子 这是什么 陈川心情大好 也不管太多 一把搂住东梅 发出一阵猖狂的笑声 这时 一个不合时宜的声音传来 陈师弟 何故这么高兴 听见动静 陈川转头看去 只见刘猛跟着一个从未见过的中年男人 正满脸堆笑地走了过来 东梅见有外人来了 羞红着脸 挣脱陈川的怀抱 看见来人是刘猛 还以为是他带人前来找麻烦了 拿出寒蝉就要上前 诶 门 别着急 陈川伸手拦住了东梅 看刘猛两人那副谄媚的样子 怎么也不像是来找麻烦的 还不知道人家要干嘛呢 就要打打杀杀的 多不像话 两人走到跟前 赵文华领着刘猛行了一礼 这位小友 在下姓赵 是咱们青云宗的外门长老 也是刘猛的师父 哦 不知赵长老有何贵干 陈川眉头一挑 回了一礼 对方竟然不是来找麻烦的 那该有的礼数 还是要有的 这 赵文华环顾四周 陈川当即明了他的意思 略带歉意的轻笑一声 倒是我失了礼数 二位快快请进 咱们进去说 陈川侧身 将二人请进府邸 东梅悄悄拉了拉 陈川的衣袖 面带询问之色 你这丫头 伸手不打笑脸人 懂了吗 陈川笑着拍了拍东梅 解释道 哦 东梅撅着嘴 乖乖跟着公子向里走去 陈川无奈地摇摇头 人情是故 学吧 你就 不过也有可能是 自己杀人太果断了 让东梅误以为是敌人 就一定要将其斩杀 这不误会大了吗 对自己露出杀意的 当然要斩草除根 但并不是所有敌人 都一定要这样 修仙不是打打杀杀 修仙是人情是故 正所谓得道者多重 失道者寡重 一边想着 一边请赵文华 师徒二人入座 不知二位所来何事 赵文华拉着徒弟站起来 躬身行礼 我这徒儿前些日子 无端招惹了小友 此次特意带他来给小友赔罪 说着赵文华摆出一大堆陪礼 陈川瞄了一眼 大多是些零果零酒 还有少数零食 点了点头 算是接受了道歉 他倒也没有嫌少 毕竟不是所有修士 都跟他一样富裕 闲着没事 就去宗主太上长老那儿打秋风 一个外门长老 能拿出这么多东西来陪礼 已经是很不错了 不过总感觉少了点啥 想了半天才明白 原来是少了华子 换做前世 哪有人送礼不送华子的 看来得早点把研究华子 提上日程 嗨嗨 陈川让东梅将礼物收好 随后笑着看向师徒二人 拱了拱手 赵长老客气了 正所谓不打不相识 我与刘师兄也是一见如故啊 听见陈川这么说 赵文华一颗悬着的心 总算是落了地 看来这位陈川小友 也并非不讲理的人 就和他父亲一样 嗯 是这样没错 赵文华在宗主那儿回来之后 也算是想明白了 换位思考一下 自己要是看见陌生人 打自己孩子的主意 恐怕干得比陈建国还过分 对方只是揍自己 没有伤自己性命 已经是十分宽容了 现在陈川说着没事 可只是化解了矛盾 赵文华所想 可不仅于此 还得想办法 把关系拉得更近才行 忽然 他想到了什么 对陈川告了一声 最后附在徒弟刘萌耳边 小声说了几句 随后站起身来 小友 我还有些事情未做 先行告退 嗨嗨 你和小猛都是年轻人 应当有不少共同话题 不如你们聊着 说着 还对陈川使了个眼色 陈川闻言一头雾水 老赵这眼神是啥意思 怎么搞不明白呢 他和刘萌有啥聊的 等赵文华离开之后 刘萌脸上堆满了笑容 甚至看上去还有一些猥琐 嗨嗨 那个啥 陈师弟可曾去过山下方式 那方式里有一处 可以喝点小酒 里面的姑娘 甚至水灵 刚把礼物 收好赶回来的东梅 正好看见了这一幕 他整个人都待住了 这是我能听的吗 不对 这就是我能听的 不过这姓刘的 说什么呢 竟然 竟然想带我家公子 去那种地方 就连我逗 一时间 东梅浮想连篇 这时 陈川的声音响起 刘师兄 你看我像是那种人吗 东梅看去 只见公子满脸悲愤 痛心疾首地大喊 仿佛受了天大的委屈 他点点头 心道 果然 我就知道 公子不是那种人 接着 又看见 陈川画风一变 神色肃穆 义正词言道 万万没想到 我青云中山下 竟有如此脏乌纳垢之地 刘师兄 你且带我前去 身为青云中的一份子 面对这种地方 自当好好批判一番 速封正气 我被义不容辞 这一刻 陈川仿佛化身正义使者 充满了神圣的光辉 东梅 刘萌 两人目瞪口呆 不知道陈川到底是 抱着什么样的心情 说出这些话的 天底下 竟然还有如此厚颜无耻之人 你俩愣着干嘛 陈川看了看两人 面色古怪 不是 你们不会真以为我想去吧 我是为了咱们青云中的风气 东梅 刘萌 啊 对对对 东梅满脸无语 直接坐到了陈川身旁 拉着他的手 与众心肠道 公子 我又不是不给你 是你自己不要 为什么要去那种地方 说着说着 东梅只感觉脸颊发烫 害羞地 把头埋进陈川怀里 刘萌在一旁都尴尬完了 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还好陈川给他解了围 只见陈川站了起来 正色道 你们居然都不信我 走 这就让你们见识见识 什么叫正人君子 说完 头也不回地向外走去 仿佛就要参加一场大战 刘萌和东梅对视一眼 皆是无奈 两人跟着追了上去 刚一出门 却发现陈川不见了踪影 没等一会儿 一艘巨大的灵舟 从天上降落下来 舱门打开 就看见陈川在里面不停地招手 刘师兄 刘师兄快上来 刘萌一看 陈川居然真要去喝花酒 立马堆上笑脸 一路小跑过去 心想这把玩了 师父告诉他 男人有三大铁 其中之一 就是一起那个啥 这是半成之后 还怕抱不上陈川的大腿 刘萌前脚刚准备进入灵舟 一个身影却比他更快 直接冲了进去 陈川一看 顿时无语 咱们去那种地方 你跟着去干嘛 东梅瞥了一眼 坐在角落的王二狗 毫不客气地坐到陈川身边 整个人都严肃起来 当然是看着你了 你要敢 敢那样 我就告诉伯父 陈川 什么意思 这种事情有必要吗 他尴尬地笑了两声 满口答应 行行行 心里却想着 上有正侧下有对侧 到时候再说 很快 灵舟开始启动 朝着刘猛所指的方向飞去 王二狗坐在角落满脸兴奋 眼睛里都有了光 川哥 咱们真是去那种地方吗 他活了这么大 还是头一次 以前老是听说 城里有青楼 里面的姑娘漂亮得很 一个比一个水灵 可他一个泥腿子 哪里有这种机会 没想到头一次 却还是被川哥带上的 王二狗不禁感叹道 还是川哥好啊 灵舟悠悠落地 四人走了出来 陈川抬头看向前方 一面高大而坚实的城墙 矗立在前方 青砖上布满了岁月的痕迹 看上去经历了许多风雨 城墙上有许多守卫来回巡逻 警惕着有萧小之辈 再次造次 刘师兄 这是你说的方式 这他妈不是一个城池 陈川被眼前这一幕 给整吴雨了 以前还以为方式 就是那种农村感激式的 谁能想到方式是个城池啊 不过也说得通 他们这些修仙的 都能一下午整出一座王府了 方式是个城市 似乎也没什么不能接受的 刘猛笑了笑 解释道 就是此处了 这里名为青云方式 由青云宗下面的四大家族 共同管理 不光是我们青云宗的弟子 还有许多散修也会来此 陈川点点头 让刘猛前面带路 很快 几人就来到了城门处 许多守卫神色肃穆的 立于城门外 每一个想要进城的修士 都会拿出一枚零食 当作入城废 陈师弟 那些交入城废的 都是散修 咱们青云宗弟子 只需要出示身份牌即可 刘猛说着 走上前去出示自己的身份牌 那名守卫检查过后 将牌子归还给刘猛 随后看向陈川等人 我乃是外门弟子 只能自己进去 不能带旁人 陈师弟见谅 刘猛解释道 嗯 陈川点点头 查验身份自无不可 想了一下 宗主好像给了他一个牌子来着 在储物带内摸索了半天 终于找到了 将身份牌递给守卫 真 真传弟子 守卫惊呼道 将城门处所有人的目光 都吸引了过来 什么 真传弟子 青云宗的真传弟子 怎么会来这里 他们不应该直接去找四大家族吗 鬼知道 随着众人的震惊 其余守卫也顾不得旁人 急忙来到陈川这边 站定之后 七七行了一个大礼 拜见真传师兄 嗨嗨 起来吧 陈川收回身份牌 哦对了 我带他们进去没问题吧 当然 当然没问题 说着 守卫们急忙让开一条路 开什么玩笑呢 青云宗的真传弟子 想要带人进城 还需要问他们的意见吗 换做四大家族的组长 见到真传弟子 都得恭恭敬敬的好不好 陈川健壮满意地点了点头 一边享受着 他人震惊崇敬的目光 一边带着三人往城内走去 妈的 得记 没想到 这真传弟子的身份 居然这摇牛逼 早知道早来了 身为装逼爱好者 怎么能拒绝这种场面 陈川领着三人刚一进城 嘴角不自觉地就勾起一个微笑 穿越过来这么久了 还是头一次见到这种景色 道路两旁排列着各种商铺 彩灯高悬 九四喧闹 叫卖声此起彼伏 有修饰 亦有凡人 行人皆满脸悠闲 穿梭其中 仔细聆听 还能听见溪水潺潺 仿佛置身于前世古代的江南一般 让人好不陶醉 短暂的惊讶过后 陈川想起了此行的目的 这次 他可是要狠狠批判 一下那种不正风气的 刘师兄啊 你说的那个 那个喝花酒的地方在哪呢 呵呵 不远 陈师弟跟我来 刘猛呵呵一笑 伸手指向前方 陈川闻言 立即跟了上去 在前世的时候 他就好奇古代的那种不正规场所 是什么样的 之前在卧牛村没有机会去 如今总算是逮住机会了 甚至 这还不是一般的不正规场所 这是修仙界的 就连东美此时也不再闷闷不乐 反而换上了一副兴致勃勃的模样 显得很是期待 虽说他在上山之前 家世还算不错 但终归是女孩子 不可能去勾拦这种地方 至于王二狗 早就兴奋的满脸涨红 眼睛瞪得老大 视线在这繁华的城内 不停地扫视着 几人就来到了目的地 和陈川预想的勾拦有些不同 这里并没有和电视剧里的勾拦那样 有许多大妈在门口揽客 反而是十分内敛 从外面看过去 只见一个高大的门廊 和一栋雕龙画缝的门楼处理眼前 门前有着一块匾额 上书风月阁三个金字 闪闪发光 门楼上还悬挂着许多彩灯 以及绘制着艳丽图案的彩旗 聆听着四周传来的河流的声音 陈川早已迫不及待 刘师兄 走 咱们今天就好好批判一下这种地方 说吧 陈川直接抬腿 向着风月阁走去 刘猛快步上前 走在前面 为陈川开路 来到门前 一个看门小厮 立即迎了上来 满脸堆笑 等看清刘猛的面貌之后 脸上的笑意更盛了 刘先生今日带朋友们来玩啊 快快请进 竟是省去了查验身份 交入场废这一环节 陈川不经侧目 略带惊讶地看着刘猛 他看别人想要进这风月阁 都得交点钱才行 没想到刘猛竟然能直接刷脸 刘师兄 没想到 还是常客 刘猛文言当即正色 面不红心不跳地回答道 嗨嗨 陈师弟 师兄我也是长来批判 此风月阁的女子呀 陈川立刻抱拳 没想到刘师兄 竟也有此等觉悟 不愧是同道中人 走走走 今天咱们兄弟二人 好好批判一番 刘猛大笑着走在前方 替陈川领路 听见陈川与兄弟相称 他怎能不高兴 几人刚一进门 数位身着青纱的妙龄女子 便迎了上来 就要贴在刘猛身上 还有几名花娘 见陈川相貌堂堂气度不凡 刚想贴上来 就被东梅逼了回去 只好转头找上面脸通红的二狗子 陈川回头一看 东梅不知道什么时候 将寒蝉出窍了半寸 东梅 别这样 东梅老老实实地把剑收了起来 却没有让开身子 反而贴近陈川 一把环抱住他的胳膊 仿佛在宣告主权一般 哈哈 陈师弟好像没得这般艳妇可想了 刘猛大笑 随意挥了挥手 对着一名花娘吩咐道 去 将红娘找来 所谓红娘 用俗话来说 便是这风月阁的老妈子 她今天也是下了狠心了 师父临走时 给了她许多零食 今天为了让陈川丸的开心 少不得要狠狠花销一把 不多时 红娘闻讯赶来 一见到刘猛 她的脸上就笑出了一朵花 静止走到刘猛跟前搂住了她 两团魂园贴在刘猛胳膊上 哎哟 这不是刘仙长吗 去去去 刘猛将红娘一把推开 目光看向陈川 对着红娘说道 这位可是我请来的贵客 还有没有雅坚 安排上 红娘顺着刘猛的目光看去 顿时眼前一亮 好一个风度 偏偏少年郎 她小心翼翼地问道 请问这位是 说完 她又面露难色 刘仙长 这倒是不巧了 玄字号雅坚 已经没有空出了 您看 要不给您换到黄字号 刘猛面色顿时难看起来 她可是想凭这一次机会 和陈川打好关系 现在红娘说 没有玄字号雅坚了 岂不是打她的脸 如果只是她一个人倒无所谓 可现在陈川师弟就在身后 那黄字号雅坚 比起玄字号要小了不少 又怎么能让陈川受这种委屈 但以她的身份 又只能定下玄黄这等级别的雅坚 红娘看刘猛的脸色愈发难看 求助般看向陈川 陈川微微汗手 拍了拍东眉 松开自己 随后取出真传令 隔空抛向红娘 红娘手忙脚乱地接过 定睛一看 清云 真转映入眼帘 她瞬间脑袋空空 整个人都呆住了 清云宗的真传弟子 这 她想不明白 这等身份的人 为何会来他们这种地方 多年的职业素养 让她很快冷静下来 双手捧着令牌 恭恭敬敬地交还给陈川 此刻 红娘的内心 仿佛翻江倒海一般 生怕自己哪个举动 惹得贵客不高兴 这位 这位 她结结巴巴地开口 一时间竟不知该如何称呼对方 看她这副模样 陈川倒也没有为难她 只是 冲着她点了点头 我这牌子 能得安排一个什么级别的雅间 我 红娘顿了顿 好不容易才恢复了冷静 找到了一个恰当的称呼 这位公子力临风月阁 自当是最为尊贵的客人 天字一号雅间 请跟我来 刘猛在一旁都看晕了 合着 还是我沾了陈师弟的光 不过 别说那天字一号了 就连帝字号雅间她都没有见识过 此番倒是要好好见识见识 几人跟随红娘来到天字一号 刚一进去就能感觉到 这处包厢极大 树章不知 是什么材质的沙发百列其中 另有许多林花林草 芳香扑鼻 陈川随意地挑了一张沙发坐下 只感觉很是柔软舒适 刘猛和王二狗 在陈川的示意下 也都各自坐得端端正正 他们可不敢在陈川面前太过放肆 只有东梅这丫头 根本不管不顾 直接一屁股坐到陈川怀里 惹得陈川满脸无语 红娘站在一旁 见此情形 捂着嘴痴痴笑着 公子真是好肤浅 随后深深聚了一躬 雪白的魂园一览无余 春光乍现 公子放心 您的身份封月阁将会保密 她也明白 这种身份高贵的人来玩 肯定是不想暴露的 不过这还不够 她又恭敬说道 为了感谢公子 历临风月阁 今日天字一号阁的所有消费 将由风月阁买单 愿 红娘话还没说完 陈川抬手打断了她 只见陈川一手揽着东梅 随手摘下一个储物袋 丢给红娘 这玩意她这里多的是 具体哪里来的她自己都搞不明白了 红娘接过储物袋 打开一看 倒吸一口凉气 储物袋里面 少说有着上千块零食之多 拿着 红娘满脸疑惑 不明所以 这么多零食在风月阁住一个月 都绰绰有余了 要知道 风月阁里的姑娘和小丝 并非全是修士 更多是凡人而已 因此 这里更多是用繁俗的金银消费 零食这等修仙界的货币 用得极少 除非你只喝零酒 只点仙子 陈川微微摇头 勾起嘴角笑道 怎么能让你们破费 去 给我这两位兄弟 找些姑娘过来 只要仙子 最好的酒菜只管送来 另外 告诉大家 今晚全场消费 由陈公子买单 红娘离开之后 很快就有十多位角色仙子 与勇而入 只是 当他们想靠近 最为英俊的那少年之时 他怀中那身穿素白长裙的少女 就会对他们怒目而逝 他们只好信心离去 分别去伺候其余两人 陈川实在是 无法用语言形容现在的心情 他奶奶的 跑来喝花酒 结果自己一个妹都碰不了 这合理吗 不过他也没想到 这风月阁内的仙子 竟然也有恋气气的修为 刘萌果然没骗人啊 只要有钱 哪怕是一介凡胎 在这里都能与仙子共度春宵 陈师弟 实在是令人汗颜 刘萌举起酒杯 向陈川敬了一杯 还说我请你来风月阁潇洒一番的 没想到 最后还是 陈川也举杯 摇摇头 刘师兄能带我来 已经很好了 怎能让你破费 该省省 该哗哗 哈哈 他这杯酒刚喝了一半 就被东梅抢了过去 也不嫌弃 他刚喝过 直接一饮而尽 陈川一愣 没想到东梅竟然会做出这种举动 以前虽然他 从未将主仆身份当真 但东梅 也都老老实实地 从不越见 不知道什么时候 这丫头越来越嚣张了 总不会是老陈说 那什么儿 媳妇大胖小子之类的话 他当真了吧 想到这 陈川无奈地拍了拍东梅的手 让他少喝一点 无所谓了 反正迟早都要收下这丫头 便游着他吧 他的目光 看向王二狗 下一刻 天子一号包厢内 发出一阵大笑 哈哈哈哈 陈川被这一幕 给整得绷不住了 只见王二狗 整个人都僵在那里 手足无措 脸红得跟猴屁股似的 只有那些身着青纱的仙子们 挑逗他时 他才有些反应 这时 楼下大厅中的丝竹之声 渐渐平息下来 就在客人们都满脸疑惑时 红娘那妩媚的声音出现 不知是用了什么手段 使得整个风月阁都能听见 各位尊敬的客人 很抱歉 切身打扰了各位的雅性 还请各位贵客稍安勿躁 切身有一件事要宣布 红娘顿了顿 客人们纷纷交头接耳 到底是什么事 值得让红娘专门出来宣布的 那谁知道 红娘脸上的笑意越来越盛 眼中也愈发明亮起来 天子一号的客人 让我告诉大家 今晚 风月阁的全场消费 由陈公子买单 整个风月阁 瞬间安静下来 鸦雀无声 片刻之后 爆发出了山呼海啸般的欢呼 大堂内 一位侠客般的中年男子 当即站了起来 对着二楼陈川等人 所在的包厢举杯 放声道 多谢陈公子 在下牛友 道敬陈公子一杯 多谢陈公子 在下李春风敬 陈公子一杯 多谢陈公子 陈川站起身来 端起酒杯 行至包厢看台处 举杯 不必多礼 诸位 供应 好 好 全场沸腾起来 所有人都举杯 与陈川供应 这让陈川心情大好 花小钱装大逼 爽 只有隔壁 天字号包厢内 一个不满的眼神 直勾勾地盯着陈川的身影 陈川回到沙发上 满面春风 也不知是酒精的作用 还是这风月阁的氛围所致 竟主动将东眉揽进怀中 少女柔软的身段 贵妇蓝星的体香 让陈川陶醉其中 等到场中 喧闹渐渐平息 红娘的声音再次响起 魏表对陈公子的尊敬 有请花衣姑娘 画壁 风月阁再次安静了一瞬 旋即又爆发出一阵欢呼 花衣姑娘 那可是风月阁的头牌 听说他从未接待过客人 还是完毕之身 那可不 咱们平日里 根本见不到花衣姑娘 哦 兄台竟是此中老手 幸会幸会 彼此彼此 听见众人的讨论 陈川也大胆好奇 这风月阁的花魁 到底是什么模样 很快 一个千娇百妹的身影出现 缓缓走上大堂中心的高台之上 只见他肌肤胜血 透过粉色薄纱 隐约可见圆润的雪白 眼神当中水波流转 射人心魄 咕噜 所有人都看呆了 吞咽口水的声音 此起彼伏 陈川不自觉地直起身子 忽然感到腰间一阵剧痛 嘶 你干嘛 陈川呲牙咧嘴地看向东眉 这丫头真是 太过分了 还侍女呢 现在都敢拧我了 这要是收进房中 那还得了 少女一只手拧在陈川腰间 怒气冲冲地瞪着陈川 有什么好看的 大不了 大不了 回去了 我也这么穿 他还能比我好看吗 陈川翻了个白眼 拍掉东眉的小手 这能一样吗 两个人的风格 根本不一样好不好 不过那花魁确实不错 比起东眉和东雪 也毫不逊色了 嗯 不考虑他们是双胞胎姐妹的话 就在陈川和东眉 嬉闹时 场中花衣曼妙的舞姿 也停了下来 他款款失礼 红娘一同走上高台 诸位客官真是好福气 今天正好是花衣出阁的日子 不知哪位贵客 能有幸摘花泥 红娘的这番话 引起了极大的轰动 众人纷纷屏息凝神 等待着这位花魁的报价 此时 一个急不可耐的声音大喊 五千零食 全场一片寂静 五千零食 他是不是疯了 这是哪家的少爷 他骂的 五千零食 都够把这封月阁买下来了 所有人的目光都看向二楼 声音是从天字二号传出来的 你们说 陈公子会不会与他竞价 说不准 五千零食不是个小数目 就连四大家族的少爷 想要一次性拿出来 恐怕都捉襟见肘 众人目光灼灼地 望着天字一二号包厢 都盼着能听见 陈川竞价的声音 不料 花衣却摇了摇头 声音婉转娇媚 仿佛能将人的魂都给勾走 抱歉 红娘在一旁补充道 花衣姑娘有自己的原则 所有人都静静地听着 想要知道 这位花魁的规则是什么 既然不是靠钱财 那说不定 自己也有机会摘花 切身自小 向往才子佳人的故事 所以 如有哪位客人 能做得诗词一首 便可入得规格 嗯 就以情人离别为题 花衣妩媚的声音响起 勾得众人心里直痒痒 不过却没有一个人 率先站出来 有人皱着眉头说道 迎师作父 我们一介粗人 又怎么会这个 唉 看来我等无缘摘花了 天字一号包厢内 陈川若有所思 迎师作父这玩意 虽然不会 但我能超啊 过了许久 一些自以为 颇有失财的客人 挥洒笔墨 却都没能赢得 花衣的放心 花衣姑娘 能不能换个条件啊 咱们大多自小修行 哪有机会研究 这迎师作父 花衣摇了摇头 渐渐不再抱有期望 就要退下场去 唉 看来咱们都没这种厌服了 这时 陈川捏了捏 东梅白皙的脸蛋 缓缓起身 换来一个小丝 拿笔墨来 但凡能装逼的场景 怎么能少得了你川哥 东梅一脸 惊讶地望着自家公子 公子 你还会做诗 刘猛和王二狗 也看向陈川 满脸都写着不幸 川哥 你什么时候会这个了 呵呵 陈川呵呵一笑 接过小丝递来的纸笔 走到看台处 将白纸铺开 略懂一二 花仪原本都不抱希望 打算退场了 见天字一号的陈公子 再次站了出来 他的眼中也闪过一丝明亮 全场的客人都屏住了呼吸 生怕打扰到了 请他们消费的陈公子 当然 他们也不信 这陈公子 能做出令花仪姑娘满意的誓词 只见陈川手持毛笔 面含笑意 自信而立 寒蝉妻妾 对肠挺晚 咒语出现 随着他的落笔 温和的声音出现在风月阁内 都门障隐无序 留恋处 蓝舟催发 没有人敢出声打扰陈川 就算他们再怎么不懂诗词 也能听出来 这首词要比前面几位要好上许多 花仪的眼神渐渐明亮 只手相看泪眼 静无语宁夜 王二狗急地抓耳挠腮 忍不住巧声询问身旁的仙子 川哥这首词做得 是好是坏 没有人回答他 包厢内所有的姑娘 都坐好身子不再打闹 一个接一个地 全都安静 等待着下文 念去去 千里烟波 木矮沉沉处天阔 多情自古伤离别 更难看 冷落清秋节 刘萌整个人都听傻了 虽然他是一个大老粗 但其中的情感 也将他尽燃 此时 整个风月阁 再也没有了一丝动静 落真可闻 乐通文才的客人和少女们 嘴里全都无声呢喃着 多情自古伤离别 今宵酒醒何处 杨柳暗 小风残月 陈川单手附在身后 眉眼含笑 温和的声音之中 仿佛带着一丝伤感 此去今年 应是良辰好景虚设 便纵有千种风情 更与何人说 随着最后一笔落下 风月阁所有女子 看向陈川的眼神之中 都充满了情意 更有甚者 眼眶早已湿润 那位白衣圣雪的少年 当真是 例如枝兰玉树 笑如朗月入怀 东眉捂着嘴 不让自己发出一点声音 满眼柔情 在他眼里 公子明明自信地笑着 却不知为何 让他感受到了一种 难以言喻的伤感 台上的花魁 早已眉目寒情地 望向二楼 旁人或许不能理解 这首词中真意 但他沉浸词到许久 又如何不懂 这首词内所含的情感 他的眼眶不自觉地湿润 整个人都沉浸其中 在他看来 这首词 已是登峰造极 或许再也没有一首词 在情人离别之中 能够出其诱了 请问这首词的名字是 雨玲玲 寒缠妻妾 他又不自觉地重复了一遍 再次看向二楼时 却发现 那一袭白衣 早已没了踪影 花衣款款失了一礼 轻声对红娘说了一些什么之后 转身离去 见花魁退场 众人还以为这首词 都不能得到他的芳心 纷纷交头接耳起来 陈公子这首词 难道做得不好 放屁 你懂什么 这首词 堪称前无古人 后无来者 当真这么好 滚 你懂个屁 红娘终于在无尽的 离仇别墅之中 缓过神来 忽然回想起 花衣离去之时 在她耳边说的话 她微微一笑 恭喜陈公子 稍后请前往 花衣规格一续 哄 全场轰然 陈公子当真得了 花衣姑娘的青懒 卧槽 不愧是陈公子 牛逼 恭喜陈公子 而此时的陈川 却是强忍着心中的笑意 虽然装了这么大一个 并应该很爽 很高兴才是 但没办法 谁让柳七的这首词 太伤感了 实在是不该笑出声来 公子 呜呜 东梅扑到陈川怀里 一阵一阵地啜泣起来 这给陈川整不会了 这丫头干嘛呢 不就是写了一首词吗 东梅你哭啥呀 呜呜 公子你好可怜 东梅抬起头来 两眼通红地望着陈川 泪水如同珍珠一般低落 公子你跟嫂嫂一定很相爱吧 呜呜 最后是怎么分开的 陈川嘴角不停抽搐 满脸无语 奶奶的嫂嫂 他奶奶的 他从出生到穿越 就没搞过对象好不好 我知道 一个声音忽然响起 王二狗 好似明白了一切 他对上众人望向他疑惑的目光 胸有成竹地说道 川哥当初和村长 一起流落到咱们卧牛村时 那叫一个惨 就跟那桃荒似的 不对 比桃荒的难民还惨 川哥跟嫂子 一定是那个时候分开的 啪 陈川忍无可忍 隔空一巴掌 抽在二狗脑袋上 你他娘的别胡说八道 老子就没有过 真的吗 东梅望着陈川的脸庞 小心翼翼地问道 那还有假 哥有必要骗你们吗 闻言 东梅再次扑到陈川怀里 将自己满脸的窃席 给藏了起来 公子竟然还是 那岂不是说自己还有机会 不过我若是做了大房 那姐姐怎么办呢 东梅满心纠结 最终下了决心 管那么多做什么 没有人发现他的少女心事 直到一个小厮走进来 将一个手牌递了过来 东梅才满脸羞红地抬起头来 刚一抬头就看见了陈川伸手 打算接过那个手牌 四目相对 这是什么 东梅声音冰冷 仿佛在酝酿着一场暴风雨 嗯 进入花衣姑娘规格的手牌 小丝被东梅的模样 吓得瑟瑟发抖 陈川伸着手 哪也不是 不哪也不是 一脸无奈地看着 东梅那张俏脸 不是吧 这你也要管 我要告诉伯父 陈川看见东梅 从储物袋内 摸出了一道玉符 向玉符内 打入一道灵器之后 一个成熟稳重的 中年男人的声音出现 是小梅啊 找岳父有什么事 陈川 你他妈 这是在做什么 老陈在搞什么费劫 就连我都没有 你的传音符好不好 我特么真是服了 行行行 你拿回去吧 跟那姑娘说一声 我就不去了 说完 无语地看着东梅 行了吧 东梅见陈川拒绝了 当即收起了 那副冰冷的表情 笑盈盈地扑到陈川怀里 在他脸上亲了一口 嘿嘿 公子最好了 时候不早了 给我们安排个住处吧 温和的太阳悄然升起 清晨第一缕阳光 透过窗户 洒在少年的面庞之上 陈川抬了抬眼皮 还是决定再睡一会儿 他想要翻个身 调整一个更舒服的睡姿 却发现自己的怀中 多了一个温暖 不自觉地将怀抱收紧 更加舒服了 忽然 陈川眉头一皱 发现事情并不简单 他瞬间清醒 吓得直接从床上跳了起来 卧槽 东梅你怎么在我床上 陈川看清床上少女的面容之后 满是震惊 连忙上下其手 最后躲到一边 拉开裤头一看 这才放心下来 还好还好 自己的二弟 还和昨天一样见说 没有半点为你不振 吓死个人了 还以为自己 黄瓜大龟男的身份 没了 床上的少女听见动静 揉了揉眼睛 睡眼惺忽 好一会儿才清醒过来 看向一旁早已穿好衣服 满脸严肃的公子 一张白皙小脸 骤然通红 四目相对 相顾无言 风月阁大堂内 整个清云方式 最负盛名的花魁 出现在此地 素雅的淡妆 丝毫不能掩盖 她那满脸的疲惫 花仪想不明白 为什么会有人 不要她的手牌 来风月阁玩乐的男人 不都是为了那事吗 她身为花魁 不知道有多少男人 梦想着进入她的规格 可是 她始终有着自己的原则 直到昨夜 终于出现了 那样明朗的一位公子 可对方却拒绝了 她想了整整一夜 不是因为想通了 而是因为天亮了 花仪还以为 自己的魅力出了问题 直到她重新回到 这封月阁的大堂 无数视线瞬间 汇聚到她身上 正在吃早餐的客人们 都被她所折服 可她却没有看见 她想要见到的那位客人 等了许久 那一袭白衣 终于从楼梯处走了下来 她满怀期待 可那少年公子 竟是看都没有看她一眼 花仪本想上前问个究竟 当她看见 那位少年身旁的女子时 她方才恍然大悟 站在原地 苦笑一声将那个身影 深深地映入脑海当中 陈川当然不知道 这位花仪的想法 满心无奈的她 早已将那一面之缘的花仪 抛到了九霄云外 她现在满脑子 只有一个想法 怎么办 虽然她俩什么都没干 可毕竟是 睡到一张床上了 如果仅限于此也就罢了 可他们走出房间时 正好被刘猛和王二狗看见了 这多尴尬啊 哎 陈川愁眉苦脸地叹了一口气 东梅紧紧抱着自家公子的胳膊 满脸兴奋 她终于跨出了 这具有历史意义的一步 虽然昨晚什么都没发生 但并不是她不想了 她半夜偷偷跑到公子的房间里 研究了半天 还是没搞明白 到底要怎么才能生出大胖小子 不过没有关系 她相信 总有一天 能够将公子彻底拿下 王二狗和刘猛两人 顶着老大的黑眼圈 蹬在陈川身后 走起路来脚步虚浮 像是站都站不稳了 他俩批判了众多仙子一整夜 见到陈川和东梅一起从房间出来时 还以为陈川也跟他们一样 直到发现 陈川的脸色有那么一丝古怪 东梅也没有破瓜后的样子 他俩如梦初醒 仿佛得知了天底下最令人惊奇的秘密 川哥不行 刘猛和王二狗对视一眼 确定了彼此的想法一致 不约而同地选择了闭口不谈 这种秘密得烂在肚子里 一旦泄露出去 相信青云宗的灵田里会多上两堆肥料 不多时 几人的身影来到了城外 就在陈川想要招出灵州回青云宗时 异柄飞剑从意想不到的角度急射而来 So 转瞬之间 飞剑就穿过刘猛和王二狗 直指陈川的背影 刘猛脸色俱变 他的修为要高尚许多 第一时间就发现了这道飞剑 想要提醒陈川 可这飞剑的速度实在太快 他瞪大双眼 心中焦急 完了 忽然 平地一声惊雷 咔嚓 一道紫色电光瞬间乍现 直批飞剑 那并飞剑阴声而落 竟是完全失去了动力 陈川缓缓转过身来 眉头微皱 不知何处得罪了阁下 还请见面一续 哼 就你会装逼是吧 随着这声音出现的 是一个身宽体胖衣着 滑贵的中年男子 陈川看清他的相貌顿时一愣 这不是天字二号的那个傻逼吗 能在天字二号包厢 想来身份也是无比尊贵的 明知他是天字一号的客人 还敢对他出手 这人难道完全不怕清云宗 要知道 这可是清云方式 能在这里身份尊贵的人 无非清云宗弟子或四大家族弟子 而四大家族之人 又不可能会这么脑残 那么答案只有一个了 这人是清云宗的 想到这里 陈川露出一抹微笑 清云宗的宗主长老们 不可能不认识他 那么这个人到底是谁呢 有点意思 陈川上前一步 报全道 在下陈川 不知哪里得罪了阁下 那中年男子顿时语色 不知如何回答 要说得罪 那小子确实没得罪他 不过是看他装逼不爽而已 陈川的声音再次响起 方才听阁下说起装逼 莫非阁下也是逼到中人 中年男人文言一愣 还没想到如何回答 下一瞬 他就看见陈川抬起手来 轰隆隆 阵阵雷鸣骤然响起 无数道紫色雷蛇 猛地劈落 你特么不讲武德 搞偷袭 中年男子被雷劈得不停惨叫 头发根根竖起 浑身如同静卵一般抽搐 只感觉无比酸爽 陈川一看 竟然没能破得了他的防 这傻逼一身防御法宝 居然比自己还多 你给小爷等着 你特么的 见对方还有鱼粒狗叫 陈川眉头一挑 嘖嘖 东眉 东眉当即明了 光芒一闪 寒蝉出现在手中 只见陈川随手一招 寒蝉立即出窍 落入陈川手中 护体法宝是吧 老子倒要看看 你有多牛逼 说完 一箭斩出 随着七粒地缠鸣响起 中年男人护体法宝的灵光 瞬间破碎 他看着捏着拳头越走越近的陈川 一张胖脸惊慌失措 你想干嘛 我警告你别过来 你知道我爹是谁吗 听见对方这话 陈川并没有停下脚步 反而越来越兴奋了 对方的身份 他大致有了一个猜想 但 无所谓 敢偷袭老子 先揍爽了再说 我靠 你有病吧 别过来啊 我警告你 中年男人色力内忍地叫着 看着走向自己笑得 越来越灿烂的陈川 心里慌得一臂 忍不住 想要后退跑路 却发现自己 如同陷入了泥潭 一股庞大的灵力压制着他 使得他完全动弹不得 呵呵 你倒是说说 你爹是谁 中年男人张了张口 满心纠结 最终还是不想挨走 一咬牙 大喊 我爹是青云宗宗主陈生 他以为自爆家门之后 怎么也能将对方吓住 却没想到 陈川更加兴奋了 只见陈川猛地一拳捶在他脸上 将他打翻在地 中年男子人都傻了 见过愣头青 没见过这么冷的 这一亩三分地 谁敢不给青云宗面子 他都自爆家门了 对方明知道 他是青云宗少宗主 还敢打他 他还没反应过来 陈川又直接跨坐在他身上 左右开弓 别打了 哥 别打脸 我叫陈江和 我爹真是青云宗宗主 别打了 我 他求助似的 望向另外三个人 却没想到 那三个人眼观鼻鼻关心 就跟没看见一样 扯犊子呢 谁敢管 你爹是陈生 他爹是陈建国 你们这不是神仙打架吗 但凡多看一眼 都算我说 陈川越打越兴奋 直到身下的胖子 两个大白牙飞了出来 他才收手 看着身下满脸乌青 被揍得不成人样的中年胖子 陈川呵呵笑道 陈生啥时候 有你这么大的儿子了 我 我特吗 中年胖子强忍住疼痛 在脸上抓了一把 只见一个黑白相间的面具 被他取了下来 他的样貌一阵变幻 露出真容 陈川一看 我弟的龟龟 这不就是宗主小时候吗 嗨嗨 他连忙起身 顺便一把 将面具抢了过来 拿在手中一阵把玩 这面具怎么用呢 陈江河耿着脖子 被揍得鼻青脸肿的脸上 十分委屈 关你屁事 还给我 陈川挥了挥拳头 陈江河脖子一缩 这是万罗鬼面 能够改变自身 样貌体态 他老老实实地 将万罗鬼面的用法 说了一遍 好汉不吃眼前亏 你给我等着 有种告诉我 你叫什么 老子回去 一定找人来弄你 陈川完全没心思搭理他 只是兴致勃勃地 玩着万罗鬼面 心道 这玩意好啊 以后自己可以用这面具 变成别人的模样 再来狠狠批判 风月阁这种 不正规场所 直到陈江河又叫了一遍 他才摆了摆手 随意说了一句 老子叫刘猛 有种你就弄死我 东梅 王二狗 刘猛 好 刘猛是吧 你给老子等着 陈江河满脸愤怒 招出一艘灵舟 朝着青云宗的方向飞去 刘猛傻傻地站在原地 目瞪口呆 他差点眼前一黑 陈师弟 我哪里得罪你了吗 青云宗 宗主大殿 陈江河顶着一头乌青 满脸委屈地冲了惊天 爹 你可得为我报仇啊 陈生一惊 仔细打量了一番才看出来这是自己的儿子 当即勃然大怒 谁他妈这样牛逼 给我儿子一张帅脸都做成猪头了 不知道这一母三分地性什么吗 他急忙来到儿子身边 拿出一颗疗伤丹药给儿子吃下 再用灵力给儿子治疗 过了好一会儿 那满头亲子才渐渐消散 总算是能看出个人样了 说吧 是谁干的 陈生压制住心中的怒火 轻声询问道 他活了这么多年 就只有这一个儿子 他自己都舍不得打 别说打了 恨不得把全天下最好的宝贝 都送给儿子 现在竟然有人敢在这一母三分地 对他儿子动手 最好别被他逮住了 不然指定没他好果子吃 爹 那人说他叫流氓 陈江河委屈道 陈生 别扯犊子 刘猛是谁 他能不知道吗 他前两天才刚见过刘猛的师父呢 那刘猛顶多练弃七层的修为 而他儿子陈江河 如今都练弃八层了 还有一身的法宝 怎么可能被刘猛给揍了 陈生摇摇头 他不是刘猛 他骗你的 陈江河一愣 特么的把我打了一顿 还要骗我 什么人啊这是 越想越委屈 这时 神念一直关注着宗主大殿的太上长老张春兰也来了 一见到自己的宝贝孙子 张春兰就满脸心疼 陈江河看见来人 静止扑到对方怀里 呜 奶奶 张春兰一顿安抚 又给了他几件法宝 陈江河这才收起委屈 一旁的陈生若有所思 江河 你说说 那人什么模样 爹下纸 去把他给揪出来 陈江河重重地点点头 那小子长得差点就比我帅了 说重点 哦 那小子具体见眉心目 英俊潇洒 他还能使出好几种法术 嗯 他还穿着一身白色法袍 法袍的袖口上 还有一些金色云纹 听着儿子的描述 陈生只感觉无比熟悉 张春兰也皱着眉头 陷入沉思 哦对了 他还有个特别漂亮的侍女 好像叫什么 东梅 陈生 张春兰 可嗨嗨 嗨嗨 宗主大人 差点一口气没缓上来 你说她的侍女 叫啥 陈江河一脸困惑 不知道老爹怎么会是这种反应 就连一向最疼爱她的奶奶 此时都没有管她 直接转身离开了 东梅啊 对 我听得清清楚楚 那个女孩就叫东梅 陈生只觉得眼前一黑 整个人天旋地转 连忙回到自己的位置 一屁股坐下 缓了好半天 爹 你咋了 你可得替我报仇啊爹 陈江河追了上去 站在父亲身旁十分焦急 陈生抬手指住了儿子接下来的话 他只感觉十分头疼 这俩小祖宗怎么还能碰一块的 臣服了 爹 行了 我知道了 你先回去吧 明天中午再过来 陈生挥了挥手 不想再继续这个话题 他哪敢去找陈川的麻烦 他爹陈建国 都有大地之资了 半个月练气气大圆满 就问你见过没 有那么一瞬间 陈生都在想 要不要趁年轻再生一个 唉 头疼了半天 陈生还是决定算了 这俩孩子 也算是不打不相识了 明天让两人认识一下 这件事就算过去了 毕竟陈川那孩子 也没真动手 算是手下留情了 他虽然天天待在宗主大殿 可对全宗门的大小事物 都了然于凶 陈川这小子 下手那是真狠啊 在宗门内出手几次 死了两个 重伤一个 方才他在给儿子治疗的时候 发现儿子 只是看上去比较惨 实际上全是皮外伤 根本算不得什么 想来是给了他一个面子 嗯 如此甚好 他拿出一枚玉符 不到一会儿 油光明的身影出现 明天中午 把陈川那小子请来吃饭 就说是家宴 入夜 清云宗 陈府 冬雪百无聊赖地 坐在大厅里 等待着 自打那天之后 他在妹妹的怂恿下 就搬到了这处府邸居住 原本姐妹俩 是住在一个房间里的 可是昨天 他从林田回来之后 却没有见到妹妹和陈川的身影 整座府邸 只剩下了他一个人 不知为何 他的心里空落落的 这时 外面忽然传来动静 冬雪起身望去 只见自己的妹妹 轻腻地挽着陈川师兄的胳膊走来 而陈川师兄 则是一脸无奈的样子 他迎了上去 恭敬地喊了一声 陈师兄 陈川满脸无奈地点了点头 又看向贴在自己身上的东眉 梅儿 你做什么呢 还不松开 冬雪猝着眉头 声音轻冷 东眉听见姐姐的话 一副满不在乎的模样 甚至吐了吐粉嫩的小舌头 气得冬雪当即 就要上前教训妹妹 不懂事 还是陈川拦住了她 疲惫地说道 哎 时候不早了 先睡觉吧 在陈江河离开之后 陈川原本想直接回青云宗的 结果东眉非要说什么来都来了 东眉好好逛一逛这青云方式呢 硬是要拉着陈川回去逛街 陈川能怎么办呢 睡都睡了 可不得由着她吗 不然让她给老陈告状 一想到这 陈川就不自觉地缩了缩脖子 别人不敢动她 老陈可是敢的 当年的七匹郎 现在想起来都记忆犹新 要是让老陈知道 他给人姑娘睡了还不负责 指定又是一顿父爱如山 哎 陈川长叹一口气 越想越亏 越想越怯 简单洗漱了一番 陈川果断躺进了被窝里 努力想着别的事情 尽量让自己不再去想 清晨时怀中的那一团温润柔软 另一边 东雪拉着妹妹回到房间 洗漱完毕 刚准备拉着妹妹一起睡下 就看见妹妹换上一身极为轻薄的沙衣 捏手捏脚地打算往外走 梅儿 这都深夜了你去哪 啊 姐姐 东梅回过头来嘻嘻一笑 当然是去公子那边了 大晚上的你去做什么 去睡觉啊 不然还能做什么 东雪 她整个人如遭雷击 大脑一片空白 你 你们 你们什么时候 东雪支支吾吾的 雪一般白皙的脸庞渐渐发烫 再也没有了那副清冷的模样 当然是昨天晚上了 不然还能是什么时候 东梅一副理所应当的样子 随后又跑到姐姐身边 小声说道 姐姐要不要一起 这画下的东雪连连白手 一张精致的小脸顿时通红 这怎么能行 东梅见状 也不再逗她了 蹦蹦跳跳地出了房间 支呀 房门被缓缓打开 陈川满脑子杂念 根本没有注意这个声响 直到一个冰凉娇嫩的身体 钻进怀里才反应过来 只这一下 差点就让她破了弓 她急忙从床上跳下来 嘴角抽搐 你怎么又来了 说着 将房间内的烛光点亮 少女完美的身段 雪白如杨之玉一般的肌肤 透过白白一层薄纱 尽收眼底 陈川的目光 不自觉地 就被那一双圆润白嫩的大腿给吸引 鼻腔一热 陈川赶紧闭上双眼 这特么的 太上头了 你赶紧回去 我不 你看嘛 你就不怕被我吃了呀 东梅眼前一亮 还有这种好事 她静止来到陈川身边 将她拉回床上 躺在陈川怀中 一副任君彩鞋的模样 东梅 别这样 你姐姐还在隔壁呢 东梅小手一拍 我懂了 公子是想 我和姐姐一起 我这就去把姐姐叫来 说着 东梅跳下床 就要往外跑 短短几句话 差点给陈川整当机了 我什么时候是这个意思了 她连忙拦住东梅 东梅眼中闪过一丝脚霞 顺势钻进陈川怀里 一把将她扑倒在床上 四目相对 东梅的小脸粉扑扑地 拉起公子的 双手放在自己腰间 柔嫩 顺滑 入手一片冰凉 这是陈川的第一反应 哪怕是隔着一层薄纱 她也能明显感受到 少女的娇嫩 房间内的气氛 变得无比暧昧 陈川只觉得热血上涌 但凡是个男人 在这种情况下 都不可能还忍得住 一双手情不自禁地 从少女细腻的腰间 向下划去 直至抚摸到那一弯弧度 略微用力 细腻白嫩 在手中好一阵把玩 她再也控制不住 仅存的一丝理性 也烟消云散 只见她两眼通红 重重地喘着粗气 将桃红满面的少女 压在身下 直勾勾地盯着她那双 饱含春水的双眼 英宁 片刻之后 少女的娇称 回荡在房内 有道是 左潇心愿因缘起 玉女携修运燕齐 秋水甜甜咸媚雨 柳枝细细一风衣 折腾了一宿 直到太阳 升至天穷正中 陈川才缓缓醒来 动了动身子 将怀中的少女 抱得更紧 看着东梅那精致的小脸上 还残留着一抹飞红 眼角还有着点点泪痕 陈川情难自惊 低头吻向那粉嫩红润的薄唇 嗯 东梅睁开疲倦的双眼 小心翼翼地瞅了瞅陈川 随后 将身子贴得更紧 像一只小猫窝在主人的怀里 想到昨晚发生的一切 那一抹飞红 不知不觉间 爬满了整张脸颊 他把头埋得更低了 心里暗道 真不知道 公子从哪学的那么多姿势 陈川自然是不知道少女春心 只是将思绪飞到远方 两人再度缠绵了一会儿 陈川起身收拾好一切 忽然发现尤光明 给自己的传音符上光芒闪烁 得知宗主 要请自己参加家宴 他目光看向床上 慵懒着不想起床的少女 满眼都是温和 宗主请我过去吃饭 梅儿你再睡一会儿还是 两人该做的都做了 总不能还将对方 当作侍女使唤 虽然一直以来 就没有把东梅当成侍女 但现在总要询问一下 对方的意见 闻言 东梅撅着小嘴 嘟囔道 我也要去 说吧 便不在床上逗留 陈川看在眼中 只觉得可爱到了心里 忍不住上前将东梅抱在怀里 一阵亲热 公子 你想不想我和姐姐一起 对于东梅的问题 陈川是万万不敢回答的 就算他心里再怎么想 这种事也不能说出来啊 更何况 昨晚战况那么激烈 东雪就在隔壁房间呢 也不知道有没有听见 陈川越想越尴尬 还好 他带着东梅出门的时候 并没有看见他姐姐 想来应该是去林田那边了 这让陈川长舒了一口气 要是一出门就碰上了 他还真不知道怎么面的 不知不觉间 灵州已经来到了青云宗的后山 按照尤光明给的坐标 很快就找到了宗主一家人的府邸 陈川以灵力 扣向府邸大门上的门铃 不一会儿 就有一位须发揭白的老者前来 领着二人朝内走去 陈川一看 这位老者 竟然只有炼器三层的修为 听他说 他自小就入了宗主府 数十年过去 才成为了宗主府的管事 可惜他资质愚钝 就连这点修为 都是吃了不少丹药 才提升上来的 两人跟着这位管事 走着走着 没一会儿 就见到了宗主一家人 小川啊 快进来 宗主陈生一见到陈川 就跟见到亲儿子似的 大笑着迎了上去 陈川一看见他 这副模样 就知道他安的什么心思 之前看见他 就跟看见讨债的一样 今天这么反常 还不都是因为 昨天揍了他儿子 正好 这个时候 陈江和贱父亲一反常态 好奇之下也跟了出来 一眼就看见了 昨天揍他的小子 他当即冲到父亲身边 指着陈川大喊 爹 就是他 这小子 昨天给我打得老惨了 特别是我报了您的名字之后 他还越打越兴奋了 这不是不把您放在眼里吗 快 陈江和贱还没说完 脑袋上就挨了自己父亲一巴掌 爹 他委屈地叫了一声 陈生却是懒得搭理他 只是招呼着陈川入座 呵呵 谢谢伯父 陈川呵呵一笑 说完又瞥了一眼陈江和 吓得他脖子一缩 东梅跟在陈川身后 原本想和以前一样 作为侍女站在公子身后就好 却没想到 陈川入座之后 竟然直接将他拉到身旁 一同坐下 这让他有些不知所措 公子 在他看来 这毕竟是宗主的家宴 他无论是杂役弟子 或是侍女的身份 都是没有资格坐下的 安心 陈川笑着拍了拍他的手 让他放心 陈生看见这一幕 微微一愣 旋即反应过来 以他的修为 只是认真看了一下 就能明白 发生了什么 他深深地看了东眉一眼 没有说什么 只是拍了拍手 示意仆从们可以上菜了 随后让自己的儿子陈江和 去把他奶奶请过来 很快 太上长老的身影出现 身后跟着满腹牢骚的陈江和 他被父亲和奶奶的态度 给整迷茫了 父亲就不说了 就连平日里最疼爱他的奶奶 对这件事都没什么表态 甚至他说了 揍他那人就在这里 奶奶也只是摇摇头不说话 几人见张春兰过来 也是都站起身来迎接 奶奶好 见过太上长老 张春兰看了一眼东眉 略微有些惊讶 此前已经说明了是家宴 小川居然还带着这小侍女 莫非是 他来到东眉身边 将东眉拉到一旁 招呼众人坐下 只是这一接触 张春兰就明白了许多 不过最让他惊奇的是 这丫头前几天吃了灵丹之后 获得了上品灵根 可如今 他的灵根竟然已经达到了天品 这是怎么回事 他和颜悦色地 拍了拍东眉白嫩的小手 都是一家人 叫什么太上长老 和小川一样 叫奶奶就行 这东眉有些害怕 他不知道 自己应该怎么做 只好求助似的 看向陈川 在他看来 自己的身份地位 与在场的众人 差了何止十万八千里 又怎能管太上长老叫奶奶呢 正当他茫然失措时 陈川温和地笑了笑 说道 都是一家人 不必那么见外 叫奶奶就行 陈川的表态 仿佛给东眉吃了一颗定心丸 他恭恭敬敬地叫了一声 整个善厅内 充满了温馨的气氛 只有陈江和 一副敢怒不敢言的模样 酒过三巡 菜过五味 张春兰拉着东眉的手 站了起来 行了 你们男人之间的事 我们这些女人 就不掺和了 梅儿 咱们去后面 奶奶有些话想跟你聊聊 闻言 东眉红着脸 跟上太上长老的步伐 向离走去 他也回过味儿来了 陈川的这些举动 竟是将他摆在了家人的身份上 也就是说 从此以后 不再是侍女了 而是 想到这 东眉满心欢喜 脚步愈发轻快 待两人离去之后 陈川饶有兴致地 看着陈生父子俩 总该要进入正题了吧 只见陈生拍了拍自己的儿子 随后看向陈川 给你介绍一下 这位 是咱们的本家 名叫陈川 爹 我管他是不是我本家 他可是打了你儿子 陈江和一脸的不爽 满脸怒气地瞪着陈川 呵呵 陈生呵呵一笑 根本不理儿子的牢骚 再度开口 他还是你建国叔的儿子 建国叔 陈江和一愣 瞬间站了起来 直接冲到陈川身边 肃然起敬 川哥 我是你一父一母的亲弟弟啊 这不是大水冲了龙王庙吗 他奶奶的 谁能想到 他是建国叔的儿子 早知道还能有这事 建国叔 可是半个月 炼气大圆满的神仙 他陈江和 从开始修行到 如今的炼气八层 总共花了七八年 就这都已经算得上是天才了 陈川既然是建国叔的儿子 想必是和建国叔 一起上山的 短短半个月 就能打得他 毫无还手之力 陈江和越想越觉得离谱 哪有父子俩都逆天的 他一把抓住陈川的手 满脸诚恳 川哥 你忘了吗 咱们是一父一母的亲兄弟啊 陈川嫌弃地抽回手 只觉得无语 陈江和这话 听起来 咋就这么熟悉呢 他看了一眼宗主大人 心到不愧是父子俩 简直是一个母子刻出来的 嗨嗨 我昨天才揍了你 你不是说 要找我报仇吗 说什么呢 那是川哥对我的尊尊教诲啊 爱之身责之切 呜呜川哥 陈川 真够不要脸的 不过我喜欢 前天晚上一见到川哥 我就感觉无比亲切 川哥装逼的身影 深深映在我的脑海之中 无法忘怀 你看 江和为川 咱们注定是要做兄弟的啊 择日不如撞日 咱们结拜吧 陈江和再次拉起 陈川的手静直 冲到外面 陈川 陈川被他这一套 直接给整猛逼了 谁能想到 他们父子俩 都是这样的 一上来就要结拜 就在他猛逼时 陈江和已经招呼下人 摆好了一个简陋祭坛 他直接上前跪下 一脸殷切地盯着陈川 大哥 我特么真是服了 陈川人都傻了 咱们这个 是不是有点太快了 不快不快 我与大哥相见恨晚 一见如故 大哥 陈川迷茫地环顾四周 发现许多人都在围观他们 就连宗主和原本离开的太上长老 都在一旁饶有兴致地看着 陈川嘴角一抽 半跪了下来 合着宗主这老灯 把自己请过来 就在这儿等着呢 我说这祭坛 咋摆得这么快 原来是特么早有准备 他骂的 拿人手短 吃人嘴软 还能咋办呢 都架在这儿了 陈江河见陈川一起跪在祭坛前 顿时大喜 黄天在上 后头在下 我陈江河 与陈川再次结为异性兄弟 哦不 同性兄弟 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 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 迎着众人殷切期待的目光 陈川满脸 无语地重复了一遍 站起来的时候 围观群众已经不见了 就连宗主和太上长老 也不见踪影 大哥 陈江河眼貌金光 目不转睛地盯着陈川 二弟 陈川虽然无语 但还是热情回应道 特么的都已经结拜了 鬼知道这种能修宪的世界结拜的誓言 管不管用 大哥 二弟 大哥 走 弟弟带你去个好玩的地方 陈江河满面春风 仿佛完成了一件天底下最重要的事 好玩 陈川疑惑地问道 两人头一次见面就是在封月阁 难道他 还要带自己去封月阁玩一把 正当他疑惑时 陈江河的声音再次传来 好玩得很 说着 陈江河跑到陈川身边 小声说道 特别适合咱们俩人去 咱们俩 嗯 陈江河一脸坏笑 显得十分猥琐 跟大哥那天一样 能包场 能装逼 还有 听着陈江河的话 陈川心虚地看了一眼身后的建筑 不自觉地咽了一口唾沫 就咱俩去 就咱俩 嘿嘿嘿 大哥你放心 保证你过瘾 陈江河在一旁挤眉弄眼 猥琐地笑着 陈川再次心虚地瞥了一眼 没发现东眉的身影 当即抬腿朝府外快步走去 走走走 还等什么呢 真不是图纳什么过瘾 主要是 你说能装逼 知道吧 懂懂懂 二弟啊 这就是你说的过瘾的地方 陈川面无表情地看着下面 拿着一个法器不停介绍推销的拍卖师 要不是两人刚结拜 他恨不得打死这陈江河 说好的 去过瘾的地方 谁能想到 这小子 把他带到青云坊市里的一家拍卖回来了 虽然这地方 也有伺候人的仙子吧 但总感觉怪怪的 二弟啊 你说的能装逼 咱们这具体怎么装 陈川瞥了一眼旁边满脸享受的陈江河 看着那张圆脸 莫名地想给他一拳 大哥你只管叫价 看上啥赞 都能拿下来 这还不够装憋 陈江河笑着解释道 说完吃了一颗身边仙子未来的葡萄 那你说的包场是什么意思 陈川在这坐了半天 下面出现的拍卖品 要么是没什么用的法器 要么就是 贵到实在买不起的东西 偶尔还会出现一些 所有人都不知道 有什么用的神秘物件 那些东西起拍价高的吓人 陈川寻思了一下 自己的零食 只有那么几千颗 根本买不起 虽然他知道 根据前世的经验 这种仙侠玄幻世界的拍卖会 总有一些路可以剪 里面说不定就有逆天的宝物 或者远古大能的传承之物 但特么的 根本买不起好不好 那种不知道有什么用的东西 反而起拍价最贵 光是起拍价 就要一千零食 谁他妈赌得起 跟开盲盒似的 正当陈川满腹吐槽时 旁边陈江河的声音 再次响起 呵呵 大哥你放心拍就是了 这都自家产业 咱们清云宗的 这些拍卖品 也都是从外边一口价买断的 好东西 早就拿回宗门了 就这些不上不下的 还有那些研究不明白的 才拿来拍卖呢 陈川 合着你带我来着 就是纯丸呢 好东西都没了 剩下的又没啥用 岂不是只能开盲盒了 陈川按下想揍人的心情 将目光再次看向下面的拍卖台 算了 开盲盒就开盲盒吧 老子都穿越了 这运气指定逆天 还怕开不出好东西 嗯 总得有一些好东西吧 只见拍卖师的小锤子落下 一件法器被人拍下 很快 一个御霞被人端了上来 诸位客观请看 这御霞之中 具体有何物 咱们拍卖行也不清楚 但 根据咱们的专家鉴定 这御霞 最少也有数千年历史 当中说不定就有大能的传承 说完 他顿了顿 似乎是见众人 对这御霞都没什么兴趣 也懒得多说了 毕竟这种东西大家都知道 想开出好货的几率实在是太低 起拍价一千零十 每次加价不少于一百零十 等了一会儿 没有一个人出价 这也是预料之中 正当拍卖师拿起锤子 打算宣布留拍时 一个声音冒了出来 一万零十 瞬间 所有人的目光 被二楼的一间地级包厢吸引 这 难道这御霞内真是好东西 有可能 说不定 那人 就认识这个御霞 别扯犊子了 谁他妈一千几拍价上来就喊一万的 肯定是狗托 嗯 兄台所言即是 咱们再看看 拍卖师听见有人叫价一万零十 差点欣喜若狂 以为自己的提成终于有了着落 结果 当他看向那个包厢的时候 差点破口大骂 他在这拍卖行待了好几年了 能不认识那个弟子号包厢吗 那他妈是邵东家专属包厢 不过他也有一些疑惑 以前邵东家来玩的时候 看上一些盲盒也会叫价 但也没有一上来就翻十倍的 今天这是咋了 由不得他想太多 等了一会儿见没有人近拍 他倒数三声之后 锤子一敲 一万零十 成交 下一件拍品可是好东西 是由六阶炼丹师大人 亲手炼制的助颜丹一枚 想要俘获仙子的芳心 这没助颜丹 可谓是最为合适 起拍价三百零十 拍卖师说完 依旧没有人叫价 现场一片沉默 别说六阶炼丹师了 就算是一阶炼丹师 亲手炼制的助颜丹 也没什么卵用 大家都出来修仙的 求的是自身实力 又不是什么富二代要泡妞 拿这助颜丹有啥用 修为上去了 面容自然就会年轻 修为上不去 吃这助颜丹也会老死 又不是长生不老丹 在众人看来 若要给修仙界 评选出一个十大罪废物丹药 这助颜丹定当 夺得魁首 可令众人没想到的是 之前那个包厢 又传出一个声音 十万零十 所有人的目光 再次被那个包厢所吸引 特么的 这是哪家是少爷 跑出来撒毙了 一个废物助颜丹 能叫出十万零十 莫非里面大有玄机 有个屁的玄机 这特么肯定是拖吧 拍卖师也被这声 十万零十给惊呆了 谁特么不知道助颜丹 没啥用啊 这助颜丹在拍卖行 都留拍半年了 大爷 你想要直接说一声 不就好了 你哥这儿叫 十万零十是想干嘛 他嘴角抽搐 满脸忧怨地 看向二楼包厢 包厢内 陈江河一脸震惊地 望着陈川 他被大哥这独特的装逼方式 给深深震撼了 不愧是大哥 兜里没几个子 都敢喊十万零十 虽然这玩意 也不需要真掏钱吧 但这种玩法新啊 他以前怎么没想到 只见他一脸崇拜 大哥不愧是装逼高手 小弟心悦诚服 呵呵 陈川淡淡一笑 好像装逼的 根本不是他自己 装逼一道 我称第二 谁敢称第一 学吧 你就 不愧是大哥 台下的拍卖会 还在继续 随着拍卖师倒数三生 留拍半年的助言单 成功成交 下一件拍品 很快端了上来 是一件防御类下品法宝 这次总算是没有冷场 许多人都踊跃竞拍 虽说只是下品法宝 可怎么也比法器高级许多 要知道 除了陈江和他们这种先二代 更多的修士 能够得到一件上品法器 就已经很不错了 八百零十 一件防御类法宝 八百零十就想拿走 我出一千 一千二 呵呵 我出一千五 包厢之中 陈川饮了一杯零酒 只觉得没什么滋味 这件防御下品法宝 他不打算进拍了 毕竟这玩意能拍出价来 也就是能给青云宗挣钱 他在胡乱出价的话 就不太好了 可令他没想到的是 一旁的陈江和满脸兴奋 等到下面的进拍快要差不多时 他站了起来 一千五百零十一次 一千五百零十两次 拍卖师吐出一口浊气 总算是能成交一件了 就在他数到第三声 打算落下木锤时 一个亢奋的声音响彻整个拍卖场 一百万零十 拍卖师下的两腿一软 直接摊坐在了地上 其余的客人也都瞪大了双眼 眼神呆滞地望着那个包厢 这狗托是不是疯了 一百万零十 不不不 这家拍卖行都疯了 所有人都疯了 这他妈钱不赚了 随便乱喊都行啊 下品法宝一百万零十 不光是他们 就连陈川也傻了 呆呆地看着一脸兴奋的陈江和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你说了 这是你自家的产业吧 你确定你这么晚没事吗 损失的不单单是这一千多块零食啊 你家这拍卖行的信誉 还要不要了 大哥 你看我这个逼装得怎么样 陈江和差点兴奋地跳起来 原来真正的装逼 是这么的爽 陈川默不作声地竖了的大拇指 在心中暗暗付费道 你牛逼 你才是逼王 我都只敢拿流拍的东西来装逼 你倒好 拿拍卖成功的东西装逼 拿自家的摇钱树装逼 是个人都知道 拍卖行这东西 就是一个聚宝盆 不知道能带来多少收益 但如今你这么一玩 这家拍卖行的信誉 算是毁了 得到陈川大拇指的陈江和 还以为自己这个逼装的 十分响亮 得到了大哥的认可 他兴冲冲地看向拍卖台 等待着下一件拍品 可那拍卖师 早已不知所踪 这让他有些兴致缺缺 等了一会儿 包厢的门被人敲开 一个身着深蓝色发袍的中年男人 走了进来 看旁人的态度 应当是这家拍卖行的负责人 他满脸苦涩地 来到陈江和面前 少东家 咱就是说 能别这样玩了吗 陈江和有些不明所以 疑惑地问道 咋了 快让他们继续拍卖 我还没玩够呢 负责人嘴角一抽 小祖宗 你这次玩大了 他好一顿解释 陈江和才明白了 事情的严重性 那中年男人挥了挥手 将二人此前拍下的东西 送了过来 哀求道 二位祖宗 你们赶紧走吧 这几件东西 你们就拿走 稍后我们会对外 放出一个公告 陈川当场站了起来 拿起几件东西 毫不犹豫转身就走 只留下满脸 惊恐的陈江和 半晌后 他呼地反应过来 追上陈川 一把抱住他的大腿 在大街上 发出了惊天动地的哀嚎 大哥 救命啊 我爹肯定会打死我的 陈川嘴角抽搐 松开 你他妈 我不 大哥 你不救我的话 我死定了 呜呜大哥 咱家以后没钱了 呜呜呜 陈江和抱着陈川的大腿 在大街上T四横流 丝毫不顾及 路人诧异的眼光 行行行 你先松开 我要去买点东西 陈川满脸无奈地 把这个二德拉了起来 那家拍卖行 算是毁了 不过没事 他已经发现了 他需要的东西 不过是赚钱而已 老子直接把印钞机 给你们搬出来 在这修仙界 搞房地产 是没机会了 不过他还有别的办法 一想到日后 把这些修仙者 弄进厂里打工 陈川就忍不住想笑 大哥 你要买啥 真的能救我吗 大哥 你别骗我呀 陈江和心中 慌到了极点 那拍卖行的负责人 跟他解释了一通之后 他才明白 自己有多离谱 他这么一闹 整个拍卖行的信誉 彻底扫地 拍卖行算是废了 这事造成的影响太大了 他仿佛已经看到了 宗主父亲 将他吊起来打的样子 行了 大哥出手 还有办不到的事 走吧 先回去再说 回到清云宗之后 陈川先将他那傻逼二的 送了回去 身后宗主大殿里 传来的鬼哭狼嚎 根本不能让他的心情 有一丝波澜 甚至有点想笑 在宗主大人动手之前 陈川先将自己的想法 和宗主说了一遍 再得到了宗主的同意 并且将宗主令给了他之后 他便彻底放心下来 毕竟 日后需要调取宗门内的 许多资源 以及一些炼器师 炼丹师什么的 光凭他自己 可调不动那些人 回到灵田时 他的身后多出了几个人 正是刘猛 朱三俩 还有王二狗 外门就认识这么几个 自己管不过来的时候 可以让他们帮忙看着 将众人聚集在一起 迎着大家疑惑的目光 陈川朗声道 大家来我这儿 领取种子 那些灵药全给我产了 换上这些种子种下去 从今天开始 这里叫做试验田一号 从这天之后 陈川始终待在灵田里 与众人一起 打理着这块试验田 当种子被撒下去之后 陈川发现 这么种实在是太慢了 光是把烟叶的种子种下去 到收割 就得要半年左右 好在他还有着 青木长生宫 靠着这门宫法不停地催熟 成功将半年的周期 缩短到了半个月 只是当收获的时候 却不尽人意 将烟叶烘干之后 陈川率先尝试了一下 却发现 这灵田中种植出来的烟草 也只是比凡俗中 普通的烟草 多了一丝丝灵气 这可愁坏了他 这中间 朱三两还将许多 其他区域的杂役弟子 拉过来帮忙 其中一位杂役弟子 在得知了陈川的目的之后 提出了一个 很有建设性的意见 那就是让陈川 去把凡俗当中 一种名叫 无次于美人的作物 种在灵田里 并且告诉大家 这玩意比烟草攒尽 在陈川得知了他的想法之后 顿时惊为天人 当场就表扬了 他能够提出这种意见 随后就把他当着 几百号人的面掉了起来 打了整整三天三夜 这也让大伙都明白了陈川的底线 无次于美人 是什么玩意 陈川能不知道吗 这种东西弄出来 不是害人吗 就算这玩意再攒尽 再能挣钱也不行 在这之后 陈川就定下了一个规矩 不准任何人 研究这种害人的作物 不过他的意见 也给陈川打开了思路 既然普通的烟草不行 那么能不能将烟草 和灵药灵果之类的 嫁接起来呢 说干就干 陈川先将烟草 和一种口味 比较浓烈的灵果 嫁接了一下 随后用青木长生弓 催熟 可在他等待了许久之后 这株全新的植物 就忽然死了 之后又是了许多种 可全都失败了 就当陈川面对着 这一块试验田 充满迷茫的时候 东梅来了 他将饭做好 送到陈川面前 看着灰头土脸 失魂落魄的公子 满眼都是心疼 公子 要不算了吧 咱们搞这个东西 不是为了赚取资源吗 可咱们现在并不缺少 修行资源啊 陈川缓缓站起身来 摇了摇头 现在不缺资源 可以后呢 他没有将自己灵根的特殊性 告诉任何人 他并不能依靠天地间的灵气 或是灵石用来修炼 到了现在 他甚至不能从一般的丹药当中 获得修为了 以后想要修为进步 要么是蕴藏着元素 或是规则之力的一宝 要么就只能靠品阶极高的丹药 这其中哪一项 都需要庞大的资源才能获得 东梅看着自家公子这副样子 想要开口劝说 却又说不出口 这是他头一次见到陈川 失魂落魄 最终 他心疼地拉起陈川的手 开口道 公子 要不先回去休息一下吧 你已经好久没有合眼了 再这样下去 身体会先垮掉的 哎 陈川看着这片试验田 充满了迷茫 他有一种预感 自己应当是有办法解决这个难题的 可一下子 又想不起来 他也明白 就这样刚好着不是个办法 于是他点点头 走吧 忽然 陈川好像发现了什么盲点 只见他眼神变得明亮起来 轻声低难道 规则之力 规则之力 对 规则之力一定行 之前 他一直将太上长老的告诫铭记于心 始终坚持着 不在旁人面前 施展规则之力 一时间 他都差点忘记了 自己还有这种手段 他再次种下一株林果 全力催动 青木长生公 很快 这株林果就长出了小苗 再将烟草嫁接上去 不过这一次 他并没有继续催熟 之前已经失败过无数次了 这次 他要用木系的规则之力试试 只见陈川一指点出 一粒青绿色的光点 飘然出现 悠悠地飞向那株小苗 哄 在青绿色光点 接触小苗的一瞬间 这株烟草苗子 骤然拔高 生机盎然 这 这是什么情况 东梅人都看傻了 之前他也不是没有见过 陈川的嫁接技术 可每次都会以失败告终 这一次 在陈川使出那规则之力后 这一株小小的苗子 眨眼之间 竟然长成了参天大树 哈哈 成了 陈川忽然放声大笑 猛地一把抱住东梅 狠狠亲了一口 嗯嗯 好一会儿 陈川才放开东梅 在东梅眼中 公子又恢复了 那个自信的模样 公子 哈哈 走 先回去 陈川哈哈大笑 拉着东梅 就朝自己的府邸走去 他打算先好好休息一下 毕竟磨刀不误砍柴弓 既然已经有了解决办法 那么也就不急于一时了 尽管那猪烟草 如今长得跟芭蕉一样大 怎么看 那叶子都不能拿来使用 可那又如何呢 这只不过是 规则之力使用的太多了 只要将那一点规则之力 分散到整片林田 长出来的烟草 一定可以使用 回到府邸 陈川拉着东梅进了房间 东梅还以为 陈川想要做那事 满脸羞红地打算 让公子先好好休息 话还没说出口 就看见陈川 拿出了一枚通体雪白的丹药 递给他 这是助言丹 听说吃了之后 可以青春永住 陈川笑着 将助言丹递给东梅 之前一直待在试验田里 差点就忘了这回事 如今好不容易休息一下 回到府邸 才将这玩意想起来 正好 还有那一个神秘的玉匣 趁着现在有时间 也打算打开看看 里面是什么 公子 东梅原本都打算脱衣服睡觉了 结果没想到 陈川根本不是那意思 他忍着吐槽的心情 无语地 接过助言丹 然后就被陈川推出了房间 虽然公子给他送了礼物吧 可是不知道为什么 他就是高兴不起来呢 送走东梅之后 陈川满怀期待地拿出了玉匣 听拍卖行的负责人说 这里面有什么东西 他们也不知道 不过可以确定的是 玉匣里肯定是有东西的 不至于打开之后 空空如也 陈川轻轻一挥 玉匣音声大开 定睛一看 嗯 这玉匣里竟然摆着一枚玉剪 按照经验来看 这种玉剪 一般都是记录传承所用 看来我的确是剪漏了 果然拍卖行里容易出好货 陈川轻轻拿起玉剪 回到床上坐下 灵力向其中输出 片刻之后 无数信息流入了他的脑海之中 震到真剪 不知道过了多久 陈川缓缓睁开双眼 眼中流露出淡淡的古意 瞳孔当中 似乎还有一道道神秘名文掠过 震到真剪 这特梦 真的不是外寡 陈川站起来活动了一下 满心吐槽 虽然知道 穿越客们在拍卖行里 总能捡到一些宝物 可这未免 也太过夸张了 只是这小小的一枚玉剪 竟然囊括了一位震到大师毕生所学 不单单是各种震法的布置方法 还有无数的理论知识 全部一股脑地塞进了陈川的脑海之中 此时的陈川 已经从一个对阵法 一道一窍不通的小白 化身成了陈静此道数千年的震道大师 就你妈离谱 难道我才是天命之子 陈川一边吐槽 一边伸了个懒腰 他也不知道 时间过去了多久 当务之急 还是得把那片试验田弄好 先把滑子给整出来才是 一想到阵法传承中记录的那些绝世杀阵 陈川就忍不住择舌 布置大阵的材料 每一种都价值不菲 根本不是他这点身家能够玩得明白的 他奶奶的 说到底还是没钱 怪不得都说修仙讲究一个财法履地 财字排在第一位呢 一边想着 陈川的身影再次出现在试验田 刚到试验田里 就看见众人都围着之前那株参天大树般的烟草 指指点点 你们说 这玩意到底是怎么种出来的 这是正经烟草 谁家正经烟草 比我家八百年老树还大 哼哼 都散开 围着做什么 陈川呵呵一笑 看见这株烟草大树之后 他也是心情大好 尤其是在获得了正道传承之后 对于如何将规则之力分散到整片试验田 他也有了一些想法 川哥 这棵树是你种出来的 王二狗跑到陈川身边 满脸崇拜 哼 那不然还能是谁 川哥牛逼 川哥牛逼 听着众人的吹捧 陈川笑着摇摇头 大家都看见了 我已经找到了办法 今天咱们就要彻底走向成功 说完 不顾旁人的叫好 将刘猛叫来身边 拿出宗主令交给对方 劳烦刘师兄 去宗门府库里 给我找一些材料过来 刘猛当即领命 朝着府库掠取 很快 刘猛的身影再度出现 将一个储物袋交给陈川 陈师弟 听说这些东西都是正法材料 难道你是要在林田布置正法 陈川接过储物袋 清点一番之后 微微汗手 川哥 你还会正法 呵呵 略懂略懂 川哥牛逼 众人吹嘘的话语出现在耳边 可陈川现在却没功夫享受装逼的乐趣 他的身影如同一个辛勤的老农一般 游走在林田各处 一直到太阳落山 才结束了一切工作 陈川直起腰来 抹了一把汗水 终于布置好了 他布置的这道大阵 遍布整片林田 但却并非是什么十分高级的阵法 只是最简单的巨灵阵而已 他的想法很简单 将巨灵阵布满整片林田 再将木灵之力注入巨灵阵当中 这一整片林田自然便有了充足的活力 陈川将翠绿的阵眼埋入地下 一点青绿色光点飞入其中 整片巨灵阵瞬间激活 在木系规则之力的吸引下 仿佛全世界的木属性灵力 都朝着林田汇聚而来 陈川呼出一口气 嘴角勾出一个笑容 大功告成 一想到日后的丰收 他的心里就充满了兴奋 试问 谁不爱种地呢 当然 爱的不是单纯的种地 而是丰收时的喜悦 一晃半年时间过去 如今青云宗各种收入渠道 都出现了不同大小的问题 不光是在外的许多产业 被别的宗门给蚕食 就连宗门内的林田 如今已经全部被陈川给征用了 整个林田整整半年 没有一点产出 也就没有一点收入 宗门府库已然见底 这让陈生有些焦头烂额 如果一直这样下去的话 恐怕要不了多久 整个青云宗将再也发不出一点修炼资源了 到了那时候 宗门上下必将离心离德 除了极少数忠心于宗门的弟子长老 其余弟子一定会另谋出路 那时青云宗将会被别的宗门彻底毁灭 哎 陈生叹了一口气 打算去找陈川谈谈 将林田重新种上林药林果 多少也能换取一些资源回来 原本他是支持陈川改革的 可谁能想到会有这么多的变数 如今已经脱不得了 他刚一走出门 远远就看见一位长老 两根手指夹着一根细细的白色柱状物 那柱状物的头部还有一丝火光闪烁 一缕缕烟气从那柱状物的头部盘旋升起 只见那位长老将柱状物举到嘴边猛吸一口 片刻之后从他的口中吐出一阵烟雾 整个人的表情看上去十分享受 陈生快步走上前 好奇地问道 周长老 这是何物 啊 宗主 周长老被这忽然出现的声音吓了一跳 目光一转才发现是宗主大人 他开口解释道 此物乃是香烟 是陈川近日发明出来的 不过 众人将其称之为画子 香烟 陈生皱了皱眉头 他知道烟是什么 烟草这种东西在繁俗很是流行 青云芳市中有不少人都会抽汗烟 可这烟草却是根本不值钱啊 只需用繁俗的黄白之物便可够得不少 看周长老手中的香烟 无非就是将烟草塞进这一层薄薄的白纸当中 能有什么细气 陈川那小子将整个林田争去 研究了大半年就搞出了这种东西 宗主莫及 且带我与你细细介绍一番 周长老见宗主皱紧眉头 乃能不知道他的想法 这画子与那繁俗汗烟根本不同 各种滋味 只有品尝过的人才明白一二 可陈生却没心情听周长老解释 一步跨出 整个人已经消失在了原地 他现在只想去找到陈川 让他赶紧停下种植烟草 重新将灵药种上 换取一些资源回来 青云宗都要完了 哪还有功夫供你小子玩呢 很快 陈生飘然落地 出现在外门当中 入目之处 几乎所有弟子和长老 都夹着那根所谓的滑子 整个外门被这滑子给弄得烟雾缭绕 好似人间仙境 可在陈生看来 这根本就是玩物丧志 所有人都在口吐烟雾 将宗门搞得乌烟瘴气 看得他十分恼火 他强忍着内心的不爽 来到陈川的府底处 屈指一弹 门铃作响 没等一会儿 府门打开 陈川的脸 出现在陈生的视线当中 只见他满面春风 看见陈生之后 眼前一亮 伯父你来了 我正打算去找你呢 嗯 陈生黑着脸 应了一声 那正好了 我找你也有点事情要谈 伯父快请进 陈川笑着 将陈生邀请进屋 随后 让东梅去准备一桌好菜过来 陈生好几次想要开口 可陈川却仿佛知道 他要说什么一样 说着不急不急 让他稍安勿躁 等一会儿方可知晓 见陈川一副胸有成竹的模样 他心中有再多烦闷 也只好暂且按捺下来 很快 东梅将一桌饭菜摆好 告退出去 伯父 先吃饭 吃完再说 陈川说着 又从储物袋里 拿出两个琉璃瓶 那琉璃瓶头部 是一个红色的宝石 当做瓶盖 瓶身上还贴着一张红纸 其上写着两个金色的大字 台子 陈川将瓶盖打开 刹那间 整个房间酒香四溢 陈生一看 皱了皱眉 微微摇了摇头 心中暗道 也罢 有什么正事 也不差这一顿饭的功夫了 正好心情烦闷 喝一点酒也不错 只见陈川拿出两个小酒杯 拿起一瓶台子 将两个酒杯针满 随后 递给宗主大人一支酒杯 呵呵 伯父先品尝一下 这台子 也是我近日研究出来的 不知比起过往的那些零酒如何 陈生端起酒杯 只是看了一眼 便觉得这台子 不像是什么好酒 寻常零酒当中 带有许多零果零药的芬芳 可这杯台子当中 却毫无芬芳 有的只是次鼻的酒气 他放下酒杯 叹了一口气 还是决定和陈川 好好收到说道 整体弄这些没用的东西 又有什么用呢 宗门都要破产了 小川啊 依我看 要不还是给林田 重新种上零药零果吧 再这样下去 宗门只怕是发不出 一丁点资源了 闻言 陈川轻笑一声 伯父 我找你 也正是为了此事 不如您先品尝一下 看看我这台子如何 说着 陈川举杯敬酒 哎 行吧 陈生愁眉苦脸地 与陈川碰杯 一想到这些琐事 他就头大 暂且痛饮一杯消愁再说 咕噜 一杯酒下肚 陈生呼地瞪大了双眼 只觉得口中充满了辛辣 腹中一阵火热滚烫 可这辛辣过后 又是一股莫名的香气 回荡在口中 唇齿流香 这 这是什么酒 他忙得拿过琉璃瓶 再次给自己倒了满满一杯 一饮而尽 不消片刻 他的整张脸微微泛红 竟是有些微醺了 小川 你说实话 这酒是哪里买来的 我从未喝过这种酒 刚入喉时不觉有意 片刻之后 只觉得酣畅淋漓 一边说着 陈生一边不停地倒酒 一杯接一杯 等到整整一瓶酒都下了肚 陈生才发现 对面的少年 满脸笑意地盯着自己 他老脸一红 抱歉 有些失态了 伯父从来就好这一口 小川 快告诉伯父 这酒 是从何处得来 呵呵 伯父 我不是都说了吗 这酒是咱们研究出来的 陈川乐呵呵地说着 手腕一翻 一根滑子出现在手中 只听啪一个响指 滑子点燃 将滑子送入口中 吸了一口 再吐出一道道眼圈 十分惬意 这怎么可能 陈生看着抽着滑子的陈川 满脸都是不幸 不过不知为何 此时的他 对那滑子竟然有一种莫名的渴望 仿佛那小小 一根滑子里 有着莫大的吸引力 那个 小川啊 能否给我一根尝尝 他搓着双手 一副难以启齿的样子 毕竟他之前才认为 这东西 纯属玩物丧志 将宗门搞得乌烟瘴气 如今他也想尝试一下这滑子 自然是有些不好意思 呵呵 伯父别急 先吃饭 陈川笑意盎然 在见到宗主的时候 他就看出来了宗主大人内心的想法 不过他却完全不担心 整整大半年的研究成功 让他整出了这两大神器 他相信 没有人能抵挡滑子和台子的诱惑 小川 伯父 在我的老家 有一句古话 饭后一根烟 晒过活神仙 这滑子啊 在饭后抽才是最享受的 陈川一挥手 一个精美的御霞 出现在桌上 这御霞外面 覆盖着一层红色宝石 其上雕刻着龙飞凤舞的两个字 滑子 沉生健壮 哪还有吃饭的心思 可耐不住陈川一直劝说 再加上那句饭后一根烟 晒过活神仙 他也只好就着台子 将桌上的饭菜 一扫而空 你还别说 这台子 还真是别有一番风味 当真是越来越过瘾 爽 说吧 他目光灼灼地望着陈川 酒足饭饱之后 总该让他试试那所谓的滑子了吧 就是不知道 是否当真如陈川所言 晒过活神仙 哈哈 陈川哈哈一笑 取出一根滑子递给宗主大人 小川 这滑子要如何品尝 沉生学着陈川的模样 两根手指夹起滑子 将有绿嘴的那一头放进嘴里 伯父 来 指儿为你点画子 陈川啪一个响指 指尖出现一缕火苗 凑到宗主大人面前 不知为何 宗主大人竟然无师自通 另一只手抬了起来 挡在火苗前面 似乎 只是刚吸了一口 陈生整个人虎躯一阵 只觉得整个人仿佛置身仙界一般 就连心中的烦闷都一扫而空 伯父 华子渐渐燃烧殆尽 陈生的脸上充满了享受的惬意 就连他的眼神之中都充满了回味 这是何物 这是何物 这当真是赛过活神仙 小川 再来一根 陈生猛地丢掉烟头 看向陈川的目光之中 净是渴求之色 这一根华子抽完之后 他的心中 竟是无尽的空虚 现在他只有一个想法 那就是 再来一根 好好享受一番 再说其他的事 不料陈川却是摇摇头 一脸坏笑 伯父 一枚零石一根 好好好 陈生飞快地摸出一枚零石丢给对方 满脸渴求 快 再给我来一根华子 好嘞 陈川接过零石 再次取出一根华子 递给宗主大人 啪 陈生没等对方给自己打火 自顾自地将画子点燃 呼 一根华子 很快燃烧殆尽 陈生瘫坐在椅子上 爽 此时 他早已将此番前来的目的 丢到九霄云外 这画子 当真是神物 还有那台子 真是令人回味无穷 以他的修为 都被那台子醉得微醺 天底下就没有这么爽的事情 小川 这两样神物 难道是准备替代以前的灵药灵果 向外售卖 嗯 陈川点点头 说道 莫非伯父以为这华子和台子卖不出去 不会 陈生大手一挥 这两样东西 怎么可能卖不出去 任谁经历过这华子和台子的洗礼之后 恐怕都会欲罢不能 只是这定价 呵呵 伯父莫及 请跟我来 陈川带着宗主大人 向外走去 不一会 就来到了灵天区 他指着一大片长饰极好的烟草 和各种作物 眉眼当中全是自豪 伯父请看 这些就是华子和台子的原材料 陈生将一切尽收眼底 眼中闪过一丝丝错愕 微微张了张嘴 半晌之后才问道 小川 这些东西不需要人打理吗 为何我没有见到那些杂役弟子 闻言 陈川微微一笑 伯父 请跟我来 他一边领着宗主大人走着 一边对他解释道 相信伯父也看见了 灵天已经被我布置好了几种大阵 他们会自动收割成熟的作物 并且运输到工厂里 陈生听见这话 一张胖脸上流露出疑惑之色 似乎是有些不理解 工厂 那是何物 呵呵 陈川摇摇头 并未解释 这种东西 只能让他自己亲眼见识到了 才能明白 不一会儿 两人来到了宗门外 那原本应该是一大片空地的地方 此时已经矗立着两个极为庞大的建筑 这建筑由最常见的石砖搭建成 通体灰白 只有下方开着一道门 两人走到近处 在门口站得端端正正的刘猛 立即迎了上来 宗主好 川总好 在两座工厂完善之时 刘猛说什么 也要陈川给他安排一个职务 陈川问他 愿不愿意进场里打工 刘猛一看 他一个外门弟子 眼看就要突破到内门了 正是需要修炼时间的时候 如果进场打工的话 反而得不偿失 于是便婉拒了 陈川犹豫了半天 想到一个极为适合他这种 混吃等死 还有点修为实力的外门弟子 那就是保安 他们这些保安 每天两班到 只需要站岗两个时辰 就能获得足够多的报酬 也就是工资 这份工资 比起以前在外门做任务的报酬 可谓是丰厚了不少 剩余的时间 完全可以用来修炼 或是自己想干嘛干嘛去 这种好工作 刘猛怎么能不尽心经历 好 陈生诧异地看了刘猛一眼 脚步微微一顿 接着 他好奇地询问道 你站在这做什么 他自然是认得刘猛的 身为青云宗的宗主 不说认得所有弟子吧 至少也认识个七七八八 尤其是刘猛这种 在外门特别突出的 要不是外门大比还未举行 应该早就进入内门了 报告宗主 我现在是咱们青云集团 华子工厂的保安队长 听见这个回答 陈生圆圆的脑袋上 堆满了大大的问号 只见他一张脸都挤在了一起 十分不解地问道 青云集团 华子工厂 保安队长 哈哈哈哈 走吧 伯父咱们进去看看 陈川继续领着宗主大人 向内走去 同时给两人身上 施加了一个净尘术 两人通过一个狭窄的通道 走了不到一分钟 一个拐弯之后 视线豁然开朗 只见数百名杂役弟子都在里面 有的站着 有人坐着 在这些杂役弟子的面前 是一个个形状各异的东西 上面还有着许许多多的阵法名文 让陈生看得目瞪口呆 小川 这 这些都是什么 陈生指着那些看不明白的东西 在那些杂役弟子的操作下 上面的阵法名文 时不时地发出一道亮光 呵 伯父 这些叫什么不重要 都是我绘制了各种名文 然后请咱们的炼器师做出来的 不过 这一整套 我把它称之为流水线 来 看这边 陈川说着 将陈生拉倒工厂流水线的最末处 只见一根根滑子 随着流水线被传送到此处 然后经由一个四四方方的法器 装进一个个玉匣之中 陈生整个人都看傻了 浑身止不住地颤抖 他指着那堆积成山的玉匣 结结巴巴地开口道 这些 这些玉匣里面全是滑子 陈生轻笑着点了点头 啊 这么多滑子 陈生越说越激动 简直要跳了起来 小川 这个玉匣之内 有多少根滑子 二十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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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生的眼神渐渐呆滞 自言自语地呢喃着 他被眼前的这一景象给惊呆了 心中呼地狂喜起来 一枚临时一根滑子 那岂不是说这一盒滑子就要二十块零食 不 陈川摇了摇头 随手拿起一个玉匣 递到宗主大人面前 一盒滑子 五十块零食 什么 五 五十块零食 陈生接过那一盒滑子 双手都在颤抖 脸上充满了难以置信的神色 仿佛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就这小小的一盒滑子 五十块零食 忽然 他反应过来 此前自己只关注这滑子的售价 却忘了问成本多少 他们清云宗之前 也会往外售卖零药零果零酒这种 一般都是翻被卖 比如 一坛零酒 成本十块零食 卖二十块零食 之前 陈川将一个滑子 卖给他一块零食 想来应当是成本价 如此卖五十零食 也算还好 陈川见宗主这副若有所思的模样 当即明白 他在想什么 伯父 嗯 陈生惊醒过来 转头看向身旁的少年 却看见陈川脸上的笑意 越来越浓烈 伯父你知道吗 这一盒华子的成本 不到一块零食 什么 陈生手一抖 手里的玉霞摔落在地 他整个人如遭雷击 呆愣在原地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他拼命摇着头 斩钉截铁地说道 一盒华子的成本 不到一块零食 这简直就是天方夜谭 华子 有多好他已经见识到了 只要那样简单一口 全身的疲惫 尽数消散 甚至可以去除心中的烦闷 更不要说搭配上一杯台子 那简直是让人愈先愈死 这种神物 怎么可能成本不到一块零食 就是以前种植的零药 都不止一块零食一株 呵呵 陈川知道对方不信 却没有开口解释 本会让他自己看看账本就知道了 还有 宗主大人并不知道 一株零烟草 能够制造多少华子出来 不过这些都有记录 伯父 我知道你不信 走 带你去看看 陈川说着 邀请宗主大人 向工厂的一个角落走去 余光一瞥 发现宗主大人 竟然面不改色地 顺手摸了两核华子 伯父 你这个小手 不是很干净啊 陈川嘴角一抽 啊 陈生尴尬地挠挠头 不过陈川也没有多说什么 毕竟对方才是青云宗的宗主 这一切资源 都是人家出的 只是两核华子而已 拿就拿了吧 带他去看账本 也是这个缘故 对方是宗主 总得让他知道 咱们这段时间 到底在做什么 很快 两人进入一个小房间内 房间内的两位容貌 极为相似的少女 看见来人之后 也是齐齐站了起来 弟子见过宗主 公子豪 陈生微微汗手 摆出一副宗主应有的架子 他认得这两位少女 其中一位叫东梅 是小川的持剑侍女 之后 被小川给收入了房中 另外一位 好像是他的孪生姐姐 好像叫冬雪来着 就在他等着看陈川 还能给他带来多少惊喜的时候 耳边响起了陈川的声音 说了多少次了 工作的时候 要称职务 是 川总好 陈生 小川啊 这个川总是什么意思 哦 忘了跟你说了 这个总就是总经理的意思 目前咱们的产业 想要正规化 那就得一切都正规起来 以后 咱们一切的产业的集合 叫做青云集团 总经理 也就是我 负责统侠全局 陈川笑着解释道 随后让冬雪 将账本拿出来 伯父 这半年来的账目明细 都在此处 请 哦 那我倒要好好看看 陈生眼前一亮 接过账本 他身为一宗之主 对于这些东西 自然是能够看得明白的 陈川三人站在一旁 静静地等待着 期间 东梅还想靠近自家公子玩闹 被陈川无奈地给推开了 工厂建好后 陈川并没有给东梅安排工作 主要还是 这丫头玩性太大 根本静不下心来 反而是他姐姐冬雪 以前就是一副女强人的姿态 如今工厂建好后 让他担任华子厂的厂长 顺便兼任会计 他倒也做得滴水不漏 值得一提的是 这半年下来 东雪的修为 也突破到了炼气二层 修仙这种事情 只要入门之后 就好走了许多 陈川之前也询问过他的灵根 在得知东雪的灵根 是特殊的冰灵根之后 也是有些惊奇 原以为冰灵根这种东西 应当和水灵根一样 毕竟冰乃是水的一种形态 却没想到 冰灵根并非如此 这个灵根所表现出的 更多是寒 而非水 在得知这个消息之后 陈川也表示 以后会为他 寻找能够提升 他灵根的天才地宝 比如他一开始 吃过的那个灵丹 没办法 苦了谁也不能苦了自己人 谁让他们姐妹俩都已经 就在陈川思绪乱飞的时候 陈生翻动帐本的手 已经逐渐慢了下来 他脸上从最开始的面无表情 到微微震惊 再到现在的目瞪口呆 眼睛瞪得像两个同龄一样 眼中全是不敢相信 只见他浑身 都激动地颤抖起来 僵硬地转头 看向那个少年 小川 义和华子的成本 当真不超过一枚灵石 他此时心中 比见到了真正的神仙 还要震撼 义和华子 成本不超过一块灵石 是什么概念 要知道 这义和华子 卖五十块灵石 他都觉得十分合理 这简直太过恐怖了 整整五十倍的利润 这是什么概念 这他妈不比重灵药 养灵兽划算多了 哼哼 伯父 这回你总该相信了吧 陈川见状 呵呵一笑 走吧 咱们去台子场看看 吩咐好姐妹俩之后 继续领着陈生 向外走去 他倒是不担心冬雪 主要是东梅这丫头 老想着玩 别说工作了 就连修炼 都不怎么上心 也不知道怎么的 东梅这丫头 明明没怎么修炼 可她的修为 还是和坐火箭式的 如今修为 甚至到了炼器九层 就连陈川 都还在炼器七层原地踏步呢 两人来到台子工厂 再次见到了 那一堆不知作用的 法器和阵法 还有几百号的杂役弟子 全都认真工作 在自己的岗位上 小川啊 我总算是懂了 陈生今天算是开了眼了 再见到了华子工厂之后 再来台子厂 算是接受度比较高 也就没有像之前那样事态 只见她眉飞色舞 整个人都沉浸 在对未来的憧憬之中 她之前还在想 清云宗并不算穷 好歹也算附近几个宗门里 比较富裕的了 可宗门府库里的资源 短短半年时间 几乎消耗一空 在见识到了这两大工厂之后 她明白了 原来那些资源 大多都用来搭建 这两个工厂了 那一整套的流水线 全都是钱啊 可是 这一切都是值得的 有这两个工厂在 清云宗未来的财富 只会飞速增加 呵呵 伯父请跟我来 说着 陈川带着宗主大人 走向厂长办公室 一进门 就看见王二狗和朱三两 正拿着一杯杯酒在品鉴 如今 二狗子的身份可不一般了 之前在研究台子的时候 陈川还有些不太懂 还好王二狗他家就是酿酒的 两人研究了许久 才终于弄出了 这酱香科技 现在王二狗的身份 正是台子厂的厂长 兼技术总工 并且 他的修为 也来到了练器三层 而朱三两 如今也成了台子厂的 副厂长兼会计 王二狗和朱三两看见来人 也是急忙起身 恭敬地叫道 宗主 川总 呵呵 行了 都是自己人 老朱 把账本拿出来 给宗主看看 朱三两立即阴声 翻着了一会儿 将账本拿了出来 交到宗主手上 陈生接过账本 很快就翻了一遍 陷入了沉思 三人静静等待着 过了一会儿 陈生抬起头来 目光凝重地看向陈川 问道 小川 这台子成本在十块零食左右 为何定价是八百块零食 这利润岂不是比华子还高 他十分不理解 按说这台子虽然比别的零酒好喝不少 但通常最好喝的零酒也才五百零食一摊 可这台子虽然好喝却没有别的功效 为何能卖到如此之高的价格 他彻底迷茫了 伯父莫及 带我与你细说一番 陈川微微一笑 从办公桌下拿出一瓶台子 伯父请看 这台子的包装如何 嗯 陈生看着这琉璃瓶 若有所思 寻常的零酒 基本都用磁碳泥潭存储 这台子 用的则是通体纯净的琉璃 难道这瓶子大有玄机 莫非问题出在这琉璃瓶上 没错 陈川点点头 咱们卖的不是酒 是这个瓶子 或者说 是品牌 伯父 单说这酒 成本并不高 可这瓶子 那就贵了 可以说 酒成的成本 都出在瓶子上 哦 小川戏说 陈生眼前一亮 急忙拉着陈川坐下 满脸好奇 此时 他的求知欲 已经达到了巅峰 哈哈 且听我娓娓道来 直到快要入夜 陈川两人 才从台子工厂里走了出来 陈川不动声色地 瞥了一眼 满脸通红的 浑身酒气的宗主大人 这工厂一共就那么大 账本也就那一点 可宗主大人 硬是拉着 他在厂长办公室里 待了那么久 他合理地怀疑 宗主是为了喝酒 才来着不走的 伯父 今晚 你可有别的事情 没有 陈生摇摇头 正好 关于如何将咱们的华子 和台子推销出去 我有一点想法 想要跟你谈谈 陈生一愣 听见陈川说 要谈正事 连忙用灵力 驱散了罪意 不多时 两人的身影出现在宗主府内 待客厅内灯火通明 陈生让人 坐了一桌下酒菜端上来 陈川一看这模样 就知道宗主大人 还是忘不掉台子的滋味 笑着从储物袋内 拿出两瓶台子 哈哈 只我这 小川也 陈生见状顿时大笑 伯父 这台子就这么让你上瘾 哈哈 出品时只觉得酒气浓烈 唇齿流香 可多饮几次之后 只觉得回味无穷 若是不用灵力驱散酒意 那就更美了 简直如同飘飘欲仙一般 听见陈生这么说 陈川顿时放心下来 一开始还以为这台子的风味 不适合这些修仙者的口味 毕竟在他看来 修仙者都是比较淡然的 而台子这种白酒 太过猛烈 现在一看 才明白刻板印象要不得 伯父 这也是我想与你说的事情 我虽然能够弄出这台子和滑子 可我在修仙界并无人脉 也没有足够优秀的销售渠道 这件事还得交给伯父了 陈川说着 与宗主大人碰杯一饮而尽 两人甚至一边喝酒 手中还夹着一根滑子 吞云吐雾 毫不潇洒 无妨 这本就是我应该做的 只是具体该如何做 还需小川你 教我才行 伯父且听我说 附近几大宗门的宗主 不知能否将他们聚在一起 陈川放下酒杯 手指一下一下敲在木桌上 这个容易 原本几天后 大家就要聚在一起 商谈秘境一事 秘境 陈川微微一愣 不知道宗主口中的秘境 是什么意思 根据前世的经验 或许是副本一类 哦 这秘境之后 会告知全宗门 建国兄也会回来参加秘境试炼 嗯 那便倒实在说 接着 陈川将如何推销台子的方法 给宗主大人细说了一番 只看见陈生的眼睛愈发明亮 整个人都被陈川的奇思妙祥 给震惊住了 小川 真不知道你这脑袋怎么长的 要是江河能和你一样懂事 就好了 陈生饮了一杯台子 叹了一口气感慨道 呵呵 伯父莫及 这个计划 江河也能派上用场呢 哦 陈生眼前一亮 我去把他找来 没一会儿 陈生提着陈江河回来了 之前拍卖行的事情发生之后 陈江河除了挨了一顿毒打之外 还被陈生给禁足在府内 不允许他出门半步 不然谁知道 这宗主家的傻儿子 还能干出什么逆天的事情出来 大哥 陈江河看见陈川 顿时飞奔过去 满脸悲愤 简直就像见到亲人一样 大哥 听说你找我有任务交给我 你只管吩咐 弟弟赴汤蹈火 在所不辞 他差点哭出声来 只有他自己知道 被禁足的这段日子 有多痛苦 如今终于能出门了 还是陈川替他说的情 只能说 大哥不愧是大哥 大哥我想你想的好苦啊 陈江河扑在陈川跟前 一把鼻涕一把泪地哭诉着 给陈川搞得哭笑不得 忽然 陈江河鼻尖嗅了嗅 瞳孔顿时亮了起来 这是 酒 天知道他有多久没有喝酒了 被关在府内 要啥没啥的日子 真的太痛苦了 他小心翼翼地 望向自己的父亲 在得到宗主大人的同意之后 急忙做好 自顾自地拿起一个杯子 给自己倒了满满一杯 直接一饮而尽 好辣的酒 喝完一杯 只觉得腹中火烧火了 于是他一把抓起筷子 忙吃了几口菜 才将这股蜡一压了下去 爽 痛快 爹 这是什么酒 陈江河看向宗主大人 眼中充满了欣喜 又给自己倒了一杯 一饮而尽 我从未喝过这般痛快的酒 这感觉 简直让人直呼牛逼 陈生 你他妈 陈生无语了 自己这儿子 修行天赋倒是挺好 可就是不爱沿袭经典 完全就是半拉文盲 一点文化都没有 开口闭口 除了卧槽 就是牛逼 算了 陈生暗自叹了口气 管那么多做什么 有修行天赋就行了 这酒是你大哥发明出来的 大哥 陈江河瞬间转头看向陈川 嘴巴张得老大 好像能塞进两个鸡蛋一样 嗯 陈川笑了笑 对着自己这个便宜二弟笑道 江河 依你看 这台子 在外面能卖多少零食 嗯 陈江河拿起酒瓶看了又看 若有所思 最后试探性地说道 三百零食 陈川摇了摇头 五百 依然摇头 八百零食 什么 陈江河人都傻了 完全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这怎么可能 呵呵 别急 陈川又将那一套给陈江河说了一遍 听得他连连点头 说完 陈川拿出一根滑子递给自己这个二弟 是 陈江河接过滑子 在陈川的指导下放进嘴里点燃吸了一口 一旁两人都静静等待着他的反应 直到 卧槽 牛逼 卧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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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爽 陈江河突然蹦了起来 手里夹着滑子 手舞足蹈 大哥 这是什么 香烟 名叫滑子 五十零食一盒 好 这话子 咱们指定能迈出去 陈江河激动得全身颤抖 没想到天底下 竟然还有滑子这等美妙的东西 大哥你说 我要如何做 这样 陈川顿了顿 将自己的思路 给陈江河细细说了一遍 大哥 我懂了 别逗我不会 让我出去潇洒 出去装逼 还能不会吗 大哥你放心 我指定把咱们的滑子和台子推广出去 陈江河听完大哥的计划 当即拍着胸脯表示 一定完成任务 这么多年来 他始终认为自己怀才不遇 直到今天 终于遇到了他的伯乐 好 那就任命 你为咱们青云集团 的销售经理 陈川哈哈大笑 只觉得自己这二弟十分有趣 行了 明天你就去办吧 一日 青云坊室内 无数路人都在谈论着一件事 一家酒楼内 你们听说了吗 最近青云宗有天人下界 还带来了仙界之中 颇为流行的两种神物 一名为滑子 二名为台子 哦 老孙你一项消息灵通 快跟我们细说 怎么可能会有仙人下界 莫不是有人造谣 之前说话那人 却是不慌不忙地品了一口酒 扎摸了一番撇着嘴说道 这你就不知道了吧 前几天 青云宗内有仙光迸发 这件事 你们可知道 其余众人文言 纷纷点头称是 也有人持有怀疑态度 我关那意向 更像是有天才地宝现实啊 呗 都说了你不懂 真要有天才地宝现实 那青云宗 只怕恨不得将所有意向 全都藏起来 又怎会任由大家讨论 正是因为那仙人将士是说了 要与下界同乐 于是便委托青云宗 将那两件神物给推广开来 这话引得旁人更加疑惑了 那青云宗有这等好心 哈哈 怎么可能 我有一位表弟 就在青云宗内 听他说 青云宗正打算拿这两样神物 用来换取零食 献给仙人呢 嗯 那仙人也要零食吗 有人不解地问道 一下就引得其余人笑骂起来 你懂个锤子 那仙人不也是下界飞升上去的 仙人就不修炼了 说的也是 这时 有人忽然问道 对了老孙 你还没说 那华子和台子 具体是什么东西 只见老孙不慌不忙地放下酒杯 只晓得 那华子是一种稀释类的东西 好像叫什么香烟 听说那华子抽一根提神醒脑 两根就可让人愈先愈死 若是抽上三根 直叫人长生不老 嗯 当然这 肯定是我那表弟吹牛的 当不得正 众人听了这话 皆是笑了起来 也都没有当真 毕竟世间怎么可能真有什么东西 可以让人直接长生不老 老孙 那台子又是何物 又有人问道 老孙微微摇头 提起面前的那一坛灵酒 诸位道友请看 这灵酒如何 嗯 还算可口 难道那台子也是灵酒 老孙放下酒坛 汉手道 正是 这春风酿引起来寡淡无味 引多少都不会让你 我有罪意 可那台子 听说只需饮上一杯 便可飘然若先 只觉置身人间仙境啊 听闻此言 众人全都倒吸一口凉气 能在这大白天的 就跑来酒楼喝酒 自然是一群极为好酒的修士 可就算是他们自认为酒场老饕 也从未听说过 有哪种酒一杯 就能让人醉倒 老孙 此话当真 老孙一脸不爽 我哪知道 我又没喝过那台子 这时 酒楼掌柜忽然凑了过来 掌柜的拱了拱手 轻声笑道 诸位道友 可是在谈论那青云宗的台子 众人见掌柜的过来了 也是纷纷还礼 掌柜的 听说你有个折儿 乃是青云宗的执事 不知你可知道 那台子究竟是何滋味 在场的所有人 都是嗜酒如命的老酒鬼了 之前听老孙那般描述 便觉得 那台子定当是仙界真酒 又如何能不嘴馋 哼 也不怕你们惦解 我那折儿昨天 正巧给我送来两瓶台子 掌柜说着 一脸的自豪 听见掌柜这话 众人一下子呼吸急促起来 就连老孙都忍不住 一把抓住掌柜 掌柜的 不知可否 让我等品尝一番 那所谓的台子 哼 那台子只是闻上一闻 便觉得人生无憾 就连我也珍惜得紧啊 掌柜摇摇头 随后话锋一转 不过 快说 如何才能让我等品鉴一番 酒楼掌柜笑而不语 只是笑着看向众人 老孙一拍大腿 这还不懂吗 掌柜你直说 要多少钱 对对 掌柜的你直说就行 一坛酒而已 咱们还是喝得起的 掌柜闻言 伸出一根手指 一百零食 老孙顿时豪爽道 只管拿出来 我老孙请大家喝了 说着 就要从储物袋内摸出零食 不料掌柜摇了摇头 不是一百 是一千 四 你怎么不去抢 什么酒能卖一千零食 见众人这副模样 掌柜毫不犹豫 起身便要离开 还是老孙忙将他拦了下来 哎 掌柜的别着急 咱们再商量商量 就是就是 掌柜的别急 他们心里全都犯起了嘀咕 能卖一千零食的酒 难道真是什么鲜酒 被老孙拦住的掌柜站在原地 一脸不屑 也不是我老王头忽悠你们 这台子 光是我从车那里拿过来 就得要八百零食一瓶 我卖你们一千不够分吧 要不是看你们都是老熟人了 经常照顾咱们酒楼生意 换做别人 哪有这机会 掌柜这番话 听得众人连连点头称事 大家除了修行和赚取资源 平日里几乎都待在酒楼里 和掌柜的关系极好 想来掌柜也没必要骗他们 八百零食的酒卖 他们一千倒也不算过分 这样吧 老孙咬咬牙 仿佛下了很大的决心一般 我出五百零食 诸位道友 你们在凑五百零食如何 其余人听了连连摇头 那怎么行 我们一共六个人 大家一人出一点就是 掌柜的 快快将那台子请来 呵呵 好嘞 不一会儿 掌柜的抱着一个通体大红的木盒 走了过来 那盒子上 竟也用金色书写着两个大字 正是台子 掌柜将木盒放在桌上 哈哈一笑 不瞒你们说 我也是舍不得 喝这等真品啊 这样吧 你们出六百零食就是 不过得 让我一小酌那么几杯才行 哈哈 多谢掌柜 快快打开 让我等见识见识所谓的鲜酒 是何等模样 听着旁人的催促 掌柜的拿起木盒 不慌不忙地打开 这时 整个酒楼里所有的目光都看了过来 此前众人的讨论 已经惹得大家好奇得紧 现在掌柜将这台子拿了出来 正好见识一番 随着掌柜的动作 一个通体纯净透明的琉璃瓶 出现在众人眼中 所有人一瞬间瞪大了双眼 不愧是鲜酒 就连其包装都如此不凡 如此纯净的琉璃 看来确实是仙界之物啊 快快打开 掌柜呵呵一笑 伸手将酒瓶上的瓶盖取下 短短一瞬之间 整个酒楼充满了浓烈的酒香 只是清秀这么一下 就足以让人陶醉其中 简直沁人心疲 当真是鲜酒 老夫纵横九到上百年 从未见过哪种零酒 又如此芬芳 快 快真上 掌柜此时 仿佛也被这台子的香气给震撼了 整个人陷入了呆滞 他一个开酒楼的 什么酒他没有见过 可这台子 仅仅只是闻了一下 就让他断定 这世间绝对没有比台子更好的零酒 众人的催促 让掌柜缓过神来 他连忙取出几个新的酒杯 一一针满 这等鲜酒 必须用全新的酒杯才行 否则只会坏了其中的味道 众人急忙拿到自己的酒杯 一味须发揭白老者模样的修士 急不可耐地 将杯中鲜酒一饮而尽 这 这位老者 瞬间老泪纵横 仅能有性品的如此美酒 此生无憾乙 此生无憾乙 他浑身颤抖 一张老脸变得通红 端着酒杯的手 止不住地发抖 众人见状 全都暗自吞了一口唾沫 这酒当真如此神异 老孙端起酒杯 轻轻抿了一口 瞬间呆滞 有位有人见状 推了一下他 急忙问道 老孙 如何 我仿佛见到了仙境 此生无憾乙 老孙两眼通红 眼眶竟是有些湿润了 世间竟有如此美酒 他说着 两个八字湖一颤一颤 其余人见状 全都瞪大了双眼 再也顾不得其他 急忙将杯中酒一饮而尽 一时间 整个酒楼里 鸭雀无声 只有他们饮酒的七个人 无声地落泪 苍天啊 为何让我现在才饮得这等仙酒 呜呜呜 死而无憾 死而无憾 围观的酒客见状 好奇不已 到底是什么酒 能让这些老套如此试探 有位贵公子模样的青年 直接摸出一堆零食摆在桌上 掌柜的 这里是一千零食 快将另外一瓶台子拿来 快去 可掌柜的却是死命摇头 竟然直接起身 朝着礼屋走去 嘴里大声说道 不卖了 不卖了 莫说一千零食 就是两千零食 我也不卖 入夜 封月阁内 陈江河正领着一群 富家顽固模样的少年 端坐在天子一号包厢内 一旁的红娘战战兢兢 心里一阵打鼓 今年真是奇了怪了 往年来封月阁 寻欢作乐的客观当中 身份最为金贵的 也不过是四大家族的少爷们 可是今年不知怎的 竟然有两位青云宗的真传弟子 都来光顾封月阁 哦不 这次这位身份更加尊贵 他可是亲耳听到说 人群当中的那位身形圆润的少年 乃是青云宗宗主之子 天哪 这是何等的尊贵 青云宗的少宗主 这等人只怕一句话 就能将封月阁所有人 给抄家灭门了吧 也正是因为这等原因 红娘不敢让旁人来伺候这位大爷 只好让自己亲自前来 上酒 陈江河手里夹着一根滑子 淡淡地说道 红娘看着躺在最中间沙发上 吞云吐雾的少年 声音颤抖着说道 少 少宗主 妾身 这就让人将封月阁最好的灵酒送来 嗯 得到陈江河的示意 红娘强忍着内心之中的紧张 转身走出了包厢 陈江河旁边 与他关系最为亲近的少年 忽然好奇地问道 陈兄 你手中这根 莫非就是坊间传闻当中 那所谓的画子 这话引得其余人 也没了与仙子们斗了的心情 纷纷偏头看了过来 只见陈江河不紧不慢地吸了一口 缓缓吐出一缕青烟 表情十分陶醉享受 不是华子 还能是什么 咕噜 一时间 这些四大家族的少爷们 全都没了别的心思 目不转睛地盯着陈江河手中的华子 咽了一口唾沫 陈兄 之前那位周家的少爷 一脸的期待 陈江河夹着华子吞云吐雾的模样 在他看来 当真是潇洒极了 看得他心里直痒痒 恨不得能自己尝试一番 不知陈兄可否让我等尝尝这话子 适合滋味 听见这话 陈江河饶有兴致地 看向身旁的贵公子 周老三 这玩意可不便宜 看着周老三 想要开口说些什么 陈江河摆了摆手 不是我舍不得 我什么身份 只是怕你们尝了之后 忘不掉这等滋味 日后怕是 周老三顿时急了 面红耳赤地说道 陈兄 这就是看不起我等了 在座的各位 谁不是四大家族的 还有我们吃不起的东西 呵呵 你们真想试试 陈江河呵呵一笑 看着一脸殷切的众人 随手掏出一盒滑子 丢给周老三 拿去 给兄弟们分了 片刻之后 每个人手里都夹着一根滑子 有人出声问道 陈兄 这滑子该如何使用 陈江河丢掉烟地 重新取出一根 啪一声 只见一颗火苗出现在指尖 将滑子一头塞进口中 火苗将另一头点燃 轻轻吸一口 满脸享受 其余众人有样学样 急忙将滑子点燃 只有周老三一脸尴尬 拿着滑子尴尬地笑着 陈兄 我不会这火苗术 陈江河一脸无语地看着他 滚 找别人给你点火 这时 包厢门被轻轻扣响 红娘领着数名仙子走了进来 仙子们手中都端着一个个玉壶 恭恭敬敬地摆放在桌上 少宗主 久来了 陈江河慵懒地坐直身子 淡淡地瞥了一眼桌上的玉壶 碰 玉壶炸裂 散落了满地的灵酒 陈江河缓缓将手收了回来 面无表情地看向红娘 吓得红娘差点两腿一软 少 少宗主 她脸色瞬间惨白 瑟瑟发抖 颤声问道 少宗主 可是哪里不合心意 陈江河的举动 让她的心脏 都几乎停了下来 甚至不敢去看对方的眼神 这就是你们这最好的灵酒 莫不是拿我当消遣 只听陈江河的声音传来 声音之中没有一丁点的起伏 可没有情绪 就是最好的反应 在红娘看来 这位少宗主 是真的生气了 少宗主 这的确是我们风月阁最好的灵酒了 陈江河呼的一笑 向后躺倒在沙发上 闭上双眼不再说话 一时间 整个包厢内 充满了紧张的气氛 红娘和所有仙子 全都站在原地 大气不敢出 生怕自己发出一点声响 得罪了这位 清云宗未来的继承人 过了许久 陈江河站起身来 向着门口走去 走到红娘身边时 轻轻拍了拍红娘的肩头 吓得她浑身一抖 只听见陈江河的声音 悠悠地传来 下次再来的时候 我要看见 台子摆在桌子上 等到一众顽固们全都离开 红娘终于两腿 一软瘫坐在了地上 浑身上下 冒出一阵阵冷汗 拼命喘着粗气 她看着地上的玉壶碎片 和一滩酒夜 两眼无神 她不敢跟陈江 合体费用一事 因为她刚刚真的 感觉到了杀意 况且 凭对方的身份 能来这里 就已经是莫大的荣幸 忽然 她想到对方 临走前说的那句话 下次还要来 红娘猛地站了起来 冲到楼下 将所有人聚集在了一起 去 全都给我出去 把那个叫台子的酒 给我找回来 快去 无论什么代价 一定要找到台子 随着华子和台子的热度 不断上升 一时间 所有来往于 青云宗地界的修饰 全都知道了这两样东西 要说那话子还好 虽然卖得贵 但总归是能在 青云方式当中买到的 可那台子就不一样了 简直令人扎舌 所有人都知道 台子从青云宗出来 是八百块零食 但架不住他们 每次只放出来一点点 根本不够喝的 甚至还有许多人 买来台子根本不喝 反而是存着 说什么等几百年后再喝 现在这台子的价格 在一些颇有门路的修饰手中 已经被炒到了 三千零食一瓶的天价了 甚至是有价无市 根本买不到 仅凭华子和台子两样东西 短短一个月内 就将青云宗的府库 重新填满了 甚至一个府库都还装不下 为此宗主 还特意让人重新 弄了几个更大的府库 里面满满当当的 全是储物法宝 看着这堆积成山的海量资源 就连宗主陈生 都忍不住感慨 咱们青云宗能有你这小子 当真是上天垂青 一旁的陈川 覆手而立 笑而不语 只是静静地 欣赏着自己的杰作 这还只是开始罢了 整个修仙界 不知道有多大 又有多少的零食 和气珍一宝 而这华子和台子的原材料 离了他的规则法正可不行 如今这些资源算得了什么 待日后华子和台子 风靡整个南州之时 也就是青云宗奥立天下之日 不过 最近他又有了一些新的发明 光靠烟酒虽然能赚钱 但总有人不好这一口的 对此 陈川好好出门考察了一番 发现这修仙界 虽然有着那所谓的票号 也就是钱庄 但是却并未成体系 只是依托各大宗门的信用而生 陈川怎么可能放过这个机会 不过是在改良改良一些阵法罢了 于是 三天前青云坊室内 悄然出现了一座建筑 名为青云银行 往青云银行内储存零食 不光能够获得优先购买台子的资格 甚至还能打折 如果存得够多的话 还能得到青云宗推出的典藏版 飞天台子 而存临时的凭证 正是陈川的最新发明 银行卡和存折 不光如此 陈川还开放了借贷业务 所有人都可以拿着抵押物 前往青云银行贷款 直接省去了当铺这种中间商赚差价 也省去了修士们自己售卖宝物所耗费的时间 至于那些当铺怎么想 不好意思 当铺也是青云宗和四大家族的 都是自己人 不存在的 还有那些赌场什么的 在陈川的强烈要求下 已经彻底关门了 现在青云宗发达了 四大家族也跟着喝了不少汤 再搞这些下三滥的手段 就没必要了 人嘛 有了钱就想图个名声 如今陈川已经在研究 如何给修仙界搭建互联网了 毕竟以前说好要狠狠批判那些不正规场所 下岗仙子在就业 正式提上日常 修仙界中有许多投影法器或阵法 可惜的是 都是一对一的 只需要研究将这些东西串联起来就好 陈川一边向着 一边和身旁的宗主提议 从前青云宗因为资源受限 无法广收弟子 而如今资源多得根本用不完 也是时候广招门徒扩大地盘了 况且 现在有许多修士 都会去青云坊室内购买华子和台子 就靠那两个厂 产量已经跟不上了 那些内门弟子 都一心沉醉于修炼当中 要让他们去跟那些从前的杂役弟子 一起进场打工 打死他们都不愿意 为了扩大产能 也必须广招弟子 嗯 小川你说的有道理 陈生听着身旁少年的分析 连连点头 眼中全是笑意 你看着办就好 都说了好多次了 不用试试 都经过我同意 这些事情我完全不懂 而且最近这些日子 我都没有时间修炼了 他说着说着 竟有些哭笑不得 这段时间 小川要做什么事情都来找他 搞得他一阵头大 经常是在修炼当中就被叫醒 然后听小川说那些云里雾里的事情 弄得他一头雾水 只觉得有道理 又提不出什么意见 听着宗主大人的话 陈川嘴角一抽 无奈地说道 伯父 你是不知道啊 正是因为这些事情 现在门内的弟子 都把我称作二宗主了 一些新入门的弟子 甚至都不认识您老人家 这怎么能行 陈川说这话 可是发自肺腑 虽然他们父子二人 和宗主一家关系极好 互为结义兄弟 可他毕竟还是懂得分寸 总不能真拿自己当宗主了 陈生也是一脸无奈 小川你不用修炼 可我还要修炼呢 他只想当个甩手掌柜 啥事不干 就能看着青云宗发展壮大 这多好 他也完全不怕 自己被小川给夺了权 这点小事算什么 自己和母亲张春兰 还有悠久的寿元 在资源不缺的前提下 只要一心修炼 说不定也有机会 触碰到那长生大道 还有他那不成器的儿子 陈江和 如今跟着小川 混了这么些日子 竟然也是相模相样 完全一改往日的 纹固姿态 变得勤快聪慧了起来 一想到这些 他只觉得三生有幸 幸好当初留下了 陈川和他父亲 想到这 陈生忽然目光 灼灼地看向陈川 这样吧 小川 等下次广招门徒的时候 我正式宣布 任命你为咱们 青云宗的宗主 我正好提前退休 当个甩手掌柜 安心修炼去了 陈川 伯父 我真不是这个意思 别说了 我就是这个意思 陈生说的斩钉截铁 容不得陈川拒绝 不是 伯父我才练弃七层的修为 陈川整个人都无语了 他这点修为当宗主 怎么可能服众 再者说 他也想等一切事情 安排好之后 出门游历一番 这修仙界如此庞大 定然精彩绚烂 时间那么大 我想去看看 这我倒是忘了 陈生沉思了片刻 再次抬起头时 眼神明亮 那我就认命 你为咱们 青云宗的副宗主 我不再时可以 完全代理一切事物 到时再把江河 也给推上来 这小子还年轻 应该多多磨练一番 陈生说着大笑起来 认为自己做了一个 无比英明的决定 行了小川 就这样决定了 老子终于可以当甩手掌柜 好好享受生活了 伯父 你不是说你要好好修炼吗 哦对 终于可以好好修炼了 这时 一位弟子走了进来 正是尤光明 陈川为了投桃报李 如今尤光明在他的安排下 不光是青云宗的大管家 还担任了青云集团的副总经理 而尤光明的学习能力 竟然出人意料的强 到现在 甚至完全可以独自处理 整个青云集团的事物了 是有总啊 什么事 陈生看见来人 故意轻笑着调侃道 尤光明尴尬地挠了挠头 笑着说 宗主 小川 现在并非工作当中 他也没有称呼职务 几家宗门的宗主前来拜访 洽谈秘境一事 啊 差点忘了这回事了 哈哈 走吧 三人行至宗主大殿外面的山脚处 陈生原本想邀请陈川一同上去 见一见其他四位宗主 毕竟他已经打算退休了 要不了多久 就打算将青云宗交到陈川手上搭理 提前认识一下 这几位宗门的掌门人 也算是为他铺路了 不过 陈川却以自己还有事 要办给推脱了 他的想法倒也简单 他并不想接过青云宗这么大的担子 要让他做一点小发明 管理一下青云集团还行 可青云宗上下几千口人 日后再扩张的话 破万是很轻松的事情 这么多人陈川可没兴趣当他们的家长 见陈川不愿意去 宗主大人也不抢求 便一个闪身自己进入了宗主大殿 刚一进门 就看见三男一女四位宗主 端坐在大殿中 他们分别是丹西谷 玄阳宗 风雷宗 明皇宗的宗主 这四大宗门与青云宗 同处于南州最南端 这里被称为南荒 因此 他们也一起被别的修士称为 南荒五大宗门 其中 又以青云宗实力最强 当为首座 这五大宗门里 当属丹西谷和青云宗的关系最好 丹西谷门内 大多都是女弟子 他们平日里 以炼丹为主 杀法法术为辅 故而 实力在五大宗门里 算是最为低微的 因此 也选择了投靠实力最强的青云宗 如此才能在这南荒 安然存留下去 至于另外三大宗门 他们撒同气连之 当年青云宗威势最盛的时候 大有一统南荒之势 为了自保他们选择了结盟 其门下弟子 经常互通有无 尽管现在青云宗的势力大不如前 顶多比他们其中之一高出一线 他们这习惯 也一直保留到了现在 陈生刚走进宗主大殿 丹西谷的谷主顾明月便率先起身 目光尊敬地看向他 陈宗主 剩下三个宗门的宗主 也跟着站起身来 恭敬地喊了一声 陈宗主 陈生面不改色 缓步走上大殿正中的高台 来到自己的座位前方 居高临下地看着殿中四人 微微汗手 请坐 四人闻言 对视一眼之后 安心坐下 下一刻 他奶奶的 都是老朋友了 别搞这么严肃 差不多就得了 陈生拍了拍手 快步从高台上走了下来 来到四位宗主身边 取出一张椅子坐下 说着 他又从储物袋中 掏出一张桌子 摆在几人中间 随手打了一个响指 立马就有许多侍者 端着一盘盘针修走了进来 也不管其余四人的反应 陈生自顾自地夹起一只鸡腿 吃了起来 一边吃一边开口说道 今年的试炼怎么说 还是老样子 四位宗主再次对视一眼 都从对方的眼中 看出了那一抹无奈 这清云宗 原本还是男荒霸主 上一任宗主在位时 规矩极多 每次前来清云宗商讨大事时 都给大家整得提心吊胆的 只是在陈生上位之后 话锋就变了 五大宗主会晤 本应该是极为严肃的事情 可他每次都表现得特别不正经 总是走个过场之后 就摆上宴席 让大家边吃边聊 要是给外人看去 还以为他们这是亲戚聚会呢 那些事稍后再说 陈宗主 这光有菜肴 没有灵酒怎么行 风雷宗宗主 赵春雷开口打句道 可不是吗 陈宗主 听闻近些日子 你们清云宗 搞出了一种名为台子的灵酒 就连我等远在数千里之外 也能听到各路道友们 谈论台子的风味 陈宗主莫非是瞧不起我等 连这台子都不曾准备 悬崖宗宗主赵雍 也附和道 听见这话 陈生哈哈一笑 怎么可能瞧不起诸位弟兄 原本还想给大家一个惊喜来着 既然老赵这么说了 那我也就不藏着掖着了 说着 陈生大大方方地掏出两个琉璃瓶 可不是老陈吹牛 这台子各中滋味 老赵 你尝过之后就明白了 当真是给个仙人都不换 哦 那小妹倒是要好好尝尝 看看这所谓的先品台子 是否真如传闻那般令人陶醉 顾明月轻笑一声 看着陈生手中的琉璃瓶 眼中充满好奇 他们单膝骨蚁炼丹立宗 但是对于酿制零酒也颇有研究 可以说 在这台子出来之前 整个南荒的修士们最爱的灵酒 就是他们单膝骨出产的百花酿 如今清云宗的台子横空出世 一下子使得他们单膝骨的灵酒销量大减 整个宗门的收入至少损失了两成 现在这台子就在眼前 他也难免升起一种争强好胜之心 另外三个宗门的宗主 也是一副不幸的表情 身为一宗之主 他们什么真品美酒没有喝过 在他们看来 外面的那些散修不过是没见过世面 再加上这台子 比世面上的灵酒口味好上那么两分 这才在南荒引起了轩然大波 陈修 我老刘你也知道 嗜酒如命 平生最大心愿就是尝遍世间美酒 要是这台子言过其实的话 可别怪老刘我心之口快了 明皇宗宗主刘天祥沉声道 别看他外表看起来老实 实际上五大宗门的宗主里 就他一人极为好酒 曾经传闻有一处秘境里 有着蕴藏数千年的灵酒 所有人都没有当回事 只是派出了一些弟子前往查看 可这刘天祥倒好 一听到这个消息 差点带着整个明皇宗冲过去 还是在长老们的劝说下 才只带了几个弟子去那处秘境 就是此次秘境回来之后 刘天祥直接把自己关在宗门里 整整十几年没出门 陈兄 赶紧将这台子打开 让我尝尝究竟是何滋味 刘天祥已经有些迫不及待了 目不转睛地盯着那两个琉璃瓶 呵呵 陈生瞧着四人那副满脸不相信的模样 一翻手将那两个琉璃瓶收了起来 陈宗主 这是什么意思 老陈你这是 陈兄 还请莫要开玩笑了 快将那台子拿出来吧 听着众人的话语 陈生只是笑着摇摇头 看你们这样子 搞得老子不得不拿出杀手锏了 四人一听 连忙屏息凝神 都想要看看 陈生这所谓的杀手锏到底是什么 只见陈生站起身来 跑到高台上摸了半天 最后拿出了一个金光闪闪的盒子 他回到座位上 将盒子灯的一声放在桌子上 四人的目光 瞬间被这盒子上的四个大字所吸引 飞天台子 飞天台子 刘天祥看着这金色的盒子 瞳孔一缩 呼吸不自觉地急促起来 他从未见过如此包装的灵酒 陈兄 这飞天台子又是何物 刘天祥说着 不自觉地便吞了一口唾沫 其余三人也是纷纷开口 让陈生别卖关子了 别急 我这就给你们见识见识 陈生一双手 缓慢又小心地将金盒打开 仿佛在做一件神圣而伟大的事情 直到一个通体透明 隐隐有着亮金色的瓶子 出现在众人眼前 看见这飞天台子的模样 四位宗主 全都精神一阵 单膝谷谷主顾明月 注视着这金色琉璃瓶 两久之后 缓缓叹了一口气 不论这台子滋味如何 单从包装上来看 我单膝谷的百花酿 已经输了太多 悬崖宗宗主赵雍 和风雷宗宗主赵春雷 也是默默点了点头 饶是他们见多识广 也从未见过 包装如此精致的灵酒 灵酒这种东西 毕竟于修行无益 先前从未有人想过 在容器上弄成这样 就连明皇宗的宗主刘天祥 也待在当场 陈兄 我老留品酒无数 单说这金色琉璃瓶用来装酒 我还是头一次见到 真想知道 这其中的美酒到底是什么味道 陈兄 快 见刘天祥这极不可耐的模样 陈生只感觉心情大好 脸上的笑意更盛 他一手扶着酒瓶 一手缓缓扭动瓶盖 这飞天台子 乃是台子当中的真铁 其滋味更加醇香 后劲更加浓烈 随着陈生的介绍 红色的瓶盖也被他摘了下来 一瞬间 一股浓厚的酒香 洒满了整个大殿 刘天祥鼻头微微耸动 只是轻轻一嗅 竟已经陶醉其中 真品 真品 不 仙品 陈兄 那千年轿藏 甚至都不及你这飞天台子万一 刘天祥整个人如痴如醉 他闭上双眼 仿佛置身于仙境一般 陈宗主 单凭这份香气 我单吸鼓输得心服口服 顾明月苦笑一声 摇了摇头 老陈 快给我满上 这酒真是绝了 是啊 我这人平日极少饮酒 可闻到这飞天台子的香气之后 竟然有了大醉场的冲动 哈哈 这就给你们满上 来来来 陈生大笑着取出酒杯 一一倒满后 送到四人面前 请 刘天祥直勾勾地盯着面前的酒杯 杯中的液体完全透明 半点杂质都没有 他猛地端起酒杯 一饮而尽 随后保持着仰头的姿势 一动不动 最后竟然闭上双眼 向后一道 整个人摊在椅子上 两行轻泪 不知不觉间 顺着这位中年男人的面庞 留了下来 另外三人见此情形 倒吸一口凉气 老刘他这是怎么 顾明月也端起酒杯 放到眼前打量着 然后浅尝了一口 片刻之后 他放下酒杯 一抹飞红 悄然爬上这位美妇的脸颊 陈宗主 他忽然不知道 自己要说什么了 顿了顿之后 将杯中酒尽数饮下 赵雍人都看傻了 目瞪口呆地看着 喝完飞天台子之后 失态的两位宗主 他们是何等身份 他们整个南荒身份 最高的五大宗门宗主啊 只是饮了这小小一杯灵酒 居然就变成了这副模样 赵雍满脸不解地 拿起酒杯瞅了又瞅 没看出什么名堂 将酒杯举起 一饮而尽 他呆滞了片刻缓过神来 冲着陈生拱了拱手 老陈 我算是服了 这飞天台子 真是人间极品 毫不夸张 只是饮了这小小一杯 便可让人唇齿留香 回味无穷 唉 此物定然不是凡物 或许真的只有仙剑 才有这等仙品美酒吧 说完 赵雍看向风雷宗宗主赵春雷 眼神示意 他也尝尝这飞天台子的味道 陈生笑而不语 一边品着美酒 一边看向赵春雷 只有他还没尝过 这飞天台子的滋味了 赵春雷性格豪爽 直接拿起酒杯 一个仰头倒进口中 只见他整张脸 瞬间通红 陈生好奇问道 怎么样 赵春雷扎摸了半天 挠了挠头 有些不好意思地说道 呃 喝太快了 没有尝出是什么味道的 陈生一脸无语地 再次给他满上 赵春雷这次学乖了 一点一点将杯中酒饮尽 在陈生和赵雍的注视下 面红耳赤地憋了半天 最后憋出来一句 牛逼 他甘大地放下酒杯 心虚地看向两人 我老赵没啥文化 这已经是我最高的评价了 这飞天台子名不虚传 确实牛逼 真的 太爽了 从来没有喝过这么烈的酒 太牛逼了老陈 你这台子 到底是怎么搞出来的 陈生笑着摇摇头 商业机密 忽然 一阵狂暴的灵牙猛地 出现在大殿当中 无数的天地灵气 朝着这座宗主大殿 狂涌而来 形成了一个灵气漩涡 这突然的变故 将顾明月惊醒 只有刘天祥 还保持着先前那副姿态不变 陈生目光一宁 与醒着的三人对视一眼 一起出手 一道更加厚重的灵牙强势出现 将那道灵气漩涡 猛然镇压 片刻之后 异象缓缓消散 大殿再次恢复了平静 刘天祥慢慢睁开双眼 坐直身子 眼中金光一闪而过 随后 他站起身来 对着陈生行了一礼 多谢陈兄赐久 我在这金丹五重困了数十年 今日有幸品的飞天台子 终于得以突破 说着 他大笑起来 哈哈 我老刘远以为此生再无寸进 没想到 今日品德飞天台子了却一桩心事 陈兄大恩 老刘我铭记于心 陈生和另外三人 目瞪口呆地看着他 满眼震惊 谁能想到 只是喝了一杯酒 就让一位金丹进强者 突破了智谷 此事太过匪夷所思了 要不是亲眼见到他们 是万万不敢相信的 最终 陈生还了一礼 十分感慨道 只能说 这世间大道 当真是玄妙 老刘你命中 当有此机缘 真要谢的话 就谢陈川那小子吧 这台子 正是他弄出来的 刘天祥文言点了点头 在心中记下了这个名字 此番突破 对他来说 如同再造之恩 若有机会 定然好好报答 这个叫陈川的少年 这时 顾明月也问出了他心中所想 陈宗主 你说这台子 是名叫陈川的少年所发明 这陈川又是何人 说到陈川 身为青云宗宗主的陈川 也是神情严肃起来 一本正经地 跟四位宗主介绍了一番 毕竟之后的秘境试炼 陈建国肯定是要参加的 按陈川的性子 也是 一定会进去看看的 与其藏着掖着 倒不如坦诚不恭 将陈川对于青云宗的重要性告诉他们 算是提前打个招呼 免得到时候 有谁家弟子不开眼 被陈川震杀了 伤了大家的和气 嗯 应该不会吧 想到这 陈生心里也不免打起了鼓 对于陈川的性子 他可是清楚得很 平时看着嘻嘻哈哈的 对人也极为和善 可那都是在别人没有招惹到他的时候 一旦主动惹了这小子 那就只能死了 单说这段时间以来 有许多散修 想打华子和台子的主意 被陈川这小子知道过后 当场便带着青云宗 十几个金丹长老找了过去 听长老们回来说 那些人遭老罪了 就小小的筑基基修士 被十几个金丹长老围着一顿毒打 最后连个骨头渣子都没剩下 陈生不由地在心里祈祷起来 希望你们四个能听懂我的意思 回去之后 能好好告诫自家弟子 别招惹陈川这小子 他没有将陈川最大的秘密讲出来 这个毋庸置疑 就算近些年南荒五大宗门关系再好 也不能将陈川拥有规则之力 这是告诉他们 何况他也被母亲张春兰给下了禁止 听着陈生的描述 四人对于陈川也有了一个大致的印象 当真是英雄出少年啊 就是不知道 比起我玄阳宗那几个如何 玄阳宗宗主赵雍感叹着 不由自主地将陈川与自家的几位天才弟子 做起了比较 心中也升起了一点 争强好胜的心思 这些年来 他们四大宗门全都被青云宗压了一头 只是最近青云宗似乎是有些青皇不接 反而是他们几家 都有了几位极其出色的天才弟子 若是这次秘境试炼 能压青云宗一头 那自然是再好不过了 听着赵雍的话 风雷宗宗主赵春雷 和明皇宗宗主刘天祥对视一眼 都从对方眼中 看出了那一丝争斗之意 只有丹西谷谷主顾明月没有反应 安安静静地坐在原地 他们丹西谷和青云宗 倒是没有必要非得和青云宗争个高下 陈生看着那三个宗主脸上的表情 就知道他们心里在想什么 不过他也懒得劝说了 只是在心中暗骂了一句傻逼 话都说到这份上了 再说就不礼貌了 更何况 就算你们几家弟子里有特别牛逼的 能够比得上陈川这孩子 那又能怎么样呢 陈生根本不慌好不好 你们联手打得过陈川 难道还能打得过他爹陈建国 陈建国还在宗门里的时候 那一身修为 看着就让人害怕 毫不夸张地说 建国兄当真有大地之之 算了 陈生暗暗叹了口气 你们自求多福吧 就在这时 一旁的刘天祥忽然开口 只见他满脸期待 抖了抖手中的酒杯 陈兄 不知还有没有飞天台子 尝过此等先酒之后 再也喝不下其余反酒了 还请陈兄默要藏私 听见这话 剩下三人也满怀期待地 纷纷看向陈生 没有了 陈生嘴角抽搐 脸上的肉都抖了三抖 怎么可能 陈兄默要欺骗我等 你身为一宗之主 想要喝点自家的酒 还不简单 快快拿出来吧 默要开玩笑了 陈生 真没有了 都说了 这台子和华子 都是陈川在管 而飞天台子 又是真品中的真品 就是我每个月 也只有一瓶的份额 文言 嗜酒如命的刘天祥 一脸失落 叹息一声道 哎 好吧 不过普通的台子也不错 来来来给你们尝尝 陈生说着 取出两瓶台子 放在桌上 哦对了 他好似想起什么 又摸出一个玉匣 来来来 你们尝尝这华子如何 一时间 整个宗主大殿中 烟雾缭绕 酒香四溢 老陈 这华子果然牛逼 陈兄 你们有台子就算了 为何还有华子这等鲜物 老陈啊 这华子和普通台子 可不限量吧 你可得送 我们一些才行 而顾明月想的 要长远一些 陈宗主 不知能否 让我单膝谷 从你们这里 进购一些华子和台子 我想拿到我们那边 去迈着试试 陈生一脸春风得意 自豪地说道 好说好说 哈哈 另一边 在陈川的邀请下 尤光明 欣然和他一起前往 他在杂役区的府邸 如今杂役区 也不叫杂役区了 而是叫工业园区 不过陈川的府邸 被划分到了工业园区外面 他自己 把那地方叫做大别野 两人乘着灵州 来到外门之后 便选择了不行 慢悠悠地走着 一边还聊着 陈川询问后 才得知 他们所在的地方 处于南州的最南端 南荒的五大宗门 每一个都占地极广 旗下 还各自划分了几个 凡俗王朝 每个宗门都守着规矩 就算是每一届 招收弟子的生仙大会 也都是从各自统领的 凡俗王朝中挑选 而他们卧牛村所在的 大七王朝 位于南荒的最北部 两人就这么边走边聊 直到天边露出一抹残阳 才来到了陈川的大别野 也就是陈府 因为是自己的府邸 陈川也没那么多顾忌 直接推开门 领着油光明走了进去 刚一进门 陈川就发现了 待客厅里灯火通明 阴影有男人的声音传来 他心中不由得有些疑惑 平日府里 只居住着自己和东学姐妹两人 旁人若要来拜访 东梅定然会事先通知他 更不要说在他家里开趴了 要是被他逮住 是谁这么没规矩 指定没他好果子吃 带着心中的疑惑 陈川快步走向了待客厅 只见冬雪和东梅 一脸羞涩地围坐在桌前 一旁是一个看上去 面容刚毅的中年男人 陈川眼前一亮 静止冲了过去 爸 你啥时候回来的 怎么也不跟我说一声 陈建国看着冲到身边 直接坐下的儿子 抬手就是一巴掌 抽在他脑袋上 没好气道 老子回来 还要给你汇报 陈川拼命揉着后脑勺 只感觉老爸的手劲 又大了许多 他善笑道 没有没有 游光明这时姗姗来迟 看见陈建国之后 也是恭敬地叫了一声 陈师叔 陈建国立即招呼他坐下 来来来 喝酒 闻言 陈川目光看向桌上的 十几个金色酒瓶 心里一紧 爸 你知道这玩意多贵吗 啪 又是一巴掌 落在了陈川脑袋上 老子喝你点酒 还要跟你汇报 说着 陈建国一脸享受 你别说 这玩意 确实跟咱们 老家的味道一样 说说 你怎么想到 把这飞天矛 嗯嗯 陈建国话还没说完 就被陈川一把 给捂住了嘴 陈川满脸严肃 一本正经地说道 爸 饭可以乱吃话 不能乱说 咱爷俩还要不要休闲了 我这是台子 可不是那玩意 酒过三巡 陈川亲自给父亲 陈建国 点上了一颗滑子 呼 陈建国一脸欣慰地 靠在椅子上 缓缓吐出一团青烟 你还别说 好久没抽这玩意了 现在整上一口 还怪享受的 哈哈 陈川听着这些话 只觉得好奇 按理说 滑子这玩意 在南荒 应该到处都是了 不至于买不着 毕竟不像台子一样 搞饥饿营销 为啥老爸 会买不到这滑子呢 爸 你在外面 难道没有见过滑子 陈建国摇摇头 又点点头道 见过呀 买不起 你出门的时候 宗门没给你带点钱上 一旁的游光明 也感到好奇 搭话道 陈师叔出门游历时 应当带了上万零食吧 还是我送过去的呢 这左右不到一年时间 怎么就花完了呢 哈哈 陈建国感到有些心虚 摸了摸鼻子 离开宗门之后 遇到一些人一些事 这零食实在不够花 在外面还认识了一些朋友 到现在 老子还欠着人家钱呢 陈川大感震惊 是他们还能欠钱呢 老爸在外面 到底过了什么日子 不敢想不敢想 他好奇地问道 爸 你在外面欠了多少钱 嗯 没多少 也就八万零食吧 哦 八万零食啊 还好 闻言 陈川放心地点了点头 旋即看了游光明一眼 游总 游光明当即了然 从怀中摸出一张 用灵域制成的卡片 送到陈建国面前 陈建国有些疑惑地 看着面前的这张灵卡 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 爸 这是咱们青云集团旗下 青云银行的银行卡 陈川笑着解释道 拿起那张灵卡 看了一眼 再放回桌上 拿着这张卡 可以去青云坊室内 取出零食 嗯 这卡里也没多少存款 也就五十万吧 说完 看向自己的父亲 眼中充满了期待 果然 他这话刚一说完 陈建国夹着烟的手 一下顿住了 这 这张卡里有五十万灵石 陈建国惊呆了 就连华子也忘了抽 他倒是听东梅 那丫头说过 川如今有哪些产业 也知道 川发明出了银行卡 这种东西 可他万万没想到 五十万灵石 这么轻易就拿出来了 五十万灵石 是什么概念 一件上品法宝 也不过数千灵石 一件上品灵宝 也就十万灵石左右 这他妈随手 就拿出五件上品灵宝 这么几个上品灵宝 足以支撑起一个大一点的修仙家族了 这还是我儿子吗 他连忙丢掉烟头 把那张青云银行的银行卡拿了起来 满脸震惊地看着自己的儿子 就连说话都有些结巴了 这 他奶奶的 没想到老子活了一辈子 现在反而肯上儿子了 还行 总算体验了一把富二代的感觉 陈川 这像话吗 陈建国倒是没有怀疑 这张卡的真实性 青云宗推出的华子和台子 不光是风靡整个南荒 就连他在东海经游历时 都听到过华子和台子的大名 当时他就知道 这东西肯定是自己儿子搞出来的 不过这都不重要 主要是 川 这华子和台子的成本怎么样 嗨嗨 陈川轻轻咳了两声 老样子 装逼的时候 不能自己开口 最佳助攻守游光明 不是在这儿呢吗 只见游光明在储物带领没了半天 最终翻出来 两套账本 递给陈建国 身为青云集团的副总经理 这账本 他都做了辈份随身携带 必须准备好一切 时时刻刻为陈川解忧 这就是游光明的觉悟 有了大腿 必须好好报警 这是账本吗 陈建国接过账本 一页一页地翻看起来 一旁的游光明 也来到他的身后 一点一点解释起来 随着时间一点一点流逝 陈建国的嘴 也越张越大 卧槽 你他妈 这不是在抢钱 一声惊呼 响彻整个臣府 陈建国人都看傻了 这他妈成本不到 一块零食的华子 卖五十零食 至于台子就不用说了 这玩意 被川一手饥饿营销 炒到天价了多 别看出厂价标的是八百零食 看着外面那些黄牛商家什么的 跟青云宗没关系 实际上全是他妈自己人 川你 陈建国回过神来 看向自己的儿子 眼神复杂 呃 陈川看父亲这样 就准备解释 以前父亲总是告诫他 做人不能太贪心 要为社会做贡献云云 在他想着怎么解释的时候 就听见父亲那浑厚的声音 再次响起 川 你他妈干得漂亮 不愧是老子亲儿子 这他妈赚钱的法子 比老子都不差了 陈川 接着 陈建国一脸的好奇 川 你跟爹说实话 现在 你有多少钱了 听见老爸的这个问题 陈川没有立刻回答 而是陷入了沉思 这具体有多少钱 他还真没仔细看过 还好 尤光明知道 他只是思索了片刻 就开口回答道 如果只算零食的话 咱们现在大约有 八千六百九十七万左右 如果算上各种资源 法器 还有华子台子的库存 咱们大约有五亿零食左右 尤光明说着说着自己 都感到有些夸张了 这才短短大半年时间 清云宗竟然就如此富裕了 在陈川父子来之前 清云宗不说有多穷吧 只是各种开销都比较节省 也没有广招门人的心思 在他们父子来清云宗之后 不到一年时间 已经可以让整个宗门的弟子随意修炼了 甚至再多十倍弟子也都无所谓 这么庞大的财力 恐怕整个南皇其他所有势力加起来 也不一定比清云宗富裕吧 这些财富 如果换成上品领宝的话 足可以换来五千件上品领宝 尤光明算着算着愣住了 他怀疑 就算整个南皇的所有上品领宝 加起来恐怕都没有五千件吧 这尤光明不自觉地咽了一口唾沫 整个人都激动地颤抖起来 这平日里没仔细算过 现在一想就觉得兴奋 此前听陈川说 要带着清云宗 暴力于整个南州 他虽然不曾怀疑这话 但也是认为 这是想要达成的话 最起码也要等陈建国师叔成长起来才行 可如今才不到一年啊 南皇大半财富浸在手中 他仿佛看见了清云宗 成为南州说一不二的势力 而他身为清云集团的元老 副总经理 必然也会得到更高的成就 想到这 他目光灼灼地注视着陈川 川总 我们当真是富裕了 就连陈建国听见这话 也是满脸不可思议 他在外游历了这么久 自然是知道 这么庞大的财富是什么概念 如果换来五千件上品领宝 完全可以以一中之力 平推整个南皇 可问题就出现在这里了 南皇没有五千件上品领宝 而他们竟然有这么多财富 匹夫无罪怀必其罪 这个道理他深深地知道 因为在前世 他生意做大之后 也是差点就被人给抢走了 在他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之后 才堪堪 没有让陈氏集团一主 一想到这里 他的心情不自觉地便沉重起来 他猛然转头看向儿子 神色凝重 而陈川也同样一脸严肃地看着自己的父亲 爸 是我想得不够周到 我太过得意忘形了 只顾着积累资本 却忘了没有实力的后果 此时他已经满心沉重 思索着后路 前世的那些 拥有巨大财富 而没有某种实力的负伤 下场怎么样 他和父亲心里都很明白 就在他思索对策时 陈建国欣慰地点了点头 川能及时发现这个问题 已经足够了 没事 还来得及 何况你还年轻 说完 他又严肃地看向游光明 以一种命令般的口吻说道 小游 立马去清点 咱们清云宗到底有多少资源 各项明细全都要 无论你用什么方法用多少人 一周之后 我要看到报表 此时 他仿佛不再是那个只会打去的老父亲 不再是那个在外游历的天骄见仙 也不再是那个穿越过来之后 满心彷徨的卧牛村老农 他的气势瞬间拔高 就像是重新成为了 那个陈氏集团的掌门人 只要有他在 一切的艰难险阻 都会破开 没有人能挡住他们父子的前路 这 游光明听见陈建国的话 明显的一愣 随后询问式地看向陈川 他不理解 清云宗如今这么富裕 应该是极为开心的事情 可面前的父子二人 为何会是一副如临大敌的模样 看我做什么 忘了我怎么跟你说的 无论什么时候 一切听我爸的 陈川一拍桌子 大声说道 游光明顿时反应过来 冲着陈建国一个抱拳 遵命 陈董 我这就去办 陈建国点点头 去吧 是 保证完成任务 说完 游光明头也不回 急匆匆地转身向外掠去 一周时间 要将清云宗的所有资源 清点出来 这任务不可谓不繁重 不过 这也是考验他能力的时候 他相信 只要将这件事办好 自己在清云集团的地位 定然会更加稳固牢靠 但游光明的身影彻底消失之后 陈川呼出一口气 向父亲解释道 虽然他现在是咱们清云集团的副总 各种事情都做得挺好 可他毕竟从小就在宗门里修行 没有太多那种经验 陈建国文言摆了摆手 表示这不重要 随后看了一眼 坐在对面不敢说话的姐妹两人 东雪和东梅很是知趣 知道现在父子俩要说些悄悄话了 于是便一同起声告退 等他们两人离去之后 陈建国才招呼儿子来到身旁 缓缓开口 回来的这一路上 我发现弟子们大都在谈论关于你的事情 甚至有人说 如今你才是清云宗的画史人 你怎么看 或者说 陈建国瞥了一眼后山的方向 他怎么看 听见这话 看父亲小心翼翼的模样 陈川笑着摇摇头 爸 你放心 伯父不是那种人 我也没心情管理整个宗门 对了 我与伯父的儿子陈江和 也已经成为结义兄弟 这样啊 陈建国点点头 若有所思 片刻后摆了摆手 拿起桌上的玉匣 取出一根滑子点燃 吸了一口之后 吐出一个烟圈 你能这么想我就放心了 不管别人怎么说 咱们始终不是一家人 算了 以后的是以后再说 陈建国说着笑了笑 他在外面游历这么久 自然也是见识过了一些修仙界的景象 修仙界的残酷 远不是青云宗这个小小的宗门 能够概括的 能活下来 并且修炼到高境界的人 没有一个善差 陈川自然明白 父亲的担忧之处 他略微宽慰了一番 让父亲好好放心下来 随后好奇地问道 爸 你如今是什么境界了 还是练气九层巅峰 咋了 嗯 你出去这么久 竟然没有住街 陈川有些疑惑 不知道那系统怎么搞的 半个月就能让父亲练气大圆满 怎么半年过去了修为不带动的 你懂个锤子 陈建国抽了一口滑子 不紧不慢地说道 过段时间的 那个秘境里 有我助鸡要用到的东西 那东西说了 吃住鸡丹来助鸡的那种不行 而用那秘境里的东西 可以铸成最厉害的倒鸡 哦 爸 那秘境到底是什么样的 陈川号齐心大圣 我怎么知道 我又没进去过 陈建国没好气地说道 不过 我之前听陈生说过 那秘境好像是什么上古时期 先魔大战的遗迹 而且还有什么天目大阵 在外面就能看到秘境里的场景 卧槽 那不就是直播吗 陈川文言 虎屈一阵 当场兴奋起来 原本就想去秘境里看看 现在更想了 他可是知道 另外四大宗门的弟子 都会参加秘境试炼 如果有天目直播的话 大概率会由宗门的宗主长老们 带着弟子在外面观看 一开始 还以为只能在里面装逼呢 没想到在里面装逼外面 还有观众看着 这装起来不更爽 有装逼的地方 就有他陈川 陈建国看着儿子 这一脸亢奋的模样 好奇问道 怎么 你也要去 那秘境里 可危险得很 陈川文言更加兴奋了 连连点头 危险 危险才好呢 不危险 怎么能装逼啊 他一把抓住父亲的衣袖 满脸诚恳 爸 你得帮帮儿子 啊 这次咱们去秘境里 你能不出手 就不出手 一切交给我来 你小子 陈建国无语了 他一下子就明白了儿子的心思 不过这也是小事 以他的实力 在那秘境里 不说横着走吧 至少也是没什么怕的 毕竟他了解过了 那个秘境被上古仙人施加了封印 只有筑基器以下的修饰才能进入 而他们这些试炼者进去 也是为了加固封印罢了 不会遇上那什么域外天魔 念及此处 他点了点头 随你吧 说完站起身来 累了 先回去睡觉 你小子赶紧给老子造几个孙子出来 听见没 别以为老子不知道 那对双胞胎都被你收下了 陈川 第二天一大早 陈川独自一人从宽阔的床上醒来 老爸回来了 他自然也不好意思再跟两位少女睡在一起 别说他了 就是冬雪和冬梅也都不好意思 利落地穿好衣服 刚一走出门来到花园 就看见老爸正从外面走进来 他迎了上去 爸 这么早过来干啥 老子来不得 陈建国淡淡地瞥了儿子一眼 右手微微抬起 有些跃跃欲试 陈川健壮 脖子一缩 连忙带着父亲向内走去 入座之后 陈建国也没有打儿子 而是看了他一眼 问道 冬雪去哪了 陈川一愣 爸 你找他干啥 他现在应该在厂里上班了吧 陈建国眼皮一跳 忍住 想要抽儿子的心情 他奶奶的 都家大业大成这样了 而媳妇竟然还要进场打工 这像话吗 看父亲黑着脸 陈川也是心头一跳 急忙解释道 真不是我让他去上班的呀 是他自己想去的 你都不知道 我说了多少次了 他不听 滚犊子 陈建国美好气地骂了一句 随后摸出一个通体雪白 散发着森冷寒意的玉盒 放在桌上 赶紧把他叫回来 昨天回来光顾着盒台子了 都把这是忘了 陈川好奇地看了一眼雪白玉盒 先是拿出传音符 让冬雪先回来 随后拿起雪白玉盒打量着 他将玉盒打开一看 只见玉盒里端端正正地 放着一朵微微透明 如冰蓝一般的莲花 爸 这是啥 陈川好奇地问道 这个啊 这个就是能够提升他资质的东西 名叫冬雪莲 陈建国点燃一根滑子 解释道 这玩意老子 可是费了老大力才弄来的 他只有在极端严寒 并且充满寒属性灵气的地方 才能找到 传闻这冬雪莲七百年 才能现实一次 每次出现不到三天 就会枯萎 极为罕见 陈川听着 都感到扎舌 这玩意竟然如此难得 也不知道 老爸是怎么搞来的 不过他没有问 而是硬喝道 这样 看来这冬雪莲确实罕见 对了吧 你出去没有给我弄点 什么医保回来 他不能修行 只有吸收有着各种高级属性的医保 才能增加修为 半年前 他就是练起七层了 现在还是练起七层 半点没动 收来的那些资源里 他看了一下 虽然不少东西 都有着属性之力 但都太低级了 完全没有 没有 就找到这种 你要是想吃冬雪莲 你就吃 以后再给冬雪找一朵就是了 陈建国瞥了儿子一眼 说道 那算了 听见父亲说 只有这一朵 陈川摇摇头 此时他能感应到自己的灵根 对于这冬雪莲的渴望 若是能将冬雪莲吃了 自己必然能够再次掌控一种规则之力 修为也会大大进步 不过这东西 竟然是给冬雪准备的 那就算了吧 反正是自己的女人 她吃了还能提升资质 比自己吃了有用 现在她手段不少 震道贞洁 里记载的各种绝世杀阵 数不胜数 有钱了之后 她也给自己准备了不少杀阵背在身上 目前来看 也不差那一点修为了 这时 冬雪也从外面回来了 刚一进门 一眼就看见了桌上放着的玉盒 以及盒中的那朵莲花 她按捺住心中的那抹悸动 看向两人 伯父 公子 你们叫我回来 是有什么事吗 陈川还没开口 就看见父亲拿起玉盒 交到冬雪手中 此物名叫冬雪莲 与你倒是有缘 吃了吧 能够提升你的灵根品级 接过玉盒的冬雪手一抖 差点将玉盒掉在地上 伯父 这 太贵重了 我不能要 说着 将玉盒双手递给陈建国 都是一家人分那么清楚做什么 上次说了 要给你带礼物回来 收下吧 长者次不可辞 陈建国一伸手 将玉盒推了回去 听着陈建国的话 冬雪精致的脸庞上浮现一抹桃红 最终 他还是点点头 对了 这玩意 不用炼成丹药吗 就这么直接吃 会不会失了药力 陈川这时才插上话 好奇地询问道 如果需要炼丹的话 以他目前的财力 完全可以将最好的炼丹师给请回来 不料陈建国却摇摇头 这种顶级的天才地宝布需要炼制承担 主要是此物效力单一 仅能提升资质 若是炼承担 反而多出杂志了 行了 东西送到 我就不打扰你们了 说完 他起身离开 这次回来 他也有一些事情要做不说 待在这人家小两口也不自在 陈川和冬雪 将父亲送走之后 回到房间里 他看着冬雪 那双藏不住激动的毛子 轻笑一声 行了 将冬雪连吃了吧 他知道冬雪心中一直有一道坎 那就是 他的资质实在是太低了 虽然 他平日里不说 可每次都能在他的眼神当中 看见那一丝落寞 每当陈川问他 藏着什么心事时 他也只是摇摇头不说话 就连两人已经有了夫妻之时 他也始终藏着心事 现在 他终于有了提升资质的机会 怎么能不激动 冬雪小心翼翼地 将那朵莲花取了出来 抿着嘴唇 眼眶不知不觉间 已经微微泛红 他从来没有将那份灭族的仇恨 讲给任何人 就连妹妹东梅也不知道 他是只想着 身为姐姐 就要保护好妹妹 自己承担下这一切就行了 可惜 因为资质不好 上山许久都没能突破炼气 如今终于有了改善灵根的机会 他轻轻拈起一半花瓣 放入口中 瞬间 一股冰冷刺骨的寒意 由上至下贯穿全身 就连沉穿都能看见 冬雪浑身上下 都散发出一缕缕白烟 他走上前去 将冬雪颤抖布置的郊区 揽入怀中 随后运转起功法 调整自己的体温 给怀中的少女 尽可能带去一些温暖 冬雪没有反应 他实在是太冷了 可是这还不够 他咬紧牙关 颤抖着 举起有些僵硬的手 再次粘起一半 送进口中 循环往复 直至全部吃下 就在他将冬雪连 全部吃下的刹那间 整个房间 瞬间充满了极致的冰冷 甚至就连整座府底 都布满一层寒霜 沉穿感受到 怀中柔软娇嫩的身子 变得愈发僵硬 目光向下看去 一层冰晶 不知何时 爬上了少女的双腿 他目光一凝 索性不再运转 赤岩坟针鹿 抬手一招 哄 整个青云宗范围内 所有的灵气 全部躁动起来 无数的赤色光点 骤然从天地灵气中 分离开来 朝着山下的 一座浮底涌去 一边是极寒 一边是极热 一朵破莲花 也想把我的人带走 少年轻蔑的一笑 无数火属性灵气 笼罩着整个府底 带来世间最纯粹的炽热 这一刻 他仿佛天下所有火焰的君王 冰霜渐渐消散 就在沉穿调动 火属性法则之力的时候 青云宗范围内的所有修士 都察觉到了天地灵气的躁动 修为比较低的外门弟子 只是感觉修炼时 灵气忽然变得暴躁了起来 温度隐约有一些降低 但修为高深的宗主和长老们 第一时间就将神识注视到了山下的那座府底 太上长老的身影瞬间出现在宗主大殿内 他神色凝重地看着宗主沉生 沉生道 立刻开启护宗大阵 同时 对外宣布 我今日与小川府中偶有所得 突破境界 领悟火系规则之力 沉生重重地点头 然后毫不犹豫地摸出自己的宗主令 一个闪身出现在宗主大殿地下的密室之中 将宗主令按在一个凹槽当中 只见整个青云宗瞬间被一片青白色光运所笼罩 隔绝了外界修饰的探查 做完这一切之后 他又回到宗主大殿中 拟了一道法纸 招来数十名身有禁止的弟子 让他们务必将法纸内容传递出去 并不是他沉生和母亲张春兰小题大做 而是他们清楚地明白 若是沉川炼气七 就能掌握法则之力的消息 一旦传出去 那么 他一定会成为无数人的眼中钉 就算拉上整个青云宗 都保不住他 不过值得庆幸的是 另外四大宗门的宗主 昨天就离去了 不然后果不堪设想 就是不知道 小川为什么会忽然使用规则力量 调动如此庞大的一股火属性灵气 想到这 他一步夸出 在出现时 已经来到了陈府之外 此时 府外的空地上 已经聚集了整个青云宗的十八名金丹长老 以及原音器的太上长老张春兰 而汇聚在这里的那些赤红色灵气 也一点一点地飘散离去 陈生来到这里 看见所有人都面色凝重地望着眼前的府邸 他走上前去 来到母亲身边开口问道 娘 小川为何会突然有此举动 还有 之前不是告诫过他 不到万不得已 不要用这种力量了吗 说着 陈生脑海中一道惊雷闪过 他突然想起来 之前陈川在宗主大殿内 使出的是谁属性的法则之力 后来又从他口中得知 林田那边用了木属性的法则之力 而现在 竟然又出现了另一种新的属性 他不由得有些心惊肉跳 难道 难道说 陈川如今已经集齐了五行规则 他不敢再想下去了 这种事情 实在是太过匪夷所思 太过害人听闻 陈生的眼中充满了惊骇 他看向自己的母亲 与张春兰对视一眼 他们母子 两人都发现了这一点 都从对方眼中 看到了那一丝难以置信 这时 大长老吴元华猛地向前一步 郑重地看着太上长老 陈生道 请太上长老出手 封印我等记忆 身后其余十七位长老皆是齐齐上前 齐声道 请太上长老封印我等记忆 他们那天都见识到了 陈川点出的那一抹蔚蓝 随后被太上长老下了禁止 如今又见识到了 这令人惊惧的一幕 禁止已经不保险了 他们皆是自小就修行在青云宗 距今已有数百年 对于青云宗的感情不可谓不深厚 而今青云宗出现了 陈建国和陈川这等 资质逆天的绝世天才 为了避免任何一丝 有可能出现的意外 他们甘愿这一段记忆 受到封印 张春兰面无表情 目光扫过这十八位长老 这些长老 有的与他同辈 有的是他的晚辈 他们的感情 以百年为继 若是封印掉他们这一段记忆的话 他们此生 恐怕再难突破到原因期 因为记忆 乃是一个人最根本的东西 涉及到灵魂 若是由他出手 将他们的记忆封印 则相当于封印掉了 他们一块灵魂 尽管这一点记忆 十分渺小短暂 但灵魂终究不算完整了 对未来的影响 不可谓不严重 张春兰沉思了许久 最终还是摇了摇头 不必如此 只是要委屈各位长老 再让老身下一道静置便可 这是他深思熟虑后的结果 这些长老修为最高精丹后期 是绝不可能破解掉他的静置的 而若是其中出了内鬼 联合外人破了他的静置 说明那外敌的修为 比他高不少 也没有必要封印他们的记忆了 他的修为 傲视整个南荒 若是真来了这么一个敌人 也不存在保护陈川了 到时整个南荒都将倾覆 十八名长老文言 也是点了点头 如今清云宗一切走上正轨 大有一统南荒之势 他们凭借这等气韵 也有机会突破境界 能不被封印 自然是最好的 大长老吴元华 领着众人行礼 多谢太上长老信任 无妨 张春兰微微汗手 看了一眼儿子陈生 陈生当即了然 阴生道 放心 这里我看着 见陈生阴生 张春兰也是毫不犹豫 带着一众长老转身就走 给这些长老们下静置 可不算一件轻松的事 总不好在光天化日之下就做了 等到长老们离去之后 一个中年男人的身影 才姗姗来迟 正是陈建国 他不慌不忙地 走到陈生身旁 有些惊讶地说道 怎么会闹出这么大动静的 居然把你们都给惊动了 就算是他也没想到 一朵冬雪莲会整出这么大的动静 系统告诉他 这东西 放心交给冬雪就行 就算有一点点危险 也是陈川能够独立解决的 陈生看见自己 这位结义兄弟 丝毫不担心的模样 还以为他不知道事情的严重性 建国兄 你知道这是要是被透露出去 有多危险吗 陈建国点点头 当然知道 说着他笑了笑 不过没事 他自然清楚 这是有多严重 不过他却并不担心 有着自己的想法 一是测试一下 清云宗对于陈川的态度 光听别人说不行 这种事情 得自己亲眼看见才知道 二是因为 就算清云宗不在意他们父子 为了保全自身 将陈川推出去 有天大的危机 他也有手段 能够带着儿子顿走 不过就算如此 他也被自己儿子的手段 给震惊了 练七七就能调动如此庞大的能量 陈建国的嘴角 不自觉地露出一个微笑 看来川的资质和机缘 果然不比自己差 如此便好 一旁的陈生 被陈建国这副无所谓的样子 给整无语了 想要说的话 堵在喉咙中 他深深地看了自己的 结义兄弟一眼 最后沉沉地叹了一口气 建国兄不必如此试探 小川在我心中 与江河无异 都是自己的孩子 我也无法多说什么 日久见人心而已 只是还请听我一句劝 不要玩得太过火了 修仙界的水深不可测 一连过了三天 冬雪身上的寒意波动 才缓缓消失 他缓缓睁开双眼 一眼就看见了 盘坐在不远处的陈川 而陈川似乎是察觉到了 冬雪的视线 睁眼一看 冬雪已经来到了身边 醒了 什么境界了 他站起身来 伸了个懒腰 冬雪抿着嘴唇 眼眶有了一些湿润 多谢公子出手相助 我如今已有炼气七层的修为了 说着 他竟然就要跪下 陈川健壮 连忙将他扶起 轻笑一声道 都是一家人 说什么谢不谢的 说完他看着冬雪 嘖嘖称奇 这冬雪连 不愧是顶级一宝 居然能如此轻松地 就将炼气二层的修为 拔高到炼气七层 就是不知道冬雪的灵根 现在是什么品级的 好吧 其实也不轻松 这玩意吃下去之后 要是没有人在身旁互道的话 只怕是会变成一座冰雕 不过他转念一想 没背景的普通修士 估计也弄不来这玩意吧 那种小说主角除外 他们不需要互道 想吃什么就吃什么 完全没有副作用 陈川被自己的想法给逗笑了 如果说这个世界 也有一个主角的话 那肯定是他爹成建国了 能有系统的 不是主角是什么 他摸着自己的下巴想着 不过自己好像也不差 就算没有系统 他也是人群中最亮的仔 嗯 是这样没错 没有人能在装逼上胜过他 收起思绪 陈川拉起冬雪 柔若无骨的白嫩小手 走吧 说完 带着冬雪走出了房间 之前 东梅已经回来过了 并且告诉他 宗主和父亲在府外等着 陈川原本想将 二人邀请进来 结果宗主大人看没事了 便不在这里逗留了 只剩下父亲陈建国 留在府里 陈川两人出了房间 刚一下楼 就看见陈建国 坐在大厅的椅子上 不知道在想些什么 他拉着冬雪走了过去 坐到父亲身边 哟 这么快就吸收完了 没干点别的 陈建国眉头一挑 打去道 陈川翻了个白眼 懒得搭理他 谁家好人修仙了 还催着儿子造小人呢 不过 爸 你知不知道 那冬雪连吃了之后 会被冻成冰块啊 知道啊 那你咋不提前告诉我 忘了 父亲的话 给陈川掖得不轻 没见过这么理智气壮的 陈川摇摇头 算了 谁让他是自己老爸呢 对了 爸你身上有没有测零食 看看冬雪的零根 是什么品级了 陈建国文言 将目光看向儿子身旁的少女 只是扫了一眼 便收回目光 淡淡地开口说道 尚品冰零根 还不错 日后 还有提升的可能 四 陈川倒吸一口凉气 这冬雪连 不愧是罕见 居然这要牛逼 把冬雪的修为 提升到练气七层不说 零根居然直接跨过了中品 他没有问老爸 为啥看一眼就知道了 这种问题问出来 会显得他很傻逼 还能为啥 宿主就是这么任性 陈川暗中给老爸 竖起一个大拇指 感慨到不愧是天选之人 啥玩意都能给他弄回来 仅凭练气七的修为 就能把这种逆天神物搞到手 谁还敢说 这不是主角 他忽然感觉到 身旁的少女有所动作 转头看去 只见冬雪已经直直地跪在了地上 他两眼通红 俯下身子 浑身颤抖不止 就连声音当中 都带着一一丝哭腔 多谢伯父 多谢公子 得此大恩 冬雪此生无以为报 沉川健壮 连忙就要把冬雪扶起来 可他还没有所行动 就看见冬雪被一股灵力 拖着站了起来 沉建国呵呵一笑 声音十分温和 这丫头 说什么呢 还叫伯父啊 沉川 罢你正经典型部 这不是趁人之威吗 冬雪被灵力 拖着站起来之后 原本还想说些什么 可当听见沉建国的话之后 他明显的疑愣 谢谢父亲 他那张精致的脸上 飞速染上一抹飞红 竟是跟沉川一样 叫沉建国父亲 哎 好孩子 哈哈哈哈 沉建国听见这话 哈哈大笑 心情极好 他从储物袋中 掏出一柄灵剑 递给冬雪 这常见的剑身上 是纯净如雪一般的白色 剑刃上有着一抹淡淡的粉红 这把剑名为暖雪 中品灵宝而已 不算什么好东西 你先拿着用 冬雪一愣 见沉川点头示意 这才伸出双手 就要接过暖雪 就在这时 沉建国冷不丁地开口 此番我前往东海境内游历 那里有一繁俗王朝 名为大洲 听闻此前大洲 在他们的皇帝驾崩之后 混乱不堪 有一王爷 未婉救天下苍生 挺身而出 可惜被他的兄弟 联合修行之人给谋害了 他那兄弟 顺利地登上皇位之后 下令处死了整个王府 不过万幸的是 那位王爷 有两个赞储在民间的女儿 逃过一劫 陈建国淡淡地说着 看向冬雪的目光 有些意味深长 冬雪整个人都僵在原地 就连伸出的双手 也忘了收回来 过了许久 他接过暖雪之后 低下了脑袋 让人看不清他的表情 陈建国的声音再次传来 我闲着无聊 看到皇帝肆意欺压盘剥百姓 便顺手截过了他 哦对了 我还得到了一个消息 数年前与那狗皇帝勾结的修士 乃是一魔宗弟子 那个魔道宗门名为万圣宗 可惜我如今修为低微 不然也就顺手灭了他们 陈川在一旁听的人都傻了 没想到冬雪姐妹两人 竟然是这样的出生 背负着这样的灭门之仇 此前他询问冬眉 得到的是 他们姐妹俩 只是较为富裕的家庭 并无特殊 当真是没想到 这么说的话 冬雪和冬眉岂不是公主 就是那东海与青云宗相隔上万里 不知道他们姐妹俩 以凡人之身 怎么跨过这么远的距离 来到青云宗呢 他的目光来回扫视着面前的两人 想要说些什么来缓和 这凝固的气氛 可又不知该如何开口 过了许久 冬雪缓缓抬起头来 脸上只有两行青泪 谢谢把为我们姐妹报仇 只是那万圣宗 我想 话音未落 就被陈建国打断 只见他笑了笑说道 这么重的担子 不用一个人扛着 既然已经是一家人 那么你们姐妹的事 自然就是我们一家的事 放心 我暂时不会去东南万圣宗 我也打不过他们 只待日后 我们有了实力 便会为你姐妹复仇 此事便当作我陈家 与你姐妹二人的聘礼 如何 冬雪咬着嘴唇 眼神坚定起来 然后看了一眼身边 目光温和的少年 轻轻点了点头 把话说开之后 在陈川的劝导下 冬雪总算是没那么难过 也同意了 不再去工厂那边上班 决心好好修炼 尽快提升修为 再把冬雪送回房间 交到东美手中之后 陈川就返回了大厅 坐在父亲身旁 爸 你是怎么知道这些事的 陈川十分好奇 按理说这些事情 父亲应该全然不知才对 哼 我不是说了 要给他们姐妹俩送点礼物吗 再者 我这个当老丈人的 总要把媳妇的家事 给调查清楚才行 陈建国呵呵一笑 出去游历之后 很快我就完成了任务 那会儿恰好在大洲境内 在他的指引下 很快就调查清楚了 这是在大洲并不是什么秘密 陈川点了点头 搞了半天 原来还是系统的功劳 不过这系统 怎么跟保姆一样 宿主需要什么他 就能提供什么出来 搞得好像就没有他办不成的事一样 对了吧 那万圣宗是什么规模的宗门 比起青云宗如何 陈川好奇地问道 既然已经决定了 拿万圣宗 当作他成婚的聘礼 那么总得知道 这个宗门的虚实才行 不能打没准备的仗 你知道南荒为什么叫南荒吗 陈建国没有立即回答 而是反问道 见儿子茫然地摇头 他才不慌不忙地解释道 那是因为南荒这块地方 相较于南州的其余几个区域 的确是可以用荒芜来形容 你知道吗 整个南荒就只有青云宗的太上长老 这么一位元英七修士 而太上长老 还仅仅只是元英初七 那东海又是整个南州最为繁盛的区域 其中元英七修士数不胜数 而那万圣宗 也只是东海境内的一个二流宗门 就算如此 万圣宗内也有着十几名元英七修士 说着 陈建国顿了顿 还有传闻说 万圣宗内隐藏着一位化神器的老不死 正是因为这个 他们才能够在东海境内得以存留 陈川听着父亲的解释 心中难免有一些沉重 如今他才是炼气器的修为 甚至都没有突破到筑基 而对手已经有十几名元英了 还有那不知道真假的化神器 而他想要征服整个南州的话 自然避免不了这些 不过他也没有太过担心 他进入修仙界 还不到一年时间 只要有着足够多的一宝 他相信 很快就能将修为提升上去 就是不知道 南州还有没有更高级别的修士和势力 他皱起眉头 再次开口问道 爸 除了化神器之外 南州还有没有更高等级的存在 陈建国摇摇头 据我所知 化神已经是南州的顶点了 就连东海境内都没有几个 原来如此 陈川点点头 虽然化神器一口气就能灭了他 但是他也没有太过于担心 自己又不是傻子 肯定得实力提升上去之后 再考虑去别的地方装逼 目前要做的 就是先统一南荒 将资源整合起来 先给南荒 整出一个堪比化神器的高手才行 这种级别的修士 就相当于前世的蘑菇蛋 你可以不用 但不能没有 毕竟现在看起来 那些顶级势力都瞧不上南荒 但谁知道 哪天他们就盯上了呢 如今 自己拥有这么多财富 也是一个巨大的问题 那么多资源摆在那里屁用没有 只能看着 得先把这些资源给消化掉 转化成战利才行 就是不知道 尤光明那边 清点得怎么样了 说曹操 曹操道 一声清脆的门铃声响起 随后尤光明 带着满身的疲惫跑了进来 他竟只取出树莓玉剪 递给陈建国 疲惫的声音之中 带着一丝骄傲 陈师叔 川总 信不辱命 陈川诧异地看了他一眼 规定了一周的时间 没想到他用了一半的时间就完成了 看着尤光明 这副疲惫不堪的模样 估计是三天三夜没合眼 陈川拉过一张椅子 请他坐下 然后亲手给他倒了一杯茶 尤光明也不客气 接过茶杯一饮而尽 等了一会儿 陈建国放下手中的玉剪 递给陈川 你看看 看完再说 陈川接过这些玉剪 不看不知道 一看吓一跳 每一枚玉剪 都清清楚楚记录了 每一项资源的份额多少 临时就不说了 剩余的东西 一些是各种品级的法器法宝 还有无数的丹药 其余 还有着堆积成山的各种材料 不过价值最高的 还是那些华子和台子的库存 凭借着修仙界的产能 这些东西生产出了不少堆在那儿 可是这些华子和台子 又没什么作用 又不能拿来提升实力 一下子全部清销出去 又会影响市场 陈川看完之后 将玉剪还给尤光明 目光看向自己的父亲 父子二人对视一眼 心中立即有了想法 陈建国站起身来 拍了拍尤光明的肩膀 辛苦了 你先回去好好休息一下 明天咱们要忙起来了 尤光明点头 起身告退 虽然不知道 他们父子二人打算做什么 不过他只需要听话就行 不用想太多 等尤光明走后 陈建国看向陈川 开口道 说说 你有什么想法 陈川笑了笑 随后摇摇头 这些事情 还是您老人家在行 我就不乱搞了 你小子 陈建国无奈地 拍了拍陈川 原本还想考验考验儿子 没想到他根本不接招 直接把问题丢回来了 行吧 咱们去找宗主聊聊 嗯 宗主大殿内 陈川和陈建国 两人坐在宗主大人对面 陈建国一点一点 将事情的厉害讲明之后 陈生也是 听得连连点头 只见宗主大人笑着说道 我早就有这想法了 只是原本小秘境失恋过后 再与小川详谈 嗯 陈川思索片刻 询问道 这秘境 还有多久开启 一周后 行 那等秘境结束之后 宗门立刻开办收图大典 此次需得广招门徒 这一周时间 咱们也别闲着 把零食全都换成各种材料资源 陈川一一说道 来宗主大殿的路上 父亲便已经将他的想法说了出来 这些计划与陈川不谋而合 对了伯父 咱们清云宗 一共有多少炼丹士和炼气士 咱们要把一切资源 转化成可以提升实力的丹药法宝 嗯 还有阵法 阵法一事交给我 陈生听着面前少年的计划 表示自己完全没有任何意见 他已经将一切都安排好了 那还有什么好说的 自己只要安心 当甩手掌柜就行 他微微一笑 将自己从地下密室里 取出来的宗主令 交给陈建国 建国兄 一切安排你们自便就好 若有需要帮助的地方 尽管开口 咱们现在可是一荣俱荣 一损俱损 话题进行到最后 陈川给父亲和宗主大人 各自分了一根滑子 点燃之后 他忽然问了一句 伯父 你想统一南荒吗 坐在陈川身边的陈建国文言 目光一宁没有反应 只是自顾自地抽着滑子 什么意思啊 陈生微微一愣 随后皱起眉头 陈川没有回答 他从宗主大人的眼神之中 已经看出了答案 而陈生 也是眉头舒展开来 轻轻笑了笑 他自然是想的 统一南荒这种事 他怎么可能不想 不过是一直没有好的办法罢了 如果用武力的话 当然是可以的 但南荒的高端战力 本就不足 一旦挑起战争 必然会导致南荒 高端战力断层 这样的话 就算青云宗统一了南荒 也一定会被另外几个区域的势力 趁虚而入 现在没有打过来 无非是得不偿师吧 南荒对别的区域的势力来说 就如同鸡肋 可要是有机会 他们也是会很乐意吃下这只鸡肋的 交给我吧 伯父 我会送给你一个完整无缺的南荒 一个只有青云宗的南荒 陈川的声音十分淡然 仿佛拥有莫大的自信 他笑了笑 随后站起身来 与父亲一起告退 只留下眼神复杂的青云宗宗主 陈生 他端坐在椅子上 面无表情 不知道在想些什么 直到夜幕逐渐降临 他叹了口气 随后忽然笑了出来 当真是 英雄出少年 第二天 陈府内 尤光明好好休息了一天之后 一大早就来到了这里 陈川和陈建国见他来了 也是丝毫不拖沓 直接带着他去找到数位长老 将他们需要做的事情 一一分配下去 他们领了任务之后 各自携带着数不清的储物袋 朝着不同的方向飞去 过一段时间 回来的时候 又将储物袋交给陈川 接着带上新的一批储物袋飞略出去 而陈川做了安排之后 拿到了自己所需要的一些材料 便回到了陈府之中 将剩余的事情交给父亲 他现在要弄一些阵法出来 为了后面的秘境试炼做准备了 无论是统一南荒 或者是将青云宗庞大的财富 转化为战利 都不是一朝一夕可以完成的 急不得一时 三天后 陈川从府底中走了出来 找了一处无人的山头躲了进去 他有了一些想法 要去实验一下 于是 所有人都看见了 宗门内的一个山头之中 时不时地就会发生一阵巨大的爆炸声 陈建国也好奇 儿子到底在干嘛 跑到山里找了半天 总算找到了陈川的身影 当他看见陈川时 两只眼睛瞪得老大 差点没认出来 这是自己的儿子 川 你搁这干嘛呢 在他眼中 陈川现在跟个野人一样 满脸焦黑 身上的衣服破破烂烂的 陈川听见了父亲的声音 不过却暂时没有理会 而是全神贯注地盯着面前的阵法材料 只见他鼓到了半天 阵法终于成形 随后他只见一点 赤红和蓝紫色的光点 飞进阵眼之中 那阵眼上的颜色一阵变幻 赤红和蓝紫色互相交织在一起 又突然互相排斥分散 直至融合 陈川眼前一亮目不转睛地盯着手中的阵眼 放声大笑 哈哈 成了 成了 忽然 阵眼从中间猛地裂开 一股狂暴的灵力威压 从中散发出来 阵眼上散发出的彩色光芒 越来越盛 站在陈川身后看着的陈建国 脸色巨变 来不及太多反应 一把抓起陈川就跑 速度极快 他骂的 你小子躲在这里玩炸弹 陈建国边跑边骂 简直把吃奶的劲都使了出来 最后甚至飞了起来 这是他头一次感觉到 如此巨大的死亡危机 那一个小小的阵眼 就连他都不敢再多看一眼 因为再多看一眼 就会爆炸 短短几秒钟 陈建国扯着陈川 已经跑到了宗主大殿当中 为了逃命 他甚至用出了底牌之意 陈生见这父子俩 忽然出现在眼前 刚想要开口询问他们 有什么事 就听见远处传来一道巨大的爆炸声 雷声滚滚 如同天节一般 他脸色一变 一步跨出 他的身影出现在天空之中 一眼就看见了爆炸声的源头 那里是青云宗内的一座小山 此时已经变得烟尘滚滚 看不清真实面貌 这一阵阵烟尘 竟然形成了一个蘑菇的样子 其中还有着一股巨大无比的灵力 朝着四周横扫而去 卧槽 他奶奶的 这他妈是陈窗搞出来的 陈生来不及多想 飞身上前 来到蘑菇云上方 直接抬手向着蘑菇云 压去 两道庞大的灵力正面硬汗 那蘑菇云隐隐之中 竟然有突破 他封锁的架势 他这次不敢拖大 全力施展灵力 压向蘑菇云 倒不是他自己害怕这爆炸的威力 而是他奶奶的这座山头 处于外门之中 而外门全是还未铸鸡的弟子 一旦让他们吃了这一击 定然会死伤惨重 过了许久 蘑菇云才缓缓消失 放眼望去 那一座小山头 此时竟然已经消失不见 只留下一个硕大无比的巨坑 看得陈生心惊肉跳 草 这他妈是炼气漆 能干出来的事 换一个实力低微的金丹过来 也就这样了吧 陈生嘴角疯狂抽搐 咬着牙按骂一句 陈川这孩子 是不是他妈的疯了 他的心中充满了后怕 整颗心悬在半空 要不是陈建国把陈川拉着逃命 现在这小子 估计连灰都不剩了吧 太他妈吓人了 谁家玩阵法 是这样玩的呀 他急匆匆地 飞回宗主大殿 目光凝重地 与陈建国对视一眼 而后看向了 坐在地上满脸亢奋的陈川 成了 成了 哈哈 我他妈总算搞出来了 陈川自然也听见了那一声爆炸 这恰好证明了 他的思路是对的 虽然在这里 他弄不出来真正的蘑菇蛋 但是可以弄出爆炸呀 爆炸就是艺术 他刚站起身子 想要跟父亲和宗主 炫耀自己的研究成果 脑袋上就重重地挨了一巴掌 成你妈 陈建国扯着陈川 就是一顿毒打 边打边骂 成你妈 好玩是吧 你他妈差点把自己玩死 你知不知道 操 气死老子了 他完全不敢想象 陈川的胆子居然这么大 要是他当时不在那里的话 以陈川的速度 肯定是来不及跑出爆炸范围的 那爆炸的威力少说 也相当于金丹七强者的权力一击 都能把他杀个几十次了 陈建国越想越气 下手越来越重 陈生站在一旁 看得是连连点头 建国兄的这顿毒打 也是他想干的 要是陈川这孩子 把自己玩死 那这事就闹大了 妈的 还好没有酿成大祸 整个大殿内 只剩下了陈川 一声声的惨叫哀嚎 过了许久 哀嚎声渐渐小了起来 陈生看着地上 那整个脑袋肿得 跟自己一样胖的陈川 无奈地笑了笑 他现在也回过味儿了 陈川竟然能以 练气气的修为 制造出堪比金丹七强者 权力一击的阵法 这是何等的天才 同辈之中 没有一个人 能是他的对手了 当然 爆炸过后 陈川自己估计 也灰都不胜了 这也是最大的问题 他不能控制爆炸 也就是说 这阵法完全不稳定 这玩意 只能拿来自爆吧 陈生越想越觉得 陈川该挨这顿打 妈的 谁跟你斗法的时候 等着你在那搓阵法呀 等你把阵法弄出来之后 还只能跟人同归于尽 这玩意有屁用啊 此时 张春兰也来到了宗主大殿中 他看了一眼 躺在地上被揍得肿了两圈的陈川 没有管他 他自然也知道了 那爆炸是陈川搞出来的 唉 这孩子 张春兰无奈地摇摇头 一招手 陈川的储物袋落入他的手中 建国 我把他的那些材料 收走 没问题吧 陈建国深以为然地点点头 表达了自己的支持 该收 不然这小子还得玩 谁知道哪天就把自己炸死了 确实 张春兰微微汗手 神念一动 储物袋中一堆堆的阵法材料 就被取了出来 他手一挥 储物袋再次回到了陈川的腰间 接着打出一道灵力 替陈川简单治疗了一下伤势 不过 却并未给他消肿 陈川满脸委屈地从地上爬起来 看了一眼三位长辈严肃的表情 大有三堂会审的架势 他缩了缩脖子 也不敢再反抗 我不搞就是了 至于揍得这么狠吗 他抬手指着自己 把你丑丑 给你英俊潇洒的儿子 揍成啥样了 陈建国眼睛一瞪 做事就要打 吓得陈川连忙张春兰身后 好了 别闹了 张春兰轻笑一声 将陈川从身后拉出来 都是为了你好 你难道不知道有多危险 陈川脸色一僵 点了点头 他当然知道有多危险了 不过自保的办法他其实也有 不至于被当场炸死 原本他看两种元素融合进了阵眼 还以为这次终于成功了 没想到最终还是功亏一篑 仿佛缺少了什么一样 他的法则之力 并不能完美地融合在一起 这也导致了阵法的不稳定 如果能够把这个问题解决的话 那么他将多出了一种 威力极大的对敌手段 阵法材料的等级越高 爆炸的威力就越大 不过那些材料都价值不菲 要不是他现在有钱了 可玩不起这样的 这大概就是烧钱的魅力 行了 那些材料我就替你收着了 你那些做好的阵法我没有动 以后你要做什么阵法 必须得有长辈在身旁才行 到时再来我这里领取材料 张春兰认真的说道 陈川点点头 没有拒绝 他也知道这是为了他好 再说他现在也没办法解决 元素不稳定的问题 这事只能放到以后再慢慢研究了 这时 张春兰再次开口 表情极为严肃认真 小川 你记好了 过两天的那个秘境 四大宗门的人都会来 并且在秘境之外 就能看见秘境内部的情况 所以 你得答应我 绝对不能使用法则之力 明白吗 明白 陈川笑着点头道 奶奶 我知道轻重 知道就好 行了 回去准备准备吧 好嘞 终于到了前往秘境的日子 这几天 陈川都躲在家里 不敢出门 帅气的脸庞都变成猪头了 怎么好意思出去见人 被青云集团的员工们 看见他们最爱的川总 鼻青脸肿的样子 那像话吗 陈川走出房间 伸了个懒腰 此时在宗门内 与他相熟的人都在府里了 实际上也没几个人 冬雪东美姐妹俩 结义的脑瘫二弟陈江和 爱玩巴巴的王二狗 不打不相识的保安队长刘猛 当然还有我们的最佳主攻守游光明 陈川原本也邀请了朱三两一起去 可他说自己实力低微 去了秘境里 也是添乱的 还不如留在家里看着工厂 他们领导们都出去了 总要留一个首家的 保证工厂正常运转 这话让陈川狠狠夸奖了他一把 并且奖励了他许多资源 还提出了一个建设性的方案 他们参加秘境试炼这几天 工厂的工人们算加班 青云集团全体员工工资增加到三倍 甚至还奖励他们一人一箭法器 让所有员工都直呼川总牛逼 这时 父亲陈建国的身影走了进来 他随手丢给陈川几个储物袋 然后转身离开 陈川接过储物袋打开一看 里面装满了华子台子 还有各种各样的食材调料什么的 看得陈川满心欢喜 他没有问父亲去哪 之前已经问过了 陈建国给出的答案是 他一个长辈 怎么能跟着这群小辈一起走 不得不说 再装逼一道 他们不愧是父子俩 陈川放好储物袋 大手一挥 出发 几人来到府外 抬头一看 数艘灵舟已然升空 陈川抬手招出自己的豪华版灵舟 招呼着众人入座 很快 豪华版灵舟飞上天穷 跟着大部队朝着一个方向驶去 灵舟内 油光明一脸无语 川总 你非要把我带上干嘛 我又进不去秘境里 他的修为已经达到了助击后期 而那秘境只有助击期以下才能进入 所以他是不可能跟着进去的 原本他还想留在青云宗里 趁着大火都出门了 好好享受一段惬意的时光 没想到陈川说什么 也要把他拉上一起 根本容不得他拒绝 正因如此 他看向陈川的眼神之中充满了忧怨 呵呵 带上你肯定有你的用处啊 老游啊 别的不说 你知道的 我这人就看好你 陈川无视了油光明那忧怨的眼神 他带上油光明的原因很简单 那就是助攻 他在秘境里装逼 外面总要有一个人打配合吧 总不能指望宗主长老他们 他们懂个屁的装逼 思来想去 还是觉得油光明这小子有前途 每次自己装逼的时候 他都能恰到好处的开启解说模式 他拍了拍油光明的肩头 老游啊 这次回去之后 我给你升职加薪 油光明一愣 升职 加不加薪的倒无所谓 主要是升职 他已经是青云集团的副总了 还能怎么升职 对 哈哈 放心吧 我还能亏待自己人 此话一出 油光明顿时没了怨言 反正陈川总不可能骗他吧 既然说了升职 那么肯定会给他升职 到时候 他的地位岂不是 油光明整个人都陷入了美好的幻想之中 过了许久 灵州骤然止住 随后缓缓下降 终于到了 装逼大舞台 能装你就来 灵州降落到地面 陈川等人立刻走出了舱门 此时正值赏午 明媚的阳光洒在身上暖洋洋的 十分舒适 入目之处 一片青葱翠绿 这里似乎是一片山脉之中 因为常年充斥着浓郁的灵气 使得这些花草树木在寒冷的冬季 也依旧保持着他们最美的姿态 几人跟着大部队继续行走了不过两刻钟 穿过一片幽暗的密林 进入一个石门之中 眼前豁然开朗 前方居然出现了一片极大的空地 抬头望去 四周依旧是一片片接连的山脉 只有这里仿佛被上古时期的仙人 使用尾力给分割开来 四周 那接连的山脉上没有了树木 而是被凿出了一个个座位 粗略一看 就像是前世的足球场一样 场中摆着一个巨大的祭坛 祭坛中间又有着一个 刻满神秘名文的石门 行了 先别看了 走吧 我带你们先入座 尤光明走在前方位众人领路 不多时 几人就来到了属于青云宗的方阵里坐下 青云宗的弟子们 见到尤光明和陈江河 都纷纷对其打招呼 直到他们二人坐下 才看见了跟在后面的陈川 川总你也来了 哈哈 看来咱们这次秘境试炼有福了 那可不 谁不知道跟着川总混 才是最爽的 陈川笑盈盈地 一一与青云宗的弟子们打过招呼 大家放心 搁带你们横躺秘境 都跟着你们川总进去旅游 弟子们一听 当场欢呼起来 好 川总牛逼 不愧是川总 啊 川总牛逼 陈川找了一处空旷的位置 安排几人坐下 随后抬手朝下压了压 青云宗弟子们立刻安静下来 静静等待着陈川的发言 嗨嗨 听我说 陈川清了清嗓子 朗声道 我让你们的游总带足了滑子和台子 当然 还有一些吃食 等会儿留在外面的师兄弟们 记得去找游总领取滑子和台子 咱们在这里开怕 烟酒烧烤火锅 全都安排上 都给我嗨起来 一瞬间 青云宗众人全都欢呼起来 大声喊着 川总牛逼 川总我爱你 他妈的川总牛逼 老子头一次听说 把秘境是炼当派对搞的 川总牛逼 陈川听着众人的欢呼 脸上的笑意更盛 他抬手一压 众人立刻又安静下来 别急 还有 我还让一些师兄弟 带了扑克和麻将 不知道 你们带上了没 话音刚落 立刻就有无数道声音回答 都带上了 好 陈川大喊一声 兄弟们 这几天都给我嗨起来 要打牌的打牌 兄弟们放心大胆玩 一切费用 青云集团报销 这些日子 在陈川的推广下 麻将和扑克牌 也在青云宗内流行起来 卧槽 川总牛逼 他妈的 这完全就是来度假来了 太嗨了 这时 陈川看见其余四大宗门 也纷纷入场了 他们听见青云宗这边的动静 纷纷好奇地看了过来 陈川只觉得这个逼装的 还不过响亮 他抬手一挥 算了 不等了 游总 把华子和台子分给大伙 兄弟们 开招 一时间 整个青云宗的区域内 烟雾缭绕 还有一整片浓郁的酒香 充斥在整个场地之中 兄弟们 干杯 沁川总 沁川总 川总牛逼 这场面 给四大宗门的弟子 全都看傻了 一个个目瞪口呆地望着青云宗的弟子们 有位悬崖宗的弟子 看见这种盛况 结结巴巴地说道 他们 他们是来度假来了 他们手中的 一定就是华子吧 还有那一瓶瓶台子 他四周的师兄弟们 也都是眼神呆滞地 看着青云宗的弟子们 当他们看见所有青云宗弟子 手中都夹着画子的时候 总觉得心里空落落的 不是滋味 就好像手里少了点什么 他们强忍住内心之中的羡慕 纷纷坐下 转头不看向青云宗那边 可当台子 那浓郁的酒香传来 他们全都不自觉地 吞了一口唾沫 同样的场景也出现在风雷宗和明皇宗 他们全都强迫自己 忍着心里的羡慕嫉妒 不去看青云宗区域 可那一阵阵台子的酒香 简直挠到了他们的心里面 直叫人心里痒痒 只有丹西谷的一众女弟子们 没有这种心理 因为他们的方阵 就在青云宗旁边 陈川建一大群美艳动人的仙子 静直坐到自己身旁一侧 一阵阵因为长期练丹 形成的独特体香 传入鼻中 他顿时眼前一亮 取出一瓶台子 递给旁边的丹西谷弟子 美女 来整一口 反正听说青云宗和丹西谷关系最好 说不定稍后进入秘境之中 两个宗门还能有所合作 现在打好关系 肯定是没毛病的 而怎么搞好关系 那当然是炫台子了 顾一秋一脸茫然地看着 旁边少年递过来的琉璃瓶 不知所措 只觉得 这梅青木秀的青云宗弟子 竟然如此猛了 哦 你瞧我这脑子 美女怎么能对冰吹呢 我给你换一个 陈川一拍脑袋 取出一只酒杯 针满之后递了过去 对了 我叫陈川 你叫什么 不知为何 陈川感觉眼前的这位 一袭淡紫色长裙的少女身上 有一种莫名的清和感 仿佛与自己体内的木系规则之力 相互呼应 我顾一秋听见陈川的名字 眼光一闪 看向陈川的眼神 有些诧异 原来他就是陈川 在来的路上 他的母亲顾明月就告诉他 青云宗有一位名叫陈川的弟子 需要他注意 务必要与其打好关系 母亲甚至说了 这个名为陈川的少年 在青云宗的地位 甚至隐隐有些超过青云宗的宗主 想到这 他轻轻抿着嘴唇 看了一眼陈川递过来的酒杯 接了过来 我叫顾一秋 好名字 人美就算了 名字也好听 陈川竖起一个大拇指 随后拿起自己的飞天台子 啥也不说了 整一口 顾一秋 他活了这么大 头一次见到这种人 不过倒是挺有趣的 顾一秋眼含笑意 端着酒杯 与陈川的金色琉璃瓶 轻轻碰了一下 干杯 哈哈 陈川举起飞天台子猛灌一口 只觉得心情大好 忽然 他的背后生起一阵寒意 呃 他僵硬地坐直身子 目不斜视 两个冰冷地 让人心中发寒的声音响起 好看吗 下一刻 陈川的腰上 出现两只柔弱五骨的白嫩玉手 掐着他腰间的软肉 使劲一拧 陈川咬紧牙关 不让自己惨叫出来 还好 五大宗门的宗主长老们 此时也已经进入场中 行至最高点的五个座位上坐下 陈生坐在中间 目光扫向自己青云宗的区域 冬雪和冬眉见状 这才放过了陈川 嗨嗨 陈川倾咳一声 兄弟们 给宗主点面子 等会再嗨 单膝谷谷主顾明月 顺着陈生的目光看过去 一眼就看见了 那一袭白衣的少年 还有陈川身边 端着一只酒杯的女儿 顾一秋 他嘴唇微张 显得有些诧异 陈宗主 那位是 陈生收回目光 无奈地摇了摇头 他就是陈川 他自然是知道 在来之前 陈川就安排了人手 带上烟酒食物 和各种娱乐道具 不过他没想到的是 这小子 居然三言两语 就把弟子们的气氛 给烘托起来了 眼下他们这些 宗主长老们都入场了 那群青云宗的弟子 都依然夹着 华子酒杯交错 只是没有再大声喧哗了 对此 他倒是无所谓了 一是因为 他本就打算 给陈川铺路 二是因为 陈生翻手之间 一条华子 和几瓶飞天台子 已经出现在了 几位宗主面前的 石台上面 随后又摸出了 一些邻国与小吃 来来来 咱们几个也别闲着 陈生说着 将华子分给四位宗主 又打开一瓶飞天台子 给大家针灸 四位宗主接过之后 没有立即享受 而是将目光 看向了青云宗 与丹西谷交接处的 那位白衣少年 原来他就是陈川吗 悬崖宗宗主赵雍 眼前一亮 赞叹道 当真是玉树临风 少年英才 是啊 没想到竟是 如此年轻的少年郎 年纪轻轻 就有如此成就 日后前途不可限量 风雷宗宗主赵春雷 也点头赞道 就连平日里 话不怎么多的 明皇宗宗主刘天祥 也是目光灼灼地 望着陈川 发自肺腑地赞叹道 原来他就是陈川 当真不错 他因为饮了一杯 飞天台子 才得以破镜 这一份恩情 自然是被他 算在了陈川的身上 如今亲眼见到 陈川的模样 难免对其心生 尊崇之意 呵呵 陈生呵呵一笑 丝毫不意外 四位道友的反应 之前做的铺垫太多了 导致这个人 在别人眼里 有了深厚的滤镜 他举起酒杯 与四位宗主 齐齐碰杯道 今天咱们能有这口福 还得感谢陈川这孩子呢 光是我的话 可没资格 拿到这么多的飞天台子 那是自然 陈兄请 刘天祥嗜酒如命 此刻早已经忍受不住 心里的那股痒痒净 连忙将手中 清澈透明的美酒 一饮而尽 诸位 请 陈生手一伸 邀请其余几位宗主供应 请 又过了一会儿 陈川剑等了半天 还没看见秘境开启 便摸到游光明 和二弟陈江河身旁 小声问道 这秘境啥时候开启 快了吧 长老们 应该已经在布置 开启秘境所需材料了 游光明笑着解释道 让陈川稍安勿躁 秘境开启并非易事 每次开启之时 都需要经单长老们 好好检查各处细致 并且布置好阵法才行 这时 陈江河接过话头 对着陈川说道 大哥 来之前 我父亲告诉我说 丹西谷弟子们 大都以炼丹为主 他们本身并无多少战力 让我们清云宗弟子 进入秘境之后 对他们多加关照一些 文言 陈川回头看了眼 丹西谷的仙子们 点了点头 小事而已 我对秘境全然不了解 等进去之后 一切交由你来安排 大哥 果真吗 陈江河听到陈川这样说 顿时虎去一阵 这哪里是将领导权交给了他 在他看来 这是大哥将装逼权交给了他 没想到 在如此盛大的场景当中 自己居然还能在这么多人 面前装逼 大哥 你真好 一想到陈川这等逼道高手 愿意将装逼权交给自己 陈江河差点热泪盈眶 你高兴就好 陈川无语地 瞥了这个脑瘫二弟一眼 懒得再搭理他们 转身回到了自己的座位 等了半天 陈川的目光扫视着全场 仿佛在寻找着什么 东梅也跟着他的目光到处看了看 好奇地问道 公子 你在找什么呀 找老陈呢 陈川找遍了全场 都没有看见父亲的身影 不知道他到底去哪了 会不会是没来啊 不会 陈川摇摇头 这秘境里面 有着老陈助击所需的东西 他是绝对不可能不参加这次试炼秘境的 并且他旁敲侧击得知 这处秘境里 似乎并非宗主他们说的那样安全 其中有着不少隐患 而且 老陈还通过一些话术 告诉他一件事 那就是 这个秘境里有一样东西 是他必须要得到的 那样东西 具体是什么样的老陈说不出来 只是说了 陈川只要得到那样东西 他的实力将获得质的提升 可以完整填补他法则之力 缺少根基的问题 这也是陈川无论如何 也要参加这次秘境试炼的缘由 怎么可能光是为了装逼 就在陈川寻思着 到底是什么东西 可以弥补他五行法则之力的根基时 只见青云宗大长老吴元华 忽然现身于场中的祭台之上 他与高处的宗主陈生对视一眼 轻轻汗手 随后身形再次消失不见 而陈生也放下了手中的酒杯 看了一眼身旁的四位宗主 四位宗主也都了然 点头示意 随后五位宗主一起站了起来 场中所有的弟子们健壮 也不敢再坐着 废话我就不多说了 简单讲一讲这个秘境 以及进去之后 你们要做的事情吧 陈生的声音 经由灵力的催发 出现在每个人的耳中 这一处秘境 乃是十万年前 仙魔大战形成的遗迹 五大宗门的所有弟子 都认认真真的听着 这些消息关乎到 他们进入秘境 之后需要做些什么 传闻十万年前 域外天魔入侵我方天地 幸有无数英勇先烈前赴后继 最终将所有域外天魔 一一斩杀封印 而这一处秘境 就是曾经一处战场的一角 这话听得一众弟子们 全都屏息名神 只有陈川跑到 游光明身旁 好奇地小声问道 老游啊 那域外天魔长啥样 秘境里能见到不 那玩意 咱们应该打不过吧 我不知道啊 不过应该遇不到吧 那玩意的传说 我听得耳朵都起茧子了 就是没一个人亲眼见到过 游光明看着好奇的陈川 理直气壮地说道 这秘境一夹子才开启一次 我才五十几岁 上次秘境开启时 我还没出声呢 陈川嘴角抽搐 他已经知道 游光明下一句话是什么了 果然 游光明骄傲的声音再次传来 哼 这秘境 只有助击期以下才能进入 唉 我年纪轻轻 就已经是助击后期了 游光明说着 满脸惆怅地摇着头 仿佛很遗憾的样子 看来我此生是无缘上谷战场了 滚 陈川美好气地骂了一句 也不知道是不是跟自己混久了 怎么身边这些人 一个比一个爱装逼了 逼都被他们装了 那我还装什么 真是不懂事 宗主大人的介绍还在继续 陈川也不想在大理游光明了 专心致志地听了起来 因为有着上古仙人们布置的封印存在 所以这秘境限制进入的最高实力 便是助击期之下 而秘境内的妖物 所拥有的最高实力 也被限制在助击期之下 说着 陈生自豪地笑了起来 当然 身为上古仙贤们的后人 对于我们自然也是有着优待的 虽然我被人族修士 进入秘境 最多只能是练期期巅峰 但是进入秘境之后 便可以使各种手段突破至助击期 而不会被封印所排斥 所以诸位放心 相信你们宗门的长辈们 也都为你们准备了破镜助击所需之物 如此一来 我被人族修士 在秘境之中 自当没有太多的危险了 此话一出 玄阳宗 风雷宗 明皇宗 丹西谷的弟子们纷纷看向自家几位 练气九层巅峰的师兄师姐 交头接而起来 刘师兄 陈宗主所言 是真的吗 当真准备了助击丹 刘师兄听着师弟们的询问 淡淡地点了点头 让他们放心 宗门的长辈 给他们这些练气九层巅峰的弟子 准备了助击丹是不错 可不到万不得已 他们是绝不会依靠助击丹破镜的 这个秘境里 有着无数的机缘 毕竟是上古仙魔战场遗址 其中随便获得一点能够破镜的机缘 都比吃下助击丹所助成的人道助击 要好得多 更不要说 这秘境里还有着那唯一的机缘 那可是能够助就先到助击 而一众弟子们 自然是不知道这些秘文 见师兄承认 全都放心下来 看来这次秘境里 没有什么危险了 助击七面对炼气七 那简直相当于壮年打婴儿 炼气七的妖物 根本不可能有还手之力 四大宗门的弟子 在得到师兄们的承认之后 看向另一边 根本不为所动的青云宗弟子们 心中充满了好奇 难道他们没有准备吗 他们哪里知道 青云宗弟子们根本不慌 前几天陈川搞出来的那朵蘑菇云 但凡是在宗门内的弟子 全都看见了好不好 他们最最亲爱 最最崇拜的川总 抬手之间就是金丹之威 打你们这群 随时可以助击的小虾米 还不是信手拈来 不过他们不知道的是 现在陈川的储物代理 根本就没有炼制阵法的材料了 无论是宗主 太上长老 还是他的父亲陈建国 全都不允许他 随意制造阵法了 毕竟他们不可能 时时刻刻都注意陈川在干什么 谁知道 哪天这小子玩上头 把自己给炸飞了 如今陈川的储物代内 只有他之前炼制出来的 一点点杀阵 嗯 只有一点点 高台上 宗主大人的发言 终于进行到了关键之处 好了 接下来就是大家进入秘境之后要做的事了 这个在出发前 相信宗门的长辈们 已经给各自的领队说过了 这里我再说一遍 秘境里有一公六十处祭坛 这些祭坛 正是封印玉外天魔的大阵节点 你们要做的很简单 就是把携带的材料 融入各个祭坛当中 加固封印即可 陈生话语简洁地说着 他本就不是什么太严肃的人 也不喜欢整那一套繁文入节 凡事都喜欢从简 至于材料 咱们五大宗门的领队们已经领取了 陈川闻言一惊 卧槽 我怎么没领 他扫视着清云宗的弟子们 大声问道 我没领到 你们谁拿到了 大哥 在我这呢 陈江河小心翼翼地跑到陈川跟前 生怕大哥觉得被他抢了风头 哦 那正好不用我麻烦了 陈川点点头 没有在意这个事情 能不麻烦 当然是最好的 这种事情 想想就麻烦 至于领队不领队的 清云宗谁说了算 还用得着说 领队 虚名罢了 宗主大人的讲话 已经快要结束了 现在说到了众人最关心的一点 现在大家都知道了 秘境里一共有六十处祭坛 秘境试炼为期一周时间 在全部祭坛的封印加固之后 大家可以自由争夺祭坛 最后 谁家占领的祭坛数量多 哪个宗门便是此次试炼的优胜者 对于优胜者 我们五大宗门自然是有着丰厚的奖励的 陈生呵呵一笑 简单停顿了一下 如今清云宗财大气粗 这次试炼的奖励自然是丰厚无比 远超以往 好了 不卖关子了 优胜者将会获得上品领保五件 四阶领单十平 还有我清云集团独家赞助的 特供版华子一百合 以及 飞天台子一百平 陈生话音刚落 整个场内只是安静了一瞬 接着就听见一串接一串的唏嘘声 除了清云宗弟子外 四大宗门的弟子 全都被这丰厚的奖励 给吓得心惊肉跳 那特供版华子和飞天台子的价值 他们不是很清楚 可是那上品领保和四阶领单 他们懂啊 别说他们只是炼气器弟子了 就连许多金单长老 都不见得有上品领保使用 那四阶领单就更不用说了 要知道 筑基单这种可以用来破镜的领单 通常也只是五阶 而且需要他们这些普通弟子 付出极大的代价 才能获得这么一个筑基的资格 师兄 往年的秘境试炼也有 如此丰厚的奖励吗 有弟子被这奖励给 吓得说话都不利索了 连忙询问参加过上一届试炼的师兄 怎么可能 他奶奶的也不知道怎么了 本季的试炼居然有如此丰厚的奖励 要不是 我助击早了 真想进去搏一搏 那位参加过试炼的师兄 羡慕得牙痒痒 要是他能得到一件上品领保 简直可以在助击期内 横着走了 听着清云宗宗主宣布的奖励 所有弟子全都激动了 一个个跟打了鸡血似的 都在心里暗暗发誓 一定要夺得试炼魁首 只有清云宗的弟子们 依旧不为所动 虽然上品领保 和四街灵丹珍贵无比 可那也不是他们能够觊规的 大家心里都清楚 这玩意 就是咱们清云集团赞助的 而赞助者 当然就是最最亲爱的川总了 所以 这些东西完全就是川总 给自己人准备的 他们对这些完全没有想法 他们清云宗弟子的待遇 本就已经很丰厚了 除了那些特供版华子 和飞天台子 他们对此 可是缠得很啊 陈川依靠在冬雪身上 享受着冬眉的按摩 对于四大宗门弟子的惊叹 他根本没有半点反应 甚至有点想笑 真以为那些东西 是给你们准备的啊 不给你们上点硬货 你们能老老实实过来找麻烦 抢占我们的祭坛吗 你们不来 我还怎么装便 一切都在掌控之中 不过想到 那五件上品领保 就连财大气粗的陈川 都有一些肉疼 那玩意 虽然市场价是十万零食 可不会真有人以为 十万零食就能买得到吧 根本有价无事好不好 但是买下这五件上品领保 就花了将近千万零食 全部都是用高价收购过来的 也都是为了几个自己人 量身选择的 各种各样的都有 好了 那些多余的废话 我就不多说了 台上的宗主大人猛地一挥手 本届秘境失恋 开始 随着他的话语落下 五大宗门的数十位长老 出现在祭台之上 他们合力将自身庞大的灵力 传输进阵眼当中 只见祭台之上 爆发出炫目的七彩霞光 直冲天际 这些霞光交织在一起 不断变换 最终形成了一道天幕 从天幕之中 隐约能够看见一个极为宽阔的空地 没有人进行操控的话 天幕当中的景象 只能停留在秘境入口处 随着天幕的彻底形成 祭台之上 忽然出现一个巨大的灵气漩涡 这灵气漩涡 随着长老们的灵力输入 逐渐变得稳定下来 最终形成了一个灵气大门 做完这一切 这几十位金丹长老 仿佛脱离了一样 一个个脸色发白 朝着高台上的五大宗主汉首行礼 最后身形一晃消失不见 这祭台 不愧是上古仙人们留下的东西 几十位金丹七的长老们 何力才能够堪堪催动 只是简单地打开秘境和天幕 就耗尽了他们体内的灵力 现在他们要稍作休息才行 此时 天色已经渐渐变暗 太阳早已不至踪影 这方处在山脉密林之中的场地 也变得寒冷了起来 呼啸的风声肆虐着 沉生也懒得废话 大手一挥 五大宗们依次进入秘境吧 说完 他回到座位上大方坐下 这秘境试炼 从古至今已有十万年 举办了不知道多少次了 从未出过问题 所以他也不担心 距离祭台比较近的明皇宗弟子们 率先骚动起来 从人群之中 起身一百多人 走进祭台上的门户当中 玄阳宗 风雷宗 也是如此 依次进入 接着是丹西谷的弟子们 也是站出一百多人 来到祭台边缘 不过他们并没有直接走进门户 而是等待着清云宗的弟子 他们站立不足 以往都是跟随清云宗弟子一起 为清云宗弟子提供丹药 在获得了奖励之后 清云宗也会分给他们一些 清云宗这边 陈川站了起来 将东雪东美姐妹俩 还有陈江河 刘猛 王二狗等人聚集到身边 他也不知道 进入秘境之后 会不会遇到危险 比如 那三个宗门的小臂 突然偷袭啥的 还是将大伙聚拢在一起比较好 要是遇到危险 他也能照应的过来 他领着几人 朝着下方走去 来到尤光明身边时 他伸手拍了拍尤光明的肩头 一脸认真的吩咐道 光子啊 这次哥能不能好好爽一把 就看你的表现了 这次办好了 川哥 不会亏待你 看见那五件上品领宝了没 攒劲不 尤光明面无表情地点点头 攒劲 那玩意别说他了 长老们大多数都没有 当然攒劲了 陈川语重心肠的声音 再次传入尤光明的耳中 事成之后你随便选一件 懂 陈川说着 对着尤光明挑了挑眉 懂你意思 尤光明抽出着嘴角 点点头回答道 他此时乃能不明白陈川的意思 无非是配合陈川装逼 当初还不知道 陈川为啥会有这种爱好 可如今他竟然也被感染 视着装了几次之后 你还别说 挺爽 哈哈 我就看好你 那就交给你了光子 陈川哈哈大笑 用力拍了拍油光明 然后不再多言 带着青云宗的弟子们 走进祭台上的灵气大门 随着丹西谷弟子们 跟着青云宗弟子 进入灵气大门之后 陈生终于放松下来 他奶奶的 端着针泪 终于结束了 来来来 咱们开招 说着 他继续拿出一些台子 和华子 摆在面前的石台上面 这时 一个全身黑袍 带着东帽的人影 忽然出现 急速冲向祭台 谁 刘天祥目光一凝 瞬间起身就要出手 哎 老刘别担心 陈生伸手拦住了刘天祥 把他给按回了座位上 那也是 我青云宗的弟子 不过是迟到了一点 刘天祥和其余 三位宗主 都带着疑惑的目光 看向陈生 仿佛在说 你忽悠谁呢 这他妈还能迟到啊 不过陈生 却像是根本不在乎的样子 自顾自地 从储物袋内 搬出几个硕大的木箱 放在地上 老刘我跟你讲 这是咱们青云集团新研发出来的美酒 名叫哈皮 果然 刘天祥一听见美酒二字 就不再管那么多 他眼神变得饥渴起来 咽了一口唾沫 好奇地开口 哈皮 对 哈皮 这玩意美味得很 跟台子是完全不同的风味 来来来 试试 陈川打开一个木箱 取出大绿棒子 递给四位宗主 随后给自己也拿了一根大绿棒子 对着瓶盖一拍 然后直接对着嘴灌了起来 刘天祥也学得 有模有样 拿起大绿棒子 就塞进嘴里 操 你们青云宗 真牛逼大了 刘天祥饮了满满一大口哈皮 眼中爆发出一阵金光 忍不住说了一句不文明的话 这玩意果然美味 哈哈 老刘你别急 这哈皮 还得陪着大烧烤一起整才更爽 陈生大笑着 又取出一套烧烤架 冲着另外三个宗主邀请道 愣着干嘛 开整啊 赵雍 赵春雷 还有顾明月三人此刻都是呆若木鸡 以往的秘境试炼他们也主持过 可从未有哪一次的试炼能像这次这样 他们不知道该怎么形容 不过管他的 来都来了 开整就完事了 刘天祥拿着手中的大绿棒子放到眼前 注视了半天 他总感觉这玩意还差点意思 忽然 他手中冒出一阵寒气 只见大绿棒子上面浮现出一层冰霜 平口处也冒出阵阵白烟 他再次饮下一大口 瞬间瞪大了双眼 爽 原来这哈皮得这样喝才行 陈生 原本他想把这一手留到后面的 没想到刘天祥自己给研究出来了 不愧是你 陈生在心中感慨到 他看了一眼下方几个宗门的弟子 发现大家都端坐在各自的座位上 不敢乱动 就连青云宗的弟子 在陈川离开之后 都不敢再像之前那样放肆 这叫什么事 陈生撇了撇嘴角 朗声道 大家别搞得这么严肃 都自在点 该吃吃 该呵呵 话音刚落 青云宗那边爆发出一阵欢呼 宗主牛逼 那我们就不客气了 兄弟们开着 陈生看得心情大好 忍不住放声大笑起来 就是不知道 陈川那小子进去之后 会整出什么名堂 这样想着 他将目光看向半空之中的天幕 陈川在进入祭台上的门户时 原本还想凭借着 镇道真解 来研究一下这祭台上的大镇 因为这玩意怎么看都是个传颂镇 可传颂镇这东西 在 镇道真解中 却并无记录 要是自己能够 将其研究明白 搞点传颂镇玩玩 那就有意思了 可令他没想到的是 这祭台似乎是一种陌生的体系 上面刻画的名文 透露出一种古朴的感觉 当他一步 踏进灵气门户时 只是短短一瞬之间 便觉得天地变幻 入目是一望无际的昏黄天空 这里并没有太阳 也看不见白云 只有昏黄暗淡的天 以及那一缕缕漆黑如墨的烟尘 陈川收回视线 发现这里的地面 竟然全部呈现出一种暗红色 仿佛是上古时期 仙魔大战洒下的鲜血 将大地浸染 他蹲下身子 伸手抓了一把泥土 在手里细细碾着 除了泥土之外 只感觉一片滑腻 这十万年前洒落的鲜血 到如今 竟然还未完全干涸 川哥 咱们现在要去哪 王二狗呆愣地问出这样一句话 他原本就是卧牛村的泥腿子 自小就没见过什么大世面 如今到了这方神魔战场遗址 自然是茫然无措 别急 陈川回了一句 自己出来乍道 对此地完全没有一点经验 自然是不能轻举妄动 他将目光扫向四周 看见玄阳宗 风雷宗 明皇宗 这三家宗门的弟子 在进入秘境之后 全都驻足在原地 并无前行去往祭坛 加固封印的意思 将目光收回来之后 发现丹西谷的弟子们 也都紧靠在清云宗的一旁 他们的领队 也就是之前与陈川 干了一杯的顾一丘 此时也是带着询问的目光 看了过来 而清云宗的弟子 自然是不必多说 虽然明面上的领队 是少宗主陈江和 可谁不知道 他们最最敬爱的川总 是少宗主的结义大哥 别说在这秘境里了 就是出去 在秘境外 宗门内 他们的川总也是 说一不二的 大哥 你安排吧 咱们怎么做 陈江和一副 马首是瞻的样子 老老实实站在大哥身后 陈川再次看了一眼 另外三家宗门的弟子 发现他们 居然就地休息了起来 丝毫没有前进的意思 他心下了然 无非是出入秘境 想要好好休息一下 养足精神 反正试炼一共有一周时间 不用着急 他微微汗手 淡淡地开口说道 咱们也先休息休息 兄弟们 懂我意思吧 说着 陈川抬手一招 无数华子台子和哈皮 出现在地上 紧接着 他又取出了许多灵肉灵菜 以及几十套锅碗瓢盆 到最后 地上甚至出现了烧烤架 这一套行云流水般的操作 看得四家宗门的弟子人都傻了 刘师兄 他们清云宗这是要干嘛 他们不会是来度假来了吧 刘师兄 我手里的臂骨丹 突然不相了怎么办 身为领队的刘元 原本正盘膝 而做闭目养神 听见师弟们的话 也没想太多 只是淡淡地看向清云宗弟子们的方向 这一眼 就让他再也一步开视线了 我擦 刘元顿时不淡定了 整个人惊得目瞪口呆 清云宗的弟子们 竟然搁着秘境里 搭起了炉灶 看那架势 分明是要在这生火做饭了 还有那人手夹着一根的画子 刘师兄 咱们有带吃的吗 带个屁 刘元低声骂了一句 随后强行逼迫自己 收回目光 闭上双眼 同时不停地在心里 默念尽心咒 这特么什么事啊 另一边 陈川已经架好了烧烤架 他看着那一堆 瓶瓶罐罐 顿时犯了难 他穿越之前 就是一大少爷 怎么可能会做饭 就是穿越之后 平日里也是老爸做饭的 或者干脆去村民家里蹭一顿 村民 陈川忽然灵光一闪 一把扯过身后的王二狗 二狗子啊 来来来 你来做饭 他记得 二狗子是会做饭的 在卧牛村时 他和老爸还吃过呢 怎么说呢 至少比他们父子俩弄得好吃 王二狗只是愣了愣 便开开心心地 拿起地上的锅碗 瓢盆干了起来 他只有练气三层的修为 对于川哥来说 实在算不得什么 一直以来 他都深受川哥的照顾 这让一直想要报答 陈川的二狗子 始终都没有找到机会 这次川哥拉着他 来参加秘境试炼 他还以为自己 肯定又帮不上什么忙 要拖后腿了 没想到 还真被他等到了机会 川哥你放心吧 别的杂二狗不说 做个饭还是没问题的 王二狗一手拿着一扇排骨 一手拿着川哥 送给他的法宝大刀 高高兴兴地剁了起来 就连刘猛 此时也自告奋勇地上来 升起了炭火 放进烧烤架中 嘿嘿 川总你就瞧好吧 反老刘这一手烧烤 谁吃了都说好 就连东雪东梅姐妹俩 此时也是一脸期待地 望着陈川 希望陈川给他们 也安排点事做 尤其是东雪 他的性子本就要强 要是让他一点事不做 就等着别人 做好了送来的话 那比杀了他还难受 嗯 我想想 有了 陈川思索了片刻 两手一拍 想到了交给姐妹俩的任务 他使着灵力 抬起地上的几个木箱 放到一旁 东梅 你弄点水出来 灌进这几个木箱里 东雪 你负责给这几个木箱降温 让这些哈皮 处于一个即将结冰的状态 吩咐完这一切 他看向跟在身边 搓着双手的陈江河 满脸疑惑地问道 你跟着我干啥 嘿嘿 那啥 大哥 你看看 给我也找点事做呗 陈江河搓着双手 一脸的期待 大家都忙忙碌碌的 他待在一旁啥也不干 还真感觉不痛快 一点参与感也没有 尤其是 他知道 秘境外能通过天幕 看见他们 他身为青云宗的少宗主 可不想在外人面前丢了面子 让人以为他就是个 啥也不干的二世祖 要知道 这么些日子下来 他在青云集团里 也是兢兢业业 嗯 我想想 陈川环顾四周 还真没想到 给这二弟安排个什么事做 这样吧 你把这些台子和哈皮 给大家分了 确保大家都能整个痛快 好嘞 陈江河顿时眉开眼笑 屁颠屁颠地跑去送酒了 半点也没有少宗主的架子 这时 陈川看见了跟在一旁 眼巴巴 看着他们的丹西谷的仙子们 他对着身为丹西谷领队的紫衣少女 招了招手 随后自己也走上前去 别光看着呀 别光看着呀 陈川大声招呼着 看得一众丹西谷弟子 都是不明所以 见他们没有反应 陈川又补充道 哪有不干活 就有饭吃的 都过来干活 等会大家一起 喝酒吃肉才痛快呢 顾一丘听见这话 当初就呆住了 仿佛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片刻后 他反应过来 陈川是对着他们丹西谷说的 他回头望了一眼身后的师妹们 随后抬手指了指自己 目光中带有询问 对 就是你们 陈川点了点头 见顾一丘 还是一副 犹豫不决的样子 他呵呵一笑 别纠结了 你身后的师妹们 都眼巴巴地望着呢 此时青云宗这边 随着一瓶瓶台子的打开 酒香早已遍布这一片地方 一夕之间 还有烤肉的香味传来 给丹西谷的仙子们馋的 一个个都满是期待的 望着他们的领队顾一丘 那好吧 顾一丘犹豫了一会儿 最终还是点了点头 见状 丹西谷的女弟子们立刻欢呼起来 顾师姐最好了 谢谢顾师姐 还有青云宗的师兄 谢谢你 师兄好帅 我要给你生猴子 陈川 这话听着咋这么耳熟 忽然 他感到后背一阵发凉 两道冰冷的视线 仿佛要将他刺穿一般 他对着顾一丘尴尬的一笑 邀请道 等会你直接来我们这边就好 说完 逃命似的跑了回去 只留下顾一丘在原地无奈地摇了摇头 走吧 既然要吃人家的东西 总该给别人帮帮忙 单膝谷的仙子们顿时欢呼雀跃 三三两两地跑向青云宗队伍里 有了这些美少女的加入 青云宗的这群光棍 立马觉得浑身都充满了干净 一个个炫耀式地摆弄着自己的厨艺 不一会儿 烤肉火锅的香味 混杂着台子的酒香 四散开来 两大宗门的弟子们相处得极为和谐 时不时地就爆发出一阵阵大笑 这一幕看得陈川极为满意 他举起装满飞天台子的酒杯 感叹道 咱们青云宗和丹西谷不愧是同气连之 看看 大家相处得多愉快 哈哈 出来玩嘛 就是要这样 大家都开开心心的 在宗门里打工的打工 修炼的修炼 一个个死气沉沉的 有什么意思 酒桌上的众人 也是纷纷端起酒杯 刘猛和王二狗对此极具发言权 他们俩整天除了在场里上班 也没别的事做 下班之后 就是抓紧时间修炼 就连陈川定下的 每周休息两天的周末假期 这俩人也都没有半点懈怠 都躲在家里使劲修炼 已经很久没有这样 痛痛快快地放松一下了 就连他们俩身为 工厂的领导都是这样 其余的那些在场里 打工的师兄弟们 自然也是如此 如今有机会放松休息 当然是要以开心为主了 川哥 谢谢你 王二狗将一杯酒喝干之后 又给自己倒了满满一杯 双手举着杯子 冲着陈川就要敬酒 要没有你川哥 就没有我二狗的今天 想起刚入宗门的时候 他被人欺辱的 只觉得人生晦暗 是川哥给了他新生 在川哥的工厂办起来之后 也是让他做了领导 并且给他开了一份 十分丰厚的薪酬 正因为如此 他身为夏品灵根 才能在短短一年内 修炼到炼器三层 受人尊敬 不再有人敢瞧不起他 这一切都是因为川哥 川哥 我敬你一杯 王二狗说着说着 眼眶都有一些湿润了 他没有什么本事 也不知道该如何报答川哥 只能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 比如 把川哥安排给他的工作 干好 比如在这里敬川哥一杯酒 好 陈川也举起酒杯 与二狗碰了一下 二狗 你的成长我都看在眼里 想起在宗门里 见到二狗时 他那副样子 再看现在 二狗子浑身上下 都充满了自信 就连他也感到十分欣慰 别的也不多说了 一声川哥 一声川哥 今天咱们兄弟一醉方秀 好 一声川哥 一声川哥 王二狗举起酒杯 一饮而尽 脸上挂满了开心的笑容 等王二狗坐下之后 刘猛又站了起来 川总 我也敬你一杯 他和陈川 那是真正的不打不相识 一开始 是为了一点迎头小力 去给那个远房表弟 王虎出头 原本还以为 陈川没什么大不了的 结果刚一照面他 就被陈川给压制了 甚至陈川 还让他将储物袋 给交了出来 说实话 一开始 他的确是有些怨气 只是 等师父回来之后 他就被陈川的背景给吓到了 想方设法地 要跟陈川搞好关系 想起那天 他甚至带着陈川 去逛那种地方 刘猛有些不知道该说什么好 这些日子相处下来 他也明白了 陈川并不是是非不分的那种人 也不是旁人口中的 无法无天之辈 没有人比他刘猛更清楚 陈川的为人了 陈川对他都能不计前嫌 在建好厂后让他做了保安队长 现在更是当了青云集团的保安部部长 这份工作的报酬 可谓是丰厚至极 仅一个月的工资价值 就比被夺去的那个储物袋的价值高 想着 刘猛看了身边的王二狗一眼 旋即摇了摇头 他回过头来 川总 谢谢 我先干为敬 说完 将杯中酒一口气喝干 陈川自然也是笑盈盈的好饮泥杯 猛子 好好干 就连陈江河此时也站了起来 他端起杯子 满脸通红的吱吱呜了半天 也没说出一句话来 看得陈川一阵摇头 笑骂道 行了 咱俩一结金兰 不用整那一套 干杯 大哥 干 就连顾一秋也被这温馨和谐的气氛所感染了 他没想到 清云宗的弟子 对眼前的这位少年 是如此的尊敬 就连清云宗的少宗主 也心甘情愿做他的陪衬 可当他想到 陈川为人处世的豪气 又觉得 此事是如此的理所应当 原本不慎饮酒的他 此时竟也举起酒杯 陈师兄 谢谢 陈川文言微微一愣 旋即反应过来 他说的是 邀请丹西谷弟子一起加入的事情 他摇了摇头 然后端起酒杯 满不在乎道 没事 咱们两家关系本来就好 况且 你们丹西谷 每年还给咱们清云宗 提供不少丹药呢 两码事 清云宗平日里 对我们也是照顾有加 顾一秋摇头道 行了 这样下去账都算不清了 一切都在酒里 干 好 一切都在酒里 顾一秋文言 也是点头秤势 这样扯下去的话 两家的账得 算到上万年以前了 他学着之前三人的模样 举起酒杯 豪迈的一口气和干净 美酒入喉 顾一秋只觉得一股辛辣直冲心腹 呛得他一阵咳嗽 就连他那张精致无比的脸庞 都被酒精给染上了一抹飞红 他抱歉的一笑 沉穿健壮 只是摆了摆手 没事 第一次喝台子都这样 哈哈 一时间 青云宗这里的气氛 快活无比 所有人都高兴地大笑着 推杯幻展的声音 不绝于耳 就连冬雪和东梅姐妹俩 此时也没有多说什么 都是笑着 陪在顾一秋身旁 让他感到不那么局促 在外人面前 总不能让陈川失了面子 这点道理 他们还是懂的 只有悬阳宗 风雷宗 明皇宗的弟子们 一个个都眼巴巴地望着青云宗 和丹西谷的弟子们 推杯幻展 开怀大笑 人类的悲欢并不相通 他们只觉得吵闹 有位弟子看着手里的壁骨丹 闻着不远处传来的酒香 和烤肉火锅的味道 只觉得这丹要不吃也罢 他将壁骨丹一把丢到地上 然后看向流言 刘师兄 要不你去问问青云宗的领队 看看能不能带咱们一起 这话引得其余弟子一阵附和 全都羡慕地望着青云宗弟子 是啊 刘师兄 实在是太香了 刘师兄 试试吧 人不能为了面子 不要肚子 这些弟子们的声音 听得流言心里一阵烦躁 他站起身来 冲着一众明皇宗的弟子怒斥道 你们有没有点骨气 这点苦都吃不了 你们修个什么线 还让我去问别人 这与讨饭何意 流言越说越气 他也不是不能理解 这些弟子们的想法 毕竟那边传来的味道 就连他都觉得无比芬芳 可那又怎么样 现在他代表的不是自己 而是明皇宗 都给我听好了 谁要是敢丢了咱们明皇宗的面子 休怪我不客气 我明皇宗 绝不受接来之食 绝不吃青云宗一口 这次试炼 咱们必须夺得魁首 说着 他冷冷地瞥了青云宗的领对一眼 哼 只晓得吃喝玩乐 到时候有你们哭的 同样的一幕 也发生在悬崖宗 和风围宗 陈川察觉到 一道道冰冷的眼光 朝自己看了过来 他却是毫不在意地 撇了撇嘴角 他们青云宗和单膝谷关系好 跟你们三家关系可没那么好 要是你们自己前来请求 加入一起的话 也不是不行 哥那儿一个个摆着臭脸 难道要我去求着你们来吃来哈 这不是扯犊子吗 陈川将心思收了回来 对着酒桌上的众人笑了笑 不管他们 咱们该吃吃该喝喝 现场的气氛 真是无比热闹 唯一欠缺的就是 不知道老陈去哪了 自打上次自己搞出蘑菇蛋之后 老陈就像是懒得搭理自己一样 根本不和他多说一句话 他也知道自己 这回是把老爸给气狠了 要不也不会对着自己又打又骂 不过这一切也都是为了他好 他心里有数 念及此处 陈川喝了一杯酒 缓缓叹了一口气 秘境外 夜幕早已降临 青云宗弟子们 一堆一堆地围在一起 一堆堆的篝火照亮夜空的同时 也给他们带来了温暖 他们有的在喝酒吃肉 有的在打麻将 还有些人甚至打起了斗地主 一声一声的欢闹 仿佛要贯穿整片山脉 这时有一位弟子站了起来 左顾右盼 终于他看见了 人群之中正在撸串喝哈啤的游光明 大声喊道 游师兄 来玩两把麻将啊 三缺一 听见有人叫自己 游光明站起来看了过去 发现那位师弟的牌桌上 正好三缺一 他呵呵一笑 使了一个清洁术 将满手的油子清理干净 回应道 来了来了 游光明走了过去 静止坐下 牌桌上的师弟立马调动牌桌上的阵法 开始洗牌 同时看了一眼天幕中的场景 游师兄 你看川哥他们 也正准备打麻将呢 哈哈 不管他 咱们玩咱们的 游光明抬头看了一眼 笑着摇了摇头 陈川这人就是这样的 再乃不要玩的开心尽兴 就是苦了另外三个宗门的那些弟子了 哈哈 游光明瞥了一眼 玄阳宗 风雷宗 明皇宗的弟子们 只见他们正一脸忧怨地望了过来 在他们眼里 清云宗的弟子们 自己带了美食没酒也就算了 竟然还邀请了 单膝谷弟子一起玩呢 也不知道 带上他们一起 他们玩得好开心啊 是啊 好羡慕 他妈的 我忍不来了 太不像话了 我要让宗主管管他们 七 你要不要看看宗主在干嘛 叫嚣着要告状的明皇宗弟子文言 连忙抬头看向宗主们所在的高台 只见几位宗主玩得比清云宗和单膝谷的弟子们 还要过分 刘天祥一手飞天台子 一手冰镇哈皮 老老实实地坐在一旁 看着其余四位宗主打麻将 他们身后还摆着一个烧烤架 刘天祥时不时地就照看一下 将烤好的肉串 送到四位宗主面前 又摆上新的肉串 四位宗主一边打着麻将 一边吃着烤串 喝着冰镇哈皮 玩得不亦乐乎 好不快活 根本懒得在意 自家弟子那些优怨的目光 顾明月比较矜持地端起 放有冰镇哈皮的杯子 浅尝一口 随后伸手摸了一张牌 只是看了一眼 便将面前的一排麻将推倒 糊了 顾师妹真是厉害 陈生笑着 将自己身旁堆积的零食 取出一摞 递给顾明月 收下零食之后 顾明月抬头看了一眼天目 只见自己的女儿顾一秋 此时也坐在牌桌上大杀四方 赢得陈川等人叫苦不迭 她浅浅地一笑 看向坐在身边的青云宗宗主 好奇地问道 陈师兄 不知陈川这孩子 有无道理 听见这话 陈生先是抬头看了一眼 天目中正在打麻将的陈川 随后又饶有兴致地 看向顾明月 据她所知 这顾明月 可是把女儿宝贝得紧 她的女儿 顾一秋有着先天目灵之体 对于所有植物 都有着天生的亲和力 以她的灵力培育出来 灵药的药力 都要高尚几分 太上长老张春兰 曾经在看了顾一秋一眼之后 就断定 这孩子日后必然可以领悟木系法则 可以说是前途不可限量 陈生当初还想着撮合顾一秋 和自己的儿子陈江和 结果人家顾明月根本不乐意 没想到 这次她居然主动提起此事 她饶有兴致地看着顾明月 打趣道 顾师妹不是说 阿秋当以前途为重 不曾打算婚配吗 顾明月倒也利落 大大方方地说道 陈师兄 咱们明人不说暗话 任谁都能看出来 陈川这孩子的未来 有多么明亮 前途为重 跟着她便有了前途 说着 顾明月轻轻一笑 陈师兄 江和已经与陈川一结金蓝了 咱们两家自古以来 便极为亲近 这是 你可得帮帮小妹才行 我单膝谷 也想搭上这一只快疯呢 哈哈 陈生一边洗着牌 听见顾明月这般说辞 也是哈哈大笑 她笑着摇摇头 这事我可做不了主 能做主的人 在那里面呢 陈生说着 抬手指了指天目 嗯 顾明月点点头 若有所思 来来来 先打牌 管那么多作善 秘境入口处 天色渐晚 昏黄的天空不知不觉间 已经变得一片昏暗 QKA 童华顺 大哥 你拿什么赢我 陈江和猛地将手里的三张扑克牌 摔在桌上 得意洋洋地叫道 这把你要是能赢 我把这桌子吃了 哦 陈川盯着桌上的三张铜花顺 却是根本不慌 一副老神在在的模样 他不紧不慢地摸起自己的三张底牌 只是瞄了一眼 便将牌扣在桌上 吃吧 嗯 吃什么 陈江和还有点摸不着头脑 大哥 你不会想赖账吧 就是就是 川哥你这把怎么赢啊 川哥是那种赖账的人 此时 他们这边已经围了一圈青云踪 和丹西谷的弟子 方才川哥拿出扑克牌 说要教他们玩一种斗地主之外的玩法 这惹得他们所有人都围了过来 什么东西 还能比斗地主好玩 当陈川一边发牌 一边解释 这个名叫炸金花的玩法时 他们才明白 这炸金花确实更刺激 真不知道川哥的脑子怎么长的 总是能发明出这么多好玩的东西 川哥 咱们开开看看 王二狗兴致冲冲 在得到陈川的同意之后 迎着所有人期待的目光 将倒扣在桌上的三张牌给翻开 三条A 全场哗然 哈哈哈哈 赶紧吃吧 少宗主 该不会有人想赖账吧 不会吧 不会吧 少宗主 咱们都等着看你啃桌子呢 一群青云宗弟子 跟着起哄 陈江河看着那三张A 脸上的表情 和吃了大便一样难受 大哥 你作弊 滚 赶紧吃 陈川两眼一翻 作没作弊 我自己不清楚 大哥 陈江河一脸忧怨地望着陈川 祈求道 咱就是说 这玩意能不吃吗 不行 陈川微微摇头 嘴角勾了出一个弧度 然后伸手掰下来 一条猪腿 递给这傻逼二弟 吃吧 一旁的弟子们 也跟着起哄 赶紧吃 哈哈 少宗主不会说话 不算数吧 就是 这里还有这么多 单膝骨的姐妹们看着呢 少宗主 怎么可能会赖账 这些话 听得陈江河嘴角直抽 心不甘情不愿地 接过桌腿 他环顾四周 发现所有人都看着自己 心一横 对着桌腿 就是一口 嘎嘣 两颗门牙音声飞了出来 掉在地上 再看他不知什么材质的桌腿 竟然完好无损 陈江河整个人都梦了 这他妈什么情况 这桌腿凭什么这么硬啊 他将手里的桌腿一丢 迅速蹲在地上 捡起自己的门牙 下一刻 一道惊天动地的哀嚎 响彻天地之间 啊 我的门牙 我的牙没有了 在场的所有人 见到这情形 全都哄堂大笑 有和陈江河关系 比较亲近的弟子上前 一脸感慨地 拍了拍陈江河 你看看 跟川总赌什么呢 这下好了 门牙没了吧 那桌子还摆在那呢 你看 陈江河闻言 先是恶狠狠地 瞪了说话的弟子一眼 然后又变得忧怨起来 大哥 陈川看着他那 缺了两颗门牙的胖脸 也是有些忍俊不惊 行了行了 都散了吧 时间不早了 他将弟子们驱散开来 随后从储物袋里 取出一个巨大的帐篷 摆在地上 来之前 我通知你们 带好帐篷了吧 都带上了 弟子们回应道 陈川微微汗手 把帐篷都拿出来 收拾收拾准备休息了 说着 他看了一眼顾一秋 你们带没带 顾一秋摇摇头 表示单膝谷弟子们都没有 谁跟你们比 你们这乃是 来参加试炼的 这分明是来旅行来了 陈川健壮点点头 稍微想了一下 随后对着清云宗的弟子们 大声说道 既然你们都带了 那就稍微挤一挤 空出帐篷 来给丹西谷的姐妹们 没问题吧 没问题 一众弟子们大声吼道 一个个都拍着胸脯 尹德丹西谷的仙子们 全都充满感激地看向陈川 看着弟子们都忙碌起来 陈川收回目光 拍了拍身边的东梅 把你的帐篷 让给顾师妹吧 东梅一愣 将自己的帐篷 送给了顾一秋 然后疑惑地看着陈川 问道 那我和姐姐睡哪 当然是和我睡一起了 不然你还想睡哪 东梅一张小脸 顿时变得通红 公子 这么多人看着呢 就连冬雪 也是红着脸不说话 陈川 你们把我当什么人了 我是那种人吗 服了 陈川一脸愤慨地 把大伙都赶回帐篷里 然后自己走了出来 刚一走出帐篷 就看见刘猛和王二狗 也走出了帐篷 他刚想开口 刘猛就率先解释道 川总 你安心睡吧 我和二狗轮流守夜就好 赶紧滚回去睡觉 还用得着你们守夜 陈川笑骂道 然后掏出一道法阵 随手一抛 便将所有帐篷都囊括其中 这叫玄机七杀阵 就连猛子 你在外面触动的阵法 都会被七杀剑气给秒杀 刘猛和王二狗一看 翻了个白银 便朝着自己的帐篷走去 回去路上 还听见刘猛在和二狗子吐槽 你看 我就说吧 川总还能想不到这点 不止完成之后 陈川又随意弄了一个 隔音阵法 毕竟谁都不想在睡觉的时候被打扰 至于宗主长老们说的 这秘境里 没什么危险这事 陈川只想说 谁信谁是傻逼 十万年前 仙魔大战洒下的仙魔血 到了现在 都还没完全干涸 这就足以证明 上古仙人 和域外天魔的实力了 可在他检查的时候 却发现这些血液里面 只有极少的能量残留 那谁能告诉他 这些仙魔血里 蕴含的能量去哪了 更别提仙人和域外天魔的遗体残骸了 十万年过去 孕育不出一点怪物 陈川不确定 但小心谨慎 总归是没错的 不过也不排除 是宗门故意不告诉他们 这仙魔大战遗迹里的全部信息 要是啥信息都知道了 这试炼 也就无从谈起了 一边想着 陈川回到了自己的帐篷 进去之前 还看了一眼 其余三大宗门满脸憋屈的弟子们 刘师兄 他们真的是太过分了 他们凭什么 还带帐篷进来啊 刘师兄 我们怎么办 听着师弟们的话语 刘元只觉得愈发烦闷 他呼出一口浊气 然后缓缓起身 看向明皇宗的弟子们 开口道 诸位暂且委屈几天 这秘境试炼 又不是看谁把日子过得好 最终还得看成绩来说话 他本想宽慰一番明皇宗的弟子 可看到他们脸上 那些失落憋屈的表情 他自己都有些说不下去了 唉 刘元叹了一口气 大家先休息吧 今晚我来守夜 明天一早 咱们便出发占领祭坛 明皇宗的弟子们 虽然羡慕极度青云宗的弟子 但此时也并没有更好的办法 就算想要与他们争斗 那也得等到把所有祭坛 都给修补完成才行 睡吧睡吧 过几天有他们好看的 就是 现在玩得有多高兴 到时候就让他们哭得有多难看 明皇宗弟子们发着牢骚 一个个盘膝坐好 打算好好休息一下 他们没有帐篷 总不能睡在地上 同样的一幕也发生在 玄阳宗和风雷宗 他们的领队弟子 也都是一阵苦口婆心 才安顿好了自家的弟子 这试炼还没正式开始呢 士气先出了问题 唉 风雷宗的领队弟子 李静看了一口气 看向青云宗那边一个个帐篷 和他们三大宗门 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他用力摇了摇头 将杂乱的想法丢出脑袋 然后走到一处篝火前坐下 他们三大宗门的领队弟子 都不约而同地 选择了第一个首页 一是因为他们 修为要高一些 都来到了练气九层巅峰 并且 他们身上还带着一枚助击单 要是遇到危险的话 随时便可以突破到助击漆 来应对危险 当然了 不到万不得已 他们是不会用这种方法的 时间一点一滴 悄然流逝 不知不觉 便来到了深夜 一阵一阵的刺骨凉风吹在身上 就连李静都感到有些受不了 还有那无处不在的浓稠血腥气味 萦绕在鼻腔中 让他的心里越来越烦闷 忽然 一阵嘻嘻嘻嘻的声音出现 这声音像是风声 又像是虫鸣 游远极近 伴随着这些声音传来的 还有一股浓厚扑鼻的心臭 李静猛然睁开双眼 横放在膝上的灵箭骤然出窍 发出一道尖锐的剑鸣 鼻血 他一声大吼 将三大宗门的所有弟子 全部惊醒 所有人都看见了 远处那乌泱泱 宛若铺天盖地一样的虫群 只见那虫群飞在半空之中 以极快的速度 朝着秘境入口处飞来 细看之下 甚至还能在这些虫子 那黑白相间的身体上 看见一道道鬼脸 三大宗门的领队弟子对视一眼 一起发出了号令 悬崖宗 风雷宗 明皇宗 所有人 集合 一声令下 三大宗门的弟子 飞快地抱团 集合在一起 赵师兄 李师兄 咱们要不要 吃下铸鸡丹 刘元面色凝重 那铺天盖地的虫群 看着实在太过害人 就连他也没有把握 悬崖宗的领队弟子赵衡 微微摇头 别急 我有这些虫子的情报 也不等刘元和李靖发问 他便解释道 这些虫子名为鬼面虫 个体实力 只是相当于练器一二层之间 不过它们体内 有着一种阴毒 这种阴毒一旦积累过多 也会致命 务必要吩咐弟子们 多加小心 咱们三个宗门同气连之 将所有弟子聚集起来 完全可以应对 李靖文言皱了皱眉 他回头看向青云宗那边 一座座的帐篷 不知为何 这么大的动静 竟然没能把青云宗 和丹西谷的弟子惊醒 他们甚至一点反应都没有 这些鬼面虫 虽然个体实力不强 但胜在数量极多 要是不将青云宗 和丹西谷的弟子们叫醒 恐怕会让他们损失惨重 赵恒发现了李靖担忧的神色 他拍了拍李靖 冷笑一声道 别管他们 自作孽不可活 李靖顿了顿 也没有多说什么 跟着赵恒和刘元 走到了前方 他们身后 玄阳宗 风雷宗 明皇宗 这三大宗门的弟子 聚集在一起 所有人都面色凝重地 望着远处飞来的虫群 这是他们进入秘境以来的第一帐 也是第一个试炼 他们知道 现在他们这里发生的一切 秘境外都能看到 所以 这一仗必须要打好 才能在各自宗主长老面前长脸 铺天盖地的鬼面虫群越来越近 很快便进入了他们的攻击距离 李靖回头一看 清云宗那边 居然还是一点动静都没有 罢了 他皱起的眉头舒展开来 摇摇头 重新看向虫群 三位领队弟子 气势猛然暴涨 所有弟子听令 对敌 随着他们的一声令下 一声声剑鸣骤然迸发 无数道法诀咒术腾空而起 朝着鬼面虫群击射而去 哄 悬崖宗弟子擅长火行法诀 赵恒生为修为最高的领队弟子 施展出的法咒 自然更加猛烈 只见他双手掐绝 树到比人还大的橙红色烈焰火球 凭空出现飞入虫群 轰然爆炸 碰 近在咫尺的虫群 被这道法诀炸出了一大片空缺 数不清的残骸掉落 散发出一股焦臭的味道 封雷宗弟子听令 剑 起 李静一声令下 无数零剑腾空而起 伴随着惊雷之声 直插虫群 随后 李静一道法诀打出 天地之间骤然狂风呼啸 最终形成了两道巨大的龙卷 所到之处 鬼面虫的身躯四分五裂 虫群的残骸和鲜血 将龙卷都染成墨绿色 哈哈 两位师兄尽管放心杀敌 防守之事 交给我明皇宗 秘境外 所有人都抬头望着天幕之中发生的场景 玄阳宗 风雷宗 明皇宗 这三大宗门的弟子 有的神色凝重 这虫群来世汹汹 看着遮天蔽日的样子 也不知道有多少虫子 师兄们在里面能行吗 一位面容老成的弟子思考了一番 回答道 应当问题不大 我参加过上一届的试炼 也见过这鬼面虫 这鬼面虫个体实力不强 只要小心谨慎就行 不过 这次鬼面虫数量太多了 也说不一定 实在不行 他们会吃下猪鸡丹的 听见这位师兄这么说 弟子们纷纷点头 有一些弟子看天幕当中 清云宗和丹西谷的弟子 还没有动静 就像是完全不知道 外界发生的事情一样 一个个都幸灾乐祸起来 呵呵 你们看 清云宗和丹西谷的 还在呼呼大睡呢 只怕死都不知道怎么死的 哈哈 谁叫他们把这试炼 当做度假旅行了 活该 对 活该 他们仿佛已经看见了 清云宗弟子 被鬼面虫群给吞噬的画面 一个个冷笑着 看向不远处的 清云宗弟子们 这 这可怎么办呀 他们怎么还在睡觉 虫子都要飞到脸上了 还在睡觉 丹西谷的女弟子们 全都一脸焦急地望着天幕 尽管那些虫子 看起来十分可怖 但他们仍然大着胆子 目不转睛地盯着 有些女弟子 都要急得哭了出来 他们冲着旁边 清云宗的弟子们 埋怨道 都怪你们 这下好了 姐妹们要被你们害死了 就是就是 我们丹西谷 本就不擅长斗法 现在虫子 都要过来了 还全然不知 不知道要死多少姐妹了 早知道 就不跟你们清云宗一起了 还不如跟着他们呢 至少还能活下来 这话引得一众 丹西谷弟子们 愤慨起来 看向清云宗弟子的眼神中 充满了怨气 而清云宗的所有人 全都拿着烤串和哈皮 兴致勃勃地望着天幕 仿佛完全不担心 他们面对 三大宗门弟子的嘲讽 和丹西谷弟子的埋怨 就像是没听见一样 甚至还有一些 正在烤串的弟子 大声问道 兄弟们 还想吃点什么 我给你们烤 嗯 别烤了别烤了 这么好的谢 好好看 别分心啊 来来来 兄弟们该吃火锅了 清云宗弟子们 完全不着急 一群一群地围在一起 中间是一个个小火炉 小火炉上放着一个个铜锅 还有许多极为新鲜的肉片 尤师兄快来 这羚羊肉 也太鲜嫩了 一位弟子 看见尤光明正在闭目养神 大声招呼道 尤光明听见有人招呼他 睁开眼看了看 便走了过去 顺便又搬出了几十箱台子 指挥着弟子们 挨个分发一下 他静止坐在火锅面前 涮了一片羊肉放入口中 顿时眼前一亮 这羊肉 到底是谁发明的呢 搞嘴里头就得见 他们这副完全不着急 甚至还在吃喝玩乐的模样 把丹西谷弟子都气哭了 一群仙子 冲到尤光明面前 红着眼睛交贺道 你们 你们还有心情吃火锅 虫子都要来了 难道你们就不担心吗 呃 尤光明听见丹西谷弟子们的抱怨 不明所以地挠了挠头 我们要担心啥 忽然 他看了一眼天目 反应了过来 哦 我知道了 是不是大戏当前 你们没得吃 来来来 兄弟们给丹西谷的姐妹们 让些位置出来 大家一起吃才像 丹西谷弟子 我们是这个意思吗 根本由不得他们多想 一个个就被青云宗弟子 给拉着入了座 尤光明看着坐在身边的仙子 呵呵一笑 烫了一片羊肉 放在他碗里 是是 真的很好吃 这位女弟子 一脸猛逼地 将羊肉放入口中 轻轻咀嚼了一番 她的眼中 顿时爆发出一阵金光 哇 这是什么肉 好嫩 好好吃 话一说完 她猛然反应过来 不对 我又不是来吃火锅的 她疑惑地 看着这群神色 从容的青云宗弟子 向着身旁的尤光明问道 这位师兄 难道你们 你们就不担心吗 那些虫子看着就很可怕呀 这时她也回过位了 大敌当前 他们还有心情吃火锅 一定有什么是他们不知道的 呵呵 尤光明呵呵一笑 吃了一串毛肚 又不紧不慢地喝了一杯台子 这才缓缓开口 别急 陈川会做没把握的事 她自然是看见了 之前陈川布置下的阵法 虽然不知道具体作用 但现在看他们完全没动静就能知道 那些虫子不可能对秘境里的青云宗 和丹西谷弟子有什么威胁 那位女弟子文言点点头 但心里还是有一些担忧 她也没有心思吃火锅了 而是目不转睛地望着天幕 另一边 三大宗门的弟子们 看见青云宗弟子 居然还有心情吃火锅 一个个面色古怪起来 这些傻逼 怎么还有心情吃火锅 我靠 我怎么知道 难道参与试炼的那些弟子 跟他们有仇 呵呵 谁知道呢 一群傻逼 等死吧 高台上 赵雍 赵春雷 还有刘天祥三人 都面带歉意地看着陈生和顾明月 他们也没想到 自家弟子面对危机 居然完全不提醒青云宗和丹西谷的弟子 而他们身为宗主 自然也有一些挂不住面子 毕竟 自己还在这吃人家的 喝人家的 刘天祥拿着手里的哈皮 喝也不是 放也不是 陈兄 实在是抱歉 他面带歉意 眼中也带着一丝担忧 鬼面虫的情报他 自然是知道的 这玩意 多了 也能咬死人 看这架势 虫群掠过之后 青云宗和丹西谷的弟子 只怕是会死伤不少 赵雍和赵春雷 也都有些尴尬 张了张口 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陈生却是一脸无所谓的表情 摆了白手道 无妨 也幸好你们的弟子没去提醒 要不都不知道怎么死的 他可是知道 陈川那些阵法的威力之大 三大宗门的弟子 无论是谁 只要靠近了 说不定一瞬间 就会尸骨无存 这时 陈生也发现了 顾明月竟然也是一脸平静 他感到有些好奇 顾师妹 你就不担心吗 顾明月轻笑着摇摇头 有什么好担心的 陈川和江河在里面 你都不担心 我为何要担心 哈哈 顾师妹所言极是 突然 下方场内 有丹西谷弟子 发出一声交呼 快看 快看 虫子来了 有位丹西谷的女弟子 发出了惊呼 一时间 所有人的目光 都转向了天空中的天幕 只见天幕映出秘境的画面里 一望无际的黑白虫群 以极快的速度席卷而来 只是短短一瞬间 就冲过了明皇宗弟子 所构建的防御法术 而同样的 无数的鬼面虫 静直冲向了青云宗的营区 那架势 仿佛是要将整个营区里的一切 都给吞噬一空 啊 完了 虫子进来了 我 顾师姐他们完了 观看这场试炼的丹西谷弟子 有的被吓得蒙上了双眼 不敢去看同门姐妹们的惨状 有的则是瞪大了双眼 神情充满了紧张和担忧 眼神之中 隐约还有一丝丝希望 他们之前询问过身边的青云宗弟子 那些青云宗弟子说 无论什么事情 无论情况有多危急 都要无条件相信川总 这让他们感到无比诧异 世界上真的有这种人吗 那个白衣圣雪的少年 真的能让人无条件相信他们 而青云宗的弟子们 此时也放下了手中的碗筷和酒杯 他们目不转睛地 盯着天幕中的画面 但他们神情之中 却并没有半分慌张 他们的嘴角 不约而同地勾起一个弧度 有一位弟子 忽然向着身旁的尤光明问道 尤师兄 川总会怎么解决这些虫子 呵呵 尤光明笑着摇摇头 回答道 莫及 你们的川总 什么时候让你们失望过了 另一边 玄阳宗的弟子们 同样紧盯着天幕 眼中充满了期待 期待着玄阳宗弟子大展身手 也期待着看见 青云宗弟子 被虫嘲吞噬的一幕 赵恒师兄好样的 我玄阳宗弟子好样的 小小虫群 且看我玄阳烈火 将他们燃烧殆尽 哈哈 你们看 青云宗的蠢猪们 还在呼呼大睡呢 哈哈 那可不 这群蠢货 真当是去度假了 死得好 对 活该 死得好 他们看见 自家的师兄 在面对这些 铺天盖地的虫子的时候 尽管有些费力 但无伤大雅 赵恒师兄 带领着玄阳宗的师兄弟们 一团团猛烈的火球爆炸出去 那些虫子 一大片一大片地掉落下来 三大宗们的师兄弟们 配合极好 偶尔有几只虫子 冲出法术见证 来到他们身边 在他们身上 仅仅只是撕咬了几下 便被另一道法术给斩落 只有青云宗和丹西谷的弟子们 他们到了 现在还是没有任何动静 就像是完全不知道 虫群的存在一样 没有一个人走出帐篷 而风雷宗的弟子们 都一个个不言不语 只是静静地望着天幕 尽管在秘境之中 他们的领队 师兄李静 带领着风雷宗的师兄弟们 掀起了一阵阵呼啸的狂风 配合着玄阳宗弟子们的烈焰 扫荡着鬼面虫的生命 一柄柄零剑之上 跳跃着雷光 将一只只鬼面虫 给斩得四分五裂 他们将风雷宗的威风霸气尽险 在另一边 明皇宗的弟子们 看着自家的师兄弟们 在秘境里构建起了一道道防御法术 一座座土墙 在弟子们的合力之下 拔地而起 尽可能地将虫巢挡在十步之外 除此之外 还有精通攻击之法的弟子 掀起了一大片的黄沙红土 被一整片呼啸的狂风 席卷着压向鬼面虫巢 忽然 有一位观战的明皇宗弟子开口 清云宗那边 怎么还没有反应 快动起来啊 他的语气当中 带着些许交集 似乎是不愿意见到 清云宗和丹西谷弟子 吞噬的惨状 其余的师兄弟们 也都全神贯注地看着天幕 没有回答他的话 突然 他们眼前一亮 天幕之中 刘元紧紧皱着眉头 转头看了一眼清云宗的营区 他双手掐绝 一座土墙 在清云宗营区之前 拔地而起 虽然他对于清云宗的那些家伙 颇有怨气 可大家 毕竟都是男慌的 总不能什么都不做 就眼看着重巢将他们吞噬 其余的明皇宗弟子 见到这一幕 也都是毫不犹豫掐起法掘 升起土墙 矗立在清云宗营区前方 刘元的想法很简单 咱们同是男慌一脉 我自顾不暇 顶多只能帮助你们 抵挡重巢一下 也算是人之一尽 之后是死事活与我等无关 外面观战的明皇宗弟子 看见这一幕 也都是精神一阵 有位弟子不自觉地站了起来 神情激动 猛地挥舞拳头 大声喊道 好 刘师兄 诸位师兄好样的 希望我们明皇宗争取的这些时间 能够让清云宗的弟子们 反应过来 在他周围的明皇宗弟子 虽然没有这么大的反应 但也纷纷点头 不错 我明皇宗也算是人之一尽 嗯 何该如此 莫要被人说 我明皇宗是非不分 这人说着 淡淡地瞥了一眼 玄阳宗的弟子们 高台之上 刘天祥早已熄灭了 烧烤家内的炭火 认真地看着天幕 当他看见明皇宗弟子 出手为清云宗弟子 抵挡重巢的时候 不自觉地露出了一抹微笑 他心神一松 眼中满满都是赞赏 感叹道 好样的 这才是我明皇宗弟子 该做的事 至于之前 有些明皇宗弟子 嘴里叫嚣着 清云宗弟子们该死 不过是带着怨气的气话 真当危险来临时 明皇宗弟子们 都还是识得大体 他转头看了一眼 玄阳宗和风雷宗的宗主 见他们面无表情 静静地看着 摇了摇头 没有多言 不过 这虫巢似乎有点太多了 他们能顶得住吗 刘天祥看了一眼 那些鬼面虫 当真是遮天蔽日 他们的视角 要开阔不少 只能看见 那黑白虫巢一望无际 秘境中的弟子们 到现在展落的鬼面虫 也不足虫巢的十分之一 刘兄莫慌 实在不行 他们会吃下注鸡丹破镜的 以三位注鸡妻的弟子 面对这些鬼面虫 那便是催枯拉小一般 赵勇语气平淡 仿佛一点担忧都没有 也完全不在意 自家弟子的表现如何 呵呵 且看 陈生呵呵一笑 似乎是完全不在意 那些弟子 对青云宗弟子们的态度 天幕之中 虫巢飞速冲向青云宗营区 一波一波地 撞在了明皇宗弟子 构建起来的土墙之上 轰隆隆 终于 那些土墙 终究是抵挡不住 这汹涌的虫海 轰然倒塌 那些鬼面虫 没有为这土墙倒塌的场面停留半分 依旧铺天盖地地 向着前方青云宗营区压去 来了 一个声音骤然响起 所有人全都屏息凝神 死死地盯着天幕 当第一波重巢 进入青云宗营区 时不知那时 忽然 一个太极图案 从无数帐篷中间升腾而起 将整片营区笼罩其中 紧接着 是一个先天八卦图 瞬间铺满整个地面 与太极图相互对应 随着太极八卦图的出现 整个营区充满了肃杀之气 数不清的无形剑气骤然出现 冲天上 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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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道剑气掠过 便会收割一大片的鬼面虫 而此时 营区的半空之中 净是剑气 没有一只鬼面虫 能够靠近营区五步之内 这里仿佛成为了一片雷区 成为了鬼面虫海的境地 剑气肆虐 数不清的鬼面虫 飞着飞着 瞬间就四分五裂 绿色的血液 洒满了暗红色的大地 而鬼面虫 仿佛不知生死 前赴后继地冲向这一块死地 又在下一瞬 变成一堆残骸 时间一分一秒流逝 青云宗营区外堆满了虫尸 就连绿色的虫血 也回去成了一条条小溪一般 秘境外 除了青云宗的弟子 其余四大宗门的弟子 全都瞪大了双眼 他们满眼惊骇 满眼都是不可置信 有悬崖宗的弟子 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他猛地站了起来 抬手揉了揉自己的双眼 这 这怎么可能 我不信 那些虫子 凭什么不能跨越这片雷池 没有人回答他 剩余的悬崖宗弟子 此时也早已呆若目击 那盘旋在营区头顶上的太极图 和那铺满营区地面的八卦阵 就像是青云宗的守护神一样 任由多少鬼面虫 任由无尽的虫海冲刷 都危然不动 草 他们青云宗 有这等手段 为何不保护大家 天幕中 三大宗门的弟子 面对无边无际的虫巢 已经出现了伤亡 而青云宗和丹西谷的弟子 非但没有任何一个人受到伤害 甚至他们都不知道 有虫巢的存在 他们全都在睡觉 真该死啊 青云宗的领队 有这种阵法 怎么不将我们三大宗门的弟子 也保护进去 凭什么 凭什么 这些虫子 怎么一碰到那大阵的边缘就死了 这到底是什么阵法呀 说着 一位悬崖宗的弟子 恶狠狠的钉向外面的青云宗弟子们 他们作弊了 对 他们一定是作弊了 他们带了长辈们给的阵法进去 单凭他自己 怎么可能有这种阵法 别的悬崖宗同门一听 也是连连点头 赞同他的说法 有人冷笑道 我就不信 他能一直操纵这等高级阵法 炼器修为操控这等阵法 定会消耗数倍灵力 当灵力消耗一空的时候 就是他们的死期 没错 我就不信 他们还有这样的大阵 对 他们只有这一个大阵 我倒要看看 后面的试炼 他们怎么办 一旁封雷宗的弟子们 此时也坐不住了 他们看见那些虫巢 依旧遮天蔽日 而他们的同门师兄弟 此时已经拿出了自己的灵丹 用来补充灵力了 他们本身的灵力 早已消耗殆尽 甚至有几位修为不高的师弟 还没来得及拿出灵丹吃下 就被一大团鬼面虫团团围住 紧紧贴在他们身上 撕咬着他们的血肉 他们有的还没来得及 发出惨叫 就只剩下了一堆白骨 有的则是在临时前 将一道威力巨大的法咒 朝着自身打去 竟是要与虫子们同归于尽 可恶 李静师兄 怎么还不吃猪鸡蛋 师弟们都要撑不住了 一位封围宗的弟子 死死攥着拳头 眼睛里布满了血丝 其余的封围宗弟子 也都目自欲裂 李静到底在犹豫什么 赶紧吃猪鸡蛋啊 操 等试炼结束 老子一定要弹劾李静 他妈的 师弟们真的要撑不住了 他们完全不在乎 青云宗营区那边如何 他们只在意 封围宗同门们的战况 这无尽重巢 已经持续了两个时辰 三大宗门 早已经各自为战了 他们封围宗弟子们 很少修行防御类法术 一道道攻击法术 打出去 消耗极大 有很多弟子 都是一边往嘴里塞着补气单 一边与虫海作战 直至再也坚持不住 被重巢淹没 秘境之中 李静仿佛听见了外面的声音 他的手里 早就握住了一枚助击单 他不再犹豫 手中长剑一转 将自身周边 倾出一片空地 封围宗全体都有 来我身边 李静一声大喝 手中助击单一抛 落入口中 他此时已经完全不在考虑 秘境当中的上古机缘 他的眼中只有 封围宗师弟们 临死前的那一道道法术 只有师弟们的那一声声怒吼 诸位师弟 请为我护道三息 好 李师兄放心 李师兄放心 封围宗的弟子们 聚集在李静身边 面对如同死神一样 收割生命的重巢 他们一步不退 一息 因为他们抱团在一起 也给了重巢机会 无数鬼面虫包围着他们 从外面看 就像是一团黑白相间的大圆球 两息 早已历劫的他们 完全抵挡不住重巢的攻势 一位中年模样的封围宗弟子 怒吼一声 草 老子天赋不佳 此生无缘大道 你们还有未来 老子先死 说完 他就要冲出去 他想要迎走这一群虫子 为李静赢得最后一息时间 三息 这位中年男子 刚一步跨出 无数虫子朝着他包围而来 忽然 这一团鬼面虫瞬间炸开 他茫然无措地站在原地 待在当场 直到李静的声音响起 回来 李静此时身上的气势无限拔高 他目光一灵 爆喝一声 风来 天地间的灵气 瞬间汹涌沸腾 九道龙卷凭空出现 将封雷宗弟子们保护其中 在筑鸡七修饰的术法之下 这些虫子就像是飞蛾扑火 但 虫子实在是太多了 他刚扫空一片区域 立马又有无数的虫子填补上来 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明皇宗 在灵力消耗一空的时候 刘元就吞下了那枚筑鸡 他没有向李静亮犹豫 明皇宗主修土系防御之法 他自然也是一样 他将所有的明皇宗弟子聚集在一起 一个巨大的石球将他们给保护了起来 在刘元一身灵力消耗干净之前 这石球都固若惊汤 那些鬼面虫突破不了 筑鸡七修饰构建的防御法术 外面的明皇宗弟子看见这一幕 虽然有些紧张 但也没有表现出来 那些虫子应当会离去吧 有可能 刘元师兄至少还能坚持一个实战 哎 刘元师兄以一人之力 护住我明皇宗弟子 当真是无愧于领队之名 没错 刘元师兄好样的 你们看 清云宗那边竟然还没有一只虫子 能突破大阵 一位弟子惊呼道 瞬间将明皇宗弟子们的视线 转移了过去 这一下 给他们明皇宗所有人都给震撼了 他们目瞪口呆地望着 心中的震惊无以复加 卧槽 他们清云宗那个领队 什么情况 这么猛 我服了 我真服了 活该他们 把这秘境失恋当作度假呢 我要有这本事 我也这样玩 太狠了 原来当清云宗的弟子这么爽 另一边 丹西谷弟子 见到那如海一样的虫巢 都跃不了雷池半步 他们心中十分好奇 与油光明同桌的那位女弟子 此时心中担忧消散了大半 他好奇地问道 尤师兄 陈川师兄这阵法 叫什么名字 这个阵法 能够坚持多久 可以持续到重巢离去吗 随着这位女弟子的声音落下 清云宗和丹西谷 所有弟子的目光 都看了过来 不过他们所关心的事情 不一样 清云宗的弟子们 比较关心这座大阵的名字 他们似乎从未见过这种阵法 以炼气器的修为 催动这般大阵 还能保存这般威力 这得是什么阵法 才能做到 而丹西谷的弟子们 他们关心的 则是 这阵法 还能坚持多久 在他们看来 这种大阵所消耗的灵力 肯定是巨大的 要是在虫巢离去之前 这大阵因为灵力不足 而停止了运转 那么 丹西谷的姐妹们 依旧难逃一死 毕竟清云宗的弟子们 一个个实力不俗 面对这些虫子 自保应该是没问题 但想要保护他们 丹西谷弟子的话 恐怕就利有不逮了 他们丹西谷弟子 哪里懂什么对敌手段 这些年来 几乎都只学着炼丹去了 要等到助击之后 才能学习到一些攻击 或是防御的法术 尤师兄 你就别卖关子 对啊 快跟我们说说怎么回事 川总这大阵 怎么会这么厉害的 叫什么名字 听着师弟们的催促 尤光明却是不慌不忙地 点燃了一根滑子 他知道 陈川把他带来 就是为了这一刻 自己都好好配合陈川才行啊 只见他浅浅吸了一口滑子 吐出一缕青烟 这才不紧不慢地开口 这座大阵 名为玄机七沙阵 其中不但有防御功效 更有着数不尽的七沙剑气 别说这些炼气一二层的虫子了 就算这些虫子 有着炼气七层的实力 也休想跨过大阵半步 嗯 或许吧 尤光明吹着吹着自己 都有些心虚了 他发现自己有些吹过头了 炼气一二层的鬼面虫 当然不算什么 以他的修为 一个人面对着虫巢 都能全身而退 但要是无边无际的 炼气七层的虫巢 他有些说不准了 至少他是只能跑路的 甚至跑慢了他 都要折在那里 尤光明芒抽了一口滑子 不让人看出他的心虚 不过 陈川师弟知道了之后 应该不会骂我吧 我这可是在替他装逼 尤师兄 这玄机七沙阵这么厉害 应该消耗很大吧 为什么还能持续这么久 是啊 尤师兄 这玄机七沙阵 还能坚持多久 清云宗和丹西谷的弟子们 再次问道 这个问题 也是他们最关心的 大阵还能坚持多久 要是在重巢退却之前 大阵停了 那就玩犊子了 呵呵 这个问题给尤光明问住了 他怎么知道 这玩意能持续多久 他怎么知道 这玄机七沙阵 消耗大不大 这些东西 陈川又没跟他说 只是把每个大阵的名字 告诉了他而已 他只能呵呵一笑 也是尴尬 尤光明思索片刻 他不相信 陈川不知道外面有重巢 但陈川如今还没出来 说明这大阵至少也能持续到重巢退去 这玄机七沙阵 最少也能持续一天一夜 尤光明挑了一个既能替陈川装逼 又不至于太过分的时间说出来 果然 听到大阵可以持续一天一夜 这群清云宗和丹西谷的弟子 全都瞪大眼睛 什么玩意 能持续一天一夜 清云宗的弟子们 虽然相信他们最最敬爱的川总 可也没想到 川总的阵法制腰牛逼 一天一夜是什么概念 恐怖如斯 丹西谷的仙子们 也都充满了不可思议 尤师兄 催动这大阵消耗定然巨大 为何还能持续一天一夜 这个问题 也是所有人都想知道的 不过这次尤光明找到了借口 他神色从容地抽了一口滑子 回答道 这就是你们不懂了 这玄机七沙阵乃是上古传承 只需要一点点灵气就能催动 而川总他 虽然是炼气七层 但是他的灵力 却比一般人浑厚许多 如果说一般人的灵力 是一方池塘 川总就是一整个大壶 尤光明震牛逼吹的脸 不红心不跳 听得清云宗和丹西谷的一众弟子 都心惊肉跳 我服了 川总牛逼 我也是 没话说了 那就川总牛逼 管他那么多 反正川总牛逼就完事了 川总牛逼 这时 又有一位丹西谷弟子好奇问道 尤师兄 陈川师兄 这个玄机七沙阵 是谁给他的 为何我们从未听说过 清云宗有这样一位镇道大驾 他听到尤光明说 玄机七沙阵 可以持续一天一夜之后 心里已经完全不担心了 这虫子怎么看 也持续不了一天一夜 那还担心什么 你这个问题吧 对于这个问题 尤光明总算是不用靠自己想象来吹了 因为他知道 这玩意是哪来的 这玄机七沙阵 不是别人送给陈川的 是他自己得到了镇道传承 自己搞出来的 卧槽 尤光明这话 再一次惊呆了丹西谷弟子 让他们这群仙子 也忍不住抱了粗口 我也服了 原来陈川师兄这么厉害 说什么呢 叫川总 啊对 川总牛逼 丹西谷弟子 已经彻底被陈川给折服了 谁能想到 那样年轻的一个少年 竟然能搞出来这么厉害的大阵 哈哈 你们看 我就说了吧 你们只要相信 川总就行了 川总牛逼 清云宗的弟子们 已经被陈川给震惊妈了 他们许多人都在 清云集团的厂里打工 自然是知道 陈川会阵法的事情 现在他们没有别的想法 只能说一声 川总不愧是川总 牛逼就完事了 在不远处的高台之上 除了陈生之外的四位宗主 此时也全都猛逼了 凭借他们的修为 自然是能够听见下面弟子的话 陈兄 这个叫陈川的弟子 当真这么厉害 刘天祥差点都被整无语了 这陈川能搞出 划子和台子这种东西就算了 怎么连阵法 一道都这么厉害 这玄机七杀阵 当真是他自己弄出来的 当真可以催动一天一夜 听着刘天祥的询问 陈生笑得有些耐人寻味 他只是微微汗手 没有说话 狗屁一天一夜 要是让你们知道 这玄机七杀阵 能持续七天七夜 不知道 你们会是什么表情 玄机七杀阵 除了七杀剑气之外 当然还能持续七天七夜了 不然叫什么七杀 而在陈生一旁 看着天幕的顾明月 此时美眸之中 也是波光流转 陈川这孩子 当真是 他想了半天 却没有找到一个准确的词语 来形容陈川 要是能将自己的女儿阿秋 与陈川撮合在一起的话 好像确实不错 他轻声喃喃道 他rå磨开船 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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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